典荡行的小职员庄睿 因为一次意外 眼睛发生了异变 眼生双瞳 从此开启了他的财富人生 美轮美奂的陶瓷 骨着大方的青铜器 惊心动魄的赌石 接踵而来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郭以达为您演播的 长篇都市幻想小说 黄金铜 作者打眼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三十七集 正在播出 吃完了饭 刘川又开了两个房间 由于晚上要开车 而且在过了亚安 进入藏区之后 这段路很不好走啊 需要驾驶员注意力高度集中 所以刘川也没缠着雷雷 个人都回到房间去休息了 哎 我说兄弟 这情敌都打什么人来了 你怎么无动于衷啊 像你这样 肯定是打一辈子光棍 不过话又说回来 那个百梦瑶 对你好像有点意思啊 刘川躺在床上 看到庄瑞悠哉悠哉的样子 心里顿时就生起了一种烂泥浮不上墙的感觉 行了 刘川躺 别扯淡了 我对秦宣兵 可没什么想法 至于百梦瑶 你认为他那些行为 有什么目的啊 庄瑞一开始 也只是以为百梦瑶的性格 就是如此 只是回到房间后 这么一回味啊 似乎并不是这样 世家初来的女人 难道真的会如此单纯吗 再联系到百梦安此来的目的 庄瑞心里是明白了几分啊 那位瑶瑶 貌似已经把自己当作是他哥哥的假想敌了 不过庄瑞也没有失望 自己本来就是个普通人嘛 而且也不需要靠女人来吃饭 对方钱多钱少是什么身份 跟自己没什么关系 只是这一趟西藏之行 突然多出来这么四个人 倒是让庄瑞有些期待了 陪你走完这一趟 我就回中海上班去了 秦宣兵怎么样 不关我的事 不过那个百梦安啊 为人倒是不错 庄瑞接着对刘川说 他曾经给自己定过一个择偶标准 那就是对方一定要孝顺自己的母亲 看秦宣兵这般模样 想必不是那种会做家务的人 所以庄瑞对他的态度 一直都是敬而远之 即便从健保那个事之后 秦宣兵对他是热情了不少 可是庄瑞也没有打折随棍上的心思 算了 我他娘呢 这是皇帝不及太监气 关我屁事 我不管了 刘川没想到庄瑞居然夸起了百梦安 虽然他现在对百梦安的感官有所改变 但那绝对没有自家兄弟重要啊 一气之下刘川把被子一蒙 去梦里和雷雷亲热去了 庄瑞却没睡觉 他在看四川和西藏两省的地图 按照刘川的设想 那些稍微大一点的自治州府都没必要去了 因为在那些地方 纯血的藏鸥基本已经绝技了 就算是有那也绝对是天价 宋军给的这五十万 恐怕不够啊 所以刘川在地图上标注的点 都是一些人烟稀少的牧民聚集区 在这些地方 当地的居民和外界接触的相当的少 所以他们圈养的熬犬 很少和别的牧羊犬杂交 是最为纯正的 这里面能出现好熬的可能性 那是很大的 但是这些地方都毗邻草原无人区 是西藏自然环境最为恶劣的地方 庄瑞以前经常在电视或者报纸上 看到一些报道 说某某著名探险家在西藏无人区失踪了 他可不想做出穿越西藏生死县的状具 见识一下草原风光 认识一下藏传佛教 帮着刘川找一只好的藏鸥 平平安安的回家 这才是庄瑞的目标 刘川给雷雷几个人开的是一个套件 里面有两个房间 不过这会摆梦瑶却没在这个客房里 而是在隔壁摆梦庵的房间内 进行着一段对话 老哥 我刚才的表现不错吧 萱萱姐肯定不会对我的目标感兴趣了 我帮你解决掉了威胁最大的情敌 等回到香港 你一定要把那辆限量的法拉利送给我 不然我就在萱萱姐面前抱你的丑闻 貌似去年某人还和一个小明星有交往吧 此时的摆梦瑶就像是变身成了小魔女一般 很没形象的坐在房间的沙发上 把两条修长的腿搭在茶几上面 正一脸坏笑的威胁自己的哥哥 知道自己这个妹妹很难缠的摆梦庵 苦恼的挠着头 她对庄睿的印象同样也很不错 虽然听说其出身的家境一般 但看似普通人的庄睿 身上有一种很让人信服 或者说很容易使人亲近的气质 并且对待秦宣兵和蕾蕾 与自己兄妹的态度 既没有过分的热情 也不是很冷淡 白孟安看得出来 庄睿是真的把自己这些人当做了朋友 当然了 距离他和刘川的关系 那就要差得很多了 友情是不断在交往中加深的 那些所谓的一见如故 然后就肝胆相照的故事 那仅仅是故事而已 看出庄睿和秦宣兵的关系 白孟安也就没有把庄睿 当成自己的情敌 而且即便庄睿对秦宣兵有意思 白孟安也不是很在意 毕竟在一些大家族里 儿女的婚事 并不是自己就可以随意决定的 当然 白孟安也没有用家族联姻来逼迫秦宣兵 在白孟安看来 追求秦宣兵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并且以秦宣兵自身的条件 也是值得自己去付出的 至于妹妹所说的那个小明星嘛 她也不是很在意 百大少在香港的名声 一向都是很好的 偶尔传出一些花边新闻 那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只是这个妹妹 确实让白孟安非常的头疼啊 这个小魔女在人前的时候 从来都是很乖巧 很讨人喜欢 但如果你深交下去 你就会知道她真正的性格 香港那些自以为很有手段的恶少们 是没少吃白孟谣的苦头啊 时间长了 也就很少有人去追她了 庄瑞在下午四点半 把刘川等人都叫了起来 个人收拾一下自己的物品 就将房间退掉了 白孟安所借的车 也在半个小时之前就等在酒店门口了 她的那个客户 在知道白孟安的背景之后 为了和白孟安处好关系 还随车给她派了一个经验丰富的驾驶员 客户在电话里说 那人曾经在部队里做过特种兵 可以适应各种恶劣的环境 有人开车 自己就有时间和秦宣兵搭讪了 白孟安自然是不会拒绝 电话里感谢一番之后 就答应下来了 刚刚走出酒店的门厅 一个大约29岁 个头大概一米七左右的年轻人迎了上来 眼睛随意的扫了一下 她就认出了白孟安 她上前一步 你好 是白先生吧 我是周瑞 是王总让我给你们送车来的 刚才咱们通过电话 白孟安刚才已经接到了周瑞的电话 听声音 确实是电话中的那个人 周大哥 不用客气 叫我名字就可以了 这几天辛苦你了 不客气 周瑞的话不多 对众人身边这几位大美女 似乎也没有多少兴趣 客气了一句之后 就像停在酒店门口的沙漠王子越野车走去了 把门打开 等待着众人上车 看得出来 这辆沙漠王子的主人 也是一位越野发烧友 车的门脸上 焊接了几个粗大的保险杠 而车轮 也是那种特制那家钢丝的防暴防滑轮胎 而且要比一般的轮胎距离地面要高出一点 这样更能适应在山区坡地等地形的驾驶 车屁股上 四个像是导弹发射器一般的喷射管 更是显示出这辆四轮驱动越野车的强劲的动力 像这类车 由于其盖装的费用 往往要高出购车款的数倍 汉马车是这样 这辆沙漠王子的发动机 显然也是改动过的 车主肯定也花了不少钱 这个周瑞士朋友介绍来的 据说是军队特种兵退下的 驾驶技术还不错 玄冰 雷雷 你们上这个车吧 看这车也改装过 应该防震的性能也不错 咱们今天要赶到四川北部和西藏接壤的李唐县 道路不是很好走啊 你们这几位女士坐在后面 我坐在副驾驶 晚上也好和周瑞换班啊 这一次随行的有三位女士 而沙漠王子的后座很宽大 正好可以坐三个人 自己就可以坐在副驾驶上 至于庄瑞他们会开什么车 白孟安倒是没考虑 电话里他那个客户信誓旦旦的保证 他这辆改装越野车 在国内绝对是数得上字号的 白孟安在餐厅的时候就和刘川商讨过进入藏区的道路 显然他回去之后补习了一下 不然的话 香港人虽然知道西藏 可是他绝对不会知道西藏和四川的边界 还有一个礼堂县 秦宣兵闻言之后没有说话 一副不知可否的样子 雷雷看了刘川一眼 大川他们也开车来了 倒是不如让瑶瑶和我坐一辆车 大川说他那车里的空间会比较大一点 雷雷说话的时候 他推了刘川一下 让他去把车开过来 刘川在电话里和自己吹嘘了好几次了 雷雷发誓 如果这家伙开来的车不能让自己满意 一定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刘川咧开嘴就笑了 把手里的一个足有一米大小的旅行包 交给了庄瑞 屁颠屁颠的跑去停车场 这种出风头的事他是愿意做的 等会自己把车开出来 估计面前那个沙漠王子在汉马的面前 也就是个土豹子 刚才摆孟安的话让刘川很不爽 雷雷可是自己的女朋友啊 即便是自己骑了个自行车 那也得把雷雷绑在后座上 凭什么去坐别人的车呀 不过这也只是在心里想想 雷雷要是知道了刘川的想法 肯定让他后悔自己腰间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软肉 也就是三五分钟 刘川开着那辆汉马车冲到了酒店门口 还狠骚包的一个甩尾 将车子和沙漠王子并排停到了一块 引得进出酒店的客人是纷纷驻足 要知道 在2003年的时候 汉马车在国内是极其罕见的 尤其是这款六轮汉马 看上去就像一个坦克一样 而现在再看那辆沙漠王子 那就显得是普通之极了 两者之间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站在沙漠王子旁边 一直没什么表情的周睿 看到刘川驾驶的汉马 这眼神不禁就亮了 就连在香港的家中车库里 有十几款世界名车的百孟安 也被这个大家伙给镇住了 相比自己那些宝马法拉利 面前的这辆车 才应该是男人来驾驶的 此时的百孟安已经下定了主意 回到香港就要马上购买一辆最新款的汉马 秦宣兵等人坐谁的车 似乎不用再考虑了 别说百孟谣已经是第一时间拉开了汉马车门钻进去 就是百孟安也恨不得自己能上这辆车 相比那辆沙漠王子 汉马车的空间和稳定性还有着防震功能 无疑要好上好几个档次 不过百孟安刚才的话说的有些太满了 此时却也不好反口 只能兴兴地上了沙漠王子 刘川把汉马车开在前面 找了一家四川特色的川菜馆 吃了一顿饭 然后在周瑞的建议下 买了几瓶高度的卢州老轿 按周瑞的说法 在野外酒是一件很重要的东西 很多时候都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出于对专业人士的尊重 刘川整整地买了一箱 只是按照庄瑞的说法 这次就纯粹是买给自己喝的 再次上路 却是越野车开在前面 周瑞对进藏的路线十分熟悉 带路坐投车的任务 自然就是交给他了 相比沙漠王子内的两个男人相对无言 汉马车里却是乡风阵阵 艳雨英声是热闹非凡啊 害得驾车的装锐 都时不时的看一下道径 更不要说此时坐在副驾驶上 准备开后半夜车的刘川了 他更是恨不得爹妈给自己生个女儿身 好加入他们当中 车子驶出成都市区 就拐上了成雅高速 前面的越野车一直保持时速在一百公里上下 过了一个多小时 从西康大桥进入到218国道 这段路程很好走 所以啊 刘川让庄瑞开前半夜 等到后半夜的时候 就多半是环山路了 在那个路上 就算是庄瑞赶开 恐怕车里的这些人也不敢坐 刘川 你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呀 庄瑞在合肥买的那个竹腾箱 编制的非常精致 引起了几个女孩的注意 啊 那是庄瑞淘的宝贝 哥们我也有一份啊 你们要是看中了 就随便挑 刘川倒是不客气 拿庄瑞买的东西送起人情来了 不过买东西的钱 的确是他储的 雷雷几个人听到了刘川的话 打开箱子 把那些根雕都拿了出来 手工雕刻的根雕 其形态远比机器雕刻的要生动多了 几个女孩一看之下就都被吸引了 就连刚才正在用车载DVD看影碟的秦宣兵 也凑了过去 拿起了一个根雕在手中把玩 不过他们刚才都听到了刘川的话 知道这些物件是庄瑞的 雷雷和百孟瑶 只是欣赏了一会儿 就将手中的根雕放回了箱子 倒是秦宣兵对自己手中的这个奔马根雕 有些爱不释手 看了半天呢 他也没舍得放下 一直低头把玩根雕的秦宣兵 像是下定了决心 抬起头来 对着正在开车的庄瑞说 庄瑞 这个奔马根雕 我很喜欢 你能不能把它转让给我 此言已出 是四座街景啊 车内的人都没想到 秦宣兵居然会开口向别人要东西 吃有雷雷知道 秦宣兵的生肖属相是马 而且一直对马很有感情 他的骑马技术也是很不错的 庄瑞也是吃了一惊啊 手中的方向盘都差点打偏了 倒不是因为秦宣兵向他要那个根雕 而是秦宣兵似乎没有称他为庄先生 而是喊了庄瑞儿子 这还是他第一次直呼自己的名字 庄瑞一时间还有些不适应 听着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更多精彩请您下载喜马拉雅手机APP 关注小说的更新 本节目24小时之内点赞数量超过100 明天加更一击 欢迎您的收听 典当行的小职员庄瑞 因为一次意外 眼睛发生了异变 眼生双瞳 从此开启了他的财富人生 美轮美奂的陶瓷 鼓着大方的青铜器 惊心动魄的笃石 接踵而来 听着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郭以达为您演播的 长篇都市幻想小说 黄金铜 作者打眼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三十八集 正在播出 庄瑞从倒车镜里 看了一下后面 秦宣兵说出这句话之后 神色和之前没什么两样 从倒车镜内和庄瑞眼神相对 也没有闪避 落落大方的 等待着庄瑞的答复 别走神 好好开车 不行 哥们先开一会儿 刘春的声音 不合时宜的响了起来 那是因为他发现 庄瑞的眼睛 有七八秒钟的时间 都没放在路面上 为了自己的小命着想 刘春 也不得不提醒他一下 庄瑞脸上一红 眼睛重新转回到前方的路面 却是被秦宣兵从倒车镜里给发现了 这倒是让秦宣兵觉得挺有意思 没想到一直在自己面前表现的很淡定的庄瑞 居然也会脸红 秦宣兵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秦小姐 那东西不值几个钱 你喜欢的话就拿去好了 不用说什么转让不转让的 前段时间那个事我还没谢谢你呢 庄瑞说的 是在建宝的时候 秦宣兵给徐伟难堪的事 那天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徐伟是有意针对庄瑞的 而秦宣兵后来的举动 却是无意中帮庄瑞教训了他一顿 秦宣兵闻言 秀眉微醋 他长这么大 除了家中长辈的礼物之外 从来没有接受过别的男人的馈资 庄瑞的这番话 倒是让他有些为难了 虽然这东西可能真如庄瑞所说 不怎么值钱 可是秦宣兵也不想平白的接受 在脑中想了一下 秦宣兵将自己的背包找了出来 在里面翻了一阵 拿出了一个盒子 这样吧 庄瑞 我这次来内地正好多带了一个手机 就用它来和你交换这个根雕 好不好啊 庄瑞愣了一下 自己前几天还想着要去买个手机呢 只是到了成都 没用上电话 他也就忘了 今天居然送上门来了 不过看到刘春 已经将秦宣兵手里的盒子接过来 庄瑞就连忙说了 秦小姐 这个不合适 真的不合适 这个根雕才二百块钱一个 你拿手机换 那可亏大了 哎 六川 赶紧给秦小姐还回去 庄瑞用眼角的余光 瞄了一眼那个盒子 盒子上全都是英文 标志是摩托罗拉 庄瑞知道 以秦宣兵的身份拿出的手机 绝对不会差 这款手机的价格 恐怕得要五千块钱以上啊 拿来换自己那二百块钱的小玩意儿 自己要是真的换了 这明摆着就是占人便宜了 这种事 庄瑞是不屑于去做的 别说现在一个手机的钱 对他根本不算什么 就是没钱的时候 他也不会占这个女孩子的便宜 刘春这丝 没搭理庄瑞 看得出来 这还是一个没拆封的手机 直接就把盒子包装给拆开了 刘春很熟练的把电池装上去 秦宣兵 这手机我怎么没见过 在国内还没上市呢吧 他对秦宣兵 从来就是直呼其名 根本就不会讲那些客截话 刘春的手机换得很快 几乎是市场上出现一个新款 他只要是看中了就会买下来 对国内一些品牌的手机 他是很熟悉 按他的话说 汽车咱换不起 手机还玩不起 那还叫男人吗 就因为这个话 刘春淘汰下来那么多手机 庄瑞愣是一个没要 因为啊 他两样都换不起 那是摩托罗拉最新款的手机 可能内地还没有上市吧 庄瑞 这款手机是男士用的 我也不喜欢 物尽所用 咱们换了 谁也不吃亏啊 秦宣兵给刘春解释了一下 还是坚持要用这个手机来换 庄瑞心中是十分无奈啊 看到刘春把包装都拆了 还回去也不太合适 于是就开口 这样吧 秦小姐 你这部手机多少钱 晚点我把钱给你 就算是我买了 秦宣兵文言 眉头微微有些猝气 在他的心里 庄瑞现在也算得上是自己的朋友了 和百孟安已经都差不多了 只是听庄瑞话中的意思 却没有把自己当做朋友 对自己的东西是推三阻四 这让他有点不高兴了 只是秦宣兵却没细想 你不愿意接受别人的东西 别人又何尝愿意无功受禄呢 大家都是年轻人 我喊你庄瑞 你也不用再叫我秦小姐了吧 叫我宣兵就好了 至于这个奔马跟雕 算是你送给我的 不过这个手机也请你接受 算是我的一个回礼吧 秦宣兵说这番话 没考虑多少 说完之后 他也感觉有些不对 而百孟瑶和雷雷 则都是一脸吃惊地望着他 他和秦宣兵认识的时间不算短了 可是从来没见他对哪一个男人用这般的口气说话 在香港那些圈子里 自认有些身份的年轻人 称呼秦宣兵也都直接是喊宣兵 不过能被他答应的人却没有几个 没想到一向骄傲的秦大小姐 会有一天主动让男人称呼他的名字 秦宣兵也意识到自己有些失言了 在他那有如白雨般白皙的脸上 飞起了一片红韵 整个人在车内灯光的照射下 显得是美艳不可芳物 就连同为女人的雷雷和百孟瑶都看呆了 幸好庄瑞此时的眼睛是看向露面的 不然的话 恐怕明天四川新闻上 就会多出一起汗马车祸的报道 不过秦宣兵的话 也是让庄瑞有些抵挡不住了 俗话说最难销受美人恩呢 庄瑞也听出秦宣兵说的不是客气话 自己要是再推托 那秦宣兵就会没面子 于是就开口说 那行 以后我就叫你宣兵了 这手机我收下了 听到庄瑞称呼自己为宣兵 秦宣兵脸上刚退下去的红韵又升起来了 不知为何 他听到庄瑞如此的称呼自己 心里还是有些异样 这车里顿时也变得安静起来 宣宣姐 你为什么就喜欢这个奔马的根雕啊 我看刚才那个猴子的也很好看呢 白梦瑞那双大眼睛低溜溜地转了一圈 出言打破了车中的尴尬 秦宣兵也松了一口气 和雷雷还有白梦瑞闲聊了起来 却是再也没有和庄瑞说话了 到了下半夜 汉马车里也变得安静起来 几个女孩都没有了开始时的兴奋 雷雷更是很过分地将电动隔板放了下来 随后通过对讲系统 有一句没一句的和刘川说着话 过了一会儿啊 也就没有声音了 想必是睡着了 十八世纪 一位行淫诗人苍阳家措 用他美妙地比调 把礼堂誉为洁白仙鹤向往和迷恋的地方 洁白的仙鹤呀 请把双翅借给我 不飞遥远的地方 今到礼堂转一转 就飞回来 此时这曲扣人心弦的情歌 划破无边的岁月 走出季节 穿越时空 礼堂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县城之一 堪称世界高城 县城海拔四千二百米 比西藏拉萨还要高出三百多米 这座被世人称之为悬载高空的城市 自古便是茶马护士的重镇 商谷云集 雾华天堡 人节地灵 成都距离礼堂县 虽然只有七百公里 但是两个车整整跑了十多个小时 到达礼堂境内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早上八点了 由于这中间在路上休息了几次 众人倒也不是显得很疲惫 睡了一夜的三个女人更是精神焕发 叽叽喳喳地在后面说个不停 窗瑞这才知道 原来人前冷艳的秦宣斌 在同性面前还是挺正常的 不过庄瑞同学在心里 马上就产生了一个念头 秦宣斌不会是个同性恋吧 他越想越是觉得有可能 打算找个时间 他告辞刘川让他小心累累移情别恋 要知道秦宣斌的美丽 那可是男女通杀呀 车子进入礼堂县境内 辽阔壮丽的茅亚大草原 在公路两旁是以往无际 初春时节 深深浅浅的草丛也焕发出了绿色 星星点点散布在草原上的小花 二色彩鲜艳 云凤中投下的阳光不断地移动 变换于大面积的色块组合之间 亮丽炫目 在高城的草原上描绘出了一幅色彩斑斓的 美丽的画卷 雷雷姐 萱萱姐 你们快看 好漂亮啊 我从来都没看过这么美的景色 这是百梦瑶的声音 自从早上雷雷把自动隔板升上去之后 百梦瑶的嘴巴是一刻也没闲着 不是看到草原上的牦牛兴奋地尖叫 就是对着天空中飞翔的雄鹰指手画脚的 要不是庄瑞 经过合肥前往成都那一段高速公路的练手 恐怕早就被百梦瑶冷不丁的尖叫声 吓得把车开到沟里去了 不过面前的景色确实让庄瑞是眼前一亮啊 天地之间居然有这么美丽神奇的地方 庄瑞不由得对那种在大都市里的生活 感到了一丝厌倦 不单单是他有这种感觉 在前面那辆沙漠王子车中的百梦庵 也是看得心旷神怡 恨不得就在此生活了 这会儿 雷雷几个人正拿着一本介绍 礼塘旅游线路的地图 在商议着先去什么地方游览 而刘川这次 这会儿居然变成了妇女之友 不知道什么时候混到后车厢去了 对众女的建议表示双手赞成 还不时在一旁出谋划策 庄瑞在心里啊 不禁为宋军这个雇主感到一种悲哀 他怎么就想起了让刘川这货来帮他收购藏熬呢 看到刘川的样子 此行分明是来旅游的嘛 此时两辆车已经一前一后开进了礼塘县 礼塘与其说是一个县城 倒不如说是一个镇比较合适 因为这县城实在是太小了点 街道横平树直 中间建有小小的广场 小小的街心花园 这商铺饭馆也是一间一间的挨着 街上来来往往 大多都是本地的藏民 不过街道很宽阔 而且整个城市都很干净 从车上向外看 汉马车上的几个人都感到很新奇 因为这里的人 不管男女 都穿着一件大领宽腰 右肩小 左肩大的毛皮藏袍 粗广的康巴汉子 披着乌黑的长发式五官分明 戴着大大的墨镜 阳刚而帅气 而右胯旋着的一把连翘的藏刀 有的呀 甚至还挂了两三把 显得很是鹦鹉潇洒 藏民女子身上头上 则是带着硕大而美丽的饰物 有鸡蛋大的红珊瑚或绿松石 有的呢 细细的编了一头秘密的辫子 然后坠上五颜六色的珠子 异常美丽而充满着风情 街上的这些藏民 无论男女 脸庞上都是红扑扑的 庄瑞知道 这是高原反应所致 他一边开车 一边在给秦宣兵等人解释着 他们可不知道什么叫做高原红 还好车内的几个人 平时都挺注意锻炼 这会儿啊 车里的人虽然感觉有些凶闷 倒是也没什么特别难受的反应 这个时候 面前的沙漠王子 靠在路边停了下来 白孟安跳下车之后 有气无力的摆着手 示意庄瑞停车 庄瑞将车停下 放下车窗 顿时温暖的车厢 涌进了一股寒风啊 咱们还是吃点东西 然后就抓紧离开这里吧 这里连个像样的酒店都没有 白孟安此时的脸上也露出了一股倦意 显然是有些高原反应 呼吸之间比平时要急促了许多 这位没怎么吃过苦的香港大哨 还是低估了这次旅程的艰难啊 不行 我们要去礼堂寺 要去看赛马节 庄瑞正要答话了 身后却传来了几个女人的声音 小姐 这赛马节 可是六月份才开始 现在去哪看呢 对着白孟安苦笑了一下 事宜让他去搞定自己的妹妹 庄瑞啊 干脆打开车门走下了车 伸了一个懒腰 点上一根香烟 美美的抽了起来 至于白孟安 怎么去说服教育那三位女士 他就不管了 话说回来 刘春这个市主都不急 他找哪门子急啊 小庄 把烟掐了吧 不然抽完 你就会感觉难受了 庄瑞还没抽上两口 越野车里就传来了周瑞的声音 而此时 他也感到胸口闷得难受 连忙就将烟熄灭了 接连是吸了几口长气 这才慢慢恢复过来 这时的庄瑞才感到啊 高原的生活不是想象中那么美好的 现在已经是早上八点多了 然然升起的太阳照射在脸上 微微感觉到了一丝灼热 街上的游客不多 来往的都是本地的藏民 他们很悠闲的在街上行走着 有些就三两一群坐在街口转角或阶梯上聊天 眯着眼睛享受阳光的恩赐 有些人从庄瑞身边走过的时候 都是很有善地露出洁白的牙齿 向他们问好 先吃完东西吧 吃完饭就离开礼堂 这里待久了 恐怕咱们都受不了 百孟安隔着车窗和里面的众位女人交涉了一番 走过来拍了拍庄瑞的肩膀 还是庄瑞带路 找了一个看起来还算干净的早点铺子 庄瑞等人先寻了两张桌子坐了下来 刘川大大咧咧地走上前去点吃 可是没过一分钟 就灰溜溜地回来了 众人看到他在那连笔带话的和老板交流了半天 别人愣是没搞清楚他要吃什么 典当行的小职员庄瑞 因为一次意外 眼睛发生了异变 眼声双瞳 从此开启了他的财富人生 美轮美奂的陶瓷 骨着大方的青铜器 惊心动魄的笃石 接踵而来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郭以达为您演播的 长篇都市幻想小说 黄金铜 作者打演 由喜马拉雅出品 一直不显身不漏水的周瑞 见到这个状况 就站起身来 对着老板用藏语高声喊了几句 那个老板立即是没开眼笑 不大一会儿就端过来七碗羊杂汤 汤里面长肚肝肺是一应俱全 葱花和香菜飘在乳白色的汤上 是不腥不山 味道浓厚 闻着就让人是食欲大动 过了一会儿 那老板又送上来一盘子青鸽面做的馒头 庄瑞咬了一口 发现这馒头做的 居然比白面馒头还要松软 并且有一股香甜的味道 庄瑞和刘川早就饿了 招呼了一声之后 拿着馒头就着羊杂汤 美美的吃了起来 周瑞 别看平日里不声不响 但吃起东西来比谁都快 三下五出二 一盘馒头就被他解决了一半 另外一半 自然是进了庄瑞和刘川的肚子 搞得吃相很文明的几位女士 还有百孟安 只能看着这空空如也的盘子发呆了 习惯了 不对吃东西 一直都是靠抢的 周瑞 难得的露出了一丝同龄人的羞涩 有招呼老板 再上了两盘青鸽馒头 还有一叠藏家泡菜 周大哥 你帮我问一下这个老板 在这礼塘县里 有没有卖藏熬的 等到众人都吃完了饭 刘川这思 似乎也想起了此次进藏的目的 无奈语言不通 只能让周瑞代为询问了 周瑞趁着付账的机会 和早点铺的老板用藏语说了一大通话 却只见老板那一边用右手往大街上指 一边摇头 吃饱的几个人顺着老板的手指看 在大街上 有不少体格高大的狗都在跑着 这里面就不乏藏熬 那老板说了 这里有卖藏熬的 不过橙色和街上这些都差不多 都是杂交的 要想买好一点的凹犬 那就要去昌都或者拉萨了 不过那个地方多为山区和种植区 藏凹较少 而且品种也不够纯正 好的凹犬也不常见 并且价格很贵 他说在二十年前 这里到处都可以见到纯正的藏凹 而现在那些凹王们 都回归到雪山之神的怀抱了 周瑞口中的雪山之神 其实就是西藏的米拉雪山 藏民们崇尚白色 连带着也认为在大雪山中有神灵存在 而回归到雪山之神的怀抱 也就是说那些纯正的藏凹都已经死亡 或者是消失了 周瑞的脸上微微迟疑了一下 我知道在西藏有一个地方 或许还留有纯血藏凹 两年前我曾经在那里碰到过 只是现在很难说了 周瑞的表情似乎不怎么想提起那个地方 想必那里曾经给过他不愉快的经历吧 刘春听到周瑞的话 脸上也没有露出失望的表情 他原本就没指望在这些地方能遇到好的幼傲犬 这里即便是有 恐怕外主也会开出一个天价里 他东奔西跑的地方多了 知道在某些特产的产地 往往那些特产卖出的价格 要比外地贵上许多 这墙内开花墙外香 这和出口转内销 差不多是一个道理 倒是庄瑞对宋军的事比较上心 看到庄瑞这话犹未尽的样子 就开口问了 周大哥 我们这次进藏的目的 就是要找一条好的幼傲犬 不知道你说的那个地方在哪啊 咱们能不能去那找一下 周瑞看了看百孟安等人 稍微迟疑了一下 我在西藏生活了十一年 对那里还算是比较熟悉 西藏的鳄犬主要是 分布在藏北草原的畜牧区 特别是纯油牧的大草原上 那里的牧民所养的藏鳄 不仅个头高大威猛 而且品种很纯正 像是那区 日科泽 还有周边的县 那咱们去不就行了吗 庄瑞在一旁插了一句嘴 那区地区大部分都是草原牧区 很多牧民都深入到草原里生活了 想找到贫色纯种的凹犬 就得去牧民那找 只是现在正值冬季末期 也是草原狼群最为饥饿凶残的阶段 我怕咱们到大草原上 会遭遇到狼群的袭击啊 周瑞终于是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他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保护这一行人的安全 驾车那其实倒是在其次了 现在听到庄瑞说想去藏北草原寻找藏鳄 以他对大草原的了解 心里不免有些坠坠不安 我们就要去大草原 蓝蓝的天空白云飘 风吹草地见牛羊 那会是多么美啊 轩轩姐你们说是不是 听到了周瑞的话 好容易才安静一会儿的百梦瑶又跳出来了 似乎是把自己刚才设计的旅游计划给忘了 相比这一望无际的草原景色 去礼堂寺游览的计划也变得不是很重要了 要不这样吧 百梦你和几位女士从这里去盲康县那边游玩几天 那里的风景很不错 我陪着庄兄弟还有刘兄弟去藏北寻找敖拳 等一个星期之后 大家再盲康集合 到时候电话联系 你们说怎么样 周瑞显然是一个很尽职尽责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 百事兄妹 现在就算是他的雇主了 所以他第一个想法 就是要保证雇主的安全 这样也好 百梦安点头表示同意 刚才百梦瑶偷偷把昨天车里发生的事 告诉他了 百梦安这才意识到 原来庄瑞很有可能成为自己的情敌 周瑞的这个想法 既可以让秦宣兵和庄瑞分开 又给了自己和秦宣兵亲近的机会 他当然是举双手赞成了 百梦瑶很清楚哥哥心里所想 也不嚷嚷着要去草原了 在一边是默不作声 我跟着大川去藏北草原 去那儿应该会有机会骑马吧 雷雷可不愿意和刘川分开 这次西藏之行之后 大家都要各忙各的 恐怕会有很长一段时间 不能在一块 再说能和自己喜欢的人 驾车奔驰在大草原上 那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嘛 我也去 秦宣兵也出言表明了立场 其实啊 他本来的想法是去不去无所谓 在盲康一样有许多能游玩的地方 只是雷雷的一句可以骑马的话 将他给吸引了 秦宣兵喜欢马 更喜欢纵马奔腾的那个感觉 不过在香港的马场里 那些所谓的梁居 跳一跳跑跑步还行 但是奔跑起来 却是少了那么一点感觉 其实看看草原的风光 也是很不错的 可以使人的眼界更宽广吧 白孟安微笑的说着 这个话说的 好像他从一开始就同意 一起前往藏北草原一样 从他的脸上是看不出一丝的勉强啊 庄睿等人都明白他的心思 不由得就在心里暗自好笑 既然大家都决定要去 那你们先在汉马车上等我一会儿 我去去就来 看到众人这么快就统一了意见 并且还是自己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周睿也没多说什么 只是低头思考了一会儿 让大家等他一下 然后独自驾驶着那辆沙漠王子 开出了李唐县城 周睿说的一会儿 这时间可是不短啊 众人在汉马车上 整整等了两个多小时 这才看到沙漠王子 一路风尘的从远处急驰而来 听吻了车 周睿跳下车来 背后斜背着一个狭长的帆布袋子 敲了敲汉马的车窗 等庄睿打开车门之后 周睿很麻利的就钻了进去 斯拉的一声响过 周睿把帆布袋子打开了 里面亮出的东西是让人大吃一惊啊 两条乌黑正亮的五六式全自动冲锋枪 呈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这里面还有整整的八个弹夹 黑色的弹夹顶端露出了黄灿灿的光泽 也显示出这几个弹夹里 都压满了子弹 众人都没想到啊 不过是短短的两个小时 周睿居然搞到了两把枪 要知道国家对枪支的管制 那是相当严格的 即便是在藏区 这种军用制式的冲锋枪 也不是一般人就能搞到的 只是看到周睿 并没有要解释这两把枪来历的意思 大家呀 也就没有多问 你们中间谁会用枪 周睿拿出了一把枪 看着车内的几个人 我在欧洲打过猎 我也会 我练习过室内射击 我大学军训的时候也打过枪 这三个声音 分别是百孟安 秦宣兵 还有庄瑞 刘川之所以没说话 那是因为啊 他还是喜欢自己带来的那把雷鸣灯猎枪 百孟安 你等会儿要和我同车 咱们已经有一把枪了 这把留给他们用 庄兄弟 记住 平时要把保险关上 遇到情况 没有见到我开枪 你也不要开枪 周睿 在秦宣兵和庄瑞的脸上看了一会儿 还是把枪交给了庄瑞 然后又交代了几句话 在他看来 那个娇滴滴的小姑娘 显然是不如庄瑞可靠一点 而旁边的百孟安 虽然有点气闷 可也是无话可说 他也想坐汉马呀 只是不好意思开口而已 来 这个东西 你们车上也放一个 方便大家联系 等进入到草原之后 手机可是没有信号的 周睿又从身上掏出了两部对讲机 把其中的一部递给了庄瑞 看到周睿对这次进入藏区 表现得如此慎重 原本还在嘻嘻哈哈的刘川等人 也收起了笑容 变得就严肃起来 庄瑞他们所走的是川藏线路 这条路 横川横断山脉 雨季 多泥石流 冬季大雪封山 途中的四季是变幻无常 往往中午的时候是阳光普照 气温能达到七八度 而一到晚上 这温度就会骤降 有时候会低至零下十几度 但是无疑川藏线 是陆路进藏之后 风景最美的路线 这时正值立春 大地逐渐复苏 入眼处的矮山包和地平线上 到处都是一片绿色 还开满了各种不知名的野花 只有那个远远处立的大雪山上 依然是中年积雪不晃 蓝蓝的天空中漂浮着白云 似乎和那洁白的雪 连结在了一起 此时已经始处理唐县 有二百多公里了 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藏区 前面还有几十公里 就是西藏的盲康县了 而现在的车子所在的地势 要低上不少 车中众人在李唐县时 那种凶闷气短的感觉 也减轻了许多 这一路上的风景 确实不错 秦宣兵手中 一直都拿着一个 高倍聚焦的相机 不停地拍摄 庄瑞很是怀疑 在时速将近一百公里的车子上 他还能抓拍到画面吗 盲康县是一个以序幕为主的城市 车窗外蓝天白云 还有远方缓缓移动的牛羊 组成了一幅美妙的画卷 虽然车内的人 几乎都是整整两天 没有躺在床上睡觉了 但是看着眼前的画面 依然带给人一种神清气爽 心旷神怡的感觉 车里还不时传出相机 咔嚓咔嚓 暗动快门的声音 庄瑞 庄瑞 听到请回答 听到请回答 正坐在副驾驶上 眯着眼睛休息的庄瑞 忽然听到放在变速箱旁边的对讲机 先是沙沙地响了一下 然后就传出了周瑞的声音 我是庄瑞 有事情讲 庄瑞拿着对讲机 回复了过去 咱们现在进入盲康县吃饭 把枪支放好 明白 庄瑞回应了一句 把座椅放平 拿起原心放在脚下的那把五六式冲锋枪 矮着身子 走到车厢里 将保险加层打开 把五六式冲锋枪放了进去 哎 这里还有一把枪 百孟瑶的眼睛是最尖的 一眼看到刘春那把雷鸣灯猎枪 就大声的叫喊起来 那是哥哥我带来的 别以为只有周瑞才知道西藏有狼 前面开车的刘春 得意洋洋的说着 这手上也没闲着 跟着前面的沙漠王子拐进了一条岔路 进入到盲康县城之中 周瑞的盲康县似乎也是很熟悉的 直接就把车开进一家饭馆的门口 这个饭店没有包厢 众人只能在大厅里坐下 耳边传来的都是藏语 他们也听不懂 也不会说 还是周瑞去点的菜 庄大哥 你看他们好野嘛 这生肉也吃啊 百孟瑶 依然是紧紧的挨着庄瑞坐 这会儿啊 眼睛睁看着旁边一桌的几个藏族汉子 悄悄在庄瑞的耳边说着这句话 庄瑞只感觉到耳边传来一阵麻痒 一股少女的体香充斥在鼻尖 心神不由得一当 再看向百孟瑶 这丫头啊 早就是正金危坐 而秦宣兵的眼神 也有意无意的向这边看 庄瑞知道 自己又被这小妞给耍了 心里不禁就苦笑起来 这一路上 白孟瑶可是没轻折腾自己啊 这一路上 白孟瑶几乎是庄大哥这三个字就没停过 还不时做出一些亲密的动作 惹得秦宣兵和雷雷 看向他的目光都很怪异 庄瑞又没怎么和女孩相处过 虽然是人在温柔乡 可却是苦不堪言啊 没有搭理百孟瑶 庄瑞向旁边那桌看 那几个人的确是在吃生肉 准确的说是在吃一条生羊腿 他们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一把小刀 挑选最可口的部位 是频频切割 并且用刀尖直接就挑进嘴里 技术非常娴熟 吃的是津津有味 还很富有节奏感 这一大块带骨的肉 很快就被他们吃的是干干净净 只剩下一副骨架了 听着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更多精彩请您下载喜马拉雅手机APP 关注小说的更新 本节目24小时之内点赞数量超过100 明天加更一集 欢迎您的收听 典当行的小职员庄瑞 因为一次意外 眼睛发生了异变 眼生双瞳 从此开启了他的财富人生 美轮美奂的陶瓷 鼓着大方的青铜器 惊心动魄的赌石 接踵而来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郭以达为您演播的 长篇都市幻想小说 黄金铜 作者打眼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四十集 正在播出 周锐 此刻已经点完了菜 也不知道他耳朵怎么就这么尖 将百孟摇在庄瑞耳边的话 听得是一清二楚 这个很正常的 藏族人和咱们的饮食文化不同 牛羊肉是他们的主食 他们宰杀牛的办法 主要是把牛焖死 目的是让血流在体内 那样 这肉才会鲜嫩 不过现在吃生肉的人 也不多了 在芒康 也只有这家饭店 还保留着这个传统 所以啊 我带你们来见识一下 周大哥 你不会也让我们吃生肉吧 百孟摇苦着脸 旁边的几个人 也是连连点头 这个封锁 他们可是有点无法接受 就连刘川这个吃货 也看得是双眼发直 更不用说 直接去吃了 哈哈 不会的 今天带你们来 主要是吃西藏饮食的四宝啊 可能大家都是年轻人的缘故 这几天相处下来 周瑞的话比以前要多了 看到众人是一副不理解 就向他们解释 像苏油 茶叶 簪板 牛羊肉 这就是西藏的四宝 不过有些人 可能会吃不大习惯 等一下 你们要是那样不喜欢吃 就先吃别的 没过多大一会儿 店里的服务员 就掀上了苏油茶 每个人的面前摆了一大碗 浓浓似汤的茶水里 还漂浮着一层油 庄瑞早就听说过 这苏油茶的营养是异常丰富 当下就端起碗 喝了一口 马上这身上就感觉到了一股暖意 等到一碗茶下肚 庄瑞先前还有一点头晕气短 心慌的高原反应 居然全都消失不见了 这个时候 菜也上来了 牛羊手抓肉 凉拌牦牛舌 包子 还有甜茶奶茶 酸奶 烤肠 风干肉 满满当当的摆了一桌子 主食是粘吧 不过呀 要用自己的手 将汁和酥油茶搅拌在一块 众人都感觉不大卫生 也就没有吃 只有周瑞一个人 吃的是津津有味 吃完了饭 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 他们是准备在天黑的时候 干到八宿县住宿 这一段路程可是不怎么好走啊 在临走之前 周瑞居然买了两只刚刚宰杀剥皮的羊羔 用油布包裹 就扔到了越野车的后备箱里 从芒康出发 翻越了海拔也达到四千多的角巴山 穿越了怒江大桥 一路上是风景如画 虽然这次旅程所用的时间 肯定要比计划的时间长 不过庄瑞还是觉得 这是很值得的 在这里 他感觉到自己的心灵很纯净 似乎这里的清风白雪 可以将人心头的尘埃 洗刷得是一干二净 到达八宿县 已经是将近夜里十二点了 出到西藏的人 也都感觉到疲惫不堪 虽然两辆车的防震功能都不错 但是在山路上颠簸了十来个小时 身体也像是散了架 就连对卫生环境颇为挑剔的百孟庵 都是进到周瑞安排好的招待所 一头躺在床上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六点多 众人都被周瑞叫醒 他们今天要赶往那区 顺利的话可能需要两天时间 这也就是说 他们必须在路上留宿一夜 如果运气不好碰不到牧民 那就只能露宿在大草原上了 所以要走就尽量要早一点 尽量在天黑之前 找到可以留宿的牧民家庭 周哥 看样子 咱们是找不到这些牧民了 只能在这车里凑合一宿了 庄瑞此时是在周瑞的那辆沙漠王子里 他实在是受不了百孟谣的骚扰 也看出这丫头的心思 干脆就提出来 和百孟庵换车驾驶一段时间 百孟庵自然是不会拒绝 只是现在天色已经暗了 却还没有见到人的踪迹 哎呀 以前这附近是有一个部落的 可能现在搬迁走了吧 晚上大家要注意一点 咱们几个人轮流守夜 周瑞的脸色不是很好看 按照他原定的计划 是要在这里的牧民家留宿一夜的 不过看目前的情况 确实不可能了 这是一条小路 横贯从八速到那区的草原 可能是很久没有车辆通过吧 土路上已经长满了枯草 难以辨认前方的道路 那区大草原 是藏北牧民放牧的主要地区 而此时正值冬末春丽 草原上的草长得十分的快 再加上这条小道久未有人走 越是进入到草原深处 道路就越是难以分辨 透过天边最后的一丝余光 周瑞看着四周漫无边际的草原 把车开到一个大约有五六米高的土坡上就停了下来 怎么了周哥 不是找不到路了吧 哎呀 这天怎么这么冷啊 刘春把汉马车停在了沙漠王子四五米远的地方 他刚一从车上跳起来 就冻他打了一个哆嗦 麻利的又缩了回去 过了半天 这才披着一件厚厚的军用大衣下了车 手里还抱着两件大衣 这是给周瑞和庄瑞拿的 这这分差早晚怎么这么大呀 中午的时候穿个薄衣服就行了 这会儿恐怕得零下了吧 周哥 我车里的GPS定位系统没有显示了 你这个怎么样啊 把军用大衣的棕毛领翻起来 仅仅把两只耳朵裹在里面 刘春缩着脖子一边说话 一边将手里的大衣从车窗递了出去 在2003年初 这个所谓的全球GPS定位 也就是在那些大城市里好使 到了这大草原上边 也和手机一样 没办法接收信号了 我的也不能用了 现在天黑看不清道路 咱们呢 就在这过夜吧 你们那辆车不要熄火 今天没有风 不怕引起火灾 咱们在这里就点身一堆篝火 先烤一点东西吃 大衣你拿回去 给他们女生穿吧 我车里还有两件的 周瑞没有接刘春递过来的大衣 他在来之前就有了准备 不过只准备了三件 确实没预料此行会有这么多人 看到刘春也有所准备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 要知道 在高原地带如果不小心因为受凉 导致感冒发烧 那可能是会要命的 听到了有烧烤能吃 汉马车上的几个人都兴奋了 顿时这抗寒能力是剧增 每个人都披着一件大衣下了车 虽然他们平日里也经常在户外烧烤 只是这天黑如墨 四周寂静的就像时间停止了一样 在这样的大草原里 点上一堆篝火 想必会另有一番风味吧 刘春 你和庄瑞先帮着把四周的草清理一下 冬天草地里的草比较干枯 万一要是引起火灾 咱们四个在这里就都被煮熟了 周瑞从沙漠王子车的后备箱里 取出了一把只有半米长的工冰铲 在汉马车约有四五米远的地方 挖起了一个大坑 他的动作很是迅速 一铲着下去 一大棚连草的土就都被掀了起来 刘春答应了一声跑回了车里 再出来已经是把那两把锋利的开山刀拿在手上了 他递了一把给庄瑞 两人就开始清理起这个土坡上的枯草 而百孟安则是带着几个女士 把他们清理的干草集中在一块 过了大约半个多钟头 准备工作总算是完成了 汽车周围十几平方米之内的草都被清理干净 周瑞在两车中间的空地上挖了一个只有三十公分左右的浅坑 又从越野车上抱下了一捧东西 庄瑞等人围上去一看 好家伙 这是一个大约一米长的铁条叉子 还有十几根像小臂粗细的干枯树枝 刘春晃晃悠悠的就转到了越野车的后面 他就是想看看周瑞到底在车里放了些什么 这准备的居然比他还充分 刘春把汉马车上的备用柴油拎下了一头 正要往那些枯草树枝上浇 却被周瑞给制止了 不要动这些柴油 汉马车这一宿都不能熄火 这些油是留着救命的 虽然在八速县两辆车都加满的油 不过从八速县赶到这 车里的油也基本耗费了一半 而这里距离那区域应该还有将近四五个小时的路 如果不节省一点 恐怕两辆车在半路都得趴窝 用柴油引火也是有些浪费 周瑞很熟练的用干枯的树枝 打了一个三角形的架子 下面放满了枯草 点燃之后先是一股浓烟生气 不多时熊熊大火就燃烧了起来 等到树枝被点燃之后 篝火堆已然成形 竖起了两根前头分叉的树枝 在篝火堆的两边 周瑞用铁条把从县城里买来的羊羔穿了起来 架到了篝火上 不多时 这原本已经冻得硬邦邦的羊肉 变得有些松弛了 等在一边的周瑞 马上将手里的食用油刷了上去 一些油滴落在篝火之中 发出滋滋的声音 火苗大涨 顿时就窜出足九一米多高 整只羊都被卷进去了 伴随着冒着滋滋声的油烟 一股子浓郁的烤肉香味 从篝火中间就传了出来 这种香味 绝对不同于在饭店里吃到的烤肉 众人都是耸动着鼻子 贪婪的闻着这肉香 而周瑞此时 是最忙的一个了 一只手在飞快的转动架子上的羊肉 以防被火烤焦了 另一只手却是不停的在羊肉上刷油 并涂抹滋然等香料 添加了香料的羊羔肉 在周瑞不停的翻滚下 逐渐变成了金黄色 香味是愈加浓烈 有肉岂能无酒啊 庄瑞转过身 去车里拿酒 却看见身后的秦宣兵 都是一脸期待的模样 舌尖微微的伸出来 下意识的舔着嘴唇 白皙如玉的脸旁 在篝火的映照之下 平添了一丝妩媚 却是让庄瑞看得呆了 木头 你瞪着人家秦大小姐干嘛 庄瑞耳边传来了 刘川大厦风景的声音 而秦宣兵也看到 庄瑞那热切的眼神 不过却没有动怒 只是把脸色恢复正常 这让庄瑞心里是大呼可吸 我去拿酒 庄瑞回了刘川一句 有点不好意思的从秦宣兵的身旁走过 将刘川买的那箱子卢州老轿都抱下了车 也没找杯子 直接就一人一瓶 递给了周瑞 刘川 还有百孟安 52度啊 这度数有点低了 前几年我喝过73度的卢州老酱 不过现在已经不生产了 周瑞接过了酒瓶 拧开了盖子 直接就用瓶口对着嘴 抿了一口 这个度数还低啊 百孟安是满脸通红的拎着酒瓶 刚说出一句话 又被呛回去了 他刚才把这卢州老轿 当成XO 喝了一大口 实在是低估了这纯正的粮食酒啊 我也要喝 给我也倒一点 百孟安的样子 却没把几位女士给吓住 百孟摇喝雷雷 还有秦宣兵 每人都拿了一个一次性的杯子 正缠着庄瑞要酒喝呢 都喝一点吧 没事的 这种天气喝一点酒 可以活血脉通筋骨 别喝醉了就行 此时的周瑞 放下了手里的酒瓶 右手抓着铁条的一端 将那个已经烤好的全羊 平着就抬了起来 走到刘川铺在地上的一大块帆布上面 左手手腕一翻 一把急不起眼的 只有二十多公分长 表面有黑 没有任何光泽的小刀 出现在周瑞左手的指尖 只见周瑞 左手飞快的在烤的焦黄的羊身上滑动着 就有如刨丁解牛一般 一片一片薄薄的羊肉 整齐的落入帆布上的几个盘子里 看得众人是大声叫好 孜然粉的香味 很好地消除了羊羔肉上的山味 成片的羊肉是外焦里嫩 焦在嘴里顿时是满口生香 喝着美酒 看着晴朗夜空中的点点繁星 置身在这美丽宽广的大草原里 所有人的心胸都变得开阔起来 哎 木头 来首歌吧 刘川手里的一瓶卢州老轿 已经快要见底了 嘴里嚼着鲜嫩的烤羊肉 他含混不清地对庄瑞喊 唱 唱歌 对呀 庄瑞 你唱一首大草原的歌吧 我听雷雷说 你歌唱得不错呀 秦宣兵出人意料地开口 这一路上 他的表现 似乎越来越像一个正常人了 经常会主动和庄瑞刘春 他们聊天 偶尔还会开开玩笑 那种拒人鱼千里之外的隔阂 也变得很淡泊了 还是周大哥来一首不对的歌吧 庄瑞倒不是推托 只是一时没想好要唱什么 我 我可不行 我这嗓子要是一唱 尊身能把狼给招来啊 正在烧烤第二只羊的周瑞 难得的开了一个玩笑 是 庄老弟 你就唱一首吧 最好是草原上的名歌 自从庄瑞把汉马车的位置 让给了百孟安 百孟安就一直和庄瑞是称雄到底的 不过他的酒量实在是不怎么样 几口酒下肚 却有点醉眼迷离了 要不是百孟谣在旁边扶着 恐怕连坐都坐不稳 那 那我就唱一个蒙古族的歌吧 这酒壮人胆 再说庄瑞的声线很浑厚 歌唱得一直不错 也就没有再推托 他站起身来 放声大唱了一首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庄瑞借着酒劲 将这首著名的草原歌曲 演绎的是淋漓尽致 浑厚高昂的南音 回荡在茫茫的草原之中 听得众人都入迷了 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看着神采飞扬的庄瑞 可是就在庄瑞歌声江若 渊处传来了数声狼嚎 给这辽阔的大草原上 渲染上了一丝神秘的色彩 只有庄瑞皱了一下眉 向四周打亮一下 有点不对劲 把百孟安送到汉马车上去 把枪拿起来 木头 你真行啊 你还真把狼给招来了 吵家伙 干他娘的 这时的百孟安 已经是烂醉如泥了 四周的狼嚎是此起彼伏 逐渐就增多了 声音也是越来越清楚 似乎就是在耳边响起一样 秦宣兵几个人也听到了 脸上纷纷露出了惊色 只有刘川这次有些兴奋 大声喊着庄瑞拿家伙 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更多精彩请您下载喜马拉雅手机APP 关注小说的更新 本节目24小时之内点赞数量超过100 明天加更一击 欢迎您的收听 典当行的小职员庄瑞 因为一次意外 眼睛发生了异变 眼生双瞳 从此开启了他的财富人生 美轮美奂的陶瓷 鼓着大方的青铜器 惊心动魄的笃石 接踵而来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郭以达为您演播的 长篇都市幻想小说 黄金铜 作者打眼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四十一集 正在播出 你们几个 快点上汉马车 被狼群围住 咱们就会被困死在这 看到刘川扶着百孟安 还慢悠悠地向汉马车走 周睿抢上一步 肩头向下一矮 拦腰就将百孟安扛了起来 拉开车门 一下就给他扔进去了 周大哥 这越野车打不着火了 庄睿的反应也不慢 就在周睿跳起来的时候 他抓起了手边的开山刀 连手里的酒瓶子都没固子上扔 也钻进了那辆沙漠王子 只是他怎么转动钥匙 这辆车就只是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 就是打不着火 庄睿知道 可能熄火这一会儿把机油给冻住了 别管那车了 快点到这辆车上来 秦小姐 你们上那辆车干嘛呀 周睿已经上了汉马车 一看人 确实少了秦宣兵 再一找发现 秦宣兵居然在庄睿所在的越野车上 不由得就着急喊了起来 秦宣兵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上这辆车 刚才周睿让他们上车 他本能的就跟在了庄睿的身后 上到车来才发现自己上错了 秦宣兵推开车门正邀下车 却被庄睿一把就拉了回去 你干什么 放开我 秦宣兵冷不防的感觉自己钻进了庄睿的怀里 顿时一股男人的汗味 夹带着酒味就冲入鼻尖 虽然并不难闻 但是秦宣兵还是有些羞闹 他没想到庄睿刺客会如此大胆 噓 别说话 看外面 庄睿的声音在秦宣兵的耳边响起 一股热气是吹而而过 使得他耳朵是痒痒的 心中生起了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循着庄睿的声音 秦宣兵向外看 十几米外的草丛里 传来了阵阵沙沙的声音 在无风的夜晚 显得是很不正常 十几点绿幽幽的光从草丛里射了出来 在篝火另一边的汗马车 突然亮起了前脸上的六个大灯 树道强光将前方的草丛照射得有如白昼一般 这时的庄睿和秦宣兵都已经看清楚了 是狼 十几条骨骼宽的 但是骨瘦临循的草原野狼 正趴伏在草丛之中 坐视玉扑 秦宣兵不由得吓出了一身冷汗 十几米的距离 对于狼来说 这就是一个动势啊 刚才要是贸然下车 恐怕已经遭到这些草原狼的袭击了 冲睿 后面也有 突如其来的强光 让这几条狼乱了一下 随之就向后缓缓的退了下去 不过秦宣兵马上就发现 在越野车后面的草丛里 也闪现出了许多绿悠悠的光芒 不行 一定得尽快回到汗马上 再待一会儿 肯定得得病啊 越野车没有发动 也就没有暖气 温度下降得很快 这才几分钟啊 庄睿就已经感到两腿有些僵直了 汗马车此刻也动了下来 先是向前开出了机密 然后猛的一个甩尾 将车尾对准了越野车的车门 快上车 周睿先开汗马车的后门 对庄睿和秦宣兵喊着 庄睿正要开门下车 几条黑影就从草丛里快若闪电的窜了出来 庄睿透过车窗 看得是真真切切 一共有六道黑影从草丛里就窜了出来 两只是直奔自己所在的这个越野车的车胎 还有三只钻向了汗马车的车底 想必是要去破坏这车胎 只有一只体格健壮的灰色毛皮的草原狼 正在半蹲着身子 站在汗马车的车尾向周睿扑了过去 这些狼像是由组织一般 分工极其明细 只不过是眨眼的功夫 那条狼已经扑到周睿的面前 张开大口对着周睿的喉咙 一口就咬了上去 没等庄睿看清楚 那扑向周睿的草原狼 突然就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吼叫 只是却像被掐住脖子的攻击一般 声音响到一半就戛然而止了 身体向下坠 一喷鲜血 飞进到越野车的车窗 这个时候庄睿才看着 周睿手里拿着刘川的那把开山刀 这上面已经沾满了血迹 而地上那条狼脖子上 正在向外喷溅着鲜血 狼群似乎感受到了威胁 七八道黑影又从草丛里窜了出来 快开车 周睿猛的关上了汉马车门 大声的对坐在驾驶室上的刘川喊着 你来看 我下车把庄睿他们接上来 刘川的倔脾气上来了 看到庄睿身在险境 他是怎么都不愿意离开车 快点 要是轮胎被咬破了 咱们都走不了 那辆车加固了钢板 一时半会儿没事 周睿也急了 大声向刘川吼着 他知道万一钻到车底的那几条狼将轮胎咬破 自己这些人就全部会被困在这里 刘川咬了咬牙 右脚猛的就踩上车门 顿时车底传来一声哀鸣 应该是有一条狼被庞大的汉马车从车身上撵了过去 刘川疯狂的向四周的草丛开 在灯光的照射下狼群纷纷露出了踪迹 让汉马车上的几人和庄锐都是大吃一惊啊 仅仅是他们目光所及 就看到了足有数十条草原了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狼群呢 怪不得这里的牧民都搬走了 原来是出现大狼群了 刘川不要停 围着越野车转圈 汉马车上 周睿面色阴沉的看着车外 车外的狼群虽然被驱散了 可是并没有远离 都在躲避着汉马车的冲撞 有几条狼甚至冲上来 想用爪子撕裂车身 车内的几个人都可以听到 像是摩擦玻璃所发出的刺耳的声音 雷雷 你把夹藤里的两把枪都拿出来 交给周大哥 刘川知道 庄瑞他们暂时不会有危险 心中也就安定下来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不敢停车呀 否则 这些狼就会上前破坏车胎 周睿接过自己带来的那把五六式冲锋枪 然后给刘川的雷鸣灯装上了五发子弹 放到刘川的手上 然后他拿起了对讲机 庄瑞 庄瑞 听到回话 听到回话 此时的庄瑞看着车外 石底条恶狼正在分食他们同伴的尸体 越野车的前面一个轮胎已然被咬破了 恶狼锋利的爪子正不停地拍打越野车的车窗 不过好在这车窗用的是钢化玻璃 车体也是经过钢板加固的 一时倒也无忧 听到对讲机里传来了周睿的声音 庄瑞连忙拿在手上 周大哥 我在这被困住了 出不去呀 不用着急 我们马上把狼群驱散 周睿说完就放下了对讲机 让刘川把汉马车的天窗打开 站直了身体双手持枪 开始寻找目标 砰 一声枪响 不过却不是周睿开的枪 而是越野车里的庄瑞 他放下对讲机之后才发现手边的枪 顿时这胆气就壮了 庄瑞把心一横 把车窗放下了一条缝 直接将五六式的冲锋枪管 伸进了一条狼的嘴里 狠狠地扣动了扳机 那条狼的头盖骨 直接被巨大的冲击力给掀开了 整个狼身也向后飞出了四五米远 一丝鲜血 从车窗外见到了庄瑞的脸上 清脆的枪声在大草原上远远地传开了 原本围在越野车四周的狼 也惊慌失措地四散逃进草丛 只不过他们并没跑远 依然紧紧盯着已经无法开动的沙漠王子 车里实在是太冷了 秦宣兵穿着厚厚的大衣都已经是在瑟瑟发抖 再等一会儿 恐怕两个人都要动病了 宣兵 你拿着这把枪 咱们下车 开了一枪之后的庄瑞 此时只感觉浑身是热血沸腾 没有去擦脸上的狼血 而是掀起身边的酒瓶子 咕咚咕咚连贯了两口老酒 趁着热气上涌 他一把脱下有些臃肿的大衣 把枪交给了秦宣兵 自己顺手拿起刚才清理枯草所用的开山刀 赵大哥 把车开过来 我们下车了 庄瑞说完就扔掉了对讲机 一把将车门推开 手里握着开山刀 走下了越野车 秦宣兵此刻却是有些发乐 他从来就没想过 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庄瑞 居然有如此热血的一面 刚才的庄瑞让他几乎就有些不认识了 面色猙獰 脸上还带着鲜血 不过这却让秦宣兵心中产生了一丝安全感 四周的狼现在似乎也不那么可怕了 秦宣兵的父母都在其家族公司里担任着很重要的职务 从秦宣兵懂事的时候就很难见到父母 大多数都是保姆陪着的 有时候跟在爷爷身边 这也让他从小就有一种很不安全的感觉 有时候他常常会想 是不是父母抛弃了他呢 这使得秦宣兵很小就学会了自我保护 也对人产生了一种近乎本能的防备心理 已经是二三十岁的他从来就没谈过恋爱 这个也正是基于这种心理 但是刚才看到了庄瑞的举动 他心里好像有一块尖兵融化了 就连秦宣兵自己也没意识到 面前这个其貌不扬的男人 在此刻悄悄地进入了他的心扉 此时的汉马车也已经掉头 向庄瑞所在的沙漠王子冲了过来 明亮的大灯强光 将庄瑞四周照射的是亮如白昼 庄瑞清晰地看到 三条骨瘦林寻的恶狼 从前后右三个方向扑了过来 俗话说 酒壮怂人胆 更何况庄瑞的骨子里 还是一个胆大包天的家伙 庄瑞从小可以说是一个好学生 那是因为他每次考试的成绩都十分不错 但是庄瑞绝对不是一个好孩子 要是论调皮捣蛋 他比刘川更胜 只是他一向喜欢用脑子解决问题 不过小时候也没少打架 把庄瑞惹急了 他可是敢往死里下手啊 他们上初中那会儿 有次在校外被几个小痞子拦住了 要向他们收保护费 有个小痞子为了显示威风 上来就给庄瑞一巴掌 这下可把庄瑞给惹火了 从地上捡起了一块砖头 对的那个人的脑袋就是一顿猛派啊 那小混混平时也就是依仗着人多 欺负一下这些学生 这看着见血了也就四散跑开了 庄瑞如此还不罢休啊 愣是追了两条街 又拍倒了两个人 这才被刘川拉住 当时庄瑞表现出来的狠劲 让这刘川都有一些后怕呀 后来是刘川他爸处理的这件事 他就这么说了庄瑞一句 这小子有血性 是条汉子 来吧 看着铺上来的三条恶狼 庄瑞面上是毫无拒责 但此时心中 他的血性已全被激发出来 沸腾的热血让庄瑞忘记了恐惧 面对成品字形扑上来的三条恶狼 庄瑞是不退反攻 对着中间的那条狼 迎面就上去了 从小养过狗的庄瑞 对狼的习性非常熟悉 人们对狼有一句评价 铜头铁尾豆腐洞 只有攻击到狼最脆弱的 腰部和喉部的要害 才有可能造成致命的一击 所以庄瑞向前冲出身体 只是虚晃一枪 就在那头恶狼跳起来的时候 他猛的就顿住了脚步 右手锁持的开山刀 平平在自己胸前划过 锋利的刀刃 将那只狼整个喉咙全都给割开了 击剑而出的狼血 瞬间就喷了庄瑞一脸 嘴里的一股腥臭的味道 差点让庄瑞吐出来 不过他的动作 并没有因此而停顿 由于刚才前冲的动作 让左右方向的狼都扑空了 庄瑞借着挥刀斩狼的惯性 身体转了半个圈 正好对着右边一只狼的腰部 右脚狠狠的就踢了出去 庄瑞脚上穿的是 刘川搞到的那种高帮颈靴 鞋底是大颗粒的防滑耐磨 高强度的橡胶粒 靴头和靴尾是牛皮夹硬 并且夹带着一层钢板 这一脚踢出去 就像是一记重锤 狠狠地砸在了狼腰上 那条恶狼 顿时嘴里发出了一声惨叫 就趴了下去 在地上不停地翻滚着 只不过左边扑上来的那条狼 庄瑞就再也无法躲避了 面对着已经铺置半空的那条狼 庄瑞只能是抬起左臂挡了一下 只感到左臂微微一麻 接着一股剧烈的撕裂感 从手臂上传了出来 锋利的狼牙 依然穿破了庄瑞身上的衣服 整只狼掉在了庄瑞的左手臂上 妈的 你给我去死 庄瑞的嘴里发出了一声嘀吼 他顾不上左臂传来钻心的痛楚 右手的开山刀直接就当成匕首了 对着柔软的狼腹 一刀就捅了进去 锋利的刀刃 瞬间将整条狼的肚子划开 足有一米多长的开山刀 直接就从狼背穿了出去 庄瑞大喝了一声 将全身的力气都用在了右手上 猛的一挥 将那条狼举在半空之中 从腹部到两腿之间 来了一个开膛破肚 被开膛破肚的狼身 五脏六腑喷洒了一地 庄瑞整个人 此时就像是被雪泡过一般 身上穿的皮夹 可已经完全被染成了褐色 在左手手肘的上方 半个羊皮袖都没了 依稀可以看见里面 血肉模糊的手臂 连续砍了三个狼 庄瑞此刻也有些力竭了 左臂更是已经失去知觉 伸手抹开挡在眼前的狼血 庄瑞发现 又有四道黑影 向自己扑了过来 他强打起精神 勉强抬起手中的开山刀 却听到耳边传来了几声 连发的枪响 随着这枪声 几条恶狼嘴里发出哀鸣 翻倒在地 庄瑞回头一看 秦宣兵正站在他的身后 手里的五六冲锋枪的枪管里 正冒出了白烟 一股子枪人的火药味 顿时就冲淡了庄瑞满身的血性 好枪法 宣兵 我是把枪伸进狼嘴里打的 我不如你啊 庄瑞转过身子 还想再开几句玩笑 却不料头上猛的传来一针眩晕的感觉 两只脚也有些发软 手中的开山刀 咣当一声就掉在地上 咱可不能昏倒啊 这也忒丢人了 庄瑞在心里暗暗的想着 强打起精神来 奈何左臂失血过多 加上刚才杀狼的举动 让他有些脱力 眼前也已经有些模糊了 庄瑞的身体猛的打了一格亮枪 联盟伸出右手 想抓住什么 把身体稳住 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更多精彩 请您下载喜马拉雅手机APP 关注小说的更新 本节目24小时之内 点赞数量超过100 明天加更一级 欢迎您的收听 典荡行的小职员庄瑞 因为一次意外 眼睛发生了异变 眼生双瞳 从此开启了他的财富人生 美轮美奂的陶瓷 骨折大方的青铜器 惊心动魄的笃石 接踵而来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郭乙达为您演播的 长篇都市幻想小说 黄金铜 作者打眼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四十二集 正在播出 咦 怎么这么软啊 庄瑞感到右手 抓住了一团软绵绵的东西 像是海绵一般 这手感十分的好 不由得呀 就用力的捏了一下 流氓 快放手 啊 庄瑞 如果庄瑞 如果庄瑞现在能看到秦宣兵 他就可以发现 秦宣兵并没有生气 一向在人前都表现的是大方得体 高贵 自打 没能看到这番情景 您的手中的枪 猛地拉开了 木头 不错呀 够爷们 快快上车 现在驾驶汉马车的是雷雷 刘春站在车门 向二人招着手 上面一幕 虽然只是在短短的数分钟之内发生的 但是都被汉马车的人 看在了眼里 枪声依然不断地响起 金黄色的子弹壳 不断从车顶弹出来 周锐站在车上的天窗 精准地点杀着任何一只 想要靠近汉马车的草原狼 给二人上车 争取足够的时间 玄冰 你先上 庄锐靠在越野车上休息了一会儿 感觉身上已经有些力气了 他用右手推了一下身前的秦玄冰 却不料秦玄冰一只脚已经跨在车上了 而庄锐的手 却正好推在了秦玄冰的屁股上 一股惊人的弹力就从手里传了出来 庄锐像是触电一般 连忙就把手缩回来了 秦玄冰的身体明显僵直了一下 车中的百孟窑拉了他一把 这才钻进了车里 老天爷呀 你不用这么玩我吧 庄锐不禁在心里就暗自埋怨了 先前就已经摸到了不该摸的地方 现在更是过分啊 直接摸上别人的屁股了 以秦玄冰那冷淡的性格 往后还不知道要怎么对待自己呢 不过大丈夫做事 敢做敢当 大不了哥们也让他摸几把就完了呗 庄锐此时颇有几分清疲无赖的风采 妈的 刘春 你就不知道下车扶老子一把 看到刘春还在车门口等着 庄锐顿时是火冒三丈 难得的报了一句粗口 这丝也太没眼力见了吧 人的潜力是无限的 有些人在紧急的时候 往往能爆发出超出身体承受力几倍的能力 还有力量 但是爆发过后 身体也是无比虚弱 庄锐此刻就是这个状态 虽然恢复了一点力气 不过胳膊上往外滴的血 那可不是水啊 大量的湿血 让他几乎连地上只有七八斤重的冲锋枪都拿不起来了 刘春这货心眼忒粗了 他还是真没看出来庄锐脱力了 听到庄锐这么一喊 这才注意到庄锐手臂上血肉模糊的伤口 他连忙跳下车 先捡起了地上的冲锋枪 然后飞起一脚就踹在越野车的车门上 把越野车的车门关上 这才将庄锐扶上了车 雷雷开车 车速不要太快 还是围着越野车兜圈的 看到庄锐已经上车 周锐站在车棚上面 对车里面喊 这个狼群的规模不小 足足有一百多头 刚才被他已经杀死了十几只 而狼群也改变了策略 纷纷躲避起车灯的照射 钻进了草丛 这就让周锐失去了目标 难以继续猎杀了 不过周锐并没有要放过这群狼的打算 一来老板交付给他的越野车 必须得开回去 二来周锐是一个不肯吃亏的人 被狼群悄无声息的袭击了 这使他感觉到了侮辱 另外庄锐受伤 也让他心怀愧疚 毕竟这次前往那区草原的线路是他定的 如今出了插头 他自然是将责任算在了自己的身上 庄锐 我不是告诉你在车里等一会儿吗 干嘛着急出来 你的伤怎么样 周锐把身体缩回了车里 先将手里的机关枪上了保险 这才看像雪人一般的庄锐 赵大哥 不是我不想待在车里 可是那车发动不起来了 冷的就像个冰轿似的 再待上几分钟 恐怕我和轩冰都得冻出病来 庄锐称呼秦轩冰的名字 似乎是越来越顺口了 而秦轩冰的眼睛却一直盯着庄锐的伤 一脸担忧的神色 你现在还是少说话 你太虚弱了 来 我帮你看一下伤口 周锐坐到庄锐的身边 拉起了他的胳膊 看了一眼之后 他微微的皱起了眉头 怎么了周大哥 要不要紧 出乎众人的意料 庄锐自己还没开口问呢 秦轩冰已经是一脸着急的问了出来 不过呀 大家都以为秦轩冰是认为庄锐是为了他才受伤的 这才多关心一点 并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 没事的 就是被狼咬了一口而已 不用担心 刘芒 你去把咱们带那个云南白药喷雾剂给我找出来 上点药就没事了 庄锐虽然很疼 但还是蛮不在乎的说着 只是喊出刘川的外号的时候 猛然想起秦轩冰刚才也喊过自己是流氓 不由得心中一热 灰眼看了秦轩冰 两人眼神相对 秦轩冰似乎也想到了什么 满脸红韵的把头就低下来了 狼的食性比较复杂 冬天食物少 肯定是吃过腐肉 而且他咬喝的伤口很深难 要是清理不干净 很容易引起发烧 或者感染上狂犬病 雷雷 你开车靠近火堆 柳川 等一下你再下车一趟 把地下那箱子酒拿上来几瓶 周锐嘴里说着话 手上也没闲着 右手一翻 指尖就出现了他在烧烤时 所用的那把小刀 周锐先是用小刀 把庄锐整个右臂上的衣服 全都豁开 由于天气太冷 这血已经和庄锐的内衣 冻在了一块 很不好清理 足足过了有半个多小时 这才把伤口处的衣服 清理干净 随后 庄锐又从兜里掏出了 一个贼泡的打火机 对着刀刃烧了起来 直到薄如蝉翼的刀锋 变得有些微红 这才关上打火机 一手抓住周锐的左肩 庄锐听到这个伤 可能会引发狂犬病 当下他也不冲英雄了 任由周锐处置 周哥 不用瞎差拿酒 我刚才上车的时候 拎了一瓶 看到周锐的动作停了下来 刘川递过来还有大半瓶的卢州老轿 他和庄锐不同 庄锐那是忘了把手里的酒瓶扔掉 而他是舍不得 就连扶着百孟安上车的时候 都把这酒瓶子抓在手里 拿几条干净的毛巾来 周锐对坐在一旁的百孟谣和秦宣兵说着 来 咬住 周锐把带着秦宣兵体香的毛巾 卷成一团塞到了庄锐的嘴里 刘川在一旁看得好笑 嘿嘿 木头 你可得坚持住啊 咱们可不能当特务 打死也不能招啊 苦于嘴里塞着毛巾 无法反驳刘川的话 庄锐只能恨恨的瞪上他一眼 其实在庄锐的心里 并没怎么担心自己会得狂犬病 有眼中的灵气 虽然不敢说是眼道伤好吧 但是消除一些细菌的隐患 这问题应该是不大 只是现在人太多 庄锐是怕万一灵气效果极佳 直接将伤口治愈了 那自己的秘密也就保不住了 所以他先让周锐来治 等伤口包扎好了 再用灵气梳理一遍 那时候就算是发生了什么情况 别人也看不到啊 忍住了 周锐看了庄锐一眼 接着就用手中的酒 开始清洗庄锐的伤口 当烈酒刚一粘到庄锐手臂的时候 庄锐顿时感到一股钻心的疼从手臂传了出来 身体不受控制的就要跳起来了 却被早有防备的周锐 一只左手按住肩膀 谁都没想到啊 看起来身材淡薄的周锐 居然用一只手 就把身材高大的庄锐给死死摁住了 我的 这英雄也不是这么好当的 早知道就在越野车里挨会动 也必瘦这最强啊 左臂传来的疼痛 让庄锐紧紧咬住嘴里的毛巾 右手在空中胡乱的挥着 突然 他抓到了一个柔软的物体 算是找到了宣泄渠道啊 庄锐死命的抓住那个物体 几乎将身上的力气都用上了 处在剧烈疼痛中的庄锐没看到 他抓住的是秦宣兵的右手 而秦宣兵此时已经被他抓得眼中含泪 但是却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周锐的动作很快 在用老酒将庄锐的伤口清洗一番之后 手中的小刀马上将伤口处有些发青的皮肉 全都给割了下来 直到鲜血喷涌 这才停下了手 接过百孟窑递过来的云南白药喷雾剂 还有一卷纱布 对庄锐的伤口处就喷了过去 一时间整个车厢里都是一股的云南白药的味儿 好了 没伤到骨头 天亮之前要是没发烧 应该就没事了 周锐也松了口气 狼上下额的咬合力非常的强 要不是冬天穿的衣服多 恐怕庄锐这条手臂都会被咬掉 现在只是皮外伤 只要没发生什么感染 就没有什么大碍 刘川这会儿正在汗马车的后备箱里翻找着 他记着自己当初在超市买了不少的消炎药 还顺手拿了两瓶葡萄糖水 等他在找这些物品的时候 周锐都已经处理好庄锐的伤口了 用纱布厚厚的把它包裹起来 伤口处传来的痛处 已经没有刚才那么强烈了 庄锐口中的毛巾也被周锐取了出来 只是厚厚的一卷毛巾 已经让庄锐给咬穿了 庄锐正要抬起手来 擦擦额头上的冷汗 却发现自己的手心里 居然还抓着一只白嫩的小手 说白嫩可能已经有些不合适了 因为那只小手 已经被庄锐抓得淤青 布满了指痕 这 庄锐循着小手向上看 秦宣兵眼中的泪水 还没有来得及擦去 只见庄锐看下了自己 秦宣兵连忙就把手缩回来 眼神是怎么都不肯和庄锐对视 木头来 把这药吃了 这还有两瓶葡萄糖 你都喝了吧 你 哎呀 还是我来帮你吧 刘春拿着消炎药和葡萄糖水走了过来 准备递给庄锐 却见他这会儿成了独臂大侠 干脆就打开葡萄糖水的盖子 准备给庄锐喂药 你给我滚眼点 这瓶子给我 我自己来 这哪是喂呀 简直就是硬贯嘛 刘春这哥们没伺候过人 不过他倒是经常给店里的宠物打针喂药 这会儿啊 估计是把这个手段给用上了 还是我来吧 这个药一次吃几粒啊 秦宣兵的声音在车中响起 两粒 刘春有些发呆 这大小姐难不成还会伺候人吗 秦宣兵接过了刘春手里的药 倒出两粒放在手心 递到了庄锐的嘴边 庄锐的大脑此时有些不够用了 算上刚才 自己已经冒犯了秦宣兵三次 他怎么会态度如此之好 难不成是想等自己的伤好了 才来用低辣 皮边来教训自己吗 庄锐一边胡思乱想 一边将嘴边的药吃了下去 只是正想到邪恶的地方 却没忍住 用舌尖舔舔了一下嘴边那白嫩的手心 秦宣兵宛如触电一般 把这小手就收了回来 却没有再说话 只是用眼睛白了庄锐一眼 然后坐到了百梦瑶的身边 哎 他 他没生我气 庄锐即便是对女人再陌生 此刻也应该看出来了 秦宣兵并没有生气 顿时啊 他是心情大好 拿起右手边的葡萄糖水 咕咚咕咚的就灌了下去 唉 我这傻哥哥呀 估计是没戏喽 百梦瑶摇了摇头 看了一眼被刘川扔到后卫箱里 正呼呼大睡的百梦安 心中无奈的想啊 百梦瑶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孩 自从庄锐和秦宣兵上到汉马车上 他就一直关注着这两个人 庄锐的表现还算是正常 或许他心里真的对秦宣兵没有什么想法 但是一向对人冷淡的秦宣兵 居然几次三番的去帮助庄位 这就让百梦瑶感觉到了一丝异样 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更多精彩请您下载喜马拉雅手机APP 关注小说的更新 本节目24小时之内点赞数量超过100 明天加更一击 欢迎您的收听 典荡行的小职员庄锐 因为一次意外 眼睛发生了异变 眼声双瞳 从此开启了他的财富人生 美轮美奂的陶瓷 骨折大方的青铜器 惊心动魄的笃石 接踵而来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郭以达为您演播的 长篇都市幻想小说 黄金童 作者打眼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四十三集 正在播出 尤其是秦宣兵把自己的手伸出来让周睿抓住 帮助他转移注意力这个举动 更是让白梦瑶坚定了自己的判断 秦宣兵在香港是一个有名的女神 应该是对面前这个看似普通的男人动心了 其实白梦瑶对于秦宣兵是否能成为他的嫂子 并不在意 他想撮合两个人 也是闹着玩的心思多一点 不过现在看到秦宣兵居然会对庄锐动心 他就连带着对庄锐也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雷雷 你把车开到篝火旁边停下吧 看到庄锐暂时没事了 周睿开始要对付这些可恶的草原狼了 汉马车开动之中 虽然可以避免轮胎被破坏 但是也无法锁定目标 所以 他让雷雷把车停住 就是要吸引狼群围上来 篝火已经基本上熄灭了 除去汉马车上的灯光 周围是一片黑暗 但是从草丛里传来阵阵沙沙的声音 显示出这狼群并没有远离 还是在寻找机会准备给汉马车上的人致命的一击 车子停稳 周睿打开了车子的天窗 举枪对准车尾的那一片黑暗的地带 而刘川则是坐在副驾驶上拿着那把五连发的雷鸣灯 守卫着汉马车的前方 接连的枪声响起 在车子前方后方都留下了几条草原狼的尸体 真爽啊 木头给你来放几枪 刘川一边往雷鸣灯的枪筒里压着子弹 一边和庄瑞开着玩笑 有本事你把枪扔了 你学学哥们拿刀上 庄瑞撇了撇嘴 不以为然的说着 这会儿他酒劲也过去了 想想刚才的情形 心里还真是有些后怕呀 狼群经过了几次试探之后 都没能冲过周瑞和刘川组成的火力 白白的留下了十多具狼尸 草原上开始变得寂静了 周瑞不肯舍弃那辆越野车 而狼群也吃了大亏 自然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一时间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谁都没办法奈何了对方 秦宣兵经过刚才那短暂而优刺激的历险 这精神显然也很疲惫了 这时才松懈下来 靠在百孟瑶的身上是昏昏欲睡 而百孟瑶的注意力全都被车外的狼群给吸引住了 看到这会儿没有人在关注自己 庄瑞悄悄地低下头 凝神像受伤的左臂看 自从吸收了紫檀跟雕的灵气之后 眼中的灵气又恢复了不少 如果不是这样 恐怕他都舍不得动用灵气来给自己疗伤了 即便是如此 他还是小心翼翼地控制住灵气的数量 大概用了只有灵气总量的四分之一 灵气渗入到皮肤的那一瞬间 一股清凉的感觉 顿时就涌上了庄瑞的心头 原本火辣辣的痛楚 立刻就消失不见了 庄瑞透过手臂上的纱布 看到原本血肉翻滚的伤口 居然用肉眼可以看见的速度结成了伤疤 他试着轻轻抬了一下手臂 庄瑞发现 刚才还动他不得的左手 现在已经可以活动了 只是幅度如果大了 手臂还是会疼 这要是把我眼中的灵气全都用上 恐怕这伤口就会立即愈合了吧 以后啊 可得想办法多吸收一点 庄瑞这是切身第一次感受到灵气所带来的好处 心中对灵气也是愈加看重了 在以前的时候 他只是很随意的去找一些古玩 用以增加眼中的灵气 但是此刻 他对灵气的渴望已经达到了顶点 靠着在古玩市场上捡漏 增加灵气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 自己啊 必须找到一个可以大量接触古玩的机会 庄瑞在心里暗自下了决定 从西藏返回之后 他就立刻回中海 先把典当行里那些物件的灵气吸收了再说 眼中的灵气虽然可以疗伤 但是显然他没有补血的功能 手臂大量失血的庄瑞 在坚持了一会儿之后 也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而车外的人狼对峙 还在继续着 清脆的枪声 将沉睡中的庄瑞惊醒了 带他坐起身体 却发现车窗外的天色已经是曙光在现了 流川驾驶的汉马车正在行进当中 四处追逐着狼群 一夜眉合眼的周瑞眼里满是血丝 半边身子探出车外 用手中的枪精确地点杀着四处逃窜的狼 其实在现在 人类的脚步逐渐在压缩着草原狼的生存空间 像解放前那般 动辄就有数百只的大狼群 如今已经是完全消失了 庄瑞他们碰到这个 拥有百余之草原狼的狼群 已经是那区大草原里最为强大的一只 只是他们运气太不好 遇到了精良的装备 但要充足的庄瑞他们 草原狼从古至今 就和草原上的一切生物 都结下了不解之仇 尤其是草原上的人狼战争 更是残忍之极 人和狼都在用残酷进犯残酷 用残忍报复残忍 用狡猾抗击狡猾 如果不是庄瑞他们乘坐的是汉马车 如果不是他们手里有枪 恐怕这一车人 现在都成了森森的白骨啊 刘川儿回头 周瑞射杀了视线之中的最后一只草原狼 将身体缩回到车内 一股呛人的火药味 顿时就充斥在汉马车里 看到庄瑞已经醒了 脸色和往常差不多 只不过是因为失血过多 有些苍白 周瑞也松了一口肠气 看这模样啊 庄瑞并没有被狼牙中的细菌所感染 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 小心起见 周瑞还是问了一句 一般人被狼咬过之后 与被狗咬不同 狗牙里所蕴藏的狂犬病毒 有可能在人体内潜伏数年 甚至十几年才发作 但是被狼咬过的 只要一天之内没有发烧发热 体温上升的症状 基本上就不会再有问题了 没事了 就是左手还有点使不上劲 那就好 等到了那区 再到医院打伸一阵 周瑞是完全放下心来了 刚才刘川开车追杀狼群 跑了足有几公里 现在返回到开始的营地 却发现夜里被射杀的狼尸 都已经消失不见了 想必是被那些活着的狼做了食物啊 这种动物不仅对敌人残忍 对同类也是毫无同情心啊 死亡或者是受伤的狼 往往很快就会变成狼的食物 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季 清晨的大草原非常的美丽 太阳羞涩的从远处的山边探出了一角 想着还没完全清醒 露珠还挂在醒得很早的桥冠花 苦豆花 还有野菊花鲜嫩的花瓣上 草原在亮与暗之间变换着虚与实 远处的薄雾给人一种迷蒙感 初春清仓的草垫 随着曲线圆润隆起的山包 躺开着鲜嫩的胸脯 在出生的太阳的抚慰之下 风雨而迷人 如果不是刺鼻的狼血的味道 这就是一幅美丽的诗中画卷啊 草原清晨的气温大概在三四度左右 倒不是很冷 几人在空调车里憋了一夜 也都纷纷下车来透口气 只是在这地方浓郁的血性味 实在是没办法再露营了 刘春把那香还剩了七八瓶的卢州老轿搬上了车 而周瑞已经拿着工具给越野车换轮胎了 被狼牙咬抱的那两个轮胎已经完全毁了 车胎里夹带的铁丝都被咬断了 连补都没法补 幸好周瑞出发之前带了两只备用轮胎 要不然就只能先把车遗弃在这 等去到城市里买了车胎才能把车开走了 周哥 你说那群狼会不会再回来啊 我听说狼的报复心很强的 庄瑞右手拎着五六式的冲锋枪 守在周瑞的身边 他是怕狼再杀一个回马枪 要是众人没有防备肯定会吃大亏啊 没事 早上那会儿我把狼王射死了 要不然狼群是不会散的 以后这个狼群就不存在了 只能分成几个小狼群了 周瑞的手上忙活着 嘴里淡淡的回答 他以前服役的部队也带一个狼子 对于狼的习性是知之甚甚 小周啊 你很不错 有血性 又知道审时度势 要是在部队里锻炼几年 肯定是把好手 周瑞把换下来的轮胎 随手扔回到越野车的后备箱 他拍了拍手 看着单手持枪的庄瑞 难得的夸了他一句 庄大哥 你好厉害啊 昨天 那可是英雄救美哟 百孟瑶也蹦蹦跳跳的跑了过来 身后跟着宿醉方醒的百孟安 这时的百孟安 再也无法保持他那身世风度了 看着这一地狼籍的营地 还有满地深褐色的狼血 他吃惊的张着大嘴 听着百孟瑶在身旁 叽叽喳喳的讲述昨天所发生的事 哎呀 我怎么就喝醉了呢 这样的机会 就是在欧洲也很少见啊 这可是纯粹的野外狩猎呀 百孟安气恼地责怪自己 对于昨天晚上没能赶上那个大场面 他是懊悔不已啊 听得一旁的庄瑞是直纷白眼啊 这场面是不小 不过呀 他可不想再体验一回了 庄瑞 你过来一下 汉马车的旁边 传来了雷雷的声音 庄瑞寻声看去 雷雷正向他挥着手呢 什么事啊 雷大小姐 你尽管吩咐 庄瑞把枪背在了右肩 走了过去 自从那天夜晚之后 庄瑞的性格比以前开朗多了 生死的一瞬间 很多事都比较容易看得开 你过来点啊 看到庄瑞距离他还有三四米 雷雷跺了跺脚 自己就走上前了 萱萱有点内疾 要小姐 你帮他到周围去看一下 他怕还会有狼 雷雷把嘴凑到了庄瑞的耳边 哇 庄瑞吃惊地大叫 这下他的嘴巴 张得比百孟安还大了 庄瑞现在左臂不能用力 算是半个残废 这儿除了他之外 别人的胳膊都是好好的 庄瑞实在是想不通 秦宣兵为什么让他去放风呢 木桃 你喊什么呢 我媳妇和你说啥了 刘川把那香酒拿上车 顺手开了一瓶拎在手里 左手还拿了一包刚撕开的德州耙鸡 正啃得带劲呢 反正在大草原上 只要不开车玩飘移 就没有翻车的危险 没事 雷雷说你昨天英雄无敌 等到了那去 要对你以身相许呢 快去吧你 你们哥俩都不是好东西 庄瑞嘴里一边胡说八道 一边像等在车头外的秦宣兵走去了 身后却传来了累累的笑骂 宣兵 这 那什么 庄瑞走到秦宣兵的身前 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经过了昨天的并肩战斗 他感觉和秦宣兵之间的隔阂 已经消失了 但是这里面似乎有掺杂了别的东西 让他在面对秦宣兵的时候 没有以前那种挥洒自如的感觉 确实有点不自在了 噗痴的一声 看到庄瑞的傻样啊 秦宣兵忍不住就笑了 原本心里还有一些羞涩 现在反而变得很自然了 你在旁边看着 别让别人靠近 秦宣兵拉了庄瑞一把 向汉马车后面的草丛走 行 你放心吧 我会看着你的 庄瑞的脑子里啊 不知道在想什么 居然蹦出了这么一句话 不是让你看着我 是让你注意旁边有没有狼和人 秦宣兵即便再大方 听到了庄瑞的话 也不由得是仗得小脸飞红 气得顿了一下脚 走进了半腰膏的草丛里 你看我这张嘴 庄瑞也意识到自己失言了 用右手轻轻在脸上打了一下 连忙就追了上去 宣兵你先别进去 我转一圈看一下 庄瑞一把拉住了秦宣兵的手 看到上面淤青的纸印 知道这是自己昨天的杰作 脸上顿时就有些发热 没等秦宣兵回话 庄瑞就把手松开 把这片草丛重新的蹚了一遍 又用脚将一处一米左右 剑方的草给踩实在了 这才招呼秦宣兵过去 咱是君子 咱不是小人 不能干那种偷窥的事 不能干那种偷窥的事 不过 不过看一眼 似乎也没什么吧 庄瑞的心里默默地想着这些事 他现在站在距离秦宣兵三四米的地方 耳中传来着细细流水的声音 心里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啊 等到偷窥的欲望战刀上风 却发现秦宣兵已经站起了身子 心里是那个懊悔啊 恨不得用眼中的灵气在秦宣兵的身上游走一圈 马上给他找不回来 秦宣兵此时也是心中犹如小鹿乱撞 心跳不已 他满脸通红的从庄瑞的身边跑过 回到了汉马车 木头 走了 你站在那是放羊呢 刘春的声音从汉马车上传了出来 却是周瑞已经将越野车发动了 也变清了道路 正准备离开 两辆车一前一后向草原深处驶去 由于庄瑞受伤 百孟安自然又回到了越野车上 而汉马车是由刘春和雷雷交换驾驶 其实要说起来啊 包括秦宣兵和百孟瑶在内 谁的驾驶技术都要比庄瑞的好 汽车开出了大概有五十多公里 突然在车前方几百米的地方 顿时响起了一声凄惨的狼嚎 似乎这里面还夹杂着狗的低费 正坐在车里吃八宝粥的庄瑞 顿时就紧张了 拿起手边的枪 挨着身子走到副驾驶的位置上 听着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更多精彩请您下载喜马拉雅手机APP 关注小说的更新 本节目24小时之内点赞数量超过一百 明天夹更一级 欢迎您的收听 典当行的小职员庄瑞 因为一次意外 眼睛发生了异变 眼生双瞳 从此开启了他的财富人生 美轮美奂的陶瓷 鼓着大方的青铜器 惊心动魄的笃石 接踵而来 听着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郭以达为您演播的 长篇都市幻想小说 黄金铜 作者打眼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四十四集 正在播出 周大哥周大哥 前面是怎么回事 庄瑞拿起对讲机询问 不过这句话是多问了 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前面的情形 这是一场狼熬之战 七八条草原狼在前面的空地上 正围着一只藏熬在撕咬着 狼生狗肺是不绝于耳 毛发 鲜血 是四处喷溅的 前面周瑞驾驶的越野车 在距离狼熬战场 还有十几米的地方 就把车停下了 刘川将汉马车开上前 和沙漠王子 并投停在了一块 看到突如其来的两辆车 正在战斗的藏狼和草原狼 居然都没有理会 刘川把车窗放下来 举起手里的那把雷鸣灯 刘川 住手 周瑞也放下了越野车的车窗 对着刘川摇了摇手 示意他不要开枪 而这时草原狼和藏狼都看下了刘川 喉咙里发出了呜呜的嘀吼 眼中满是胸光啊 妈的 我这帮你呢 你还瞪我 刘川看着场地中的那只藏狼 把枪收了起来 兴兴的骂着 不过他眼里 却看着那只藏狼 透露出了喜爱的神色 除了在电视和图片上 创睿这还是第一次亲眼看到藏狼 心中就不由得有些震撼 眼前的这只藏狼 根本就不像是一只狗 而像是狮子 虽然面对着十余条恶狼 可他依然是威风凛凛 体型矫健 之所以说他像只狮子 是因为这只藏狼头颅宽大 头顶成拱形 头顶后部和脖子周围的 鬃毛根根直立 毛长大约在二十公分左右 呈金黄色 身高是足有一米 身长在一米二左右 体型巨大 看上去就像是雄狮一样威武 围着他的几只草原狼 没有一只敢于上前正面撕咬的 只是围住那只藏狼 用骚扰战术 不停的袭击着 俗话说 犬高四尺围凹 庄瑞直到亲眼看到藏狼 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 自己以前和刘川养的那些所谓的狼狗 与面前的这只藏狼 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啊 那差的可不是一惊半点啊 庄瑞现在也明白了 宋军为什么会出这么高的价 求购一只纯种的藏狼了 有这样的大家伙看家护院 恐怕没有哪个蠢贼还敢再去偷东西了 周哥 你看这只藏狼是不是纯种的铁包巾呢 刘川是一脸惊喜的表情 不住的打量着场地里的那只藏狼 向车边的周瑞询问 你说的铁包巾我不懂 不过这只藏狼应该是一只纯种的 而且还是一只狼狼啊 你看他脖子上那个红色的项圈没有 那是敖王的标志 估计这附近应该有牧民了 等一会儿他们争斗完了 咱们跟着这个藏狼走 一定就能找到他们 周瑞也是双眼放光 看着那只藏狼 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喜爱之色 只是并没有要上去帮把手的意思 而是漠然的看着这场狼狼之争 哎 可惜了啊 这只藏狼是成年犬 没有可能驯服了 不然的话 这只藏狼要是带回内地 最少能卖到五百万 哎呀 可惜了 刘川一边看 一边摇着脑袋 纯种藏狼和一般的杂交藏狼 或者和那品种不是那么纯的藏狼不一样 纯种藏狼对陌生人有强烈的敌意 但是对主人是极为忠诚 亲热极致 并且一生只认一个主人 忠心耿耿 不离不弃 如果主人去世 那这只藏狼就会不吃不喝 直到饿死 在藏狼的眼中 这个大集体里 它的地位只比其认可的头领 也就是主人低 他也只会服从这个人的命令 他与其他家庭成员 则是同等地位的 可以和睦相处 除非是有意的激怒他 他才会呲牙咧嘴以示警告 如果藏狼认同自己的地位 低于所有的家庭成员 那么他就会服从于任何一个人 但是事实上 藏狼永远都不会这样 这样的藏狼 不仅在都市里那些富豪们 是梦寐以求 就是大草原上的牧民们 都未能有一只纯种的藏狼 而感到自豪 不过多年来 由于草原的特殊生活环境 以及牧民薄弱的血统保护意识 造成原始藏狼和当地牧羊犬的血统融合 使得纯种藏狼是越来越少 这也使得纯种藏狼的价格飞涨 刘川知道 在某个富豪圈子里 就曾经有人放言过 愿意出一千万的人民币 购买一只大草原上的纯种藏狼 饲养配种的不要 而且还要求是幼犬 这使得不少人都赶到西藏来碰运气 宋军给刘川开出这个价格 其实并不是那种纯种藏狼的价格 他只是希望能得到一只品种较纯的藏狼 和优秀的牧羊犬配种后的杂交藏狼 他就已经满足了 看到有外人观战 那只纯种藏狼和草原狼都急躁了 原本狼群为而公之的策略 也改变了变成是一哄而上 战斗骤然之间变得就惨烈起来 藏狼身上的伤口逐渐增多 不过地上已经有五只草原狼的尸体了 都是被那藏狼一口咬穿喉咙 一击毙命 藏狼最主要的攻击武器就是他那锋利的牙 他根本就不顾铺上来的草原狼的撕咬 而是快如闪电一般一口咬住草原狼的喉咙 然后就像是甩玩具一样 把口中的草原狼喉不咬穿 随口就丢在地上 周哥 这些狼为什么不跑啊 他们明显打不过他呀 庄睿看得有些不理解 昨天在面对他们的时候 这些狼可是非常狡猾的都是在暗中偷袭 并且在狼王死了之后就四散而逃了 可是现在已经死了有五只狼了 剩下的三只还在和那只凶猛的藏骜搏斗 明显就是一副不死不休的结局啊 周睿笑了笑 他们之间是天敌 遇到了总会是这样的 一敖想九狼 不可就算是藏骜遇到了几十只狼 他也不会逃跑 一定会战斗到底的 两人谈话之间 狼骜之间的战斗已经结束了 地上横七竖八的躺着几只草原狼的尸体 而那只藏骜的身上也是伤痕累累 金黄色的毛发也变得凌乱了 前肢处的一个伤口不停向外渗出鲜血 身形也已经有些站不稳了 不过他始终都是昂着头 看在众人的眼里 显得是那么的傲慢和不可一世 砰的一声传出来 却是周睿下了越野车 缓步向那只藏骜走 周大哥你干什么 车上的人都急了 这只藏骜的凶猛是众人亲眼所见的 七八只草原狼都被他一一咬死 周睿此刻上前 如果被藏骜视为挑衅 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啊 一声穿透力极强的沉闷的吼声 从那只藏骜的口中传了出来 他浑身的毛发也都竖了起来 两只眼睛放射着凶光 死死的盯住周睿 锋利的爪子已经开始抓地了 一副坐视欲扑的样子 车上的人都紧张起来了 一颗心像是提到嗓子眼了 可是周睿却没有停住脚步 只是放缓了许多 双手也摆出了一个架势 就在那藏骜跃起的一瞬间 他十分敏捷的一侧身 一双手快如闪电的抓住了他的头皮 藏骜的头部被周睿死死的卡住 无法下嘴咬人 郑狱出力挣脱 已经被周睿将他整个身体扳倒在地 周睿也顺势倒下 全身就压在侧翻的藏骜身上 后肢不着地的藏骜 使出了浑身的力气也无法挣脱 自始至终 周睿的双手就像是钳子一样 死死地控制着金毛藏骜的头 过了足足有七八分钟 那只藏骜嘴里发出了呜呜的声音 周睿这才松开手站了起来 此时的藏骜变得十分的顺从 他搭了着脑袋 用舌头去舔身上的伤口 刘车把云南白药拿下来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车上的人都看呆了 他们知道周睿的身手很好 但是谁都没想到啊 他居然能徒手制服一只藏骜 虽然是一只受了伤的藏骜 但是要知道受伤的野兽往往是更加凶猛 直到周睿大声喊着刘川的名字 众人这才清醒过来 纷纷地走下车 刘川拿着那瓶云南白药的喷雾剂 刚一靠近藏骜五六米 那只原本驯服的藏骜 立刻就把头转向刘川 嘴里发出了一声低吼 吓得刘川是连连后退啊 他可没有周睿那个手段 周睿接过刘川手里的喷剂 一手抱住藏骜的头 抬起藏骜的前肢 一手就把药喷了上去 只是那伤口太深 喷上去的药 都被流出的血给冲掉了 看来必须得先把血止住 不过周睿皱着眉头 显然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这样下去的话 这条藏骜即便是不死 恐怕前肢也得废掉了 庄睿心中动了一下 如此威猛的藏骜 要是就此废了 那也太可惜了 自己眼中的灵气已经证明 对人体是有作用的 但是对于动物 庄睿是从来没做过实验的 也不知道是否管用 不过现在啊 也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想到这儿 庄睿的身体慢慢向藏骜靠近 只是这只藏骜的反应十分敏锐 就在庄睿刚刚走到刘川身边 那只藏骜凶狠的眼光已经就瞪了过来 只是身体被周睿抱住 无法动他 只能用喉尖发出呜呜的声音 在威胁着庄睿 走到距离藏骜一米多远的地方 庄睿也不敢继续靠近了 他也怕这只受伤的藏骜突然爆起伤人 不过这个距离已经可以动用眼中的灵气了 他四下看了一下 发现众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藏骜的身上 庄睿微微的低下了头 凝神向藏骜的身口看 庄睿释放出去的灵气 大概只有给自己疗伤时的三分之一 他是怕效果太明显 引起别人的注意 当他眼中的那丝灵气渗入到藏骜的伤口之后 原本一直无法止住的鲜血 立刻就不再向外渗出了 周睿看到之后 以为是鲜血自己停止了外溢 也就没有多想 连忙用云南白药喷雾剂来处理伤口 然后用纱布把藏骜受伤的那只大腿给包裹起来 庄睿也松了口气 这说明自己眼中的灵气不但对人体有效 就是对动物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只是灵气数量一直都让他很困扰 不过庄睿已经决定了 在西藏之行之后 就回到中海全力搜寻带有灵气的骨丸 用意增加眼中灵气的数量 也就是在庄睿释放出灵气 进入藏骜身体的同时 一直在周睿身下 微微挣扎低吼的藏骜 突然也安静下来 硕大的头颅扭向庄睿的方向 一双眼睛狐疑的盯着庄睿 如果有人能从动物的眼睛里 可以看出他们要说的话 那恐怕在这只藏骜的眼中就包含了疑惑 惊奇还有感激等诸多情绪 周大哥你要这些东西干嘛呀 这些东西又不值几个钱 还不够麻烦呢 周睿给藏骜包扎完毕 就拿着他手里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的小刀 开始剥起地上的狼皮 这个举动让众人很不理解 而且血腥的剥皮场面 让秦宣兵几个女孩也感到的不适 都躲在了汉马车上 百孟安没有经历昨天的人狼大战 表现的是更为不堪 他跑到汉马车的后面吐了半天 一流眼就钻进了越野车 再也不肯出来了 刘春倒是看得很带劲 因为周睿解剖狼尸的动作非常有观赏性 只见他手里那把小刀 在狼尸体的脖子和四肢的地方滑了几下 然后双手一撕 这一整张狼皮就被他剥了下来 没过多大一会儿 八条草原狼的狼皮就被周睿通通剥下 这东西对咱们没用 但是对藏区的牧民来说 狼皮可是好东西 把这东西婴干 然后再熟过之后 他们在冬天就可以用这个做成狼皮褥子 或者是皮袄 这可是很暖和的 还能治老寒腿呢 咱们一会儿可能要去冬窝子 这几张狼皮 就算是见面礼吧 周睿一边用矿泉水洗手 一边对好奇的刘川解释着 不过周睿眼睛的余光 却注视着那只趴在地上的藏鸥 因为他知道藏鸥是非常护实的 并且领域感极强 自己刚才只是趁着他虚弱 才暂时在力量上使之畏惧 却并没有对自己降服 在他剥狼皮的时候 心里也一直在防备着 怕他突然向自己发难 不过这一看之下 把周睿也吓了一跳 因为他发现那只藏鸥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爬了起来 并且他悄无声息的 跑到了庄睿的身后 这让周睿浑身打了一个冷战 鸡皮疙瘩都冒出来了 要知道藏鸥的攻击性极强 说不准 下一刻就会咬断庄坠的喉咙 刘川把枪给我 周睿小声的对刘川说 生怕惊怒了那只藏鸥 你手上还有狼血呢 这没洗干净 我拿着枪就行了 哎木头 这藏鸥怎么抛你身后去了 刘川顺着周睿的眼光看 他发现庄睿身后的藏鸥 不过这货心眼太粗 看到就喊了出来 庄睿本来是悠哉悠哉的 看着周睿剥狼皮 被刘川这么一喊 吓得连忙就回过头 刚好看到了藏鸥力气身体 那硕大的头颅 对着自己就咬了过来 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更多精彩请您下载喜马拉雅手机APP 关注小说的更新 本节目24小时之内点赞数量超过100 明天加更一击 欢迎您的收听 典荡行的小职员庄睿 因为一次意外 眼睛发生了异变 眼生双瞳 从此开启了他的财富人生 美轮美奂的陶瓷 鼓着大方的青铜器 惊心动魄的赌石 接踵而来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郭以达为您演播的 长篇都市幻想小说 黄金铜 作者打眼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四十五集 正在播出 庄睿这时候手里别说是枪啊 就连开山刀也没有啊 他不由得闭上了眼睛 在心里哀叹 妈的 哥们还是处男呢 刘春也着急了 不过手里拿的是雷鸣灯 这枪打出去可是一大片啊 庄睿现在和藏鸥铺在一起 他根本就不敢开枪啊 庄睿这时候已经彻底绝望了 躺在地上认为自己是必死无疑啊 可是他突然感觉到一个粗糙的舌头 填在了自己的脸上 就像是刀子刮脸一般的疼啊 然后又听到了刘春的话 睁开眼睛一看 那头藏鸥趴在自己身上 正不住的往自己的脸上喷口水呢 哎呀 太臭了 这是庄睿的第一感觉 藏鸥嘴里的气味可真是不好闻的 差点让他把刚才吃的八宝粥给吐出来 看到藏鸥对自己似乎没有什么恶意 庄睿大着胆子把他从身上推开 一手就抢过了周睿手里的矿泉水瓶 也顾不上凉 直接就往脸上浇 刘春笑嘻嘻地走到了庄睿的身前 对着他没受伤的肩膀很劲地拍了一下 嘿嘿 木头 你这还是出门吧 哈哈哈哈 你怎么就献给这家伙了 你还不知道这藏鸥是公是母 嘿嘿 这亏可吃大了我 庄睿还没答话 那只藏鸥突然就发出了一声低吼 猛地就向刘春扑了过去 大嘴张开 锋利的牙齿是清晰可见 刘春丝毫不怀疑这家伙 是想要了自己的命啊 幸亏刘春在靠近庄睿的时候 一直在防备着趴在庄睿脚边的藏鸥 就在藏鸥起身的时候 他已经远远地躲开 连头都没赶回 狼狈不堪地就跑回了汉马车上 周睿也走到了庄睿的身边 上下的打量了庄睿一番 在嘴里嘀咕着 奇怪了 这东西怎么和你这么投远呢 没道理啊 看到周睿走近 藏鸥虽然没有扑上来 但是也显得有些烦躁不安 一双眼睛不怀好意地盯着周睿 刚才那头藏鸥的表现 只会出现在他主人的身上 而庄睿显然和这只藏鸥是八竿子打不着啊 周睿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 摇了摇头拿着那几张狼皮 也就上了越野车 庄睿心里最清楚啊 都说苟通人性 想必这藏鸥也是有灵性的 知道是自己救了他 所以这才对自己表现出了善意 这个话没法跟旁人解释 只能装出一副迷糊的样子 看到众人都回到了车上 庄睿也转身准备上车 抬起脚却没能走动 回头一看啊 却是裤腿被那藏鸥咬住了 并且还歪着头拉扯 大家伙 你拉我干嘛呀 庄睿的力气显然没这家伙大 挣脱两下没睁开 只能就回过身子 用手揉搓着藏鸥的头发 希望啊 他能把嘴松开 似乎是听懂了庄睿的话 藏鸥把嘴松开之后后退了两步 不过那双极其酷似狼眼的眼睛 还是盯着庄睿 看着庄睿有些发毛 庄睿 他让你跟着他走 越野车上的周睿说话了 什么 跟着他走 你们坐车让我跟着跑啊 我才不干呢 庄睿此时也明白了这头藏鸥的意思 只是他本来肩膀就有伤 肯定是跟不上这家伙的速度啊 说着话就想溜上车 却发现这裤腿又被咬住了 这一幕看得车上的众人是哈哈大笑 得了 我怕了你还不成吗 早知道我就不救你了 真是个白眼狼 庄睿无奈的举起了双手 示意着自己会跟他走 藏鸥这才松开了嘴 咬住一只被剥了皮的草原狼 慢慢悠悠的向前跑 可能是他腿部受伤的原因 速度并不快 一边跑还一边回头看着庄睿 大草原上出现了这么一幅画面 前面一头高大威猛的藏鸥 在一边小跑着 后面跟了个吊着膀子的年轻人 再往后却是两辆汽车紧随而行 不用问 这自然是庄睿一行人了 庄睿 停下 别再往前走了 走了大约十多分钟 跟在后面越野车上的周睿 就高声叫了起来 他发现这只藏鸥所带的鹿 并不是去往牧民们为了过冬 而聚集在一起的冬窝子 而是来到了一处山澳的入口 很明显自己这两辆车都无法开进去 周睿把方向盘交给了百孟安 自己跳下了车 走到了庄睿的身边 那头藏鸥也停了下来 放下口中的食物 看着周睿 低吼了几声 似乎是让他不要再继续前行了 看到周睿并没有靠近山澳的意思 藏鸥又叼起了食物 向着山澳里跑 庞大的身形很快就消失在山澳的转角 走上车吧 这估计就是他的老巢了 奇怪了 这只敖王明明是别人养的 怎么会把老窝放在这呢 两个人在山澳处等了一会儿 也不见那只藏鸥再出来 周睿嘴里嘀咕着就招呼庄睿上车 准备离开这里 就在车子准备掉头离开的时候 一条身影从山澳处就蹿了出来 拦在了汉马车前 正是那头金毛藏鸥 他嘴里叼着一个白乎乎的东西 应该不是刚才那只被剥了皮的狼狮 好像是条小狗仔 钟睿你快下车 开车的雷了眼间呢 一眼就看出了藏鸥嘴里叼的那个毛乎乎的东西 应该是个狗仔子 庄睿打开车门走下去 金毛立刻就扑了过来 先是用大头在庄睿的身上蹭了蹭 然后把嘴里的小狗仔放在了地上 咬住庄睿的裤脚 示意他抱起那个狗仔 等到庄睿抱起狗仔 金毛藏鸥也没有再返回山澳 而是向着另外一个方向跑 速度比之前要快很多 并且不住的回头 看那个意思 应该是让庄睿跟上去 这种速度 庄睿可是跟不上啊 只能抱着狗仔回到车里 见到庄睿上的车来 雷雷立刻踩下油门 跟在了金毛藏鸥的后面 看到庄睿抱着一只小狗仔上车了 秦宣兵和百孟瑶立即就围了过来 就连刘川也钻到庄睿的身边 打亮着他怀里的小狗仔 要知道 这可是纯种的铁包金藏鸥送来的 极有可能就是他的后代 怎么到了西藏这么多怪事啊 妈的 纯种铁包金的藏鸥 送来的居然是只松狮 看这样也活不了几天了 刘川看了一眼就没兴趣了 这只浑身毛色成纯白色的狗仔 根本就不是他想象中的藏鸥 而是很常见的松狮犬 刘川那个宠物店里 现在还在卖呢 并且这只狗仔的眼睛还没有张开 趴在庄睿的怀里是一动不动 显得是病痒痒的 刘川你认错了吧 这怎么可能是松狮呢 你看这脸盘长得多像小狮子 庄睿打亮着小狗仔那皱巴巴的脸 感觉他和那只金毛蛋熬很像 只是毛发的颜色不同而已 不可能看错 你掰开他的嘴 看他的舌头是蓝色的还是粉红色的 刘川很自信的说着 他养猫玩狗也有几年了 这点眼力还是有的 是粉红色的 那还是只杂交的松狮 吃不了几个钱 而且看这样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一般没睁眼的狗仔 还是比较活泼的 像这只显然是生了什么病 刘川虽然给狗打过针 但是在这里他也是束手无策 没有任何的办法 刘川哥哥你就救救他吧 多可爱的小狗啊 百孟瑶看得是心中不忍 拉住刘川的衣袖一个劲的央球 哎呀不是我不想救 而这没睁眼的狗仔 这存活的几率本来就低 咱也不知道他得的什么病 咱们这车上还没有药 照我说呀木头到前面就把他放下来吧 刘川摇了摇头 他真的是没有办法 救不了了吗 难道是那只金毛藏鸥知道我能救他 才把他交给我的 庄瑞的心情有些复杂 他抬眼看了看车前方那只纯种藏鸥 心里一时下不定决心 是否要用眼中的灵气来救治这个狗仔 从昨天自己受伤到现在 已经接连动用了两次眼中的灵气了 在紫檀根雕里吸收的灵气几乎是已经用尽了 如果再使用到这个小狗仔身上 那要是遇到什么紧急的事 怕是再也无法动用眼中的灵气了 怀里的狗仔似乎感觉到了庄瑞的心思 嘴里发出轻微的乌叶声 伸出了粉红色的小舌头 不停的舔着庄瑞的手指 很是惹人怜爱啊 不关了 先就了再说 庄瑞下定了决心 凝聚着眼中的灵气 像怀里的小东西看了过去 由于不知道这小家伙的病症 庄瑞只能加大了灵气的用量 释放到小家伙身上的灵气 比给自己疗伤的时候还要多出一倍 当灵气渗入到小狗仔的身体之后 庄瑞眼中的灵气也变得非常稀薄了 只有那么薄薄的一层 很勉强的依附在眼睛之中 灵气进入到狗仔身体的那一刹那 庄瑞感到怀里的小狗仔颤抖了一下 接着又不动了 他心里顿时就紧张了 难道是灵气过多 这小家伙承受不了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自己可是陪了夫人又折兵啊 不过还好 过了大约四五分钟 小家伙重新动了起来 并且挣扎着腰站起来 庄瑞用两只手掌把他脱高在眼前 却意外的发现 这小东西把眼睛睁开了 正用着那双漆黑明亮的眼睛 打亮着庄瑞呢 当庄瑞和这双眼睛对视的时候 他从这幼犬的眼睛里居然看到了一种感激 还有眷恋 就像是孩子看见自己的母亲一般 庄瑞的心被感动了 他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不会把这只小狗仔抛弃 更何况这只狗仔真的是很讨人喜欢 浑身是白绒绒的 就像是一个毛绒玩具一般 哎 这狗宝宝睁开眼睛了 庄瑞哥哥给我抱一抱 一旁的白梦瑶看到小狗仔睁开眼睛 兴奋地叫了起来 他伸出了手 就想将之抱过去 而坐在他身边的秦宣兵 也是一脸喜爱的神色 不过呀 这小东西很不给白梦瑶面子 在白梦瑶的手碰到他身体的时候 拼命地就往庄瑞的怀里钻 并且扭着头 用嘴里应该刚长出不久的牙齿 咬着白梦瑶的手 那双原本很纯净的眼睛里 居然透露出一股凶光 哎呀 你咬我 去 不然包算了 讨了个没趣的白梦瑶 气鼓鼓地坐回了庄瑞的对面 不过他的眼睛 还是盯着这个小狗子 睁眼了 那估计能活着了 庄瑞啊 等回到鹏城 把这小家伙丢到我店里面 怎么说也是从西藏带回去了 算是一个噱头吧 刘春看到这条松狮犬睁眼了 总算是过了危险期 他钻到汉马车的后备箱里翻弄起来 再回来的时候 手里居然拿了一瓶钙片 更夸张的是 居然还有一袋婴儿奶粉 并且连奶嘴奶瓶都有 庄瑞看得有些呆了 我是流氓啊 你什么时候买的这些东西啊 我怎么不知道啊 嘿嘿 我手就饿死了 刘春得意洋洋的卖弄着 一边从饮水接椅 接着热水泡奶粉 这动作还算贤熟 不错 真不错 刘芒啊 等以后你有了孩子 自己给他喂奶就行了 都不用烦人家雷雷了 庄瑞一脸坏笑的说着 听得前面开车的雷雷 差点把方向盘给扔了 那是 哥们除了不会生孩子 哥们什么都会干 两个活宝 逗得一车人上哈哈大笑 庄瑞怀里的小家伙似乎也感觉到了 用已经长出指尖的小爪子 艰难的爬到了庄瑞的肩膀上 目光温存 摇头起尾的吐出小舌头 舔着庄瑞的脸 一副憨态可居的模样 女人总是对这毛毛乎乎的小动物感兴趣 坐在一旁的秦宣兵 终于也忍不住了 庄瑞能不能把他也给我抱一抱啊 庄瑞闻言就把这小家伙从肩膀上抱下来 在小东西的头上揉了揉 然后递给了秦宣兵 小家伙似乎知道了主人的心意 这次却没有呲牙咧嘴 只是躺在秦宣兵的怀里 变得有些无精打采了 两只小眼睛还是在盯着庄瑞 即便是这样 还是把百孟瑶给羡慕的不行啊 一个劲的说庄瑞偏心 来 喂奶专家来了 刘春这会儿也把奶粉给泡好了 感觉到温度差不多 拿着奶瓶子来到了秦宣兵的面前 这就要给小家伙喂奶 不过这小东西显然是不给他面子 小嘴闭得紧紧的 说什么也不去咬地道嘴边的奶嘴 来 给我吧 秦宣兵接过了奶瓶 没想到这小家伙还是不肯吃 虽然两只小眼睛紧盯着那个奶瓶 鼻子还是一抽一抽的 但是这嘴却怎么都不肯张开 秦宣兵也是无奈了 只能将小家伙递还给庄瑞 你这小没良心的 还是哥们我泡的呢 看着小东西在庄瑞的怀里 大口大口的喝着奶粉 刘春就没好气的骂着 不过他对这小家伙还是很喜欢的 玩了这么久的猫狗 刘春还从来没见过 像这只狗一般通人性的 大春前面有牧民 哎呀好多帐篷啊 正在开车的雷雷 忽然就叫喊起来 把众人的注意力 从小东西的身上吸引过去 前面的越野车已经停下来 而那只金毛藏鸥 突然昂首发出了一声 充满狂野霸气的吼叫 声音并不是很高 但是极有穿透力 随着这声吼叫 狗叫的声音逐渐就增多了 从四面八方向着金毛藏鸥这 就聚集了过来 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更多精彩 请您下载喜马拉雅手机APP 关注小说的更新 本节目二十四小时之内 点赞数量超过一百 明天加更一击 欢迎您的收听 典当行的小职员庄锐 因为一次意外 眼睛发生了异变 眼声双瞳 从此开启了他的财富人生 美轮美奂的陶瓷 鼓着大方的青铜器 精心动魄的赌石 接踵而来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郭以达为您演播的 长篇都市幻想小说 黄金铜 作者打眼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四十六集 正在播出 短短的几分钟时间 数十只体格高大的藏狗 汇集到了金毛藏鸥的身边 有一些还跑来冲着两辆车狂吠 都被那只金毛藏鸥 咬着脖子给拉回去了 几十只狗 簇拥着这金毛藏鸥 就向帐篷驱内走 这是一个由三十多户牧民组成 至今保留着有牧传统的牧民聚集地 足足有五六十顶帐 使得这里变得像一个小村庄一般 两辆车停在了帐篷区的边缘 众人都走下车来 周睿手里拿着那几张卷作一团的狼皮 而刘春怀里则是抱着喝剩下的七八瓶卢洲老轿 这些都是给主人的礼物 是周睿特别交代的 刚才刘春那丝还想拿一些车上带来的狗肉什么的 被周睿给制止了 对于藏民来说 狗是他们最好的朋友 甚至就像是家人一般 在藏区是不允许吃狗肉的 有些藏民家里生的小狗 如果养的不好 都是丢到很远的地方 也不会杀狗吃肉 刘春那些狗肉要是带过去 这些个藏民指定当场就会翻脸 阿妈啦 咱们的多起回来了 阿妈 靠近外围的帐篷里 抛出了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 看到那头金毛藏鸥之后 她很热情的和她抱在了一块 嘴里还不停的回头喊着什么 只是突然看到了庄瑞等人 马上就停住了嘴 好奇的打量着这些外来的客人 周哥 多起是什么意思 刘春跟在周瑞的身后问 阿妈啦 想必就是母亲的意思 妈妈是世界对于母亲的统称 不过多起这两个字 众人就有些听不懂了 在藏语里 多起就是藏民对藏鸥的称呼 意思是家里拴起来的大狗 不过这只鸥王可是拴不住的 周瑞随口解释着 这时小女孩的声音 也把帐篷里的大人给喊了出来 一个头上戴着羊羔皮帽子 身体精壮的藏族汉子 就向众人迎了过来 金毛藏鸥看到那藏族汉子之后 立刻就扑了上去 亲密的用舌头舔了舔汉子的脸 那人看到藏鸥前肢上裹的纱布 心里立刻就明白了 是这些客人给自己的多起质的伤 当下脸上的笑容就愈发灿烂了 对于藏民而言 一只纯种藏鸥在他们家里的地位 不亚于家中的重要成员 这些外来的客人帮助了藏鸥 这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了 藏族汉子走到距离众人还有五六米远的地方 就停下了脚步 他伸出右手 把头上的帽子摘了下来 上身向前弯下腰 拿在手里的帽子几乎垂到了地面 那个人行过礼之后 这才开口说道 欢迎远方来的客人 打草原上的人情错谋 对于你们的到来表示最诚挚的欢迎 众人听到这个藏族汉子说的居然是汉语 都有些惊喜 虽然讲的是有一些特别的口音吧 但是都听懂了他的意思 只是对于这个汉子所要表达出的礼仪 庄睿和刘川等人却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礼 周睿知道刚才那个汉子行的礼仪 是藏民对于最为尊贵的客人 或者是面对长辈才行的 当下就不敢怠慢 上前一步鞠躬还了一礼 打扰草原上的勇士了 这时旁边有好几个帐篷的人都出来了 人青错母出来的那个帐篷里 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子 手里拿着几条雪白的哈达走了出来 看样子她应该是人青错母的妻子了 在某些已经汉化比较严重的藏区 几乎来了客人都会敬献哈达 但是对于这些草原上的牧民来说 敬献哈达可是将对方当作是最尊贵的客人了 夫妻两人一一给众人带上哈达之后 这才把一行人让进了帐篷里 从外面看帐篷 似乎显得不是很大 但是众人进去之后才发现帐篷内的空间很大 里面甚至搁成了两个小的房间 帐篷中间还点了一个炉灶 使得帐篷里充满了暖意 招待客人的地方很是宽大 十几个人围坐在里面一点都不显得拥挤 由于人情错母会说汉语 众人交流起来倒也不困难 他的妻子名叫白马 在葬鱼里是莲花的意思 而那个八九岁的小女孩叫做达瓦 是月亮的意思 这是一个三口之家 小达瓦的头上扎着几条辫子 红扑扑的脸带有些明显的高原红 歪着头看着庄瑞怀里的小狗子 眼睛里满是好奇的神色 人情错母 此时也知道了庄瑞等人救助金毛藏鸥的经历 听到刘川讲述周瑞一个人就把藏鸥压住 给其疗伤的事情 就连忙站起来对身边的一个年轻汉子说 但吧 告诉窝子里的人 今天我要举办盛大的宴会 招待我最尊贵的客人 让马钦策弹去准备牛羊 要让我们的客人感受到大草原上的热情 从另外一个帐篷里跟随进来的汉子 答应了一声 向庄瑞等人点头微笑 转身走出了帐篷 随后就听见他的吆喝声 整个帐篷区马上就热闹了 而帐篷里面 女主人白马也准备好了酥油茶 拿出几个香吟边的小木碗 一一摆在众人的面前 等炉灶上的水烧开之后 马上给众人蒸上了茶 这一路上大家都听周瑞讲了藏民的风俗 知道这茶是必须要喝的 而且还必须要喝三碗以上 除了周瑞以外 众人对着酥油茶都不是很习惯 勉强的喝了三小碗 而刘川那次一个人足足喝了有五碗 一边喝还一边赞叹这茶好 人情错目看下他的目光自然是最为欣赏的 只有庄瑞知道 刘川这次肯定是把寻找藏豪的心思落在这个藏民区了 秦宣兵几个女孩喝完茶之后 就陪着白马在一旁聊天 他们对这帐篷里的装饰很感兴趣 不时夸赞白马头上的银饰品很漂亮 听到白马咯咯直笑 听的白马是咯咯直笑 帐篷里充满了欢快的气氛 庄瑞此时也把怀里的小狗仔放在了地上 只是这小家伙似乎对庄瑞过于依恋 只是围着庄瑞打转 对于小达瓦手里的肉干却是不屑一顾 看得众人都是嘖嘖称奇啊 这可能是我们家的多企和别人家杂交生下的吧 任青错母看到了小家伙之后不敢确定的说 藏敖的发情期只有冬季一次 他家的多企是这一代的敖王配偶众多 每年都会生出很多的小狗仔 这窝子里的人只留下最好的狗仔 其他的都被遗弃掉了 庄瑞听到之后也不失望 他越来越喜欢这只通人性的小家伙了 再说城市里也不允许养这种大型犬 自己回到中海之后有这个小东西陪着 那倒也是不寂寞了 人情错母大哥都准备好了 请客人们过去吧 帐篷厚厚的布帘被掀开 刚才那位藏族汉子走了进来 众人出去之后来到了这个窝子的中心 发现在那里的空地上搭起了一个大大的帐篷 足足有一百多个平方啊 许多人正在忙碌的进进出出 旁边还传来再杀牛羊的吆喝声 一群藏狗围在旁边 捡食着扔出来的牛羊内脏 进到帐篷里已经摆好了一长牌的桌椅 把庄瑞等人嚷到了座位上 白马陪着诸位 而人情错母则站在帐篷门口迎接客人 不一会儿窝子里的人都聚集了过来 有些懂得汉语的牧民都围在庄瑞等人的身边 听着刘川那丝大吹牛皮 这些个质朴的汉子被忽悠的是一愣一愣的 其间更是把武松打虎的段子改成了庄瑞沙郎 搞得时不时有一些年轻的藏民 跑到庄瑞的面前竖起大拇指拍拍庄瑞的肩膀 过了一会儿 人情错母请的陪客都来齐了 他站起来说了住酒词 然后向庄瑞等人敬酒 就连秦宣兵这几位女士也未能幸免 只是他们面前的杯子要小一点而已 几个人都跟着周瑞的动作 双手接过酒杯 然后一手拿杯另一手伸进杯子 轻站一下 以拇指和中指朝天一弹 意思是敬天神 接下来再来第二下 第三下 分别敬地敬佛 喝酒的时候也很有讲究 先喝上一小口 人情错母马上倒酒 将杯子珍满 再喝第二口 再珍满 接着喝第三口 然后再次珍满 这最后呢 就得把这一杯酒一口给干了 看到这些外来的客人 如此尊重他们的习俗 藏族汉子们是纷纷唱起了歌 而一些年轻的藏族女子 则是走到场地中央跳起舞来 一时间载歌载舞热闹非凡 随后而上的是原滋原味的烤全羊 更是让众人吃的是大呼过瘾啊 整整过了两三个小时 这宴席才算结束 略带几分醉意的刘川 双手捧着那几张狼皮 当场献给了主人人情错母 这让所有的客人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他 要知道这样的礼物在大草原上是很难得的 也说明了客人对于主人家的敬重 作为主人 人情错母也喝了不少 站起身的时候已经有些摇摇晃晃了 不过脸上却是非常高兴 他低头向白马说了一句什么 就双手接过了刘川送上的礼物 对于藏民来说 客人的礼物是对朋友的心意 是绝对不能拒绝的 这个时候那只金毛藏鸥突然就跑进来了 先是到庄瑞的身边 用大头蹭了蹭庄瑞 这才趴到了人情错母的脚下 这一幕让帐篷里的人都是嘖嘖称奇 谁都知道人情错母家的多起 那是最高贵的了 除了人情错母一家人 谁他都不搭理 而且这些个客人也都是这头多起带来的 现在居然对庄瑞是好 这也让众人对庄瑞的态度欲加敬重起来 刘川兄弟 多起是我们的朋友 希望你以后能善待他们 雪山女神会保佑你的 小达娃紧跟着金毛藏鸥进入了帐篷里 她的怀里还抱着两只黑乎乎的小狗仔 刘川的眼睛一亮 果不其然 人情错母接过狗仔之后 将其作为礼物 回赠给了刘川 这让刘川的酒意 瞬间就醒了一大半啊 恨不得马上就把这两只还没睁眼的小藏鸥 送回到汉马车上的准备好的那恒温箱里去 这两只小藏鸥都是那只金毛鸥王的后代 即便交配的母鸥品种不是那么纯正 这两只小藏鸥那也算是价值连成了 所以刘川才会有这般的表现 人情错母大哥 能否让我们见识一下草原勇士的奇数啊 等到刘川和人情错母交换完礼物 庄睿就开口对主人说了 没有问题 人情错母很干脆的答应了 并且马上让人去安排 藏民的东窝子也是建在一个三面环山的地方 这样既可以避风 又能有效的防止狼群的袭击 不过出了山坳之后 那就是一马平川的大草原了 没有一棵树 但是牛羊是成群的 草地上一群一群的绵羊 马匹像滚动的云彩点缀在这远山近水之间 蓝天上的白云与之交相灰映 几乎是分不清了 恍惚如在梦中一般 刘川走到村口 就把两只小藏鲍放在了汉马车上 倒是庄瑞一直抱着那个小东西 他的手臂有伤也没办法骑马 刚才那番话 他是帮秦宣兵说的 这几天下来 他也知道秦宣兵酷爱骑马 这个时候小达瓦坐在一匹马上 后面还跟着几匹高头大马 就来到了众人身旁 刘川兄弟 咱们来赛马如何呀 任青错母翻身骑上了一匹马 对着刘川说道 刘川长这么大 也就是在公园的时候 骑过那些牙头掉了的老马 在上面拍过照片 哪里敢接这个话呀 倒是秦宣兵在一旁说道 我来跟你比 好 你是女中的爸爸 不过你可以和达瓦比试一下 巴姆在藏语中是金国英雄的意思 不过任青错母虽然这样说 却是不可和秦宣兵比试 反而是把自己的女儿推出来了 这也是藏族汉子的骄傲 秦宣兵有些犹豫 让自己和一个八九岁大的孩子比 就算是赢了那也是没面子的事 他却不知道这些藏族牧民家的孩子 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的 他们的骑乘技术 比那些个专业赛马的马师 也差不了多少 达瓦的妈妈白马背了几个马鞍走了过来 给一匹毛色纯白的白马挂上马鞍之后 签给了秦宣兵 看着这高大英挺的白马 还有这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秦宣兵也顾不上和小达瓦比试了 翻身就骑了上去 小达瓦骑的是一匹早红马 放开速度之后像是一道红色闪电穿行在绿草之上 而秦宣兵的技术还真是不错 居然紧跟在达瓦的身后 并没有被甩开 一红一白两道影子 在草原上就这么相互的追逐着 此刻除了庄瑞之外 其余的几个人也都骑在了马上 任青错母打了一个响指 率先冲了出去 紧随其后的是周瑞 再往后就是百孟安了 他的骑马技术显然也很不错 中规中矩的动作始终没有被落下 只有刘川和雷雷显得有些狼狈 身体在马背上是东倒西歪的 看得庄瑞在下面是哈哈大笑 金毛藏敖听到了人青错母的呼哨声 也窜了出来 一时间马撕狗沸和众人爽朗的笑声 相撤在草原之上 等到离开了这个让众人充满美好回忆的东窝子 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 不过这里距离那区只有四个小时的路程 他们完全可以赶到那区过夜 并且刘川这次进赃的目的也达到了 汉马车里是一片的欢声笑语 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更多精彩请您下载喜马拉雅手机APP 关注小说的更新 本节目24小时之内点赞数量超过100 明天加更一集 欢迎您的收听 典当行的小职员庄瑞 因为一次意外 眼睛发生了异变 眼声双瞳 从此开启了他的财富人生 美轮美奂的陶瓷 古着大方的青铜器 精心动魄的赌石 接踵而来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郭以达为您演播的 长篇都市幻想小说 黄金铜 作者打眼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四十七集 正在播出 几位女士高兴的是 在临走之前 白马每个人送给他们一个精美的银饰 虽然价钱可能不是很贵 但是外面是绝对买不到的 这足以让他们感到不虚此行了 白孟安也坐在了汉马车上 他的情绪不是很高 相比正给两只小狗仔做奶爸的刘春 和逗弄小家伙的庄瑞啊 似乎白孟安的西藏之行 并不是那么完美 在汉马车上观察到秦宣兵的一些举止之后 白孟安知道了 秦宣兵确实对庄瑞产生了好感 或许啊 还远没有到非军不驾之类的程度 但是对于一向距男人鱼千里之外的秦宣兵而言 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白孟安虽然有些嫉妒 但是还没有到阴度成恨的地步 他本身在香港 也是经常和一些大小明星产生绯闻 可以说他并不缺少女人 对于冷艳的秦宣兵而言 他一直是抱着一种征服的欲望 不过眼下看来 自己好像是没有希望了 而庄瑞却是一个对感情比较迟钝的人 一车人都看出了秦宣兵对他不加掩饰的好感 偏偏这小子一直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到了属于他的那只小狗仔身上 秦宣兵偶尔看向他的目光也都被他认为是对于小狗仔的喜爱了 看到庄瑞不搭理自己 秦宣兵伸出手逗弄那个小家伙 秦宣兵 给你这只狗起个名字吧 起名字 也是啊 总不能叫他小东西小家伙吧 庄瑞皱起了眉头 小家伙是如此可爱 要起一个好听的名字才行 叫什么呢 叫小白 白雪 不好 难听似了 庄瑞接连想了两个名字 都被众人给否决了 并且还被刘川剥夺了启明权 气得他差点给这小家伙起名叫刘川了 秦宣兵说了 庄瑞 他身上的毛是白色的 长得又像是只小狮子 干脆叫他白狮好了 白狮 好啊 狮子王里那狮子也是白色的 刘川听得了这个名字 大声叫好 白狮 嗯 也不错 读起来挺顺口的 那就叫白狮吧 庄瑞想了一下 点了点头 把白狮抱了起来 塞到了秦宣兵的怀里 快 快去谢谢你萱萱姐 呸 我要是他姐姐 那你就是他哥哥 秦宣兵催了庄瑞一口 不过马上感觉自己这话有语病 羞的脸色飞红 把头就扭在了一边 庄瑞倒是没多想什么 他只是觉得这段时间 与秦宣兵相处得很愉快 听到秦宣兵的话 他也没生气 傻呵呵的在那笑 看着一旁的百孟安眼冒火光啊 恨不得此刻自己化身为庄瑞 趁机上前献献殷勤 好获取芳心呢 一行人在穿越了大草原之后 终于来到了那区 不过他们并没多待 住上了一夜 休整了一下 第二天一早就驱车赶往拉萨了 这也是他们这次西藏之行的最后一站 在拉萨游玩了两天之后 他们就准备返程了 从时间上来说 倒是和刘川预计的差不多 拉萨是所有藏民心中的圣地所在 从那区到拉萨的公路上 有许多徒步去拉萨朝拜的藏民 更有很多苦行者 为了表达心中的虔诚 每走一步都要向前叩拜 庄瑞等人看到他们膝盖上的衣服 都已经磨得是破烂不堪了 但是这些人的脸上看到的只有平静 没有一丝世俗的烦躁 拉萨 古称惹萨 相传公元七世纪 唐朝文成公主驾到土藩 这里还是一片荒草沙滩 后来为了建造大昭寺和小昭寺 用山羊悲土填堂 寺庙建好之后 传教的僧人和前来朝佛的人逐渐增多 围绕在大昭寺的周围 便先后建立起不少的旅馆和居民的房屋 形成了以大昭寺为中心的旧城区的雏形 同时 松赞干部又在红山扩建宫市 也就是今天的布达拉宫 于是拉萨河谷平原上宫殿是陆续兴起 先和中外的高原名城从此就形成了 惹萨也逐渐变成了人们心中的圣地 成为了当时西藏的宗教 政治经济还有文化的中心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 拉萨是由布达拉宫 大昭寺 色拉寺 折磅寺 以及拉萨河构成的 但是西藏人认为 只有到了大昭寺和八阔街 才算是到了真正的拉萨 庄瑞快来看 这东西好漂亮啊 热闹的八阔街中 庄瑞手里大袋小袋拎了十几个 脖子上挂着五彩的哈达结 夹克衣服里还有一只毛茸茸的小脑袋向外探着 却是那只小白痴 庄瑞困难的向秦宣兵几个女孩的方向挤了过去 不过在这里也没有多少人关注的 都是从天南地北来的游客 对于这样的场景 他们早就习以为常了 只是秦宣兵几个女孩的量力吸引了不少游客们的眼球 还要卖啊 我说姑奶奶们 咱今天买的东西可真是不少了 你们不会是想把这整条街都搬回去吧 庄瑞挤到几个女孩站立的摊位之前 一脸苦笑的说着 早上三个女孩决定来逛街 刘川要照看她那两只宝贝藏鸥 周瑞呢 对逛街是没有一丁点的兴趣 而百孟安到了拉萨之后居然产生了高原反应 也是躺在酒店的客房里吸氧 不用问 庄瑞自然就被抓了壮丁 原本 庄瑞是想把白师留在酒店的 可这小家伙看到庄瑞要离开 死死的咬住庄瑞的裤脚就是不松口 无奈之下 庄瑞穿了刘川的那件夹客 把白师也戴上了 他自己的那件夹客衣服 早在和狼裙搏纱的时候被撕得破烂不堪了 八阔街是拉萨保存完好的旧城区 也是西藏著名的转京道和拉萨的旅行商业中心 由于手工打磨的石块铺成的街道虽不是很宽 却是拉萨每天游客流量最大的地方 这里店铺林立 流动的摊位超过了上千家 临街的房子几乎都是商店 经营着大小各异的转京桶 藏袍藏刀 生动质朴的宗教器具等各式日用品 由于庄瑞他们所住的酒店就紧挨在这 所以一大早就被秦宣兵等人给拖了出来 这都整整逛了四个时辰了 这几个女孩依然是由幸未减 兴高采烈的扫荡着每一个经过的摊位 而庄瑞呢也变成了一个活的购物车 像是木偶一般被拉扯了一整个上午 不过庄瑞也是有所收获的 他买了不少西藏的药材 像灵芝 藏红花 冬虫草 藏羚羊角 雪莲花等等等等 还有一些据说是喇嘛藏衣秘方的配置 加工炮制出来的各式神奇的富士藏药 虽然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但是带回去孝敬老人总是没错了 这也是在他出酒店之前刘川反复交代的 秦宣冰把刚买的几件女士藏装搭在了庄瑞的肩膀上 又和百孟瑶还有雷雷钻进了人群里 继续他们的淘宝大业了 庄瑞真是无法想象啊 半个月前还是冷若冰霜的秦宣冰 现在居然会变成这个样子 看他用带着粤语枪的普通话问答 与小贩讲价的模样 庄瑞都忍不住要怀疑 他是不是换了一个人 不过这个样子的秦宣冰 让庄瑞觉得很亲切 有一种朋友的感觉 经过这些天的相处 庄瑞发现秦宣冰的心地还是很善良的 这几天庄瑞也经常和他开玩笑 如果放在之前 那庄瑞对他绝对是敬而远之 虽然嘴上叫苦 但是对于给这几位女士做苦力 庄瑞还是心甘情愿的 毕竟这里来来往往的人里鱼龙混杂 自己这边要不跟着个男人 还真是放心不下 而且这里的物件显然都是现代工艺品 没什么老东西 庄瑞也懒得用眼中的灵气去分辨 倒是享受了一把购物之乐 你们讲不讲道理啊 这个东西是我们先看中的 凭什么卖给他们呢 难道我们出不起价吗 庄瑞听得是真真切切 这个充满了愤慨的声音 正是出自雷雷之口 估计是买东西的时候和人吵了起来 当下他也顾不上自己把玩的那把葬刀了 就像发出声音的方向挤了过去 让一让让一让 怎么回事雷雷先别生气慢慢说 庄瑞好容易挤到那个已经被围了几圈的摊位之前 看到雷雷正指着摊主的鼻子就大声责问了 庄瑞你来的正好 你说说是不是他们不讲理 雷雷一把抓住了庄瑞让他来评理 大小姐你也先说说是怎么回事啊 我什么都不知道呢 庄瑞看着雷雷无奈的说着 他和刘川倒真是一对啊 做事说话都有点稀里糊涂的 是这样的 我们看中了那张糖卡 摊主开始的时候说要卖五百块钱 我们答应了 可是后来他又反悔了 要卖八百 我们也答应了 让人生气的是 我们已经讲好了价格 这个人过来出价一千 摊主就要把东西卖给那个人 这样做生意是不是太不讲信誉了 秦宣兵在一旁给庄瑞讲这事情的经过 向来都是很淡定的他 此时也是一脸的愤怒 这位小姐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我卖东西别人给的价格高 我当然要卖给别人了 你要是想要你出的价比他高 我也会卖给你们 难道我有钱不赚吗 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这个摊主没等庄瑞说话 就自己分辨起来 围观的人群里也有人大声赞同 雷雷听到了这个话 更是脸色发白 正要说话 站在雷雷对面的一个中年人 连带不屑的说着 买不起就别买 这还不够丢人的 这句话可把雷雷给气着了 他虽然身家不如秦宣兵 但是此次来内地考察 百十来万 这还是没问题的 当下就说 我出一千二 看谁买不起 我出一千五 这个唐卡 我要定了 两千 雷雷不甘示弱的大声喊着 他此时已经不去考虑这个唐卡真正的价格了 俗话说 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 雷雷本来脾气就挺火爆的 更何况被当众挤兑 这口气他可是咽不下去呀 对 我们出两千 没钱就不要充大款 百孟瑶不知道从哪听到大款二字 也在旁边跟着起哄 几千块钱对于这几个女孩来说 真不算什么 我出两千五 你们不要有几个臭钱就出来显摆 比阔气 你们差得远呢 中年人稍微迟疑了一下 又喊出了一个价 挑衅的看着雷雷几个人 满脸不屑的表情啊 庄睿开始也挺气愤的 不过他始终感觉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又说不上来是怎么回事 在雷雷和那中年人抬架的时候 庄睿后退了一步 几乎就缩回到人群里 开始观察起来 这一看庄睿心里就明白了 这演的是一出双簧啊 别看这个中年人是一副汉族人的打本 普通话说的也是很标准的 像是一个外来的游客 但他的脸上是淡淡的草原红 这显示出他一定是在西藏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而就在他每次抬架之前 都要偷眼去看那个摊主 在看到摊主微微点头的时候 才又开出价格 并且以语言相机雷雷等人 不能不说他做得很成功啊 最起码雷雷这会儿已经是火冒三丈了 这手法虽然很拙劣 但却非常实用 估计是刚才他们看到雷雷几个人大肆购物 连价都没讲 这才起了这个主意 恰恰这几个女人都还没逛过这种集市 也不会讲价还价 一来二去就落入这套子里了 可能是秦宣兵和雷雷包括百孟瑶 在商场里打拼或许还有几分警醒 但是这种环境里被人言语一挤兑 围观的人再那么一笑话 心中就失去了冷静 要是刘川在这儿 恐怕一眼就会识破这个局了 我出四千 老爸别和这几个小丫头讲了 钱在这儿你快把东西给我包起来 此时的价格已经被抬到了四千块 并且那个中年人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碟人民币 在手心里就这么拍着 催促那个摊主把堂卡给他收起来 我 雷雷 君子不夺人所好 这东西咱不要了 雷雷刚说了一个我字 剩下的话还没说出来呢 就被庄瑞给打断了 看到庄瑞对他挤了几眼睛 雷雷愣了一下 没有再继续喊 他只是气过头了 却不是没有脑子 听到庄瑞这么一说 他也有点回味过来了 这几个女人是何等聪明啊 被庄瑞这么一点 在结合刚才所发生的那一幕 立即就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当下百孟瑶也不生气了 笑嘻嘻地说 这位大叔你好有钱啊 我们不和你争了 那这东西你就买了吧 此话一出 中年人和那摊主就傻眼了 这明摆着主叔的鸭子飞走了 而罪亏祸首 自然是横插一杠子的庄瑞了 小子 你刚才说那话 意思是说我是小人了 双簧被人拆穿了 中年人的脸上挂不住了 几千块钱的买卖 愣让是庄瑞给搅黄了 更是让他恨之入骨 当下也不提买唐卡的事了 冲着庄瑞就发起了责难 行了 这位大叔 有些事说明白了不就没意思了吗 您继续摆您的摊 我们继续买我们的东西 白白了您 庄瑞懒得和这些地头蛇打交道 没好气的回了一句 就转身招呼雷雷等人回了酒店 这会儿都已经是大中午了 别说自己肚子饿了 就是小白师这会儿也是无精打采的 老是在怀里用爪子挠自己 老子 你话不说清楚别想走 中年人一把拉住了庄瑞的胳膊 恰好是庄瑞受伤的左臂 庄瑞疼得就咧了一下嘴 右手一扬 把这中年人的手就打开了 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更多精彩请您下载喜马拉雅手机APP 关注小说的更新 本节目24小时之内点赞数量超过一 明天加更一集 欢迎您的收听 典当行的小职员庄瑞 因为一次意外 眼睛发生了异变 眼声双瞳 从此开启了他的财富人生 美轮美奂的陶瓷 鼓着大方的青铜器 惊心动魄的笃石 接踵而来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郭以达为您演播的 长篇都市幻想小说 黄金铜 作者打演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四十八集 正在播出 此时的庄瑞也火了 自己演戏演砸了 居然还敢不依不饶的 当下就转过身 眼睛一瞪 你想怎么样 要不然咱去派出所评评理 汉人打人了 汉人打人了 那个摊主 愣不防的就喊了起来 而原本就挤在人群之中帮闲的几个同伙 也纷纷冒了出来 把庄瑞给围住了 让他们赔钱 说好的买东西不买了 不要让他们走 那个摊主此时是上蹿下跳的 围观的人 虽然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但是大多数都是外地来的游客 谁都不想招惹是非 一时间只听到这摊主一个人的声音 赔钱 赔你奶奶 打人是吧 我还就打你了 庄瑞的性子从来都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但你要是惹急了他 他出手也是向来没有分寸的 刚才就被那中年人拉扯了一下伤口 现在又看到这摊主如此的嚣张 他再也忍不住了 当下跳起来 搁着摊位对着那摊主就是一脚啊 那摊主的声音倒是挺洪亮的 只是个头有点矮 还不到一米七 被一米八多这庄瑞 一脚就踹的向后飞了出去 为止庄瑞那几个人都愣了 他们没想到面前这个看似文静 还戴着一个眼镜的年轻人 脾气居然是如此的火爆啊 原本是想讹诈几个钱财的 现在看来确实不好收场喽 愣着干什么 给我打 挨个子摊主挨了庄瑞这一脚 半天才爬起来 看到自己那几个帮闲的围住庄瑞却不动手 当下就火了 一边叫喊着一边冲了过来 这个人也是一个青皮 顺手从自己摊位上摸起了一把脏刀 拔出来就对着庄瑞砍了过去 庄瑞被那几个人围着 身后又是一群人 想退都没地方退啊 眼看着这一刀就要披在自己身上 一双碗是老捡的大手 一下就伸了出来 牢牢的抓住了那个摊主的手腕 这个摊主平常在市场里也是横行霸刀惯了 大多数的游客出门不想招惹麻烦 被宰了往往也是忍气吞声 也是灌出了他的毛病 眼看就要看到庄瑞身上的刀被人托住 立刻对来人是破口大骂 只是这话刚出口 看到来人身上的服饰 马上就将后半具咽回了肚子 兴兴的把葬刀就收了起来 庄瑞看到出现在自己面前的 是一位身材高大的红衣喇嘛 看到这个喇嘛出现 开始还在起哄的几个人 都偷偷的溜到人群里了 是大招四隔骨喇嘛来了 这些人不敢嚣张了 哼就该指使他们 围观的人群里有认识这个喇嘛的 纷纷就张口议论起来 脸上都显示出了尊敬的神色 而那个贪主也老老实实的站在一边 不敢说话了 转经到重地 不得闹事 你们不知道吗 隔骨喇嘛 又称之为铁杖喇嘛 是寺庙里专管刑罚的 一向都以铁面无私而著称 虽然现在的社会里有派出所执法 但是对于这些藏民来说 喇嘛在西藏的地位 依然是至高无上的 这位隔骨喇嘛一开口 四周是鸦雀无声 没有人再敢议论了 这位上师 是他先欺骗我们购买东西 然后又持刀威胁商人 我可以用活佛的名义启示 我说的都是真的 庄瑞指着那个贪主 对面前的大喇嘛说着 他知道 不管任何事情 一旦涉及到宗教 如果不妥善处理 那会很麻烦的 哦 隔骨喇嘛听到了庄瑞的话 已经信了几分 刚才要不是他及时出手 面前这个年轻人 已经被砍伤了 再者他看到庄瑞怀里的白狮 西藏人都喜欢狗 并且把他们作为家里的一员 喇嘛也不例外 在许多喇嘛庙里也养着藏傲 看到了白狮 隔骨对庄瑞的话又加信了几分 看到越为越多的人 已经挡住了转经的道路 隔骨喇嘛皱起了眉头 对着庄瑞和那个贪主说 你们跟我回大招四 把事情说清楚 隔骨喇嘛说完之后 就顺着转经道向前走 他是根本不怕这俩人不跟来 轩冰雷雷瑶瑶 你们先回酒店 我跟上师走一趟 正好我想去大招四参观一下 这下连门票都省了 庄瑞把身上挂着的大小许多袋子 交给了几个女孩 他们几个人跟着也没用 倒不如回酒店去通知刘川等人 想必对西藏非常熟悉的庄瑞 会有办法的 话说回来 自己也没做错什么 怕什么呀 秦宣兵几个女孩虽然年轻 也都是见过大世面的 秦宣兵的家族里 甚至供养着西藏的活佛 知道他们都是一心向善 不会为难庄瑞的 只不过他们也没回酒店 而是拿出电话打给了刘川 庄瑞跟在格谷喇嘛身后 置身于一群藏传佛教信徒的中间 看到他们口中吟诵着经文 顺时针的在传经道中走着 虽然听不懂他们的经文 不过庄瑞还是感觉到了 一丝宁静祥和的气氛 你跟我来 走到传经道的尽头 格谷喇嘛向庄瑞招了招手 也没去管那个还在收拾摊子的藏民摊主 带着庄瑞从一个侧门进入到了大昭寺 西藏最著名的佛教建筑 应该就是布达拉宫了 那是当年文成公主入藏为公主建的宫室 当时的藏王松赞干部 迎娶尼布尔的尺尊公主和唐朝的文成公主时 两位公主分别带去了 释迦牟尼八岁的等身像和释迦牟尼十二岁的等身像 以及大量的佛经 松赞干部在两位公主的影响下 皈依了佛教 并修建了今日的大昭寺和小昭寺 原本庄瑞是想先去布达拉宫游览 没想到被小贩这么一折腾 居然就先到了大昭寺 而且还免去了几十块的门票去 藏族人民有先有大昭寺 后有拉萨城之说 大昭寺在拉萨市具有中心的地位 不仅是地理位置上也是社会生活层面上的 对于大昭寺还流传了许多美丽的传说 相传建造大昭寺时几次均遭水淹 文成公主解释说 整个青藏高原是一个俯卧的罗刹女 所以文成公主说大昭寺必须填湖剑寺 首先把魔女的心脏给填住 然后文成公主还同时推建了另外十二个小寺院在边远地区 镇住魔女的四肢和各个关节 共建了十三座寺院 按照文成公主所选的位置 剑寺首先要填湖 当时主要的运输工具是依靠山羊背着装着沙子和土的袋子 就这样把整个湖泊给填平了 给大昭寺奠定了基础 今天的拉萨这两个字就是从大昭寺演变而来的 环大昭寺内中心的释迦牟尼佛殿一圈称为囊括 环大昭寺外墙一圈称为八括 大昭寺外辐射出的街道叫八括街 即庄瑞等人购物的八角街 以大昭寺为中心 将布达拉宫 耀王山 小昭寺 包括近来的一大圈称为灵阔 这从内到外的三个环形 便是藏民们转经一世的路线 庄瑞看到在大昭寺外 还有许多顺时针绕着大昭寺颗长头的前程藏民 抠送六字真言 双手合十高举过头 向前一步 双手保持合十 移至额头的前方 再走一步 双手继续合十移至胸前 跨出第三步 膝盖着地 而后全身伏地 掌心向下 双手伸直向前滑地 额头轻扣地面 起身之后 周而复始 这些虔诚的藏民 双手和膝盖都带着护具 满脸的风霜 风尘仆仆 身子扑伏于地 掌心向前滑地的时候 发出沙沙的声响 靠着坚强的信念 用身体丈量土地 三步一拜 缓缓绕行 即使只是顺时针地绕着大昭寺走一圈 这些人 就是庄贵前来拉萨路上见到的藏民信徒 远在各地的藏民信徒 沿途跋山涉水 参风露宿 一路长磕头 可能得花上数年时间 才能抵达心中的圣地 遇到要涉水的时候 会在河岸边磕满河宽的距离 在涉法过河 而在大昭寺的旁边 也有一群在原地磕长头的藏民 虽然他们并不需要步行 但是每个人都认为 最少要磕满一万次 才能表达前程 看到转经的藏民 都已经涌进了大昭寺 格古喇嘛对着庄瑞招招手 从大昭寺正门旁边的一个小门里 率先走进了大昭寺里 庄瑞也很坦然 自己并没做什么坏事 虽然是先动手打人吧 但是佛家也宣扬诚恶扬善 想必这些喇嘛 不会把自己怎么样 看见庄瑞 是跟格古喇嘛一起来的 看门的喇嘛 冲着庄瑞双手合十 微笑一下 就把它放进去了 这里是格西的产生地 格西就是你们汉人中博士的意思 走进了大昭寺 庄瑞就看到一处天井式的院落 而格古喇嘛 显然没把它当作恶徒看待 还给他解释这个院落的来历 在院落东侧 有树排的苏油灯 即便是在白天 这些苏油灯依然是长鸣不灭 估计是专门有人负责添加苏油 苏油灯后面 就是大昭寺的主殿正门了 大昭寺最早的建筑 都是从这个门开始的 外面院子都是后来修建 扩充的 这个主殿才是1400多年前的建筑 由于多年来信徒的摩擦 门口的石头板 已经是光亮如镜了 庄瑞看到 刚才经过转经道的信徒们 不断从这里是进进出出 或慢或快的 又回到了大昭寺著名的转经道 周而复始的一圈一圈的转着 无论男女老幼 都是一脸的虔诚和凝重 这一刻是自然而和谐的 进入大殿之后 庄瑞首先看到的就是左右两尊巨大的佛像 左侧为弘教创始人密宗大师莲花生 右侧是未来佛 大殿通道的入口 右侧是关于大昭寺剑寺故事的壁画 壁画生动形象的 绘出了公元七世纪时早期布达拉宫的样子 以及当年田湖见大昭寺的情景 格谷喇嘛似乎很有威望 路过他身边的几个喇嘛和游人 都微微向他弯腰问好 在庄瑞进入正殿之后 格谷喇嘛对庄瑞说 年轻人你可以在这里参观一下 要顺着那些人走动的方向走 不要乱闯 格谷好像还有什么事 交代了庄瑞一声就走掉了 似乎是已经忘了把他带到这儿的初衷了 根本没有询问起在市场里所发生的纠纷 大殿里有许多绘制的栩栩如生的木雕壁画 庄瑞眼神看到这些木雕之后 心里微微动了一下 脚下连行几步靠近了墙壁 宁神将眼中已经很稀薄的灵气 对着那个木雕的画面释放出去 怎么会这样 就在眼里的灵气穿透了木雕画面之时 庄瑞马上就感到这些木雕画面里 蕴藏了大量的灵气 就算是眼中灵气最饱满的时候与之相比 恐怕也不过是沧海里的一滴水罢了 但是让庄瑞吃惊并且深感无奈的是 自己虽然可以感受到这些灵气的存在 只是却没有办法吸收得到 这种情况庄瑞还是第一次遇到 那些壁画里的灵气 是庄瑞产生了一种错觉 似乎自己的灵气是水 而刻木壁画里的灵气是油 水和油虽然都可以在一个容器里并存 但却没有办法相互融合 难道是我眼里的灵气数量过于稀少 没办法融合壁画里的灵气 庄瑞收回了眼中的灵气 看着面前的壁画思考了起来 他眼中的灵气虽然这几天频频使用 数量稀少了很多 但是依然可以透视到木头一公分左右的深度 与之前相比并没有什么区别 可是在以前无往不利的灵气 现在却无法吸收到这壁画中的一丝气息 这让庄瑞在诧异之中深深的感觉到了失望 这就像是进入了宝山 却发现自己没办法从里面带走一件东西 那种感觉是会让人发狂的 庄瑞不死心的又尝试了一次 依然是无功而返 郁闷的他呀 几乎要大声叫喊出来 一向冷静的庄瑞 此时都恨不得扑上去 砸烂这些壁画 将里面的灵气给释放出来 就在庄瑞的心里像被猫抓一样难受的时候 他怀里的小白狮呜呜的叫了起来 小爪子拼命的在抓着庄瑞的衣服 似乎要下到地上来 庄瑞有些奇怪了 这小东西在自己的怀里从来都是很温顺的 今天怎么这么烦躁呢 庄瑞此时的脑子里全是对壁画中灵气的渴望 也顾不上这小家伙了 当下也没细想就把白狮放在了地上 小白狮走路已经很稳当了 下到地上之后 立即就向大殿拐角的另一处楼梯跑了过去 只是他个头太小 说什么也爬不上去 急着在那是呜呜直叫 搞得本来有些烦躁的庄瑞 这会儿更是心烦意乱 或许是我和这些灵气无缘吧 庄瑞在心里暗叹一声 却是丝毫没有办法 俗话说眼不见心不烦 在想不出任何办法的情况下 他就准备离开了 四周打亮了一下 庄瑞发现那个小东西居然爬到了比他身高要高出许多的楼梯上 只是这个木制的楼梯足足有二十多阶啊 小白狮现在只是爬上了第一阶 却是正上不得下不得 毛茸茸茸的身体在那宽大的楼梯上是来回走动 一个劲的冲着庄瑞的方向叫唤 小家伙的举动也让许多游客和信徒们都注意了过来 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更多精彩 请您下载喜马拉雅手机APP 关注小说的更新 本节目二十四小时之内点赞数量超过一百 明天加更一击 欢迎您的收听 典当行的小职员庄瑞 因为一次意外 眼睛发生了异变 眼声双瞳 从此开启了他的财富人生 美轮美奂的陶瓷 鼓着大方的青铜器 惊心动魄的笃石 接踵而来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郭以达为您演播的 长篇都市幻想小说 黄金铜 作者打眼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四十九集 正在播出 看到这小家伙做怪的样子 庄瑞心中的烦门 也被冲淡了一些 这小东西很是善解人意 这几天拉屎拉尿 从来都不让庄瑞烦心 而是自己跑到刘川 准备好的地方去解决 再加上其可爱的外表 可是将秦宣兵等人羡慕的不行啊 只是这小白狮 除了庄瑞之外 不让任何人接触 就连秦宣兵也是在庄瑞的强烈命令之下 才能抱着逗着玩一会儿 摇了摇头 庄瑞走了过去 他以为这小东西可能是肚子饿了 弯下身子将小白狮抱了起来 眼睛无意间一瞥 不由的就吃了一惊 因为庄瑞发现 这木制的楼梯材料 居然是坛木的 虽然不是那种罕见的小夜坛 但是这一排排楼梯用料之多 也是弥足珍贵了 庄瑞伸出了手 在楼梯的表面敲了一下 这里面居然传出了金属敲击的声音 心中就不由对这楼梯上面产生了一丝兴趣 看了看怀里还在撕扯自己衣服的小白狮 庄瑞稍稍犹豫了一日 格谷喇嘛临走的时候 叮嘱他不要乱闯 这上面会不会是大招似的禁地啊 庄瑞也不得而知 他站在这里半天了 没有见到一个游客上去 但是来来往往的喇嘛 也没有一个人过来阻止或者是询问他 终究是对未知的好奇占了上风啊 庄瑞抱起了小白狮 手中扶着刻满了精细花纹的楼梯扶手 就缓步向上 上了楼庄瑞才发现 这二楼原来也是对游客开放的 只是上面的人数很少 倒是有不少的喇嘛 在里面是忙忙碌碌的 从二楼的露天回廊上 可以看到下面转经的人群 听着佛音缠歌 庄瑞心里头感觉到异常的宁静 由于无法吸收灵气而产生的烦躁 也消除了不少 庄瑞正沉浸在这佛音之中 接下来来了一群游客 应该是一个旅游团 统一戴着帽子 手里挥舞着五彩小旗 这叽叽喳喳的声音 顿时就把庄瑞给惊醒了 而这时他也听到自己的肚子里 传来了咕噜咕噜的声音 看了一下时间 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 庄瑞的肚子也饿了 看来今天这事也就是不了了之 他抱着小白狮准备下楼离开大昭寺 想必这会秦宣兵和刘川他们 也应该是着急了 就在庄瑞走回到刚才那个楼梯口 怀里的小白狮突然跳到地上 向回廊的劲头跑 好像那里有什么美食在吸引他 庄瑞在后面的喊声 都被这小家伙给忽视掉了 无奈之下 庄瑞只能跟在他后面追了上去 现在他可是舍不得这小家伙 每天在车里的欢笑 大多都是这小家伙带出来的 庄瑞也不是第一次养宠物 但是对于小白狮的感情 却是极为特殊的 别的不说 就说他的性命都是庄瑞救回来的 而这小家伙平时对庄瑞的依赖 也使得庄瑞对他是喜爱有加 虽然出生还不到一个月 这小东西跑起来的速度倒是不慢 加上二楼的回廊众多 要不是小家伙是不是停下来看向庄瑞 恐怕庄瑞此时就跟丢了 小东西跑到一处门前 停下来用小爪子扒着那个门 不过那沉厚的木门 显然不是他能推开的 小东西倒算是灵力 在门前使了半天劲 跑回到庄瑞脚边 咬着庄瑞的裤脚 向那道门的方向拉了过去 你这小东西 你要是再乱跑 我就不要你了 庄瑞弯下腰 把小白石抱了起来 对着他的脑门敲了一下 小家伙伸出舌头 舔了舔庄瑞的手 紧接着就扭过头 对着那道厚重的红色木门 呜呜的叫着 庄瑞的心里有些奇怪啊 平时只要自己的一个眼神 这小家伙就会凑到自己身边了 今天却是接连不听自己的话 看来这门的后面 想必是有什么古怪的地方吧 虽然从小长在红旗下 庄瑞并不信什么鬼神之说 也没有什么信仰 但是自从那次眼睛受伤 并且出现灵气之后 庄瑞对这个世界就多出了一丝敬畏 不了解的东西并不代表它不存在 这世上无法解释的现象有很多 就像庄瑞眼里的灵气 这也是科学无法解释的 而佛教也是其中之一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 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 自从汉代传入到中国 在其后的历朝历代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许多朝代的皇帝 甚至将佛教立为国教 中国佛教出现过许多派别 主要有八宗 就是通常所说的姓 相 台 贤 禅 禁 密 八大宗派 在解放以后 国内更是成立了佛学院 使之教义得到了很好的延续 只是近年来 在内地的一些地方 像是少林寺那些名气很大的寺庙 往往更注重入室修行 于社会接轨 这也让许多人 对佛教产生了一些认识上的偏差 谈到和尚的时候 再也没有往昔古人的那般尊敬了 但是藏传佛教 却是与中原所传的佛教不同 他们是八世纪的中叶 直接从印度传入西藏地区 十世纪的后半叶 藏传佛教正式形成 此后的三百多年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教派 大多人信奉的都是佛教八宗里的密宗 藏传佛教大多讲究苦修 传承各异 仪轨复杂 相设繁多 是藏传佛教有别于 汉地佛教的一个显著特点 历史上 藏传佛教的多数派别 都和一定的政治势力结合在一块 形成了正教合一的制度 教依正而行 正持教而立 彼此相依 虽然在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时 废除了这一制度 但是西藏民众几乎是全民信教 这也让西藏这方土地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在庄瑞没来到西藏之前 就是多有听闻 像活佛转世之类 在一些人的心里是认为不可能的 但是在这里却人人都十分的信服 由于先前在楼下无法吸收壁画中的灵气 庄瑞的心里对这里也是有些打鼓啊 生怕自己乱闯 触犯了一些禁忌 有心想找个人问问这是什么地方 可是环顾四周 就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 连个喇嘛都看不见 看着脚边还在不停拉扯自己裤脚的小东西 庄瑞心想却看看也没什么 再说了 狗通灵性 这小家伙也不会害怕自己吧 庄瑞一边在心里盘算着 一边走到门前 伸手向那刀看起来很厚重的红木门就推去了 看似笨重的木门很灵活 只是轻轻一推就把它推开了 一个大约三十多平方 木质结构的房间出现在了庄瑞的面前 地上的小家伙在木门打开的时候就已经窜了进去 而庄瑞就在木门开启的那一刻 眼中的灵气突然变得活泼了 就像是贪吃的孩子遇到了美食一样 躁动不已 在庄瑞的眼睛里快速的流动着 似乎随时都会溢出来 庄瑞的心中有些忐忑 他不知道这个木屋是什么地方 也不知道眼中的灵气突如其来的变化是好是坏 只是已经来到这小家伙又不肯出来 无论如何自己都得进去 深吸了一口气 庄瑞跨进了房间 让他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当庄瑞的身体刚刚进入到房间之时 他就清晰的感应到 在木屋中的每一个空间里都存在着大量的灵气 就像是空气一般无所不在 而他眼中灵气转动的速度更加的快了 并且每次围绕着眼睛转动一圈 庄瑞都能感觉到从这个房间里 有一丝极其微弱的灵气融入了进去 虽然融入到庄瑞眼里的灵气对于这个空间而言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对于庄瑞来说 那滋味不亚于是引用了穷浆玉叶一般的 全身的毛孔炸开 舒服的他几乎要呻吟出来了 而且这种快感是无休止的 随着眼中灵气的流动 丝丝肉眼看不到的灵气也不停的融入到庄瑞的眼睛里 以前呢 庄瑞听人说过 吸毒的人会感觉到一种飘飘欲鲜 庄瑞没吸过毒 但是他绝对相信 就算是吸毒的人也感觉不到他现在心中的倡议 这种快感不仅是肉体上的也是精神上的 此时庄瑞的大脑之中已经没有了思维存在 俗世间的一切似乎都已经和他没有关系了 他只是单纯的沉浸在这无法严肃的快感之中 此时要是有外人进到这个房间就会发现 一个年轻人正傻傻的呆立在那 双目无神 似乎失去了理智 只剩下一具空壳 而原本最先进入房间的小白狮此刻也消失不见了 那个小家伙把庄瑞引到这个房间之后 就从房间另一端一个虚眼的门钻了进去 在那道门的后面 又是一个长长的回廊 好像有什么声音在召唤小白狮一般 他直接跑到回廊的尽头 用爪子抓挠着眼前的一道门 似乎门内的人听到了声音 将门打开了 站在门口的是一个年轻的喇嘛 看到小白狮之后 他惊奇的对身后说了一句话 小白狮却没有搭理门前的小喇嘛 而是直接跑到房间里 这个房间不大 只有二十多平方 里面摆放了一张床一张书桌 在床的周围满满当当的全都是书架 将整个房间围成了一圈 上面也摆满了书籍 大多都是一些现状书 颜色古旧略显发黄 房间中有一股淡淡的檀香味 屋里的光线非常暗淡 在那张床上半握着一个年老的喇嘛 很难从外表上看出这个老喇嘛的年纪 因为他脸上的皮肤已经变得有些皱巴巴的 并且布满了老人般 但是那双眼睛却非常的明亮 居然有一丝儿童般的纯真 如果只是眼睛的话 恐怕很多人都会认为这是一个小孩子 老喇嘛的头发略微有些凌乱 身材消瘦面目苍老 气色并不是很好 只是在看到跑进房间的小白狮之后 眼睛闪过了一丝光芒 双手用力从床上坐了起来 开门的小喇嘛见到老人坐了起来 连忙上前搀扶 嘴里欠说 朱古略您的身体不太好 还是躺下吧 要是有信徒看到这一幕 肯定会对这个老人跪拜下去 很难让人相信 这个老喇嘛居然就是大昭寺仅存的两位转世活佛之一 要知道 在西藏现存的活佛有一千多人 但是历经过转世延续下来的活佛却只有二十多位 这二十多个活佛都是受到万民敬仰 有大智慧的人 门事儿 大雪山山的小朋友来了 我要亲自招待 活佛拜了白手 在小喇嘛的搀扶下穿上鞋子 坐到了书桌的前面 天色逐渐的暗淡了 落日的夕阳散落在大昭寺内 散发出一股诱人的金色 金色的寺庙 金色的转经轮 就连游客们身上都呈现出让人迷醉的金色光彩 给整个大昭寺平添了一分光明神圣的气息 人是你们带来的 到现在已经过去五个多小时了 不找你们要人 我们找谁要啊 一个大嗓门在大昭寺的管理处的一个房间想了起来 说话的人正是刘川 周瑞百孟安还有秦宣兵他们几个女人 此刻都在这个房间里 而大昭寺方面 除了带庄瑞进来的格谷喇嘛之外 另外还有几个小喇嘛和一个政府的工作人员 正在给几个人解释 我当时是怕他受到报复 才带他进大昭寺的 至于他后来去了什么地方 我并不知道 格谷喇嘛操着生硬的普通话说着 他在八阔街的时候 就知道那个藏民是在欺骗顾客 这样的事情也不是第一次了 只是后来他看到摊主动了刀子 生怕庄瑞吃亏 这才把他带进大昭寺 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格谷并没有询问庄瑞什么 就这么离开了 可是格谷也没想到啊 庄瑞居然在大昭寺里离奇的失踪了 而且他的朋友们也找寻上门来要人了 其实刘春他们在庄瑞进入到大昭寺之后 不到一个小时就赶过来了 并且在第一时间询问了看门的喇嘛 知道是格谷喇嘛带了一个人进了大昭寺 只是找到格谷喇嘛之后啊 这才知道庄瑞已经一个人离开了 当时他们也没怎么在意 以为庄瑞是跟着那些游客去玩了 但是等了几个小时 这才发现不对 进出大昭寺的游客都已经换了好几波了 也没看到庄瑞出来 这下刘春他们可急了 又找到了格谷喇嘛 四处派人在寺庙里寻找 都没有发现庄瑞的踪迹 要不是失踪四十八小时才能立案 刘春这会指不定就到派出所去报案了 他们曾经怀疑是那摊主要报复庄瑞 把人给劫持走了 不过后来在大昭寺里见到了那个摊主 那人却在佛前叩头谢罪 正在忏悔自己的过错呢 庄瑞失踪的事显然是跟他没什么关系 都怪我 当时要给他拿一个手机就好了 怎么就没想到呢 秦宣兵有些自责的说着 那会儿他们三个女孩都带着手机 不过当时庄瑞走得匆忙 也都没有想到给庄瑞随身带上一个 而秦宣兵前几天送庄瑞的那个手机 却一直没有办卡 现在还不能用 大家不用担心 可能是庄瑞已经回酒店了吧 我们在这里再等一会儿 要是庙里的喇嘛再找不到庄瑞 咱们就回酒店去看看 百孟安出言来安慰秦宣兵 虽然看到秦宣兵为庄瑞着急的样子 心里他微微有些醋意 不过他与庄瑞这些天下来相处的也是不错的 倒是没有那种幸灾乐祸的想法 听着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更多精彩请您下载喜马拉雅手机APP 关注小说的更新 本节目24小时之内点赞数量超过100 明天加更一击 欢迎您的收听 点当行的小职员庄瑞 因为一次意外 眼睛发生了异变 眼生双瞳 从此开启了他的财富人生 美轮美奂的陶瓷 鼓着大方的青铜器 惊心动魄的笃石 接踵而来 听着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郭以达为您演播的 长篇都市幻想小说 黄金铜 作者打眼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五十集 正在播出 咱们两点不到就来庙里了 一直就守在这 庄瑞要是出去了 肯定可以看到的 他应该还在寺庙里 一直没出生的周瑞 开口说了 他们现在就在大昭寺的入口 进进出出的人 都得经过这里 再加上几个人有心 如果庄瑞从这出去 就算是庄瑞看不到 他们也绝对会看到庄瑞的 大昭寺有好几个出口 从侧门也是可以出去的 哥谷喇嘛开口说了 他本是好心 却没想到发生了这样的事 身为大昭寺的铁杖喇嘛 他心里很不舒服 早就派出去许多的小喇嘛 去寺庙的各个景点去寻找了 有人在庙里失踪 对于大昭寺而言 传出去恐怕这名声不太好 所以这会喇嘛们 都在寻找着一个叫庄瑞的游客 而此时天色渐晚 游客们大多都已经离开了大昭寺 但是这些喇嘛 在各个大殿景点找了半天 还是徒劳无功 没有发现庄瑞的踪迹 庄瑞所处的那个房间 只有靠近一楼回廊的地方 有一个窗户 其余都是封闭的 在房间四周的墙壁上挂满了堂卡 这些堂卡有的是以绸纹为地 用树色之丝为尾 尖措提花而制造的 粘贴在织物上的 有的是用各色彩段 剪裁成各种人物和图形 最为珍贵的一幅堂卡 是在一幅织物堂卡 五彩缤纷的花纹上 把珠玉宝石用金丝履于其间 珠连闭合金彩辉映 显得是格外的灿烂夺目 这些堂卡上面的图案 有表现施加牟尼生平 及前世各种故事的本生图和佛传 有松赞干部藏王像 有文成公主 金成公主 尺尊公主等后妃像 大多都是一些人物肖像 制作的是唯妙唯肖 窗外的夕阳映照在房间里 将这个房间映上了一层金光 墙壁上的画面里的人物 似乎都活过来了 给这个房间平添了一分神秘的色彩 作为施主的庄瑞 踏入房间之后 根本就没来得及看清这个屋子 就被带入到那种 虚无缥缈的快感力了 那时的庄瑞 早已经忘了自己身处何地 所谓何事了 他自然是不会想到 外面因为他 已经就闹翻天了 他根本就不知道现在的时间 足足已经在这个房间里 站立了四五个小时 庄瑞没有感到丝毫的疲惫 相反 他的精神状态是前所未有的好 而庄瑞眼中的灵气 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先是橙黄色的灵气 现在已经变成了淡淡的紫金色 庄瑞甚至有种错觉 自己的眼睛已经完全被灵气所替代了 因为他感觉到 本来只是依附在眼眶中的灵气 现在却完全融入到他的眼球之内了 闭上眼睛 细细体会着其中的变化 庄瑞又发现 在自己的眼瞳之中 似乎被那些紫金色的灵气 开辟出了一个小小的空间 丝丝灵气从外面进入到眼球 钻入到那个空间里面游走一圈 返回到眼眶的周围 而在这个过程里 庄瑞感觉那丝丝的灵气 好像都壮大了一分 如果现在有人用数十倍以上的放大镜 去观察庄瑞的眼睛 你就会发现 他眼睛的瞳孔之内隐隐约约的 还有一个小小的瞳孔 大瞳套小瞳环环相扣 当然 这种变化就连庄瑞都不知道 他也不可能让别人拿着放大镜 去观察自己的眼睛啊 感觉已经无法从这个房间里 再吸收到灵气了 庄瑞缓缓睁开了眼 却发现窗外已经是夕阳夕下 激进黄昏了 不由得他吃惊的张大了嘴巴 他明明记得 自己进到这个房间的时候 只不过是正我 正是太阳当头游人如知的时候 庄瑞的意识里 只觉得自己还是刚踏入这个房间没多久 也就是睁眼闭眼的那个功夫吧 却没想到已经过去了一个下午 庄瑞连忙就看向首二处的表 还好这日期没变 否则他就会怀疑自己 是否是像书中所写的 山中一日世上千年呢 突然他想起了小白诗 过了这么久 这小家伙要是跑丢或者被人捉去了 那可就麻烦了 庄瑞微微扭头 待要寻找 却发现自己的脖子 发出咔咔这种关节扭动的声音 想要抬脚 又感觉双腿酸色 差点就摔在了地上 刚才庄瑞沉浸在灵气升级的快感之中 感受不到身体的不适 现在魂魄归位 却是发现自己浑身上像 没有一处舒坦的地方 要知道 就算是在部队里练习静止站立 也不过就一两个小时 那样都算是时间比较长的 像是庄瑞这般四五个小时一动不动 别说站立了 就是坐着不动 恐怕也就只有这大招四里修为高深的大喇嘛们才能做到了 精神极度亢奋 并没有办法消除身上的疲劳 此时的庄瑞就像是一个矛盾体一般 大脑是清明无比 但身体却是极度疲惫 甚至连正常走动都做不到 酸麻的肌肉让他恨不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哎呀 我真够笨的 庄瑞敲了一下自己的脑袋 刚刚补充完的灵气 现在不就正好派上用场了 况且这里似乎也不需要担心灵气的消耗 虽然眼睛里的灵气已经达到了顶点 再也无法从房间里吸收了 但是庄瑞可以感到 这个房间中的灵气依然很充沛 自己所吸收的也不过就是九牛一毛罢了 低下了头 庄瑞先向自己的两条腿看了过去 灵气的运用似乎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并不需要再宁神注视 庄瑞感觉此时眼睛里的灵气就像是自己的手指一般灵活 只要随着心意就可以释放出体外 并且释放出去的数量也不用刻意去控制 庄瑞甚至可以使那丝丝灵气贴附在大腿肌肉的表面而不渗进去 这种掌控随心的感觉让庄瑞是喜不自禁 没有出乎他的意料 当丝丝灵气进入到身体各个关节之后 原先疲惫的感觉是一扫而空 手臂处的伤口也在灵气的作用下是完全愈合了 更让庄瑞惊喜的是 使用了这么多的灵气 只是消耗掉眼中灵气总量的五分之一 而且以前使用灵气的时候 眼睛都会产生一种酸色感 现在却是再也感觉不到了 灵气的颜色又变了 会不会可以看穿更多东西了 庄瑞的心里动了一下 抬起头像挂在自己正前方的墙壁的一处堂卡看去了 他此刻距离那幅堂卡足有四五米之远 但是眼中的灵气随着视线直接就进入到了堂卡之中 庄瑞可以清晰的感应到堂卡里所流动的气流 只是让他有些恶然的 自己居然同在楼下一样 还是无法吸收这些灵气 他心中有些不甘 庄瑞又尝试了一次 这次发现在堂卡里的灵气竟然也是有色彩的 这并不是他通过眼中灵气所看到的 而纯粹是一种感觉 他甚至能够感到这幅堂卡里面所蕴含灵气的总量 这灵气升级了 应该不会是坏事吧 庄瑞此刻只能如此安慰自己 由于要找到小白师 他也不敢在这里再耽误下去了 万一那个小东西要是被哪个无良的游客给抱走了 那庄瑞可就是欲哭无泪了 相处了这么多天 他已经把这小东西当做是亲人来看待了 哎 这门怎么关上了 庄瑞回身走到进来的门旁 微微的愣了一下神 他清楚的记得自己进来之后 并没有去关这道门呢 难道是那小家伙怕自己被人打扰 而把门关上了 庄瑞摇头笑了一下自己 那个小东西根本就推不动这道门 这道外层刷着红漆的木门 是由内向底拉的 庄瑞伸手拉住了门饼 将门打开的时候却意外的发现在门的外面 也就是自己进来的地方 站着一位年轻的小喇嘛 单从脸上看也就是十七八岁 庄瑞甚至看到在他脸上还长着几颗青春痘呢 人波切您出来了 猪壁鼓请您去一下 小喇嘛见到庄瑞打开房门 顿时是满脸喜色 看样子他在这等了很久了 只是他的汉语实在不怎么样 掺杂着藏语的叫法 让庄瑞听得有些摸不着头脑 大致的意思倒是听明白了 好像是有人请自己见面 啊我叫庄瑞不叫人波切 请问小师傅 你确定你说的那个猪壁鼓是要请我去吗 庄瑞怕这小喇嘛搞错了 出言询问一下 他还要去找小白狮呢 却是没时间和这小喇嘛纠缠 在这庄瑞也有些心虚啊 刚才看到那房间中众多昂贵的堂卡之后 他也知道自己进了不该进的地方 生怕这小喇嘛是来和自己算后账的 没有错 任波切就是 是汉语里尊贵的客人的意思 而猪壁鼓 不是你说的那个 请你去的人是猪壁鼓 对了 就是你们汉语说的 活佛 小喇嘛听到庄瑞的话 脸上是有点不高兴 一副被冒犯了的表情 脸上的笑意也没有了 微微有些不善的看着庄瑞 看得出来 他提到猪壁鼓三个字的时候 样子是非常的虔诚啊 庄瑞在听到小喇嘛的话之后 很是吃了一惊 他知道在西藏这个地方 除了班禅达赖这些大喇嘛之外 就要数活佛的地位最高了 庄瑞并不知道 请他前去的活佛 已经是转了十二世的活佛了 佛法精深 甚至是当代班禅的老师 在全国佛学界和密宗里 都是有相当高的地位 远不是那些普通寺庙里的活佛 可以与之相比的 对不起上师 我不会藏语 刚才冒犯了活佛 多有得罪啊 庄瑞愣了一下神 连忙就向小喇嘛赔罪 他也知道 喇嘛在藏民心目中的地位 而活佛则是所有的喇嘛 包括藏民都非常敬仰的所在 庄瑞自然是不敢怠慢啊 小喇嘛毕竟年纪小 而且在寺庙里 没有沾染世俗的尘埃 心地很善良 见到庄瑞恭敬的态度 反而有些不知所措了 站在那想了一会儿 朱壁谷等你很久了 你跟 你跟我过来吧 说完话 小喇嘛扭头就走 搞得庄瑞想多说几句都没来得及 只能跟在后面 活佛召见 他也顾不上去寻找小白师了 谁让自己身处在别人的地盘啊 要是让活佛不高兴啊 就是藏族同胞们一人一口唾沫 也能把自己给淹死 庄瑞跟着小喇嘛在回廊里走着 总算是把这小喇嘛的名字打听出来了 他说他叫巴桑 在汉语里就是星期四的意思 不过再询问活佛为什么要见他的时候 小喇嘛就闭口不言了 活佛住的地方 距离这里并不远 穿过一道回廊 两个人就来到了一个房间的外面 巴桑并没敲门 而是直接轻轻的将门推开了 一味面目轻瘦 脸上有些老人般坐在一张硬木椅子上的老喇嘛 出现在了庄瑞的视野里 在老喇嘛的怀里 小白师安然的躺在那儿 看到庄瑞之后 小白师马上从老喇嘛的怀里跳了下来 跑到庄瑞的脚边 等到庄瑞进入房间 巴桑就把房门给关上了 走到老喇嘛的身后 站在那儿 活佛看向庄瑞的目光很慈祥 就像是长辈在看着自己的儿孙 不知道为什么 庄瑞在这一刻想到了逝去的父亲 顿时这鼻子有些发酸 眼泪居然不受控制的就掉了下来 他有些不好意思的擦拭了一下眼睛 庄瑞发现在自己夹克的衣服里 竟然有一条雪白的哈达 回想一下 应该是秦宣兵他们购物的时候塞进去的 不过一直没有发现 看到这个哈达之后 庄瑞把它拿了出来 顾不上搭理一个劲使劲拽着裤脚往上爬的小白师 庄瑞学着牧民给他敬献哈达的模样 双手捧着与头顶齐平 走到老喇嘛的面前说了一声扎西德勒 就把这哈达挂在了活佛的脖子上 看到庄瑞的举动 老喇嘛身后的巴桑居然笑出声来了 就连老喇嘛也是哑然失笑 庄瑞有些莫名其妙 难道自己做错了吗 不过看向老喇嘛的目光 并没有责备自己 和刚才一样还是那么慈祥 只是里面好像多出了一丝顽皮的笑意 庄瑞不知道 晚辈给长辈敬献哈达 只能将哈达放在长辈的手腕上 而挂在脖子上 那是长辈侧与晚辈哈达的时候才应该有的礼仪 老喇嘛脸带微笑 并没有开口说话 而是抬起手臂 把庄瑞敬献过来的哈达接了过去 然后示意庄瑞把头低下 将手中的哈达挂在了庄瑞的脖子上 庄瑞心中大喜啊 他就是再不明白藏族的习俗 也知道被活佛赐予哈达 那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 正准备抬起头感谢 却发现一支有些枯瘦的大手 抚摸在自己的头上 活佛的嘴里还是念念有词 似乎在吟诵经文 同时耳边传来了巴桑的声音 这是活佛在给你灌顶 你闭上眼睛不要动 庄瑞文言连忙就把双眼闭上了 就在活佛那只手摸到庄瑞头顶的时候 庄瑞就感觉到像是有一种冰雪般清凉的液体 自那只手心就灌了下来 渗入到了骨髓里头 引得是周身痒痒的 庄瑞不知道这是自己的错觉 还是真实发生的 正在迷迷糊糊之间 就在此时耳边传来了一声呸的断壑 庄瑞顿时被这声音惊醒了 随之他睁开了双眼 此刻只感觉身上那股麻痒全消 神志是前所未有的明朗啊 突击起突击起 庄瑞双手合十 用着在路上跟周瑞所学的藏语 向着老喇嘛说谢谢 老喇嘛听到庄瑞口中不怎么标准的藏语 又笑了 微微的想了一下 把自己手腕上戴着的一个手链取了下来 递给了庄瑞 听着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更多精彩 请您下载喜马拉雅手机APP 关注小说的更新 本节目24小时之内点赞数量超过100 明天夹更一季 欢迎您的收听 典当行的小职员庄瑞 因为一次意外 眼睛发生了异变 眼生双瞳 从此开启了他的财富人生 美轮美奂的陶瓷 鼓着大方的青铜器 惊心动魄的笃石 接踵而来 听着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郭以达为您演播的 长篇都市幻想小说 黄金铜 作者打眼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五十一集 正在播出 虽然不知道这手链是做什么用的 不过从活佛身上取下来的东西 想必是不会差了 庄瑞连忙就双手接了过来 本想收到怀中的口袋 以表示对长者所赐之物的敬意 但是看到活佛示意自己 让他戴上 庄瑞也就把手镇带到了左手的手腕 他没有看见他 在一旁伺候着的巴桑 这眼睛里全都是羡慕的神色 活佛好像并不会说汉语 小喇嘛就开口对庄瑞说 这串佛珠是天珠穿成的 有活佛加持过 佩戴了几十年了 可以为你带来功德和利益 保佑你诸实安康 不过你要切记 这个东西不能随便让人乱摸 庄瑞是文言大喜啊 他虽然不知道什么是天珠 但是就凭着这东西被活佛佩戴了几十年 也足以证明这天珠手链是个文物了 庄瑞不由得对着手腕看了过去 这天珠成褐色 苛刻是饱满圆润 散发出一股温润的光泽 在每个单独的天珠上 都仿佛有好几只眼睛一般 每颗天珠之间 还有一个小小的隔珠 想必是为了防止天珠相碰而受损 只是庄瑞现在 并不敢用眼中的灵气去看 因为他害怕面前这老喇嘛 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神通 将自己的虚实一眼给看破了 突几几几几几几几 庄瑞就会这么一句葬语 在这用的可是淋漓尽致啊 在这语言不通 他也就只能用这种方式 来向活佛表示谢意了 庄瑞不知道 像这样佩戴了几十年的随身物品 活佛一般是绝对不会赐予旁人的 因为这些东西在活佛转世的时候 是往往能用到的 他将这物品赐给庄瑞 这可是少有的殊荣 也难怪巴桑会露出羡慕的神色了 活佛微笑着 伸手向地上的小白狮招了招 这小家伙马上就跑到了活佛的脚下 活佛有些吃力的弯下腰 把小白狮抱了起来 嘴里说了几句话 庄瑞看到这一幕 心里不禁有些吃惊 要知道 这小东西除了自己 谁都不愿意接近呢 但是此刻 却和这老喇嘛是如此的亲热 看来这活佛果然是有些门道的 活佛说 这只大雪山上的敖王能够跟随你 说明你是一个心存善意的人 而且你进入到大昭寺历代藏王和活佛的画室后 能在里面参悟禅击 这也证明你佛缘深厚 希望你以后能善待这只敖王 他也会带给你幸运的 小喇嘛其实还有一些话没告诉庄瑞 就是在这小白狮刚进入到活佛的居室时 活佛问他是否愿意做大昭寺的护寺神敖 小家伙呢摇着头就跑出了房间 小喇嘛追了出去 这才发现了庄瑞 也知道这只敖王已经是认了主人的 他是藏狼还是一只敖王 刘春这白痴 真不知道是什么眼光 庄瑞听到了小喇嘛的话 吃惊的看着活佛怀里的小东西 他心中是暗自庆幸 要不是自己当初起了善念 医治了这个小家伙 恐怕以敖王的骄傲 他也不会轻易的跟随自己了 等自己回去 要不要好好的刺激一下刘春 省得那丝老是把两只杂交的藏狗 当成宝贝一样 哎呀 照这么说 哥们可能还真跟佛有缘啊 回头 我得找几本佛经看看 至于这小喇嘛说的餐物禅机什么的 床这压根就没往心里去 他的哪是餐物禅机啊 整个就在里面享用灵气大餐了 不过活佛说出这个话 也证明他没有看出自己眼中灵气的问题 这也让庄瑞是安心了不少 活佛说了一句话之后 精神似乎有些疲惫了 右手在小白狮的头上抚摸了一会儿 嘴里念念有词 然后将小家伙放回到地上 对着庄瑞摆了摆手 示意他们可以离开了 庄瑞在小喇嘛的带领之下 找到了自己上二楼的路径 只是这一路走来 他发现自己刚才所进入那房间的周围 都有一些喇嘛在守护着 也不知道这些小东西是如何避开那些喇嘛 带自己进入那个神奇的屋子里的 庄瑞低头怜爱的看着小东西 却发现他正裹出自己的手指 润吸个不停的 想必是和自己一样 这东西他肚子也饿了 脖子上挂着白色的哈达 直接走下了楼梯 来到大昭寺的出口 这庄瑞的脑子还是有点迷迷糊糊的 今天的收获实在是太大了 不说活佛的灌顶加持和所赠的这个手链 就单是眼中灵气的升级 也足以让庄瑞是欣喜若狂了 要知道眼中灵气的匮乏 这可是困扰了他很长时间的 庄瑞 庄瑞 你小子跑哪去了 低着头正在傻笑的庄瑞 突然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 他寻声望去 却是刘川站在大昭寺收费口旁边的一个房间门口 正对着自己摆手呢 在他的身后 秦宣兵和周瑞等人一个都没落下 你们怎么来了 庄瑞走了过去随口问道 不过话刚一出口 他就反应过来了 自己因为打架而被带到大昭寺 然后又是一个下午没露面 这几个人肯定找了自己不少时间呢 这事要是换在刘川身上 恐怕呀自己也得着急 庄瑞你没事吧 这里的喇嘛没有欺负你吧 秦宣兵看到庄瑞之后 也失去了往日的冷静 居然一把就抓住庄瑞的手 急切的询问着 说完之后 他这才发现一群人很古怪的看着自己 秦宣兵脸上一红 连忙就松开了庄瑞的手 他有些不好意思的躲在了雷雷的身后 跑什么呀 就不能再多抓一会儿 哥们我还没牵过女孩的手呢 庄瑞心里想着摸着刚才被秦宣兵牵手的地方 真是一脸回味的表情啊 却让秦宣兵的脸是更红了 生气的在原地跺脚 他却不知道庄瑞并不是故意的 以前大学谈的那个女朋友 正准备发展到牵手的地步 人家就全家移民了 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 除了自己的小外甥女之外 这还是他第一次有女生主动牵庄瑞的手呢 庄瑞 你刚才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不是告诉过你不准乱闯吗 一旁的格谷喇嘛 听到秦宣兵的话之后非常的生气 但是又不能对这个女孩质问 只能就把火气撒到了庄瑞身上 再者 庄瑞是自己带进来的 万一在寺里闯了什么祸 自己也得是负担责任的 听到格谷喇嘛询问自己的话 庄瑞还真是不好回答 难道就说自己在一个房间里 站了整整一下午 然后被活佛老喇嘛给自己灌顶加持 然后再送宝贝 虽然这是真事吧 不过要不是自己亲身经历 恐怕说出来连他自己都不相信 庄瑞在心里想了一下 然后就开口了 我被活佛招去听佛经了 他老人家还送了我一个手链呢 一边说话 庄瑞一边抬起了手腕 将衣服往上露了露 把手腕上的天珠手串露了出来 他心想我说自己有佛缘 你们肯定不信 但是活佛说了 你们就不会再为难我了吧 只是庄瑞却没注意到格谷喇嘛 听到他的话之后 是脸色大变 你从哪里来的这串天珠 格谷喇嘛看到天珠之后 是历声询问 同时他上前一步 抓住了庄瑞的手腕 另一只手 却是向着天珠手串抓去 格谷喇嘛并不知道 这个手链是否是四中活佛佩戴的 因为他也没有资格 能够经常的见到活佛 但是对于天珠 格谷喇嘛却是非常熟悉的 他一眼就看出 庄瑞手腕上的天珠 是老天珠加以人工打磨成型的 然后配合天然树脂 加入各种天然草药的浸泡 再由喇嘛边念经文边彩绘 也会出纹路 之后还会经过开光加持 而形成这么一串手链 可以说是价值连成啊 即便是在大昭寺里 这样的手链也绝对不会超过三个 这样珍贵的东西可以称得上是佛器了 即便是活佛也不会轻易送人 所以格谷喇嘛抓住了庄瑞 他是大昭寺内的铁杖喇嘛 自然要对寺内的安全负责 中瑞的反应非常快 右臂一把隔开了格谷抓向天珠的手 他对格谷说 活佛可说了 这东西不能让外人摸 格谷喇嘛文言愣了一下 他也知道 天珠是不允许主人之外的人触碰的 听到庄瑞说出这个话 他心里倒是信了几分 只是这天珠的来历实在是事关重大 格谷又开口问了 你所说的活佛是什么样子 有多大年纪 庄瑞此时也骂自己笨的 居然没问这活佛的名字 只能把老喇嘛的外表相貌 还有大致的年龄描述了一下 格谷喇嘛听完之后 心里确实信了七八分 但是他还是要去验证一下 开门把门口的几个喇嘛喊了过来 让他们陪着庄瑞 意思不外乎是怕庄瑞跑了 自己匆匆进入到了大昭寺里 有什么吃的 饿死我了 格谷喇嘛走了之后 庄瑞对刘春说着 在高原上生活 每天消耗的体力非常大 他本来中午就没吃东西 这会儿更是感到鸡肠碌碌 饿得是难以忍受啊 没有 哥们我中午还没吃呢 刘春没好气的回忆着 为了找庄瑞 他们几个人中午也是对付着吃了一口 这会儿啊 也都感觉有些饿了 庄瑞 你先吃着 秦宣兵看到庄瑞的样子 有些不忍 从包里翻出了几袋风干的牛肉 递给了庄瑞 哎 这个是好东西啊 哎 宣兵 谢谢 等会儿我回头请你吃大餐啊 庄瑞一边急不可耐的往嘴里塞牛肉干 一边含混不清的说着 还不忘了把手里的牛肉干撕成丝 喂到怀里的小白狮的嘴里 这小东西估计也是饿坏了 吃的是津津有味 还没戒奶 这就开始吃伤肉了 哟 我说木头啊 你是不是要单独和萱萱去吃大餐呢 把哥几个都给甩了哦 庄瑞的话音刚落 刘川就在一边阴阳怪气的说着 那萱萱二字叫的是一个亲热呀 听得累累的小手 又准确的摸到了刘川腰上的软肉 庄瑞一来是脸皮不薄 二来对这句话的反应有些迟钝 他闻言之后倒是脸色未变 而一旁的秦宣兵却听得是翘脸飞红 现露出平时所看不到的娇羞的一面 白孟安暗自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香港没有哪个公子哥看到过秦宣兵的这一面 自己虽然是看到了 可惜秦宣兵这充满女人味的模样 却不是对自己流露出来的 不禁在心里是暗自嫉妒 这庄瑞好生运气呀 众人正在谈笑之间 格谷喇嘛也从寺庙里出来了 身后还跟着那个庄瑞认识的巴桑小喇嘛 看到这个小喇嘛 庄瑞的心也就放下了 果然格谷喇嘛在和庄瑞说话的时候 态度就恭敬了许多 简直是像对长辈一样 他都打听清楚了 能让九位过问大昭寺事务的强班洛朱活佛 亲自灌顶加持并且赠送随身器物的人 其来历和身份那肯定不简单 他哪里知道啊 庄瑞这次却是沾了怀里小白狮的光 活佛让我转告你 一切众生从无使来 你己为物 巴桑小喇嘛对庄瑞说了几句无头无尾的话 就自行返回寺里了 留下了一头雾水的众人 不过这几句话 庄瑞倒是牢牢记住了 准备回去好好地翻查一下 从大昭寺出来 一行人找了一个酒店坐下 庄瑞原原本本把自己在大昭寺里的遭遇 给众人讲了一遍 至于眼中灵气的事 那自然是省略掉了 即便如此 对于庄瑞能够得到活佛的青睐 众人还是羡慕之极的 我说木头 活佛给你灌顶 这灌完之后 你有没有产生点啥特异功能啊 听完庄瑞的叙述 刘川是酒也不喝了 上上下下大量着庄瑞 当然有啊 咱现在能透视了 哼 我就能看到你没穿内裤 不信的话 咱们现在现场确认一下 对付刘川的招数 庄瑞自然是熟悉得很 那哥们要是穿内裤了 你就把这小白师让给我 怎么样 刘川在庄瑞的故事里 就只听明白了小白师 是纯学雪傲这件事 当下就站起身来 准备脱裤子验明正身 一时间引来众女的讨伐 包厢里的气氛 是愈加活跃起来 听着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更多精彩请您下载喜马拉雅手机APP 关注小说的更新 本节目24小时之内点赞数量超过100 明天夹更一集 欢迎您的收听 点档行的小职员庄瑞 因为一次意外 眼睛发生了异变 衍生双铜 从此开启了他的财富人生 美轮美奂的陶瓷 鼓着大方的青铜器 惊心动魄的笃石 接踵而来 听着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郭以达为您演播的长篇都市幻想小说 黄金铜 作者打眼 由喜马拉雅出品 对于小白狮是熬王的问题 大家都是很容易就接受了 这一路上小家伙所表现出来的聪慧 早已显示出他不是一只普通的松狮犬了 庄瑞 我曾经听说过 西藏天珠对人体是很有益处的 不过现在假的非常多 这串天珠是活佛佩戴的 你可得好好保存啊 至于庄瑞所得到的天珠手链 众人对其价值不是很了解 周瑞也只是知道天珠在西藏是极为珍贵 更何况这是活佛佩戴的 当下就交代庄瑞要保存好 这个手链或许能成为庄瑞此行最大的收获 其后庄瑞自然是被众人狠狠地宰了一顿 不过今天收获颇丰 庄瑞也没有在乎 大家吃得都很高兴 只有百孟安似乎是心有情结 又喝醉了 还是周瑞将他嫁回酒店的 庄瑞和刘川住的是双人套家 不过此刻刘川没有在房间里 刚一回到酒店 他就跑到雷雷的房间去献殷勤去了 本来还想拉着庄瑞一块去 但是被庄瑞给拒绝了 他正想一个人待着 测试一下眼中灵气升级之后 到底是多了哪些功能 庄瑞先把自己在合肥逃来的那个子坛根雕拿出来 动用灵气去看 原本庄瑞的眼睛啊 只能看到木制品大约一公分左右的距离 但是此刻 却很轻易的就将根雕给看穿了 美丽精细的子坛内部纹路 清晰的显现在庄瑞的眼睛里 只是这个根雕已经失去了灵气 庄瑞却是没有办法尝试吸收了 而且他身边也没有什么古丸之类的物品 诶对了 怎么把这东西给忘了 活佛送给自己的天珠 应该也是一个有些年头的物件了 庄瑞拍了一下自己脑袋 连忙就把天珠手链从手腕上取了下来 把它放在手心里 碰在眼前仔细的观察起来 完全变成了紫色的灵气 更加容易操动了 只是心意一动 这灵气就随着目光进入到了天珠的内部 一个美丽的世界 顿时就呈现在了庄瑞的眼里 在天珠那个不大的空间里 充满了各种美丽色彩 五颜六色很是漂亮 这天珠里面似乎是有磁场一般 将各种美丽的色彩环绕成了一个圈 就像是雨后彩虹一般 散发出七彩的光芒 这串天珠也没有让庄瑞失望 里面的确冲斥着浓郁的灵气 但是当庄瑞眼中灵气渗入之后 却没有办法和这些灵气相融合了 两股灵气居然是各行其道 精畏分明 当庄瑞控制着自己的灵气 想把天珠内的灵气包裹住的时候 却发现那些灵气都滑溜得像鱿鱼一般 即便是将之围住了 也没有办法与之融合 两股看起来相似的灵气 都摆出了一副井水不犯河水的样子 怎么会这样啊 如果说在大昭寺里无法吸收 墙壁唐卡内的灵气是一种偶然现象 但是此刻连天珠内的灵气也不能吸收 这就让庄瑞的心中感到一丝惶恐了 要是就此不能吸收灵气的话 那等到眼中灵气消耗殆尽 岂不是就会永远的失去了 庄瑞心中有些忙着 俗话说 由减入奢益 由奢入奢难 庄瑞已经习惯了眼中灵气对自己的帮助 虽然现在灵气升级了 并且在数量上很充沛 但总会有用完的那一天啊 如果失去了灵气的话 庄瑞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 呆呆地看着自己手心处的天珠手链 庄瑞的思绪有些飘忽 自从产生灵气之后的那些画面 重新浮现在他的眼前 从爷爷的遗物中食宝 再到市场捡漏 当这一幕幕的场景又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 庄瑞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不能缺少眼中的灵气了 庄瑞没有发觉 由于没有自己思维的控制 眼中的灵气变得有些紊乱 穿过了天珠手链 向自己右手里是疯狂的涌入 当他发现到右手传来一阵舒适的感觉 这才意识到不对 连忙就将灵气收回到眼里 可是眼中的灵气却少了近三分之一 比之前治愈手臂所用的还要多 庄瑞不由的心疼起来 本来就没能解决灵气吸收的问题 现在却又白白消耗掉这么多 要不是这右手是自己的 庄瑞恨不得一刀就给他砍下来 不过事已至此也没有办法 庄瑞重重的倒在了床上 看着天花板 躺在床上的庄瑞突然发现 灵气在眼中的那个小瞳孔里 每转动一圈 本来很微弱的丝丝灵气 似乎就壮大了一分 而原先减少的灵气总量 也好像在缓慢的增加着 庄瑞害怕只是自己的错觉 他连忙坐了起来 深呼吸了好几次 将有些激动的心平静了下来 他开始仔细地记录着 每一丝灵气的大小形状 等那些灵气进入到小瞳孔里 一周循环 再与之前相对比 其实在大昭寺的时候 庄瑞就有过这种感觉 但那会儿是在灵气充沛的房间里 他当时以为啊 眼中灵气的增加是自我从外部吸收的 并且那会儿着急要寻找小白狮 他也没有仔细地去体会 卫刺儿 这灵气就是自动生成的呀 嘿呀 观察了有足足半个小时 庄瑞终于确定了自己这个发现 一时间 庄瑞的心里变得是欣喜若狂 眼睛可以自己生成灵气 那能否在吸收骨丸内的灵气 就变得是不重要了 更何况 通过观察天珠的实验表明 庄瑞依然可以分辨出骨丸里是否有灵气存在 也就是说 他以后仍然可以用这个办法来鉴定古丸的真假 既然眼睛以后不会再吸收灵气了 那是否可以通过物体内灵气的多寡 来判断这物体的年代呢 庄瑞没有想到 困扰了他一个多月的难题 居然就在这次灵气升级之后 就这么被解决了 在解决了灵气补充问题之后 庄瑞心里像落下了一块大石头 变得是无比轻松 以前没有想到的一些问题 也出现在了脑海里 一时间 躺回到床上的庄瑞 开始浮想连篇了 哎 哥们 想女人呢 想的这么出神 喊你去看美女 你去不去啊 刘春推门进来了 出言打断了庄瑞的思绪 快一边去 我要是看你家雷雷 你小子还不给我拼命啊 庄瑞做起身来 笑着回骂了一句 他此时是心情大好 也不在意刘春打断他的思路了 哪是你嫂子 你敢多看 我挖你眼珠子 对了 木头啊 你在饭店里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 这小东西真的是脏熬 而且还是熬王 刘春看着正在庄瑞身体前后扑腾的小白狮 就有点怀疑了 不算小时候养的那种笨狗 就是开宠物店的时间也有四五年了吧 刘春不相信自己连个松狮都会看错 这小家伙听到刘春的话 居然扭过头来 冲着刘春发出了一声低吼 虽然声音是稍显至呢 不过也颇有几分金毛敖王当初的风采了 另外两只小敖犬听到了小白狮的吼声 居然很害怕的靠向了刘春 我怎么知道 活佛就是这么说的 你不会觉得自己的眼神比活佛还厉害吧 啊 就从你那两只小脏熬的表现来看 这可能性非常大 这几天下来 刘春时常用那两只小脏熬在调侃庄瑞 庄瑞不介意用小家伙狠狠的打击刘春一下 看他以后还敢在自己面前嘚瑟不 哎 让刘春哥哥抱抱 此时的刘春啊 就像是诱拐少女的大叔一般 脸上带着谄媚的笑 他伸出双手 抱向床上的小家伙 随着刘春口中发出一声堪比金芒熬亡的叫声 伸出去的手也快如闪电般的缩了回来 只是右手虎口的地方留下一排细小的牙印 差一点就要咬破了 妈的 你属狗啊 话一出口 刘春自己也失声笑了起来 这可不就是一只狗吗 小白狮挑衅的向刘春叫了几声 他跳下床挤到那两只黑毛小脏熬的身边 那两个小家伙现在也睁开眼了 看到小白狮跑过来 连忙让出了一块地方 就连刘春费了半天劲才撕出来的肉丝 都被那两个小家伙拱手相让的 木头 你也不管过你家狗 这整个一个霸王啊 刘春的心里 其实也是极为喜爱小白狮的 相比自己得到的那两个小脏熬 显然这小家伙更为的讨人喜欢 奈何这小祖宗根本就不给他面子 除了勉强能让秦宣兵抱一会儿 其余的时间 都是寸步步离在庄瑞的身边 哎 对了 刘春 这事情都办完了 咱们是不是也该回去了 我的假期也差不多到了 回鹏城 待不到几天就又要上班了 庄瑞 懒得再和这丝斗嘴 此次西藏之行带给他的信息 这简直是太大了 大到他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自己心中的喜悦 现在的庄瑞甚至连布达拉宫都不想去了 反正那里的宝贝对他而言是看得摸不得 去了也没有多大意思 还有一点就是 庄瑞对于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 在心里是存了一丝敬畏的 他怕自己身上的秘密会被一些神通广大的喇嘛看透 原本他没有这种感觉 但是经过今天和老喇嘛谈话 以及那次灌顶的经历 庄瑞当时就感到 这个老喇嘛那纯净的眼神 似乎可以看穿别人的心灵 由此 庄瑞发现现在这个世界上自己不了解的事 还有很多呀 仅仅是一个活佛就如此神奇 那要是转世的班禅呢 庄瑞可不敢保证 在他的面前自己还能保住眼睛的秘密 雷雷他们几个人明天上午去完布达拉宫 乘坐下午的飞机回南京 白孟安也跟着一块离开 至于咱们几个嘛 什么时候走都行啊 不过我有个朋友打电话给我 说这里有一个交易文物的黑市 你要不要去看一看呢 刘春的话让庄瑞愣了 他没想到秦宣兵他们会坐飞机直接离开 都是年轻人 大家这些天相处的也很愉快 乍一听这消息啊 庄瑞心里居然有一种失落 文物黑市 庄瑞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正想追问呢 一阵敲门声就传了进来 秦宣兵 你怎么来了 刚才不是说要休息了吗 门口传来了刘春的声音 庄瑞听到之后连忙穿上鞋子 从床上就下来了 他刚才的姿势可是不太好看呢 我找庄瑞 你拦着门干嘛呀 要是以前的秦宣兵根本不会和刘春解释 但是这些天相处下来 秦宣兵身上那种淡漠的气息似乎已经消失不见了 此时的他就像是邻家女孩一般 应该是长得很漂亮的邻家女孩 宣兵什么事啊 咱们明天还得去布达拉宫呢 怎么不早点休息啊 庄瑞推开刘春看向秦宣兵的时候 这眼睛不由得亮了一眼 秦宣兵应该是刚刚沐浴完毕 头发还没完全吹干 带着一点诗意 并没像往常那样 而是扎了起来 很随意的披在肩膀上 虽然距离秦宣兵还有两米多远 庄瑞的鼻子里已经闻到一股淡淡的女人体香了 秦宣兵那不湿粉带的洁白面孔 看起来是那样的明眼动人 秦宣兵穿的也是很随意的 上身是一件紧身夹壳 下面配了一条牛仔裤 修长的双腿浑圆高翘的臀部 将他那美好的身材完全的勾勒出来 看到了秦宣兵的打扮 要不是这段时间经常在一块 加上自身很强的美女免疫力啊 庄瑞恐怕又难免要出丑了 啊 我睡不着 想出去走走 你有时间吗 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更多精彩请您下载喜马拉雅手机APP 关注小说的更新 本节目24小时之内点赞数量超过100 明天加更一级 欢迎您的收听 典当行的小职员庄瑞 因为一次意外 眼睛发生了异变 眼生双瞳 从此开启了他的财富人生 美轮美奂的陶瓷 鼓着大方的青铜器 惊心动魄的笃石 接踵而来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郭以达为您演播的 长篇都市幻想小说 黄金铜 作者打眼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五十三集 正在播出 秦宣兵说话的时候 脸色有点微红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尖 中瑞在感情上虽然是菜鸟一个 秦宣兵也未必比他就好到哪去 可能啊甚至还不如他的 此番能出言相邀 秦宣兵 秦宣兵可是鼓足了勇气啊 这句话说完身上几乎都没力气了 有有时间哪 这小子刚才还和我说睡不着呢 庄瑞还没答话 刘春就在他身后嚷嚷起来了 那好 宣兵 那咱们就出去转转 庄瑞回到房间里 穿上一件外套 三月份的拉萨 气温还是比较低的 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出了酒店 庄瑞的脚下 还跟着那个来回跑动的小白狮 他们所住的酒店就在八阔街上 晚上的八阔街也是热闹非凡啊 庄瑞和秦宣兵之间并没有交谈 只是这样在街上走着 看着讨价还价的商贩 露出了满脸笑容的游客 两个人心里感到是一种平静 去那里坐坐吧 秦宣兵指着前面的一个露天咖啡厅 开口说了 听到对方和自己是一样的想法 庄瑞笑了笑 本来相隔的有点远的身体 也就靠近了几分 在两人心中产生了一种难言的默契 走进了咖啡厅 一个留着长发 很有艺术气质的年轻人迎了上来 庄瑞和他交谈几句 发现这个咖啡厅的老板居然是一位香港人 这位老板从外表上看 年龄似乎并不大 但是一询问呢 这个人竟然都四十多岁了 听到秦宣兵也是香港人 两个人就用粤语交谈起来 听到一旁的庄瑞反倒是一头雾水 我再说香港的生活节奏实在是太快了 我来西藏两年了 在这里生活很平静也很愉快 咖啡厅老板的普通话很标准 也没有冷落庄瑞 和秦宣兵聊了几句 他出言向庄瑞解释了刚才两人的对话 还是老板你有福气啊 这世上没有多少人能够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整天还不是要为一日三餐而忙碌吗 庄瑞想到自己几个月之前的生活 不由得就感慨了一句啊 那会儿可真是辛苦啊 每天早晚上下班要赶地铁挤公交啊 回到了冷冰冰的出租屋里还得自己做饭 与现在每人相伴汽车随行的生活相比 那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小伙子啊 每个人满足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一个人每天也就是吃三顿饭 睡觉的地方不过三五平方米 相信大多数人都能够做到这点吧 可是还有许多人不满足啊 对于我来说 在这里每天和朋友聊天 开心就好 老板笑呵呵地回了庄瑞一句 却是让庄瑞陷入了沉思 莫非自己所追求的生活是错的 话不是这样说的 如果每个人都安于现状 那社会也就不会发展了 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来你这消费了 你现在的行为同样也是在为社会创造效益嘛 秦宣兵很反常的反驳了这个老板的话 这让庄瑞的眼前一亮啊 自己追求更舒适的生活 这也没错啊 舒适的生活就意味着要用金钱去打造 同样也是消费嘛 庄瑞此时的思维方式 越发向他百万身家靠近了 咖啡馆的一楼居然还提供烧烤的地方 有许多游客聚集在那儿 烟雾生腾显得很是热闹 庄瑞和秦宣兵在老板的带领之下 来到了咖啡厅的二楼 二楼与街面相反的地方 有一个小小的花园 这周围种满了不知名的鲜花 在花丛的中间摆放了一个西式的圆桌 还有两张座椅 用老板的话说啊 这里是他闲暇小气的地方 拉萨的夜空很明亮 一片宁静随着银雾般的月光洒在大地上 把大地照得是一片雪青 树木房屋街道都像镀上了一层水银 天上璀璨的繁星似乎要坠落下来了 好像就在人的头顶 闪烁着点点的光芒 老板很快送上来两杯咖啡 按他的话说 这完全是手磨的 喝着香甜中带有一丝苦涩的咖啡 看着晴朗的夜空听着周围人群的嬉闹 庄睿和秦宣兵都没说话 他们深深的沉浸在这美好的夜晚里了 突然这个时候小白狮发出了呜呜的声音 打破了两人之间的宁静 这小家伙钻到了花丛里 被刺了一下 跑到庄睿的脚边撒起胶来 这可爱的模样啊 看着庄睿和秦宣兵都笑了 我明天就要离开了 秦宣兵的声音传了过来 听到庄睿的耳里 就像是从另外一个世界传出来的 在这个寂静又嘈杂的环境里 显得是那么的空灵 我们在南京做了一个方案 马上就要开始执行了 我和雷雷必须在场 不知道为什么 秦宣兵紧接着就开口解释了离开的原因 他自己心里也有些怪怪的 难道自己真的会在乎 对面这个男人的想法吗 秦宣兵没有找到答案 自从遭遇狼群的那个夜晚 他就感觉待在庄睿的身边 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就像是小时候在爷爷的身边一样 很温馨也很安全 大川和我说了 明天上午去完布达拉宫 我们下午也就离开了 这一路上可是辛苦你们几个人了 庄睿说的也不是客气话 在大草原上没有人烟的地方 生火做饭的时候 这几个大小姐可是没有一个人喊苦较累啊 我们在四月的时候会去中海进行一次珠宝推广活动 到时候你会在中海吗 秦宣兵没有接庄睿的话 而是出言询问 我不在中海也没关系啊 你们不是在中海有分公司吗 庄睿的话让秦宣兵气得差点跳起来 这个小气的男人居然还记得自己说过的话呢 不过看着庄睿笑眯眯的样子 这才知道他在开玩笑 小气鬼 秦宣兵用脚尖在桌子下面 踢了庄睿一脚 却不料被小白师看到了 居然冲着秦宣兵叫了起来 看得庄睿是哭笑不得啊 他连忙弯腰把这小祖宗抱到桌面上 指着他的鼻子说 哎你听好了啊 以后可不许对宣兵阿姨兄知道吗 谁是阿姨啊 是姐姐 秦宣兵休脑的摆了庄睿一眼 小白师像是听懂了庄睿的话 跑到秦宣兵的手边伸出舌头亲热的舔了一下 然后又飞快的跑了回去 躲开秦宣兵想要抱住他的手 庄睿 你有过烦恼吗 秦宣兵悠悠的声音传了过来 听得庄睿愣了一下 都没用脑子想就脱口而出 当然有啊 谁没有烦恼啊 不过庄睿仔细的回味一下 自己烦恼的貌似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基本上这过去就忘了 能让自己记得住的烦恼 貌似还真没有 秦宣兵像是没听到庄睿的回答 就自言自语 我爷爷也是从大陆去的香港 刚到香港的时候他很穷 也被人看不起 我爷爷就很努力的工作 开始的时候在一家珠宝行给人家做学徒 后来就自己开了一个金铺 慢慢的就发展到现在的这个规模 我出生之后爷爷还是很忙 只是近年来身体不太好 这才闲了下来 但是从我记事起 所以我的爸爸和妈妈也是非常忙的 每年见他们的面都不超过五次 如果不是有他们的照片 恐怕见了面我也不会认识他们的 等我长大以后 家里面又安排我去英国读女校 让我学习珠宝设计 虽然我很喜欢设计珠宝首饰 但是我真的不喜欢被别人安排我自己的生活 你能明白吗 壮瑞 我想要自己生活 像鸟儿一样自由自在的 说到这儿 秦宣兵的情绪变得有些激动 不过很快啊 他就平静了下来 和你们来西藏 这是我这辈子所做的决定最正确的一个 壮瑞 以后我们还能做朋友吗 朋友 我们现在就是朋友啊 以后当然也是朋友了 壮瑞听得有些莫名其妙 傻傻的回答 他的心里还在想 这些人思维怎么跳跃的这么快啊 听到庄瑞的回答 原本还有些伤感的秦宣兵 突然就笑了 他对庄瑞说 你把眼睛闭上 闭眼睛干嘛呀 庄瑞虽然有些不明所以 但他还是将眼睛闭上了 就在他闭上眼睛的同时 只感觉到一阵香风袭来 紧接着一个柔软的嘴唇印在了自己的嘴上 可是还没等庄瑞反应过来呢 这香软的嘴唇已经消失了 当庄瑞回过神来睁开眼睛的时候 对面的座位上已经是空无一人了 这是 这可是哥们的出吻啊 庄瑞回过神来 狠狠地看着小白狮 他想起自己从记事起的出吻 貌似是被那头金毛藏鸥给夺去了 第二天 庄瑞的怀里抱着小白狮 坐在汉马车的副驾驶上 对正在开车的刘川问 刘川 你那朋友可不可靠啊 咱们这行可是犯法的呀 刘川开着汉马车 行驶在拉萨市区 在他们车的前面 还有一辆桑塔纳 却是在给汉马车带路 秦宣兵累累 还有百孟安兄妹俩 在昨天下午参观完布达拉宫之后 就乘坐飞机离开了西藏 秦宣兵一直到走 都没有再和庄瑞说过话 搞得庄瑞醒悟过来之后啊 想再回味一次以亲方泽的机会都没有了 这两天 他不知道暗地里骂过自己多少次余摸脑袋了 周瑞在和他的老板请示了之后 倒是留下来了 一来两辆车同时走 相互之间有个照应 这路上会安全许多 另外一点就是 周瑞知道了两人要去拉萨的文武黑市 也是有些担心啊 毕竟这些天的经历也算是一起扛过枪 关系处得还不错 周瑞就决定和他们一块去 万一碰着什么黑吃黑的情况 以他的身手 也能保护得二人周全 宋哥介绍的关系 你说可靠不可靠啊 他要不是没时间 也会飞过来参加这次黑市拍卖了 据说这里面有不少好东西啊 我说木头 兄这次可就看你的运气了啊 要是再能蒙上一个好物件 咱哥们下辈子吃香喝辣的 那不在话下呀 对了还有周哥 这次也得分一份啊 还有你刚才说那什么犯法 什么叫犯法 我一没偷二没抢 掏钱买东西 谁敢说咱犯法 话再说回来了 宋哥那样的人都敢去黑市 咱你腿子一个 有什么好怕的呀 刘川是一边开车 一边满嘴的跑火车呀 他本来并不知道这个消息 毕竟他是玩丑物的 和古玩这个行当没什么交集 也从来没动过这个心思 只是前天刘川和宋军通电话 告诉宋军搞到了一只好藏熬的时候 听宋军就随口提起来了 再想到庄瑞这段时间超级无敌的狗屎运 刘川啊就打算去碰碰运气 刘川在花鸟于事也撕获了好几年 早就听人说起过黑市拍卖了 眼下他是想去见识一下 反正有周瑞这个身手莫测的高手在 他们也不怕那些开黑市的人黑吃黑 蔡说了 汉马车上的三把枪也不是吃素的 至于在黑市买卖东西是否犯法 刘川也不是没脑子 他专门问过宋军 宋军说了 这个东西就是属于被警察抓个现行 责任也是在黑市组织者的身上 这些个买家最多是追回所购买的物件 然后就不会再承担任何的刑事责任 并且找找关系 还能把买东西的钱给要回来 有了宋军这话 刘川这才下定决心要去 他可是知道鼓完这行当的利益 要比倒卖宠物那可好太多倍了 以前吕老头那些人总是看不上他 不愿意带他入行 现在自家兄弟有这本事 刘川自然得好好的运作一下 所以就用宋军给的电话号码 和这边拉萨黑市的组织者联系了 他们就一直在等待对方的消息 直到今天早上对方打来电话 说是有车去接 刘川他们几个不想做那个人的桑塔纳 也就开着汉马跟在了后面 别出什么事就好 你说的黑市交易我以前也听过 不过在藏区这样的交易 大多都是一些藏羚羊的皮 还有一些比较珍贵的药材之类的东西 至于鼓完以前听说的比较少 周睿没有开那辆沙漠王子 而是坐在了汉马车的车厢里 身上虽然没法带枪吧 但是他那把从来不离身的刀子 却是藏在了谁都不知道的地方 去趟黑市这样的小场面 对于周睿来说不算是什么 哎 妈的 你们这样转来转去的 这有钱算谁的呀 前面带路的桑塔纳不断的在拉萨市内兜着圈子 从早上八点多到现在已经将近十点了 还在带他们绕圈 刘川这伙就上来了 摸起电话就打了过去 刘老板不要生气嘛 这也是为了安全 对大家都有好处啊 哎 行了 马上就到了 电话中传来了对方的声音 说完之后就挂掉了 气得刘川啊 差点就把电话扔出去 不过前面的桑塔纳 应该是感觉到没有另外跟踪的车辆 却是不在室内兜圈子了 将车头一掉 静止就向室外驶去 刘川 骂骂咧咧的开车就跟了上去 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更多精彩 请您下载喜马拉雅手机APP 关注小说的更新 本节目24小时之内点赞数量超过100 明天夹更衣迹 欢迎您的收听 典荡行的小职员庄瑞 因为一次意外 眼睛发生了异变 眼生双瞳 从此开启了他的财富人生 美轮美奂的陶瓷 鼓着大方的青铜器 惊心动魄的笃石 接踵而来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郭以达为您演播的 长篇都市幻想小说 黄金铜 作者打眼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五十四集 正在播出 这条路 这是去往江兹的道路啊 周瑞看了一下对方行驶的方向 对刘川说出来这句话 他对于这里非常的熟悉 以致庄瑞和刘川都怀疑他以前到底是干什么的 整个西藏就好像没有他没去过的地方 拉萨前往江兹的道路 非常的好走 是清一色的柏油路 刘川就放开车速 瞬间就超过了那辆桑塔纳 不过呀 对方的电话马上就打过来了 让刘川放慢车速 哎 我说你们干这行的也不配个好车 被条子追的时候 抛起来也方便呢 刘川虽然是这么说着 但却是把车速给放缓了 让对方抄了过去 摊上刘川这么不讲理的人 估计对方也是哭笑不得吧 车子以时速100公里左右的速度 在前往江兹的柏油路上行驶了大概半个多小时 前面的桑塔纳忽然就将车子拐入到了草原之中 刘川连忙也跟了上去 在草原上颠簸了大概又有半个多小时 汉马车上的几个人发现 在前方一马平川的草地上有一个帐篷 由于距离比较远 看的并不是很清楚 很快 两辆车就行驶到了帐篷的前面 在帐篷外面已经停了五六辆车了 有三辆都是越野车 另外两辆是桑塔纳 还有一辆居然是挂着军牌的卡车 倒是像汉马这种等级的车 却是庄睿他们独一份 十多个身形彪悍的年轻人 手里拿着对讲机和一个迷彩的望远镜 形成环形围绕在帐篷的四周 当汉马车停靠在帐篷外面 这些人带着警惕的目光看了过来 当然 那个目光之中也不失羡慕 居然在这种地方进行黑市拍卖 这也是庄睿等人没有想到的 不过对于这个黑市的组织者 几个人也不得不佩服啊 在这种一马平川的草原上 任何的风吹草动是瞒不过这些人的眼睛的 就算是警察来了 也不可能出动这么多的警力 把整个草原给包围啊 再说了 等警车开到这儿 恐怕这些人连帐篷都收拾好了 已经跑路了 哪里还会给对方留下什么证据啊 当汉马车停稳之后 前面的桑塔那里下来了一个年轻人 对着汉马车就迎了过来 刘川推开车门率先走了下来 这丝的长相啊 去眼港片里的恶人基本上是不需要化妆啊 庄瑞紧跟其后 也下了车 周瑞走在最后 手里拎着一个皮包 里面呢 有三十万的现金 这个钱是庄瑞临时从拉萨的银行取出来的 为了这笔钱 不仅在昨天上午 庄瑞就赶去银行预约 而且彭城那边的银行电话也打到了刘川的手机上 询问庄瑞的账户在近期是否会有大额开支 刘老板 不好意思啊 让您几位受累了 还请去帐篷里面休息一下 听这个年轻人的口音 应该就是和刘川通电话的人 不过他似乎也不是这里的主事的 和刘川聊了几句就招呼过来一个看守帐篷的人 让他们领这几个人去帐篷 自己搭上了桑塔纳离开这里 庄瑞估计他是去路口放风了 原本守卫在帐篷四周的那个年轻人 带着刘川等人向帐篷里走 几位刘布 走到帐篷门口 一个大约四十来岁的中年人 把三个人给拦住了 怎么啊 我们是经理的宋老板接上来的 怎么着啊 还信不过吗 刘川把脸板了起来 满脸不痛快 他的确是不高兴啊 折腾了这么半天 到地方居然连帐篷也不让进 是刘川刘老板吧 中年人询问了一句 是我 这两位是我兄弟 身上是不是还得检查一下啊 刘川这丝是香港电影看多了 半是认真半开玩笑的说着 不用不用 那时候 宋老板介绍过来的人 当然信得过了 哈 几位 请里面用茶 听到刘川是宋军介绍来的 中年人立刻就变得热情了 他掀开帐篷的帘子 请几人入内 别家 先给你们看看咱带来的货 你有什么好东西 等会也别掖着藏着 哥们做事 那可是非常爽快的 刘川拿过周瑞手里的包 将拉链拉开了一条缝 几十把一百面圆的钞票 呈现在那个中年人的眼前 刘川这一手啊 也是宋军在电话里教他的 果然 那个中年人看到了真金白银之后 态度顿时又热情了 他不但亲自将几人让进了帐篷 还叫人送来了几碗热乎乎的酥油茶 只是庄瑞他们却是不敢喝这茶 虽然宋军说这个黑市的组织方信誉很好 但是现在身在别人的地盘 还是稳妥一点的好啊 中年人也没勉强 敬茶只是出于礼貌 招呼了几个人坐下 他就又回到帐篷门口 来迎接新来的客人 在草地上搭建的这个帐篷 非常的大 占地大约有四五十个平方 用的是内称外批的办法 先用一个支架撑起内帐 然后将防水的外帐披上 然后固定好 在四周的地里面打地钉加以固定 这个称法比较便捷 拆卸的时候也最为方便 七八个人在四角一收 几分钟就能收拾妥当了 帐篷里除了几张餐桌之外 就是一壶正在烧着的开水 还有几个人 其余呢就再无一物了 连个文物的影子都没看着 而且啊似乎这人是没有来齐 这个黑市拍卖也没有要开始的意思 庄睿坐在那儿闲得是极其无聊 拍眼打亮起帐篷里的这些人来 帐篷里现在已经坐了十一个人 九男二女 坐在庄睿右侧七八米远的 是一个年龄大约在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 身材极胖 那肚子大的实在是不敢恭维啊 他坐在那儿 就像个肉球陷在了椅子里 恐怕这人要是站起来 低下头是绝对看不到自己的脚尖的 胖子老板的身边 还坐了个年龄足以当他女儿的女孩 穿着一件皮草夹克 夹克里面貌似只有一件低胸的小背心 脸上是浓妆艳抹 妖艳之极啊 整个帐篷里都能够闻到他身上那股子香水味 女孩整个身子几乎都趴在那中年人的身上 正对着她的装瑞几乎不用抬眼 就可以看见女孩胸前那两团被挤压的有些变形的肉球 在那胖子老板的身后啊 还站着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是体格健壮 手里拎着一个密码箱 在庄瑞等人刚进入到帐篷的时候 那个人的眼光就一直盯着周瑞 他应该是胖老板的保镖一类的角色 坐在庄瑞左手边的 却是两位年龄六十以上的老人 两个人都比较瘦 不过是精神绝数 看人的时候这眼光也十分锐利 倒是有点像在古玩行里的老玩家 他们的手上也拎着一个包 看样子 这里只接受现金交易 这两个老人似乎给那个胖子很不满意 眼睛看过去的时候 鼻子里发出很不屑的声音 剩下六个人也分成了三个圈子 看样子都是两个人一起来的 坐得比较分散 都在低声的说着什么 而房间里除了那个妖艳的女人之外 还有一个女人 戴着一个大大的黑矿墨镜 没办法看清楚她的相貌 从脸上的皮肤看呢 这年龄应该不是很大 这个女人的膝盖上放着一个笔记本电脑 她正看着电脑屏幕和身边的一个男人说着话 看那个男人的态度 有点像是这个女人的跟班 另外几个男人这穿着打扮都很有品位 看起来也是颇有身家的人 不过这些人之间都没有相互交谈 甚至下意识的都躲避着对方的注视 更没有像庄瑞这样去四处打量的 唯独在帐篷右边的角落里站着两个人 穿着打扮都和外面那些人一样 这两个人也不说话 双眼带着警惕的目光看着帐篷里的众人 庄瑞在打量帐篷内的这些人的时候 还是比较含蓄的 可是刘川这次就直接直愣愣的在看了 再加上这人本来长得就满脸横肉 看人时候那眼光怎么都像是不怀好意 搞得没过几分钟啊 坐在刘川周围的三四个人是纷纷站起身来 把那种塑料制作的带靠背的椅子 向距离刘川比较远的地方挪了过去 倒是那个胖子根本就没在意刘川的目光 嘴角歪了一下和刘川对视一眼 依然和身边的美女调笑着 想必是依仗身后的保镖 并没有将刘川放在眼里 这年头啊 只要有钱就没有摆不平的事 也没有摆不平的人 马哥 您的酒量可是真大呀 昨天把小妹喝的都不行了 这个 这个药你吃了 酒后喝一点 对身体很好的 不 您别动 我来喂给您 那妖艳女的声音在帐篷里响了起来 也不知道她从哪拿出一瓶海王金尊的保养液 拿捏着嗓子就要喂那胖子喝 那胖子也吃这套 两个眼睛笑得都眯成一条缝了 嘴里喝着 嘴里喝着营养液 那双大手却在妖艳女的臀部上是摇走着 我呸 两个老人之中的一个实在是忍不住了 张口就在地上催了一口吐嘛 嘴里大声地喊着 老天啊 你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 请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不知所谓 老头的脾气挺大的 说话的时候还横了庄瑞等人一眼 看的几个人有些莫名其妙 搁几个也没招惹她呀 听到老头的喊声 刚才领刘川等人进来的那个中年人 连忙就掀开帘子走过来 哎哟 谢老板 什么事让您发这么大脾气啊 庄瑞一行人都没看出来 这中年人居然也是一个藏民 原本还都以为他是汉人呢 因为在他的脸上却看不到一点的高原红 并且这人的普通话也是相当的流利 而且还带着那么一股的晶片子 想必啊也是一个有来头的人 那谢老头刚才喊人的时候挺横 可是看到朗杰进来了 他的态度却收敛了一点 八点到现在都快四个小时了 以前好像都是来了就开始啊 今天这是怎么了 不行的话咱们下次再来 都说着人老成精 脾气棱角都会打磨的差不多没有了 可是这老头的脾气啊 像是比刘春还大 不过今天这个事儿 确实是这个组织者不对啊 谢老头此话一出 旁边的众人也是纷纷附和 一时间这帐篷就热闹起来了 主位主位咱们安静一下啊 今天请大家来确实有几个不错的老物件 不过还有几个客人没到 耽误大家工夫了 对不住实在是对不住 这样吧 今天参与拍卖的所有物品 在成交的价格上全部下幅百分之五 算是我朗杰给大家赔罪了 大家看怎么样 朗杰一看犯了众怒 连忙双手抱拳向四周作异 而且这人行事也足够果断 马上就想到了平夕大伙怒气的办法 要知道在这儿成交一个物件 少则数千 这数千的基本上就是没有啊 多则数万或者是几十万 这百分之五 那就是好几千块钱啊 这种让步足以显示出他的诚意了 朗杰老板啊 我是听说你这儿有好东西抬来的 钱不钱的无所谓 快点把东西拿出来吧 咱不在乎那百分之五 众人听到朗杰的话都没吱声 就那胖子开口了 粗壮的像胡萝卜一般的手指头 很有气势的在挥动着 哈哈哈 刘川终于忍不住笑了出来 这胖子也不知道是从哪来的吉品 他这句话一出来 不但得罪了这帐篷里所有的人 还等于是对卖家说 咱有钱 下刀子宰的时候你尽量狠一点 看到一帐篷的人都面呆笑容的看自己 那个胖子再傻也知道这些人是在笑话他 当下是眼角一睁 对着刘川就瞪了过去 刘川哪能吃这套啊 直接朝那胖子的脚下就吐了一口痰 一脸挑衅的回瞪过去 胖子很费劲的扶住椅子两边的把手 想站起来 可是起身到一半 看着刘川他们有三个人 而且都是年轻体壮 自己那一个保镖不见得就能痘子过他 当下就又坐下了 嘴里却说 咱们是有素质的人 不和没见过世面的土豹子一般见识 朗杰看到这两拨人似乎就要掐上了 也没开口劝阻 对他而言 双方越是看不对眼那就越好 等到拍卖东西的时候 自然会有人意气用事 是啊 那些人这么粗鲁 马哥 您大人大量 别和他们一般见识 哎 马哥 你看那个人怀里的小狗 好可爱呀 你说也要给我买一个的 到现在都没买 我一个人寂寞的时候也没人陪 马哥 这妖艳女很会哄人 两句话就把那胖老板的心情给理顺了 可是等他眼睛看到庄瑞怀里的小白狮 这立刻就被吸引了 他拉着长音就撒起叫来 听得众人呢 这鸡皮鸽子都掉了一地 好了好了好了 我就是一只狗嘛 你去问他 卖不卖 多少钱都行 咱不差钱 胖子也知道 自己好像不太讨人喜欢 就没有亲自去找庄瑞买狗 而是让正年在他身上的那个女人去说 要说这小白狮的卖下 还真是不错 经过庄瑞灵气的条理 这一身雪白的长毛 柔顺的贴在身上 不知道内情的都会以为这是一只宠物狗 真的 马哥 您太好了 嗯 妖艳女很响亮的在胖子脸上留下了一个唇印 站起身来 扭着腰支 就像庄瑞等人的方向 走了过来 听着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更多精彩请您下载喜马拉雅手机APP 关注小说的更新 本节目二十四小时之内点赞数量超过一百 明天夹更一级 欢迎您的收听 典当行的小职员庄瑞 因为一次意外 眼睛发生了异变 眼生双瞳 从此开启了他的财富人生 美轮美奂的陶瓷 骨着大方的青铜器 惊心动魄的赌石 接踵而来 听着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郭以达为您演播的 长篇都市幻想小说 黄金铜 作者打演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五十五集 正在播出 哎 你说你呢 离我远点啊 站那儿就行了 哥哥我可受不了你这味儿 妖艳女 距离庄瑞 还有四迷五远的时候 刘川就开口说话了 这个女人虽然相貌身材都不错 只是身上那股子香水味儿 实在是太寻人了 哎哟 我又不是找你 我找那位大哥 这妖艳女根本就不吃刘川那一套 带着一阵令人欲呕的香水味儿 就来到了庄瑞的面前 微微皱了一下鼻子 庄瑞不快地看着这个女人 我这狗不卖 爱干嘛干嘛去 大哥 我看你确实挺喜欢小动物的 你开个价 马哥绝对不会还价 你就让给我好不好啊 不卖 庄瑞懒得和这个女人废话 冷冷地从嘴里吐出了两个字 一万 怎么样 一万可不少了 妖艳女一边说着 一边看向那个胖子 见胖子的脸上没有不悦的神色 这才看向了庄瑞 并且把自己的身体凑了上去 估计他要不是怕胖子不高兴 就能把胸前那两团肉挤到庄瑞的脸上去 一万 庄瑞抬起头 正眼打亮了一下这个打扮妖艳的女人 其实应该叫他女孩才算合适 看年纪也就是十八九的样子 身材也真是不错 凹凸有致 如果能把脸上擦那脊梁粉去掉 倒也能算是一个青春美少女 一万块钱 行 庄瑞是慢条思理的说着 真的 马哥他答应了快点给我拿钱 听到庄瑞答应下来 那女人就兴高采烈的喊了起来 不过话声刚起就被庄瑞给打断了 一万块钱 我卖你根毛 依然是不紧不慢的语气 不过话语中的意思 却让整个帐篷里 除了胖子三人组是勃然色变 其余的人全都哄堂大笑起来 就连两个老家伙都是忍君不禁 摸着胡子 黑黑的乐着 刘川更是笑的蹲在了地上 你 马哥 我不一 他欺负人 妖艳女本来张牙舞爪的 想扑上去去挠庄瑞 不过看到这五大三粗的刘川 还有旁边眼中带着寒光的周瑞 顿时他是止住了脚步 转身就扑到胖子老板的怀里去哭诉去了 其实庄瑞的性格是比较宽厚的 一般不会给人如此的难看 只是今天一来 这胖子的确是有点嚣张 并且这女孩也太不知自爱了 这样的女人多的是 庄瑞想管也管不过来啊 但是偏偏这女人要来买小白狮 那庄瑞就不会再对他客气了 庄瑞的舌头要是堵起来 也是气死人不偿命 那胖子老板拿庄瑞等人也是无可奈何 在这上不着天下不着劲的 他即便是再有钱也是没辙啊 动手摆明了会吃亏 这胖子也看得清形势 居然忍了下来 向那个女人承诺了一大堆好处 帐篷里这才算是安静下来 这位先生说的其实也没错啊 一万块钱的确只够买只狗毛的 出乎众人的意料 那个一直坐山观虎斗的朗杰 居然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顿时是震惊四座 朗杰老板 我来这儿是来拍卖东西的 不是来受气的 你有点过分了吧 此话一出这胖子就坐不住了 庄瑞他不敢招惹 不过朗杰的底细他还是很清楚的 即便是撕破了脸 朗杰也不敢将他怎么样 旁边的人倒是没说话 他们都知道朗杰为人城府很深 能撑得起黑市这么一个摊子 绝对是八面玲珑 是一个轻易不会得罪人的书 之所以说那番话肯定是有他的用意 一时间帐篷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朗杰的身上 就连那位戴着墨镜的女人也将眼睛从电脑的屏幕上移开了 果然 朗杰看着庄瑞怀里的小白师说 马老板 您先别生气 让我把话说完 要是我没看错 这位先生所报的应该是纯血的血敖 这种血敖是很少见的 偶尔出现一只也是杂交的居多 品种不纯 而这只小脏 毛色纯亮 眼睛有神 颈部粗大 双肩平落 虽然个头还小 但绝对是一只纯血的脏 好 各位老板 我朗杰这双招子 大家还是应该信得过的吧 朗杰此番话已出 除了庄瑞三人早已知道白师的来历之外 其余的人都是一脸震惊的看着庄瑞他们 这些人的身份 走出这个帐篷之后都是喊得出自号的 即便是那个胖子 虽然为人粗鄙 但是在山西等地经营着数个大型矿场 正好这几年煤炭资源走鞘 使其身价大涨 单论经济实力 恐怕在座的很少能有人与之相比 朗杰的话 之所以能让这些有钱有势的人吃惊 是因为他们知道一只纯血脏熬的价格 如果单单是谈到价钱的话 那还不至于让这些人失态 关键就在于这东西啊 他有钱也买不到啊 有个圈子里面的人 曾经标价一千万求够一只纯种的幼翱 但是这事情都过去好几年了 那人也没能如愿 恐怕现在就让他出两千万 那个人也会毫不犹豫的答应下来 而且那人颇有身份 如果谁真能给他带这么一只幼翱的话 下半辈子肯定会顺风顺水的 当然 以在座的这些人的身份 并不需要去巴结那个人 不过比铁包金等品种还要珍贵的纯血脏熬 就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不由得这些人不动心啊 一万块钱买一根狗毛 虽然有些夸张 但也相去不远 冷截老板 果然是好眼力啊 佩服 佩服 庄睿也无意隐瞒小白师的身份 他心里是真有点佩服这个看起来其貌不扬的中年人 刘川玩了这么多年的猫狗 周睿在西藏待了这么久 也曾经养过藏傲 这两个人都没分辨出来 而这朗杰只不过看了几眼 就能做出如此准确的判断 单凭这份眼力就值得庄睿尊重了 哈哈哈哈 英雄所见略同嘛 这位先生 请问你这只雪凹是否愿意转让呢 我个人对他是非常感兴趣的 你放心 如果你转让给我 我价格上绝对好商量 并且我绝对不会把它再卖出去 藏族人对于藏傲的喜爱 那是毋庸置疑的 朗杰虽然不经常居住在西藏 但是西藏人的性格和爱好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在他刚才无意中认出了这只雪凹之后 就想着怎样才能将他收为己有 对不起了浪杰老板 你们藏人把藏傲当作是亲人来看待 同样我也把它当作我自己的亲人 难道会有人来卖出自己的亲人吗 庄睿说话间就抱起了小家伙 这小白师也很给面子 亲热的舔着庄睿的脸 这一人一犬之间 居然给了众人一种难以言喻的和谐感 朗杰文言还是有些不死心 就继续说了 对不起是我失言了 看得出这位先生对这个雪凹很是喜爱啊 不过你是否知道这纯种雪凹现在的身价啊 听说 听说有人出一千万吧 我是不会买的 庄睿一口就堵死了朗杰下面要说的话 他现在也是身家几百万的主了 虽然没法和帐篷里的这些人比 但就是这几百万 庄睿还没想好怎么去花呢 朗杰不说话了 他虽然有些资产 不过做这个买卖也不容易 方方面面都需要打点 三较九流都需要孝敬 也许他出三千万或者更高的价格 能买到这只藏鸥 但那肯定是得不偿失啊 这位小兄弟啊 你这只藏鸥我也很喜欢 一千万这价太低了 这样吧 我给你三千万 你把它卖给我怎么样啊 那个胖子也顾不上庄睿刚才冒犯过他 嘴里亲热的喊着小兄弟 正艰难的从椅子上站起来 似乎还要上前和庄睿亲热一下 三千万啊 乍一听到这个数 顿时就给庄睿吓了一跳 心里还真浮现出了卖掉小白狮的意思 不过这时大昭寺那老喇嘛 让庄睿善待这只熬王的话 仿佛又在耳边响起 顿时就将他心中的贪念 积得粉碎 朗杰老板 我们来这里是来参加古董拍卖会的 而不是来卖我的藏熬的 如果拍卖再不举行的话 我想我们可以告辞了 庄睿没有回答胖子开的价 而是看向了朗杰 说老实话 那胖子给出的价格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 三千万啊 庄睿也害怕自己一直不够坚定 于是干脆就开口告辞 是啊 朗杰啊 要不然就改天吧 咱们这么多人 等在这也不是办法呀 听到了庄睿的话 那谢老头也开口说了 他们此次的行为 本来就不是合法的 虽然知道朗杰的信誉好 但时间拖得久了 也难保会有什么意外发生 我这位小兄弟啊 哥哥我是真心想买你的藏熬 卖不卖你也说句话啊 三千万不行就四千万 这钱不是问题 那胖子看到庄睿压根就不搭理他 感觉这面子有些挂不住了 又给庄睿开了一个价 说实话 他虽然有十几亿的身价 但是四千万的现金掏出来 也是有点吃力的 不卖 庄睿硬邦邦的回了两个字 站起身抱着小白师就往外走 虽然庄睿经常在某些港台剧里看到 某某女主角拒绝亿万富翁的追求 而嫁给穷小子的那种桥段 但是直到此刻他才知道 当有上千万的财富摆在你的面前 任你取舍的时候 那究竟是多么大的诱惑呀 这种诱惑力不是用语言可以形容的 电视里演的那些全他娘的是扯淡 就在庄睿掀起帐篷布帘的时候 外面传来几声刹车的声音 而一旁正急的焦头烂额 劝说众人留下的朗杰也是长舒了一口气 显然今天最后一位客人也到了 各位各位拍卖马上开始 大家稍安勿躁啊 朗杰擦着头上的汗大声的喊着 听到了他的话众人也都安静了 毕竟今天来这的目的没达到 谁也不愿意空手而回 庄睿抱着小家伙也退了回来 朗杰话音刚落 三个男人就走了进来 大家都知道是这几个人的迟到 导致今天拍卖推迟 都面色不善的看了过去 一个身材不高的男人进来之后 就对着帐篷里的人是鞠躬道歉 嘴里却是用日语说着对不起 朗杰 咱们这行的规矩 你忘了吗 谢老头蹚一下就站起来了 他力声向朗杰喝着 要说谢老头刚才发火 那是有些坐坐是装的 可是这次却真的是火冒三丈了 每个行当里都有自己的规矩 就像是在香港 电影开拍之前都要拜计官二哥 盗墓摸金的 也要在墓葬的东南角放上一盏灯 再说的直白一点 想什么想调动工作 就要给这当官的送礼 想包工程就要给人家回扣 想出名就要和导演睡觉 想开店就要维护好这工商税务的关系 同样黑市拍卖这个行的 也是有俗定而不成文的规矩的 那就是参与拍卖的 必须是行当里的人 说大一点那也必须是中国人 这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的道理 可是眼下突然冒出这么一个日本人来 那就是朗杰坏了规矩 朗杰所搞的这个黑市 其实就是把一些见不得光 或者是没有办法通过正常渠道出售的物品 用黑市拍卖的方式将之销售出去 卖家大多是一些偷猎者或者是盗墓者 反正是五花八门 无所不包 而来到这里的买家大都是一些古董玩家 有许多都是有一定社会关系和地位的人 他们不怕这些文物来历不明 自然是有办法将之洗白的 至于黑市本身只是起到一个中介的作用 低买高卖赚取着中间的利润 只不过他们自己转手卖出去的价格 要比从那些人买东西的价格 往往高出几十倍甚至是上百倍 加上朗杰的进货渠道很多 经常会出现一些好东西 所以在国内的古玩黑市上也算得上是一号人物 常常会吸引许多的玩家来此淘宝 哎哟 我我我这我我是真不知道啊 江老板 您也不是第一次来参加我这拍卖会 咱们的规矩您应该是了解吧 你这样做我很为难啊 看朗杰的模样 似乎他事前也不知道会有个日本人要来 当下对着站在日本人旁边的一个大约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说着 语气也有点不是很客气 从这三个人进到帐篷里 其实只是短短的一两分钟 众人的注意力都被那个日本人给吸引住了 听到朗杰的话 这才把目光转移到那位江老板的身上 庄睿怎么看怎么觉得那个人眼熟 忽然他想起来了 自己在一本杂志的封面上见过这个人 他好像是四川一家大型企业的老总 那家企业年产的利润都是十亿以上的 只是没想到他居然会来这种场合 听朗杰话里的意思 他似乎还不是第一次来啊 听着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更多精彩请您下载喜马拉雅手机APP 关注小说的更新 本节目二十四小时之内点赞数量超过一百 明天加更一击 欢迎您的收听 典荡行的小职员庄睿 因为一次意外 眼睛发生了异变 眼生双瞳 从此开启了他的财富人生 美轮美奂的陶瓷 骨着大方的青铜器 惊心动魄的笃石 接踵而来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郭以达为您演播的长篇都市幻想小说 黄金铜 作者打眼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五十六集 正在播出 朗杰兄弟 各位老板 这次的事情是江某人做事不周 还望大家海寒呢 竹内先生 在日本一直是反战人士 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希望大家卖江某一个面子 日后江某会对大家有所交代 其实啊 江总也是有口难言 这次他企业的技术改革 有一个核心技术 国内还没有开发出来 必须要和一家日本企业合作 这次随他前来的那个日本人 就是那家日本诸师会社的副社长 竹内 也是负责此次谈判的代表人物 这个人很喜欢中国文化 也收集了不少的中国古玩 算得上是半个中国通了 竹内无意中听到江总 知道这些举办黑市的地方 就特意提出要来见识一下 并且给江总承诺 如果可以在参加黑市拍卖的时候 带上他 那么他也会在谈判中 做出一些让步 这样的条件 让江总实在是无法拒绝啊 所以这才会有帐篷里 所发生的这一幕 听到江总的话 帐篷里的人都沉默了 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 为了高额的利润 这黑市中的物件 有许多都流向了国外 就是在座的这些人 可能都有些人干过这种事 再加上江总 确实也是大有身份的人 如此低三下气的恳求 要是扫了他的面子 未免有些太不近人情了 如此一来 大多数人都算是默认了 可刘川却不吃这一套 他根本就不认识这江某人 是何方神圣 上前一步张嘴就要说话 却被庄睿伸手给拉住了 这倒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某头 你拉我干嘛呀 不知道我从小就烦着日本鬼子吗 刘川在嘴里嘟囔着 可是这声音特别大 整个帐篷里的人都听得是一清二楚 他们拉不下面子开口说的话 让刘川给说出来了 也正合了他们的心意 J.W.先生 我对本国的军国主义 也是极为反对的 对于当年本国在归国所犯下的罪行 我愿意以我本人的身份 向中尉赔罪 没想到这个竹内 居然是一个中国通 把刘川的话听得是一字不漏 而且还走到刘川的面前 深深的把腰弯下去了 一直就没抬起来 似乎刘川不答应他参加这次黑市拍卖 他就会一直如此 只是不知道 竹内为什么一进帐篷就说日语 以他的普通话水平 要是少说几句话 恐怕众人也辨认不出来吧 刘川这人的性格 一直就是吃软不吃硬 眼前竹内如此的表现 倒是让他说不出话来的 而且以前在他爷爷的战争年代 可是亲手杀了不少的日本鬼子 虽说身上多了几个枪眼 那便宜也是占大了 想到这儿刘川就摆了摆手 你要参加就参加 问我干什么 去找朗杰老板去 这言语中的意思就是不反对了 谢谢这位小兄弟 以后各位有什么需要江某人帮忙的 江某一定尽力 江总听到了刘川的话也就放下心来 在帐篷里的人除了庄睿几个人眼生 其余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交情 想必也会卖他这个面子 烟下刘川松口了 自然也就不会有人在反对 江总侧身 对旁边的一个年轻人说了一句话 那个人立刻就走出来 手里拿着一盒名片 挨个的双手发给了帐篷里的每一个人 真过去 刘川接过那个烫金的名片 低声的笑着 这次他的声音就很小了 毕竟已经不反对那日本人参加拍卖 也就没有必要再去得罪这位 看起来很有来头的江总了 我说你小子就不能少说两句 庄睿捅了一下刘川的腰眼 让他坐回到椅子上 庄睿的心里另有打算 就凭自己这双眼睛 等一会儿也能给这日本人添点土 何必在表面上去做这个恶人呢 好了好了诸位 今天耽误了大家不少时间 我在这儿给诸位赔罪了 咱们现在就开始吧 朗杰看到风波已经平息了 摆了摆手 马上就过来几个小伙子 在帐篷的中间摆了一张方桌 然后原本站在角落里的两个人 其中一人掀开他身后的帘子 从里面拿出一个物件 放在一个盘子里端了出来 这时候庄睿才知道 原来呀 这次拍卖的东西一直就摆在那儿 怪不得一直有人把守呢 大家都知道 我个人虽然反对猎杀藏羚羊 但是总有一些人会做这种事的 前段时间通过一个渠道 把运往海外的这一条沙图石留了下来 不过我是一个生意人 东西还是要卖的 今天的第一件东西 就是这一条沙图石披肩 大家都知道 沙图石意为羊绒之王 这个披肩的起拍价是一万块 朗杰的声音在帐篷里响了起来 给在座众人解释着这个拍品的来历 原本这里拍品的来历 都是不需要解释的 不过对于藏民来说 宰杀藏羚羊的名声 这可不是很好听的 所以他也就多说了几句 而那个端着盘子的年轻人 则是围着众人坐的地方走了一圈 把盘子中那个折叠在一起 上面有着美丽花纹的披肩 让众人近距离的观察了一下 等到年轻人回到帐篷中间 朗杰把手里的一个戒指取下 拿起盘子里的披肩 把披肩的一角穿进戒指的一端 朗杰用手在戒指的另一头 轻轻的拉扯了一下 整条长约两米 宽一点五米的披肩 就像是丝绒线一般的柔软 像水一样的顺滑 从这戒指里就穿过去了 这条披肩对女人的吸引力 可谓是极大的 就连那位一直没开口说话的墨镜女 在深深看了一眼那个披肩之后 飞快地在笔记本上打着字 似乎是在查询着什么 马哥 好漂亮的披肩呢 给我买了吧好不好 妖艳女那个声音 又响了起来 好好 我的小乖乖 咱买了 朗杰老板 我出一万 胖子刚才在庄瑞的面前 失了面子 此刻似乎是急着要找回来 就率先出价了 出乎众人的意料 那位墨镜女 在眼睛离开电脑屏幕之后 居然没有开价 而房间里其余的人 对这披肩也没什么兴趣 朗杰等了几分钟 就开口说了 既然没人再出价了 那这条披肩就是 我出一万五 庄瑞的声音打断了朗杰的话 也是让朗杰兴奋起来 这卖价 当然是想自己的东西 有人给抬价啊 这位老板出一万五 现在是一万五千元 还有朋友开价吗 这时 那个戴墨镜的女人 测过了脸 看了庄瑞一眼 虽然隔着墨镜 庄瑞却从那个眼光里 看到一丝鄙夷的神色 我说木头 你小子钱多呀 为这玩意干嘛呀 啊 我知道了 刘川本来有些奇怪 不过马上就反应过来了 黑黑的吟笑起来 刘川猜得没错 庄瑞就是想买下来 送给秦宣兵的 通过前天晚上那一个吻 庄瑞再是一根木头 也感受到了秦宣兵的情意啊 看到如此美丽的披肩 也就动了要买下来 送给秦宣兵做礼物的心思 两万 马老板很快就喊出了价格 在他看来 这个不肯卖狗的小伙子 是在故意和自己作对 而帐篷里的其他人 显然是对披肩没什么兴趣 马老板出价两岸 刘老板这边的朋友 还有没有意思 虽然这披肩 只是几万块钱的小物件 但是对于拍卖的第一件物品 朗洁还是很看重的 怎么说也得是开门红呢 所以此刻正在卖力的喊着 希望庄瑞能再次出价 庄兄弟 这东西你就不要买了 如此抬价 只会助长那些猎杀藏灵洋人的风气 周瑞用胳膊捅了一下 庄瑞在他耳边小声的说着 在这个年代啊 内部有名的电影可可西里还没有问世 国人对藏灵洋所知不多 庄瑞也是以为藏灵洋只是一般的动物 和牛羊的区别不大 听到周瑞的话就有些好奇了 周大哥 这藏灵洋很少吗 怎么刚才那个朗洁也说猎杀藏灵洋 这名声不太好啊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 1990年的时候 藏灵洋的数量大约是一百万只 到1995年就只剩七万五千只了 恐怕到现在连七万只都没有了 你知不知道 就这样一条披肩 最少得猎杀三只成年的藏灵洋 有人把这个披肩叫做裹尸布 一批这种玩意儿 心里能输他吗 周瑞没好气的瞪了一眼庄瑞 这才开口给他解释了一下藏灵洋的现状 听到裹尸布三个字 庄瑞是浑身打了一个冷战的 在看向那条披肩的时候 脑子里想的都是藏灵洋血淋淋的尸体 对那条披肩却是再也没有任何兴趣了 看到庄瑞和人低声说了一句话 没有继续加价 这郎杰有些失望了 不过这个东西只是一道开胃菜 他花费这么大的功夫筹办黑市 自然不是为了出售这条披肩 当下就以两万块钱的价格宣布成交了 要说起来 这胖子还是占了不少的便宜 这样一条沙图石披肩放在欧洲 最少也得卖出数万美元的价格 两万块钱人民币和数万美元 这差距是如此之大 这也是黑市拍卖 屡禁不绝的原因 那胖子虽然拍下这条披肩 但脸上却是老不高兴啊 本来憋足了劲 要和庄瑞较量一分 没想到庄瑞喊了一策架 居然就掩齐息鼓了 让他有种拳头挥舞出去 却打在空气中的感觉 我说浪洁啊 我们来这儿不是要看这些恶心的玩意儿 来点真东西吧 谢老头看样子 也是知道那条披肩的来历 看向胖子马老板的眼光里 充满了鄙视 好 下面的这件物品 我相信大家都会喜欢的 朗洁也没生气 向旁边那个年轻人示意了一下 那个人快步走到帐篷里 被隔离出来的地方 这次拿来的东西 却没有放在盘子上 实在是放不下呀 因为这是一个通高大约70厘米 坐高20厘米左右的青铜器 年轻人将这个青铜器抱在怀里 在众人的面前走上一圈 就把它放在了帐篷中间的桌子上 这个东西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吧 这是一个汉代的摇钱树 像这个保存如此完整的 恐怕就是一些大博物馆里都没有啊 低价是18万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前面来看看 朗杰说话很有技巧 你有购买的心思再上来查看 否则的话 您还是坐在下面喝茶吧 朗杰的黑市之所以是名声在外 不在于参加他黑市的人数 而是在于经过他的黑市出来的物件 大多是一些精品 当然 赢品假货自然也有 那购买者就只能自认眼力不足了 姚田树 这名字兆头不错 胖子很艰难的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那双萝卜手在旁边妖艳女的胸部狠狠的捏了一把 这才一步三化 向着那个放摇钱树的桌子走去 整个一个胖锤 坐在距离庄睿不远的那个谢老头 嘴里轻声的骂了一句 也起身上前 不过他手里却拿着一个放大镜 还有一把像是指甲刀般大小的小错刀 庄睿 啥是摇钱树啊 刘川碰了碰庄睿 小声的问 废话 摇钱树就是摇钱树 你小时候没听过摇钱树的事吗 庄睿的回话 却是让刘川差点气歪了鼻子 这才说的是废话呢 哥们问的是这摇钱树的来历 不过呀 也没有用他再问 因为刚才躲避刘川 而向外挪椅子的两个人 也正在谈着这摇钱树 那个年纪大约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正在给和他同来的年轻人 解释这摇钱树的来历 却是让刘川和这不明所以的庄睿 听了一个真真切切 我跟你说啊 这摇钱树自古又称为钱树 或者叫神树 东汉时期在西南地区是广为流传 是中国神话传说中 神树造型艺术最精彩 最杰出的表现形式 这种摇钱树 只有在四川和湖北等地出土过 这种物件 主要是作为当时全臣贵族 供奉在家里神刊上的珍贵饰品 或者是作为权贵之家陪葬的专用品 是权力地位富贵吉祥的象征 如果朗洁这个物件是真的 哎呀 那不知道在四川的哪个地方 那个王侯的墓又让人给盗了 那个中年人说话是极有条理 不但将摇钱树的来历 讲的是一清二楚 甚至对于眼前这个青铜制作摇钱树的出处 也给出了推测 倒是有点像大学老师 再给学生讲课一般 屁话 倒是说值多少钱呢 刘春这粗货 听完之后不满地嘟囔着 中年人说过话 也起身上前查看 就连那个日本人 也手持放大镜围了过去 中瑞四下一打量 好像就他们三个人这个小团体 还有那个戴着墨镜的女人 没有表现出对这个摇钱树的兴趣 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更多精彩请您下载喜马拉雅手机APP 关注小说的更新 本节目24小时之内点赞数量超过100 明天加更一击 欢迎您的收听 典当行的小职员庄瑞 因为一次意外 眼睛发生了异变 眼生双瞳 从此开启了他的财富人生 美轮美奂的陶瓷 鼓着大方的青铜器 惊心动魄的赌石 接踵而来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郭以达为您演播的 长篇都市幻想小说 黄金铜 作者打演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57集 正在播出 这几个人除了那个胖子 装模作样绕着摇钱书转悠一去 另外几个人 却看得十分仔细 从树叶树枝 一直到地盘 几乎是拿着放大镜 一寸一寸的插砍 谢老头更是经过朗杰的同意之后 用错刀 分别在摇钱树的 铜树枝和桃枝的底座上 蹭下了一点粉末 居然放到嘴里品尝起来 看得庄睿几个人 是恶寒不已啊 由于人少 有都是老客户 朗杰也就任由他们去鉴定 没有时间的限制 因为他对于这个 青铜摇钱树的真假 早就已经做出了判断 朗杰收上这件东西的价格 也就不过是一万五千块钱 而且当时为了携带方便 卖家交给他的时候 都是拆卸下来的碎片 还是他亲自出手拼凑起来的 对于这是一个汉代青铜器 他是确信无疑的 所以这个物件 即便在场的人之中 只有一个人开价 只要十八万能卖出去 他也是稳赚不赔 这一次的黑市就算没有白白 他们鉴定摇钱树的时间有点长 而且现在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多了 朗杰就让人把烤好的全羊 牛肉 凉拌牦牛舌 包子 还有甜茶 奶茶 酸奶等这些饮品 放在一个餐车上 推进了帐篷 供里面的个人选用 另外还提供了几瓶烧酒 庄瑞和刘川这会儿都饿了 当下也顾不得那么多 连酒带菜吃了一个不宜乐乎 倒是周瑞并没有动这些食物 而是把从车上带下来的压缩饼干 掰碎了放进嘴里 喝的水也是自己带过来的 不单是庄瑞和刘川在吃 那个胖子也吃的是满嘴流油 不过酒他可没喝 另外那个墨镜女和他的同伴 也是吃着自己带来的东西 对于黑市方提供的食物 是一点都没动 等到下面这些人几乎都吃饱喝足了 上前去鉴定的那几位 这才走回来 脸色和刚上去的时候一样 看不出一丝变化 刘川打量了半天 也没从那几个人的脸上 看出这摇钱术的真假 不由得兴兴地骂道 哼 人是一群老狐狸 各位啊 你们是先吃点东西 垫不一下肚子 还是咱们现在就开始 朗杰等几个人坐回到椅子上 就开口问了 少吃一顿饿不死 开始吧 谢老头说这个话的时候 还看了一眼满嘴流油的胖老板 好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 相信大家也都看清楚了 我朗杰手里拿出来的东西 绝对是精品 这件汉代的青铜摇钱树 十八万的底价 请各位朋友出价吧 反正这又不是什么拍卖行 朗杰还不忘鼓动一下 没上去鉴定的庄位等人 只不过在他说完之后 帐篷里突然又变得寂静起来 没有一个人喊价 朗杰也不着急 就这么神态依然地等在那 他可是知道 在九三年国外拍出过一件汉代的青铜摇钱树 是250万美元价格成交的 虽然那个青铜树是大价 有两米多高 但是自己这件青铜树 要是放在正规的拍卖行 最后拍出的价格 绝对不会低于300万 自己的起拍价是18万 他不相信在场的这几个老家伙不动心 我出18万 终于有人开口了 却是刚才讲出这摇钱树来历的中年人 20万 有人挑头了 没等朗杰出演鼓动 谢老头也开出了价格 25万 30万 价格在飞快地提升着 江总居然也开口报价了 不过帐篷里的人都想得到 他肯定是得到了那个日本人的授意 毕竟他刚才没去看这个东西 刚才 众人都围上去鉴定那个摇钱树 庄睿没有找到机会用眼中的灵气去鉴别 自从在大昭寺中眼中灵气升级 庄睿的眼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虽然不能再吸取物体中的灵气了 但是释放出灵气的距离已经变得非常的长 现在他很轻松就可以看透十米之内的物体 最为重要的是 庄睿在这次大昭寺内的遭遇之后 不但灵气可以自动恢复 眼睛可以透视的东西也增多了 对于各类矿物 如铁 铜 金 等这些物品 包括石头在内 均可以用灵气进行甄别 庄睿为了做实验 还专门跑去一家金银首饰店去证实了一番 见到众人正脸红耳赤的相互抬架 庄睿抬起头 仔细的向距离身边七八米的青铜摇钱树看了过去 但是他并没有马上就释放出灵气 而是先观察了一下这个摇钱树的风格和特征 这个青铜摇钱树的底座应该是陶制的 成一座大山的形状 在下面有三个平行的圆孔 底座的表面刻有荷花和橘地形状的试造纹 花瓣上端坐着一个猴形象的人 这猴形人头部的顶端有一个垂直的圆孔 青铜树干就插在猴形人头顶的这个圆孔里 树干一共有六节 从外表上看应该是铜制的 每节的形质大体相同 均是扁圆形 上部中空为十字形的插槽 方便插挂树叶 每一节树干中部的正面 都著有一个浮雕式的神人五蛇的造像 神人坐拱居状 浮雕五官清晰 双手操舌 庄睿看得很仔细 这个摇钱树自上而下 共分为六层 每层枝叶插挂在树干成十字交叉的孔里 下面几层都是凤凰图案 到了第六层 站立西王母的形象 头戴华冠 端视前方 左青龙有白虎 身后有玄武 头顶上站立着一只猪雀 整个摇钱树打造的是美轮美奂 庄睿要不是亲眼所见 估计很难相信这是古代艺人制造出来的 那会儿可是没有现在这么多先进的工具啊 四十七万 帐篷里的拍卖还在继续着 价格也在不断的上涨 只是原本两万两万的抬价 现在已经变成一万了 喊出四十七万的 是坐在庄睿不远处的那个中年人 四十八万 四川来的那位江总 也是毫不让步 直接又把价格给抬高了一万 此时这场中就只有他们二人在竞价了 那位脾气火爆的谢老爷子 似乎是退出了竞争 妈的 我本来觉得咱带三十万来已经不少了 现在才知道 这钱扔进去也就听个响 刘川从一开始的目瞪口呆 现在已经变得有些麻木了 庄睿那个手稿 虽然卖出了三百八十万 但那就是一口价 远不如拍卖来的刺激 一万块钱从这些人嘴里喊出去 就像是买大白菜多掏几分钱一样 是脸不红心不跳啊 看来这东西是真的 可是就算是真的 也就几斤破铜烂铁 能值这么多钱 刘川这话 颇有一点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的味道 行了刘马 别发牢骚了 咱们哥们就当是开眼界了呗 看到这个场面 庄睿也感觉自己带来的三十万 的确是有点不够看的 他微微瞇了一下眼睛 将灵气释放出去 在他灵气刚脱离眼睛的时候 怀里的小白狮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 拼命地往庄睿的肩膀上趴 庄睿哭笑不得地 把这个小家伙给抓住了 这两天为了试验 眼中灵气的自我恢复 庄睿可是把这些 以前示弱珍宝的灵气 灌输了不少在这个小东西的身上 搞得每次使用灵气的时候 这小家伙居然可以感应得到 解决了怀里的麻烦 庄睿这才将注意力 又放回到摇钱树上 当灵气接触到摇钱树之后 庄睿的眼前顿时出现了 一个透明的摇钱树 之所以说它是透明的 是因为那个摇钱树的树干枝叶都已经消失了 而呈现在庄睿眼中的是一颗由紫色灵气构架出来的树形的物体 当然 这只有庄睿才能看得到 在这个紫色透明的摇钱树上 有许多个地方灵气无法在其中运转 庄睿注意看了一下 发现那些个点 大多都是青铜树枝和树干相连接的地方 不过也有一些个连接点 确实可以让灵气从中运转 庄睿稍微思考了一下 这心里就明白了 想必这些个点是后来修不过的 只是手法比较高明 从外表上根本就看不出来罢了 得出了这个结论 庄睿的心中稍微有些兴奋 有了这样的一双眼睛 自己以后再去逃跑捡漏 那绝对是无往不利啊 不过他现在首先要解决的 还是大量的阅读古玩的相关资料 否则的话 即便眼中看出这东西蕴藏灵气 但是庄睿要是不懂得断代 不知道其传承和来历 不知道他的市场价格 那还是白搭呀 打个比方说 庄睿看到了这个老物件 花了二十万把它买下来 回去一问这东西确实是真的 但价格只值十万块 那这个亏 吃的可就有点憋屈了 五十八万 江老板出价五十八万 这个青铜摇钱术 品相如此完好 可是很难得的呀 虽然体低与出土的那几件比是小了一点 但是其做工复杂精致 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就国内而言 绝对再也找不出第二件来 李老板 机会难得呀 浪杰此刻喊了半天 嗓子都有些嘶哑了 只是他的精神依然很振奋 看到那位李老板似乎有要退让的意思 就连忙开口蛊惑了 六十万 我出六十万 要是再高 这东西就江总要了吧 这个物件是不错 但是有修不过的痕迹 我最多给到六十万 听到了李老板的话 庄瑞是心中大汗啊 原本以为只有自己知道这摇钱术是修不过的 可是现在才发现这世上的高人多得是 这貌不惊人的中年人能看得出 恐怕在座没有根架的几个人 也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听到了李老板的话 江总也犹豫了一下 这个东西是竹内委托他买的 说实话 这个价格已经是比较高的了 侧脸看了一眼竹内 江总还是喊了一句 六十一万 好 江总出价六十一万 还有没有出价的朋友啊 朗洁心中对这个价格已经是很满意了 要知道 这座摇钱术即便是放到正规的拍卖行里 最终成交的价格也不会高于二百万 原因就在于 有几处青铜树叶残缺的十分厉害 朗洁在修补上虽然下了很大的功夫 但还是瞒不住一些眼力高明的人 这话再说回来 像这类很明显就是出自于墓葬的物品 也无法摆到国内的正规拍卖行里去卖 至于竹内买回去是自己收藏 还是推到国际拍卖行里拍卖 那就不关朗洁的事了 或许在场的这些人走出这个帐篷 就会打电话举报他也说不准 反正刘川这次心里正动着这个心思呢 那好 既然没有人再出价了 六十一万 这个汉代青铜摇钱术就归属 七十万 我出七十万 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众人寻声望去 居然是那位马老板 喊出七十万的价格 嘴里正忙着吃旁边妖艳女子包好的橘子 似乎刚才那价不是他叫的一样 可是谁都没注意 这个胖的眼睛就剩下一条缝的马老板 在其眼睛深处 不时露出一丝精明而又皎洁的神色 七十万 马老板果然是出手不凡啊 第一次开价就是七十万 江总 这物件可是过了这村就没这地儿了 朗杰喝了口水 清了清嗓子大声的喊着 他原本呢 以为这六十一万就尘埃落定了 没想到这马胖子果然是财大气粗啊 看来自己这次请他来 完全是请对了 其实能请到马胖子也是很偶然的 这位土财主正带着小蜜在拉萨游玩 而朗杰从一个山西朋友的口里 知道这几位大老板近年来附庸风雅 经常出入一些拍卖行之类的场所 就试着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没想到这人真的就让他请来了 还给了自己这么大一个惊喜 四川的江走和他身边的竹内交谈几句 对着朗杰摇了摇头 试一试自己放弃出嫁了 而朗杰也并不失望 这棵摇钱树 他原本的心理价位也就是五十万 而马胖子横插一脚 使其真真正正的变成了一棵 能下钱的摇钱树 恭喜马老板 这东西摆在家里 那可是倍儿有面子 还请马老板上前交易 这几十万的东西 哪来那么多麻烦事 小招 你去把那东西拿过来 给他们七十万 胖子嘴里塞满了痴痴 很不耐烦的摆着手 他让身后的年轻人 去和朗杰进行交易 好了诸位 下面呢 就是今天的第三件拍片了 是明朝唐银唐伯虎的 李端端图 大家有兴趣的 可以上前观赏 不过可不要上手啊 交易摇钱树的事情 自然是有人负责 朗杰此时已经开始了 第三件物品的拍卖 而拍品 却是曾经让杨伟父亲 一笑大方的 唐伯虎的作品 出乎庄睿的意料 在朗杰喊出这个拍品之后 居然没有一个人 上前去看 一时间 这场面就冷落下来了 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更多精彩请您下载喜马拉雅手机APP 关注小说的更新 本节目二十四小时之内 点赞数量超过一百 明天 加更一击 欢迎您的收听 典当行的小职员庄睿 因为一次意外 眼睛发生了异变 眼生双瞳 从此开启了他的财富人生 美轮美奂的陶瓷 鼓着大方的青铜器 精心动魄的笃石 接踵而来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郭以达为您演播的 长篇都市幻想小说 黄金铜 作者打眼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五十八集 正在播出 我说朗杰啊 你今天不是沙图石披肩 就是唐伯虎的画 搞什么呀 行了行了 换下一个拍品吧 谢老头没拍到 那个摇钱树 显然是心情不大好 出眼打破了帐篷里的寂静 谢老板 要看了东西再说呀 这幅唐伯虎的李端端图 虽然不是唐伯虎的真迹 但是仿造的水平 还是很不错的 值得大家收藏把玩一下 朗杰干咳了两声 出言解释 其实他也知道 这幅所谓的唐伯虎的画 那是假的不能再假了 不说这画工如何 从这幅卷轴的轴杆 用纸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年代肯定达不到清朝 估计也就是民国时期的房品 只不过这幅画 当时是和那摇钱树 一同送过来的 卖家非要打包出售 两件东西加一块两万块钱 这幅画的折价是五千 至于来历 卖家也说不清楚 好像不是出资墓葬里的 而是那个人的手下在偷鸡摸狗的时候 从谁家里顺出来的 在朗杰的眼里 这幅画也就值个千八百的 不过既然已经掏钱买了 也就不妨摆出来拍一下 万一这里面有个冤大头开价了 那这钱不也就白赚了吗 听到了朗杰的话 谢老头旁边同来的那位老人 将信将疑的走上前 戴上一副白手套 和桌旁的一位年轻人 把画轴打开 只是用放大镜看了几眼 就连连摇头走了回去 唐伯虎的李端端图 这起拍价是三千块钱 大家可以上前来看一下吧 美人是女徒 挂在家里还是很不错的 可能大家不知道 这李端端其人 可是唐伯虎点秋香里秋香的原型啊 可以说是有根有据 并且是传承有序的 见到众人没对这幅画产生兴趣 朗杰心里很纠结的将收购价格降了两千块 并且将这幅画的典故揭说了一下 希望那位马老板能再慷慨一回 把这画给收了 不过那个胖子像是没听到朗杰的话一般 自顾自的在和身边的妖艳女调笑着 压根就不接这话茬 这李端端图是唐伯虎所画的不假 传承有序也没错 可是这幅画从清朝灭亡之前 一直都是珍藏在紫金城里的 后来也不知道是被溥仪带到满洲 还是被那些遗老遗少们带出国外了 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有面试 也成了一个悬案 南京博物馆里有一幅 不过据说也是后人访的艳品 争议很大呀 这朗杰也真是的 居然拿这么个东西来糊弄人 庄睿的旁边传来了一阵交谈 李说你都没看 怎么就知道是假的呢 万一要是真的呢 那位理性中年人带来的小伙子出言问了 庄睿心中也是有这样的疑问 不由得就竖起了耳朵 仔细的听着 臣个屁 要是真的 完全可以拿到京城 或者是香港的拍卖行去拍卖了 至于在黑市里面拿出来 再说了 朗杰这小子出了名的贼眼啊 要是真的 他三千块钱就能卖 翻个几百倍也不止了吧 那李老板是满脸不屑的说着 不过这话中对朗杰的眼力倒是很推崇的 话虽是这么说 不过这个李老板还是站起身来走到桌前去看了一下 不过也是看过之后就连连摇头 坐回到椅子上一言不发了 朗杰等了半天 看到再也没有人对这幅画感兴趣 他也没怎么在意 本来就是拿出来糊弄一下那个胖子老板的 现在流拍也是意料之中的 于是他就开口说了 既然大家对这幅画不感兴趣 咱们就继续下一个拍片 下一个拍片是 等一下 朗杰老板 让我看看吧 要是仿得还不错 咱也小资一把 拿回家挂屋里去 朗杰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庄瑞给打断了 庄瑞也随之站起身子 抱着怀里的小白狮 向帐篷中间的方桌走 帐篷里的人听到了庄瑞的话 有的面带潮色 有的却是不屑一顾 估计在心里啊 都把庄瑞和刘川这俩家伙 当成是出身不错的顽固子弟了 哎 都说是假的 你看这玩意干嘛呀 买回去擦屁股 都嫌得个挺 刘川一把 没拉住庄瑞 嘴里就不干不净的嘀咕着 听得帐篷里的人 对这两个人的鄙夷 又加深了几分 庄瑞此刻已经走到那幅 放着里端端图的方桌旁边 旁人看他脸色如常 倒真像是想要见识一下 反正几千块钱 在这屋里也没人放在心上 这人想买回去挂在家里 那自然也随他了 只是耽误了拍卖下一个物件的时间 众人的脸色都不是很好看 只不过没有人能看出来 在庄瑞平静的外表之下 内心却是如同波涛汹涌的大海一样 翻滚不休 要不是庄瑞的性格 一向是沉稳稳重 恐怕刚才就难免要失态 被别人看出端倪来了 本来啊 庄瑞对这幅画也没什么兴趣 听到那位李老板的评价 更是连用灵气查看的心思都没有了 只是他用灵气识别的第一件古丸就是字画 心中啊 多少也对字画类的古丸有些好感 就在刚才朗杰准备收起这个画轴的时候 庄瑞很随意的用眼睛在上面扫描了一下 只是当这一眼看过 庄瑞差点从椅子上跌了一个跟头啊 原因无他 就是因为这幅画里 蕴藏了极其丰富的灵气 比他先前所见的任何古丸里的灵气 都要多 就连王世珍的那幅手稿 都没办法与之相比 庄瑞虽然搞不清楚这些物件中灵气的由来 但是经过之前吸收的灵气 和对那些物件来历的了解 他发现 灵气的数量 是与这些物品的年代有着直接关联的 而这些灵气的颜色也是不尽相同 刚才那颗摇前树中的灵气色彩是紫色的 和庄瑞眼中的灵气颜色是一样的 紫的有些发红 而这幅被众人认定的是赝品的唐伯虎画中的颜色 也是紫色的 只是色彩稍微淡了一点 相必这年代没有这汉代青铜摇前树的久远 像是在彭城所吸收的连胜的对联 庄瑞现在还记得 那好像是白色的 而王室珍的手稿 也就是带有一点黄色 至于那紫藤根雕嘛 则是黄中带紫 这色彩不尽相同 只是庄瑞现在所经手的古案还是太少了 并没有办法将之细化分类 但是这件唐伯虎的画筹 庄瑞通过其灵气的颜色判断 应该是真迹无疑 虽然他心里不明白 厂内这么多专家 为什么都不看好这幅画 不过庄瑞还是选择相信自己 这才出言要上来细看一番 虽然对这幅画筹不是很在意 朗杰的商人本性 还是使他让手下人展开了这幅画 让庄瑞仔细的查看 只是庄瑞的表现实在是有些业余啊 手中既没有拿着放大镜 也没戴手套 只不过他双手 并没有触碰到画筹 这朗杰也就没说什么 小伙子 几千块钱的东西看什么看啊 别在这磨叽了 喜欢就买回去慢慢看 下面的谢老头 很不耐烦的对着庄瑞喊 庄瑞也没说什么 倒是把刘川给惹毛了 立马就站起来 老家伙 少在这一老卖老 爷们不趁这一套 我跟你说啊 你要是气不顺 咱出去练练 我可不怕别人说我不遵老爱幼 刘川的脾气 本来就不比这老头好到哪去 而且忍了他很久了 钢筋帐篷就被他横了一眼 现在又听到他编排庄瑞 却是忍不住他爆发了 俗话说 横的怕愣的 愣的怕不要命的 谢老头虽然挺横 不过见刘川这个愣头青 也不敢说话了 嘴里横了一声 就不带言语了 大川 少说几句 这老爷子说的也是 几千块钱的东西不值得磨叽 冷静老板 就冲谢老板这句话 这话我要了 你帮我把它收起来吧 庄瑞此时表现的模样 就像是被谢老头挤对的拉不下脸 根本就没有仔细的看 上去扫了一眼 就出言决定买了 朗洁看到刚才的情形 也不想多声知觉 麻利的将画收好 还附送了一套吊杆的皮套 将这画轴装进去 递给了庄瑞 周瑞这时候 在下面也点好了三千块钱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双方就两清了 这个过程 庄瑞显得很平静 直到坐回椅子上面 庄瑞的脸才露出了一丝激动的神色 不过此时帐篷里的人注意力都放在了下面将要拍卖的东西上 却没人去注意庄瑞了 哎木头 这破话 是真的 刘春和庄瑞认识了这么多年 庄瑞脸上的神色变化 自然也逃不过他的眼睛 说不准 不过 我感觉这话是真的 反正就三千块钱 买了也就买了 庄瑞的话音很低 只有坐在他身边的刘春和周瑞听到了 周瑞虽然对古丸不是很了解 但是听到了庄瑞的话 脸上确实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 他心里是不怎么相信庄瑞的 以庄瑞的年龄和在行当里的经验 这眼力能比那几个老狐狸还高吗 刚才 众人都觉得庄瑞根本没仔细看这话 但是却不知道 庄瑞已然是看出这幅画中的奥秘了 也明白了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把这幅画当作厌僻 只是庄瑞却没办法向刘春和周瑞解释 要让唐伯虎的这幅里端端图重建天日 估计这件事还得要宋军帮忙才可以 下面要拍卖的物件是明朝藩王的一套日常所用的金器 朗杰主持的拍卖依然在进行当中 不过庄瑞此刻的心思已经全部都放在了手中的这个挂轴上 脑中在回忆着刚才的情形 恨不得现在就结束拍卖 回到酒店再仔细打量一份 现在挂轴没有打开 他用灵气看的也不是很真切 唐伯虎的这幅里端端图 从表面上看这图一共画了五个人 图居中坐着一个头戴纹生巾 留八字胡的书上 面部的神情和坐姿 无不显示出儒雅的气度和风采 左侧黑书桌两边的是主人的婢女 一个着红色的套裙 一个着白色的纱裙 色彩鲜明 很有层次感 右侧是来客 手持一朵白牡丹的小姐 姿态文雅是楚楚动人 身后是随从侍女 侍女围着主人 宛如众星捧月似的 烘托出主人的重要和地位 背景是山水大屏风 上方提诗 善和房里里端端 信是能行白牡丹 谁信扬州金满市 胭脂驾到属穷酸 严格来说 庄瑞手里的这幅里端端图 画中人物的神态举止显得很矮板 人物衣室的线条也不够流畅 并且用纸很拙励 纸张用的居然是手指 生轩纸又叫生纸 生产之后直接使用 吸水性强 润墨性强 常用于泼墨化 写液化 笔触层次清晰 干湿浓淡是变化多端 从明清到民国这五百多年的时间 书画家使用的大多是生纸 这熟旋纸是以生纸纸 经过加拱压光脱浆填粉 深色撒金加辣湿胶等工序制成的 做书画 不易走墨运染 适宜于楷书历数 并且辞纸久后会漏繁碎裂 再加上熟纸会掩盖住水墨化的风采 所以在那个年代 书画家都以用熟纸为齿 仅凭这一点 就足以让众人判断出这幅画的真伪了 但是就庄瑞而言 他现在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熟纸生纸 他也欣赏不出这画中人物的形态有什么不妥 庄瑞眼里看到的是 在这幅表面撒金纸张的背后 还有一张薄薄的宣纸画 而他所感应到的灵气 完全就是那张画中所蕴含的 这幅画应该分为三层 最表面的一层就是以熟宣纸所画的里端端图 而第二层就是表胡贴附在第一层画之后 用生宣纸所画的里端端图 这上面还有七八个印铃 由于手指的纸张比较厚 透气性也差 所以从表面上是完全无法看出下面另有乾坤的 在生宣纸之后 就是按照通常书画的传统办法胡表的了 如果庄瑞对胡表的记忆稍有了解 他就能看出来 这幅画的胡表绝对是出自于明家之手 记忆十分的高潮 并且所用的庄表手法也是大有名气 因为这个人不但把这幅真画隐藏在了假画之后 并且还利用假画上的里端端图 把真画上面容易显露出来的红色印铃掩盖的是天衣无缝 但是又偏偏让这幅画 假的让人一眼就失去兴趣 在中国的古丸史上有四五次兴盛时期 而伴随着这些古丸盛行的就是一些艳品防品的大量出现 甚至一些明家都曾经造假作旧 但是也有那么一些人 为了保护手中的真品 而把真画做成了假画 这幅唐伯虎的画就是这样 而且这人装表的手艺极为高明 恐怕就是原先收藏此画的人 也不知道其中的端倪 否则呀 肯定会妥善的加以保存 也不会流落到这黑市的拍卖场之中了 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更多精彩请您下载喜马拉雅手机APP 关注小说的更新 本节目24小时之内点赞数量超过100 明天加更一击 欢迎您的收听 典荡行的小职员庄睿 因为一次意外 眼睛发生了异变 眼生双瞳 从此开启了他的财富人生 美轮美奥的陶瓷 古着大方的青铜器 惊心动魄的赌石 接踵而来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郭以达为您演播的 长篇都市幻想小说 黄金铜 作者打演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五十九集 正在播出 好了好了 下面呢是今天的最后一件拍片 唐代的三彩马 起拍价是五万 大家要是有兴趣 可以上来看看 就在庄睿眼神恍惚之时 这个黑市的拍卖 也已经进行到了尾声 中间又拍出了三件物品 大多是墓葬出土的 从这儿也可以看得出来 朗洁的进货渠道 恐怕多是一些土夫子 但是他的黑市拍卖 赝品比较少 这也是吸引许多 在收藏界比较有名气的人 来参加的缘故 刚才那个墨镜女 花了六十五万的价格 拍了一套明朝 藩王牧出土的日常用器 而坐在庄睿不远处的 那个中年人 则是用三十八万的价格 拍到了一个汉代的说唱俑 虽然有些残破吧 但是那李老板 仍然像宝贝似的碰在怀里 庄睿随意的打量了一番 这里面确实有灵气存在 不过这说唱俑的品相 实在是太差了 许多的地方都有残缺 灵气也流失的差不多了 这样的物件 庄睿是看不上眼的 还有一把是战国的青铜骨剑 品相倒是可以 剑柄处的木头把手已经腐朽掉了 不过剑身依然是寒光闪闪 纹路清晰 这起拍价倒是不贵 只是两万块钱 刘川这小的倒是看上这把剑了 不住的抬价 到了最后 就只剩下他和谢老头两个人了 最终 这把剑被谢老头以三十一万的价格买去了 刘川虽然没能买到 但依然是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 而那个谢老头呢 则是面色铁青 使劲的瞪着他 庄睿觉得好笑 这俩牛脾气撞到一块 不闹出点火花 那才是怪事呢 看着朗杰正卖力的介绍台上的唐三彩 庄睿在脑海之中 也搜索起有关唐三彩的知识了 唐三彩是在唐高宗时期才开始生产的 高宗时期的唐王朝国力日渐强盛 统治阶级的奢侈之风也是愈演愈烈 达官显贵们 期盼死后仍然能够享受荣华富贵 因而在自己的墓穴中 总要随葬大批的珍宝 还有这些三彩器 从而使后葬之风日盛 由于社会需求的激增 使三彩器生产出现过度发展之时 唐王朝不得不设立专门的机构 负责管理和节制 并且颁布规定 对随葬三彩器实行了限制 如规定各级官员的随葬品数量 三品以上90件 五品以上60件 九品以上40件 并规定各种器物的高度应该在一尺以内 根据考古发掘 当时的名气随葬的数量和高度 大都超过了规定 有的三彩马已经高达了一名以上 庄睿前段时间所看的关于鉴别类的书籍 大多都是书画类的 不过也有几本讲到了陶瓷类的古案 其中就有关于唐三彩的介绍 他现在最为欠缺的就是古案上手的经验 有此机会自然要上去摸摸看看了 把手里那幅宝贝画交给刘川 庄睿也随着一众人逗到了桌子前 方桌上这件唐三彩的马是一个唐三彩的利马 高约50公分 前面两族乘八字形岔开 讽直而立 后面两族稍稍弯曲 深井低头 装饰工艺是极为精湛 马宗 杏叶形的饰片 还有这马鞍上的绿边饰是栩栩如生 下面呢 还配了一个大小适中的长方形的底板 这底板不是很平着 微微有些弯曲和翘起 谢老头 还有四川的那位江总 看得是最为仔细的 如果不是不让触碰 他们恨不得呀 把脑袋蹲到马嘴里去 马胖子倒是也上来转悠了一圈 但是体型过于巨大 又没人给他让地方 他兴兴的围着方桌转了一圈 就回去了 庄睿本来就是一个门外汉 是上前看热闹的 这东西啊 就是给他研究个十天半个月 如果不凭借眼中的灵气 他也分不出个自仇阴谋来 不过看这匹三彩马的神韵 倒不像是假的 等到众人都坐回去 朗杰高声地说道 好了 诸位 大家看得怎么样啊 这件三彩利马 虽然出土的比较多 但是这匹马的神韵色彩 还有品项工艺 都称得上是上品之作 尤其是以黑色为主 不用我多说 大家也都知道它的价格 底价五万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喊价了 唐三彩的作品 颇有点墙内开花墙外像的意思 在国际拍卖市场上 唐三彩的马很受追捧 国际苏富比拍卖行 曾经拍卖过一件 唐三彩的黑马 在英国以495.5万英镑成交 这在当时是创造了中国瓷器 在世界上拍卖的最高的记录 而在2004年 中国加德拍卖公司举办的 第79期周末拍卖会上 曾经以十万元的价格 拍出了一件海外回流的唐三彩 虽然这件是黄褐色调的三彩马 价格稍低 但是同国外的拍卖行相比 市场行情那是差得好远 所以这些人也当然要考虑一下 他的收藏价值 五万五 谢老头似乎有点犹豫 好像看不准 不过见到没人出价 他还是喊出了一个价格 我出六万 有人带头了 这马上就有人跟价 喊话的是那位江老板 他今天出手了数次 都是无功而返 面子上也有些不好看了 对于这件三彩马 他颇有点势在必得的味道 八万 喊价的是那位墨镜女 刚才拍金器的时候 是他身边的男士出的价 庄瑞还是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似乎这年龄也不是很大 十万 江老板这次喊价喊得很坚定 似乎认准了这是一件真品 要知道黑白色调的三彩马 在国际上是极受追捧的 拿到大点的拍卖行 成交价格最少也得在百万以上啊 这百万值得还是美元 当价格喊到了二十万 谢老头有点不甘心的就退出了 他倒不是出不起这个钱 实在是这物件他有些看不透 只值得冒二十万的风险 他虽然脾气暴躁 不过赌性倒是不大 我出三十万 出乎帐篷里所有人的意料 庄瑞直接把价格抬上了十万 引得众人纷纷地向他看来 坐在庄瑞身后的周瑞 听到了庄瑞的话 脸庞不禁抽搐一下 他可是知道啊 在交易完庄瑞手上的那幅画 自己包里的钱已经不到三十万了 不过此时帐篷内众人的眼光 都注视在了庄瑞的身上 他也不好出言体异性 哎 我说木头 这三彩马是真的 能值这么多钱 刘川啊 倒没有这些顾虑 他随身的手包里 还放了几万块钱 凑足三十万 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庄瑞笑了笑 灵马 1989年 在英国拍卖了一件三彩黑马 你知道成交价是多少吗 多少啊 四百九十五万五英镑 听清楚了吗 是英镑 庄瑞的声音稍微有一点大 不但刘川听清楚了 恐怕帐篷里的人也都听到了 我靠 四百九十五万 对了 木头 是英镑之前 还是人民币之前呢 并和月南顿差不多吧 刘川让这数字给吓了一跳 不过对于英镑和人民币之间的汇率 他显然不是很了解 但是刘川知道 在前几年长途车上 有些人搞诈骗拿着不值钱的大面额 越南顿哄骗人用人民币兑换 这四百万越南顿也就是一百来块钱 而要是英镑也是这样的话 那他们可就亏大了 庄瑞北刘川的话 搞得有些哭笑不得 多新鲜呢 拿英镑和越南顿比 我说 我说你小子就不能多学点东西吗 四百九十五万人民币 你 你再乘以十 乘以十 就是四百九十五万英镑 什么 四百九十五万 那 那就是 小五千万呢 哎 我天哪 木头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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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值钱了 刘川现在看着那个三彩马 双眼也冒出了亮光 这哪是破泥烧成的呀 简直比金马还值钱呢 刘先生这边出价三十万 还有那位朋友出价呀 大家也都看到了 这件三彩马开门的成分是相当大 以各位的能力 想必不难出手吧 朗杰的声音充满了魅力 其实在他心里啊 对这个三彩马也没底 从其形体上看 圆润饱满 马的造型比较肥硕 很符合唐代时期的特点 并且右色精光内蕴 柔和温润 从这方面来看 他实在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真品 但是这件三彩马的右色柔和之中 透露出了一种灿烂 温润里隐含贼光 而唯独缺少了哈利光 在这我说明一下 哈利光指的就是瓷器上表现出的一种 向云母发出的荧光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唐三彩都有哈利光 所以不排除这件没有哈利光的三彩器 也是真品 只是不免让人心生疑虑啊 我出三十五万 墨镜女稍微犹豫了一下 这庄瑞一下把价格抬高了十万 给他的心理也是造成了一丝压力啊 倒不是来自于钱方面的 而是对于自己眼光的判断 他本来对于这个三彩马的心理价位 只定到了二十五万 但是庄瑞的喊价让他的信心产生了动摇 四十万 江老板显然是不愿意放弃这最后一件东西 这关乎了一个面子的问题啊 即便这是一件赝品 他也不能来了一趟就空手而归啊 更何况竹内也看中了这个三彩马 自己对前面的几件物品是没有根件 这已经让竹内非常不满了 刘先生 江老板已经出价四十万了 朗杰向庄瑞这边说 意思很明显 您接着喊啊 您喊得越高 我越高兴啊 可是在场的没有一个人知道 就在那墨镜女喊出三十五万的时候 庄瑞那几乎提到嗓子眼的心 这才放下 他微微向前倾斜一下身子 自己背后的内衣已经完全被冷汗给浸透了 紧紧的就贴在了身上 这玩意儿 哪是什么唐三彩啊 距离唐朝足足差了一千三百多年 连个民国三彩都算不上 正宗的一个典型的解放后的东西嘛 庄瑞本人对唐三彩 只是有一个笼统的认识 知道其来历 但是你要问他右色胎制制作工艺等等等等 那绝对是一问三不知 他之所以断定这个三彩马是现代防品 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三彩马内毫无灵气 并且这个三彩马前面右侧的马脚内部 还有一个许字 当然 这个字也只有庄瑞才能看到 大家都知道 简化字是在解放之后才开始推行的 在解放之前 这更早的许字的书写一定是大写的研字 而这个马脚里的许用的却是简化字 解放前根本就没这种写法 也就是说 这个物件一定是现代的高仿 要说这个造假高手 也是挺有意思啊 这件三彩马几乎可以说是以假乱真了 真品三彩马的基本特征 这件高仿都具备了 可以说这相同点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九 余下的就不到百分之一 这目前是无法仿造 因为这特殊之处啊 唯有千百年的时间才能形成 人里是暂无理为之 但是除了那百分之一 造折甲还留下了一个记号 那就是马脚里的那个字 只是这字写在里面 让人无法辨识 估计那位高手的意思是 我留出破绽了 能否找出马脚 就看你们这些人的本事了 这个破绽也恰恰留在了马脚之内 应该是取自唐朝时 以马代替其林其武 没有包裹好马蹄 而露出马脚的意思 现代作伪的一些公义人 其技艺无疑都是很高超的 要是放在古代 说不准也是一代宗师 只是奈何你的东西烧制的再好 缺少了时间和魔力 那也只能算是工艺品 而不能称之为古董啊 以至于有些人心有不愤 在做旧造假之后 还故意的留下一些破绽 至于庄瑞为何要喊出三十万的价格 原因也很简单 他呀 就是想坑一下那个小日本 虽说竹内是对中友好人士 但是跑到这种地方来 还是想把咱们国家的宝贝带回日本呢 整个就是一个文化侵略了 庄瑞虽然不是问清 但是对于日本人也从来就没好感 庄瑞已经观察好半天了 那个日本人竹内 对这件三彩马的兴趣非常的大 不实的呀 跟江老板是交头接耳 其后代替竹内罕假的江总 就摆出一副势在必得的架势 看到没人加价 这庄瑞呀 就忍不住叫出了三十万的价格 只是这喊价的时候 感觉挺痛快的 这话刚一喊出 庄瑞就后悔了 万一厂内这些个人精 看出什么破绽 不再抬价 那他可是吃了一个哑不亏呀 虽然现在他也是小有身价 不过要让他花三十万买个假玩意儿 那庄瑞也肯定会抽自己几个耳挂子 不过还好 这墨镜女的喊价让他脱离了窘境 也引得那位江老板再一次出价 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更多精彩请您下载喜马拉雅手机APP 关注小说的更新 本节目二十四小时之内 点赞数量超过一百 明天加更一击 欢迎您的收听 典当行的小职员庄瑞 因为一次意外 眼睛发生了异变 眼生双瞳 从此开启了他的财富人生 美轮美奂的陶瓷 鼓着大方的青铜器 惊心动魄的赌石 接踵而来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郭以达为您演播的 长篇都市幻想小说 黄金铜 作者打演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六十集 正在播出 刘先生 机会难得呀 江总可已经 喊出四十万的价格了 看到庄瑞久未说话 朗杰又开口了 哥们就带了三十万 不要了 庄瑞轻轻的摇了摇头 刘川明白了他的意思 就大声的说起来 全然不顾着 满场投来的 鄙夷的目光 那这位小姐 您还要不要加价呢 朗杰看到刘川这边放弃了 立刻就问向了墨镜女 墨镜女 这会儿也正在猜夺着 庄瑞的用意 刚才看他直接把价格抬到了三十万 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 现在又不跟价了 莫非真是囊中羞涩 不可能啊 来这儿的人就算是现金贷的不充裕 但是也可以开现金支票 然后通过电话确认 他对这件三彩马的第一感官 品相右色 还有他的造型 简直就是一个开门的作品 只不过也正是这件三彩马过于完美 让他心里有一种不太好的感觉 所以在庄瑞喊出三十万的价格之后 他也只是加了五万块钱 我放弃了 摇里摇头 墨镜女清脆优越耳的声音 在帐篷里响了起来 那好 恭喜江总了 今天拍卖行的最后一件物品 唐代三彩马 就属于您了 朗杰有足够的理由来高兴啊 今天的拍卖 让他进账了数百万 而支出却是寥寥无几 手下跟他混饭吃的人虽然不少 但是开销并不是很大 甚至就连收购这些物件的成本也很低 可以说是一本万利 不过江总的面色倒不是很好看 他心里的想法跟那墨镜女差不多 只是关乎到自己的面子 还有身旁竹内所带来的压力 还是喊出了四十万的价格 此时见到庄瑞和墨镜女同时退出了竞争 心里自然就泛起嘀咕了 不过他也打定了主意 这东西就送给竹内了 是真是假 跟他就没关系了 诸位 我在拉萨安排了一些活动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前去参观一下 今天的拍卖到此结束 希望下次的拍卖会上还可以见到诸位 朗杰的话为这次拍卖画上了一个句号 说完话之后 朗杰手里拿着名片 静止走到刘川等人的面前 每个人静上了一张 虽然刘川几个人 这次只是出手拿下了一幅唐伯虎的宴品 但就凭借着庄瑞怀里那只纯血的血骚 朗杰也不敢小事这几个人 他如果要是知道庄瑞在阴那个日本人 使得他大赚一笔 恐怕这态度还得要恭敬好几倍呢 朗杰老板 你派个车 把他们俩人送回酒店 我跟刘川这小兄弟搭一个车 怎么样啊 刘川兄弟 我这身板压不坏你那坦克吧 那个马老板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居然要坐庄瑞等人的顺风车 这让众人都有点纳闷了 刚才这马胖子还恨不得用钱砸死对方呢 现在竟然舔着老脸主动嗜好 这胖子能屈能伸 倒也是个人物 不过众人都以为马胖子 还是为了那只纯种的藏壕 这才要求和庄瑞等人同车 刘川这人的性格 向来都是吃软不吃硬 看到马胖子主动服软 当下就说了 走吧 估计那桑塔纳的车门 你也挤不进去 马胖子对刘川的话是很不在意 原本色眯眯的眼睛 再也没看一眼身旁那搔手弄姿的女人 笑呵呵的跟着庄瑞等人的身后 就上了汉马车 马老板 我早就说过了 这藏壕我不卖 你呀 就不用再费心思了吧 庄瑞在车上坐定 看着正打量着汉马车内装饰的马胖子说 你这车可真棒啊 回头我回去也弄一辆 这可比那些大吉普坐着舒坦多了 马胖子没回答庄瑞的话 也没有再显示出对小白师的兴趣 而是弹起了汉马车 毛老板 这车可不是我的 是我找朋友借的 有什么事你就直说 兄弟我就喜欢爽快人 刘春一边说着 一边拿出奶瓶 又准备给那两个小组都喂奶了 这还没出满月的小家伙 虽然长得很健壮 肥肥嘟嘟的 但还是只能吃流质食物 并且对奶粉的要求也非常高 开始几天吃了几袋婴儿奶粉 看见这小白师吃肉 他们俩也嘴馋了 就吃了一点肉渣 导致他连续拉锡啊 要不是庄瑞偷偷用灵气 给他们调整了一下 恐怕这会儿 已经是凶多吉少了 不过自从那次之后 小家伙们对奶粉倒也不挑剔了 再加上刘春带来的狗丐片 营养一直都很丰富 两只小葬鸥身上是毛发油亮 一只为纯黑色 另外一只 现在却慢慢的变成了金黄色 颇有几分父亲的风采 刘春兄弟 你不厚道啊 这明明有三只葬鸥 你怎么就不肯卖给老哥一只 难道我的钱就不是钱呢 胖子看到刘春 从汉马车的后备箱里 又爆出两只小葬鸥 脸上那像是两条细缝的眼睛 顿时瞪着溜元呢 不是我不卖你 那只白的 那是庄瑞的 这两只可都有主了 不过马老板 你要是出得起价钱 我以后嘛 倒是可以帮你搞一只 刘春的心思 庄瑞是明白的 他知道 刘春想把另外一只 留下自己呀 常年玩狗的人 谁不喜欢这东西 再说了 像这般比较纯的葬鸥 也是极其难以遇到的 这钱不是问题 庄老弟那只 只要愿意 太高了不行 三五千万 我还是掏得出来的 刘老弟 你这两只 我看着也不错 三百万一只 你就让给我一只吧 马胖子对钱 倒是真不在乎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那绝对不是问题呀 别看马胖子在帐篷里 给庄瑞出价的时候 这刘春一个劲的鼓动他卖 但是现在放到自己 身上刘春也是犹豫的 按说 自己就是做这个买卖的 有人愿意买 并且出的价格合适 自然得卖出去 不过这品种 比较纯重的藏傲 实在是太难得了 虽然刘春爱钱吧 心里啊 也是左右不定 下不了决心 马老板 以后我们有时间了 再给你找一只 这君子不夺人耍爱吗 您就别再诱惑我们了 不怕我们把你劫持了 然后勒索一别 那可比卖狗来钱来得快 庄瑞经过了刚才的事 对金钱的抵抗力是增强了很多 和马胖子就开起玩笑来了 这胖子的帐篷里表现得很好色 很粗笔 但是上车之后 出言直爽 虽然比车上的人都大了好几岁 又是身价亿万 但是他也没摆出什么架子 倒是让庄瑞对他的印象 好了不少 我老马没别的本事 能混到现在 靠的就是这双看人的眼睛 你们不会干那些事的 对了 庄老弟啊 你那幅画 应该值不少钱吧 马胖子的话题 没有纠缠在藏敖的身上 这画风一转 居然提到了那幅 唐伯虎的李端端图 这顿时让庄瑞士大吃一惊啊 他自问从开始上台看画 到被挤兑后买下这个过程 没有露出什么破绽呢 马老板你真会开玩笑 那画我本来就是想看看 被那个谢老头一挤兑 也就买回去挂着玩玩 这么多专家都觉得是个赝品 要是真的 哪能轮到我呀 是吧 要不我得拿给您长长眼 庄瑞一边说着 一边把放在吊杆皮套里的画轴 取了出来 准备递给马胖子 他心里也在犯嘀咕 难道这胖子 真是真人不露相 别别别别 别给我 这唐伯虎是谁 我都搞不清楚 我哪知道他画过什么画 不过几位老弟啊 你们刚才 是不是觉得我就是冤大头 过去被宰呀 马胖子见庄瑞把画取出来了 连忙摆着那胡萝卜一般的扑上手 示意庄瑞把画收回去 估计他也知道 自己的水平是上不得台面的 我说马老板 看你刚才那表现 倒真像是个冤大头 刘川的性子直 想来都是心里想什么 嘴上就说什么 马胖子的身家他虽然是有点了解 刘川呢也没往心里去 他和庄瑞就这点好 见了谁都不会觉得自己矮三分 我告诉你们啊 我在山西的住处 有一个收藏室 里面的藏品十有八九都是真的 而且大多都是我自己逃来的 你们俩小哥还真别不信 以后有机会上我那坐坐 你们就知道了 马老板 像今天这个摇钱树啊 您该知道 这七十万的价格有点高了吧 可是你把价喊到那么高 不就让人感觉你有些冤大头吗 庄瑞也有些不理解 就算你是有钱人吧 能拿钱砸死人那种 但是你也不能保证别人不给你下套啊 马胖子没有回答庄瑞的话 反而就向他问了 庄兄弟啊 我问你 当时那棵摇钱树 几个人出价到了六十万 你说你说这东西是真的是假的吗 那当然是真的 庄瑞脱口而出 然后感觉有些不妥 我虽然不太懂啊 也没上去看 不过那个谢老头和李老板 应该是行家 要不然也不会把价格抬到六十万 如何可教也 庄兄弟啊 你说的对 咱是不懂 但自然有行家帮我看呢 我需要做的 就是观察这个黑市拍卖是否是一个局 一个针对我的局 只要看出这点 我就进退自如了 你们看的是物件 我看的是人 别人鉴定好的物品 我出多点钱不就完了吗 七十万比这六十万 这才十万块钱 我就当是鉴定费了 马胖子的话 让车内的三人是恍然大悟啊 原来这丝如此精明啊 满帐篷的人都以为他是冤大头 却没想到 这个胖子居然把参加这次拍卖的人全都糊弄进去了 看来啊 以后还真不能以貌取人 几个人细想人一下就明白了 这棵汉代的青铜摇钱树 如果放在正规拍卖行 成交的价格肯定是百万以上啊 这胖子花了七十万 看似吃亏了 其实是赚了一笔 他开出的价格仅仅高出十万 正好要比谢老头他们的心理价位高出那么一点 而且摆出一副财大气粗的模样 使得众人没有底气和他竞争 如果他开始就跟着喊价 恐怕呀 这七十万还真拿不下了 嘿嘿嘿 怎么样 老马我混到今天 不知道有多少人想算计我呢 这做人呢 还是糊涂一点好 马胖子不知道想起了什么事 居然发起了感慨 那马老板怎么会对我们几个人说呢 难道不怕我们把这件事情说出去吗 庄瑞看着马胖子那张笑得人畜无害的脸 不由得有些疑惑了 他们之间在开始的时候 关系并不融洽 难道这胖子占了点便宜 故意过来险呗 这个嘛 不瞒你们几个说 我这人就喜欢琢磨人 能把各色人给琢磨透了 现在在这世界上混 那绝对是无往不利 要是遇到什么琢磨不出来的事 那我就会好几天吃不着睡不下 今天装老弟的表现让我有点吃不透啊 我来找小哥几个 就是想问一句装老弟 最后那个唐三彩 恐怕是个赝品吧 我看老弟对古玩这行的门道也不是很精通 不知道老弟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要说马胖子能看出那幅唐伯虎的话是真迹 庄瑞只是微微有些惊讶 会以为是自己和刘川说话的时候 不小心让他听着 但是这胖子居然能看出自己 知道那个三彩马是赝品 庄瑞这心里就翻起了滔天巨浪啊 到现在为止 就连周瑞和刘川都以为那唐三彩是真的 由此看来 这胖子能挣好几个亿 果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啊 开什么玩笑啊 那三彩马会是假的 木头 你 你看出来了 庄瑞没有搭话 这刘川就先跳起来了 我刘川兄弟 也不厚了 在拍卖会那会儿 你出言刺激老头和兄弟我翻脸 也是故意的吧 你是生意人 不会不懂和气生财的道理 装那一副顽固的模样 你骗不了我 听到刘川的话 马胖子立刻是话锋一转 又扯到刘川的身上 刘川文言也不吱声了 他今天的行为啊 本来就有些做做的成分在里面 马老板 你这话可就是抬去我了 不瞒你说 我今天来这儿 抱的心思和你差不多 对于谷玩这方面的知识 我的水平也不是很高 来参加这个拍卖会 一来是掌掌见识 二来就是想出手捡个漏 至于那三彩马 我倒认为是真的 不过我带的钱实在是不多 只有三十万 你那摇钱术我抢不过 但最后这个三彩马 我想博一下 没想到咱底气不足 人家不买账啊 庄瑞是一脸正色的说着 这理由他编得很顺利 连他自己都相信了 马胖子有些狐疑的 打量了半天 直到看得庄瑞 有些发毛这才开口 唉 我做生意二十多年 从给人刨腿打砸 到承包小眉窑 发展到今天 在别人眼里 也算是一个成功人士了吧 我见过形形色色的人 包括对于小庄兄弟 我可真有点看不透啊 你这话是真是假 咱暂且不论 不过老马 交了你们这几个朋友 以后到了山西 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 听到马胖子不再提这个事 庄瑞心里松了一口气 这人也太可怕了 半猪吃老虎不说 简直能把人的心里揣摩的是一清二楚 和他在一块待久了 恐怕心里藏的什么秘密 都能被这胖子给套出去 听着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更多精彩 请您下载喜马拉雅手机APP 关注小说的更新 本节目24小时之内 点赞数量超过100 明天夹更一击 欢迎您的收听 典荡行的小职员庄瑞 因为一次意外 眼睛发生了异变 眼生双瞳 从此开启了他的财富人生 美轮美奂的陶瓷 鼓着大方的青铜器 惊心动魄的赌石 接踵而来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郭乙达为您演播的 长篇都市幻想小说 黄金铜 作者打眼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六十一集 正在播出 车开到拉萨 先将马胖子送到了 他下榻的酒店 不过也不知道 这马胖子怀的是什么心思 非要请这仨人吃饭 吃饭的时候 又要了几个人的联系方式 一顿饭下来 已经是晚上了 庄瑞 刘川 还有周瑞 商量了一下决定再住一夜 第二天 开车返回 由于秦宣兵和百孟安等人 都坐飞机离开了 他们仨人 干脆就重新开了一个套间 住到了一块 这会儿伺候完那两只小祖宗 刘川队正在看电视的周瑞说 周哥 你在四川 干的怎么样啊 书信不 有没有兴趣和小弟回鹏城发展呢 我那儿还真缺一个外跑的 以前都是我自己往外跑 照顾不到店里 你要是来了 兄弟我可就轻松多了 这段时间 大家也都熟悉了 刘川知道周瑞是陕西人 由于老家在农村 家里呢 也就只有一些地 一年下来也收入不了多少钱 所以从部队出来之后 周瑞就一直在四川打工 保安 跑堂 业务员 这都干过 现在跟了一个老板 对他还不错 至少能将这百十来万的车交给他 也算是一种信任了 请我 我可是除了开车 什么都不会啊 周瑞有些不解 他自个儿比谁都了解自己啊 除了在部队练出了一身好身手 为人处事 那可就显得有些不够机灵了 以前做业务的时候 别人一个月拿三四千 他就只能拿一个三百多块钱的保底工资 自知不是做生意的那块料 他不明白刘川 到底是看中了他哪一点啊 要说周瑞对现在的工作 也稍稍有些不满 原因就是工资有点太低了 他现在啊 是又做司机 又兼职老板的保镖 每个月这才挣不到两千块钱 虽然比一般在工厂的工人收入多一点 但是周瑞家里面人多呀 三个弟弟妹妹还都在上学 这开销也大 尤其是在上大学的弟弟 每个月的生活费都得好几百 这还不算这一年一万多的学费呢 所以周瑞这几年也一直在寻找机会 想出来自己干点什么 可是在部队学的那些东西 到了地方上完全用不上 而且他16岁就当兵了 27岁退伍 在部队待的时间比较长 心思比较单纯 也不适应一些公司里的勾心斗角 向自己做生意吧 却是两眼一摸黑 完全不知道该干什么 周哥 你看咱哥几个这一路 处得也不错 你的性格呢 我们也能看出来一点 虽然话不多 但人实在呀 大川这是真心实意的想请你去 只要是你去了 他那个宠物店 你占两成的钢骨 每年拿分红 应该不会少于十万块钱 庄瑞在一旁帮衬着 他和刘川早就商量好了 看似两成的股份不少 但是刘川现在每年的大部分时间 都花在天南地北 到处找货源上了 这些年下来 不少的老客户 都有了相对比较稳定的关系 以后呢 就可以让周瑞 全国各地的去跑这些老客户 刘川待在鹏城开发市场 生意肯定要比现在好上好几倍 更为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在刘川 结识到了人情错母 这个草原朋友之后 在刘川的心里产生了一个想法 那就是要在鹏城办一个熬园 慢慢地将宠物店的重心 发展成为做藏敖生意 敖元的前期投资 虽然大了点 但是这生意的利润 要远远地大过普通宠物的买卖了 并且到那个时候 可以和人情错母合作 严格控制藏敖交配的血统 以大草原上的资源 完全可以办成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敖元了 而是否能将周睿拉来一块干 也是敖元能否办起来的很关键的一点 因为人情错母 目前还过着游牧生活 这也导致刘川和他的沟通并不会很顺畅 这样呢 就需要一个对于西藏极其了解 会说藏语 性格稳重 并且能和藏民打成一片的人 而这个人选 除了周睿之外 刘川和庄睿实在是想不到 还有比他更合适的了 当然 这些事刘川现在并没说出来 这时候说有点为时过早 周睿都没答应辞去四川的工作 和他一块干呢 听到了庄睿的话 周睿有些动心了 要知道 他大弟弟在上大学 还有一个小弟在上高中 并且学习成绩也很不错 估计考上大学是十拿九稳 另外一个妹妹正在读初中 而且学习成绩也很好 只是家里靠着那几亩薄地 实在是难以供起三个人读书 周睿的妹妹在去年就辍学了 待在家里帮父母干农活 后来还是他回家知道以后啊 硬逼着妹妹又回到了学校 钱对于马胖子那样的人而言 可能只是一个符号 一串银行数字而已 但是对于周睿来说 他却极为重要 他要是有一个月不寄钱回家 恐怕这小妹就无法上学了 并且家里的房子早就破败不堪了 也没钱修补 所以庄睿说的这些话 尤其是那十万块钱这几个字眼 对周睿的心理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你现在让我说 我也说不出来啊 大川 庄睿 让我考虑一下吧 周睿并没有当场答应 他是一个做事比较稳重的人 现在他担心的是 刘川的话是否可信 万一这边的工作辞掉了 而去到鹏城 又没有刘川说的那么好 那可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已经是年近三十 周睿啊 还没正儿八经的谈过女朋友呢 家里虽然给介绍了几个 但是女方一看到他们家的情形 全都退缩了 搞得父母兄弟啊 都觉得是家里拖累了他 每次回家的时候 他都能感受到来自父母身上的愧疚 这看着年龄刚过五十 但却是因为沉重的生活压力 导致头发已经花白的父母 周睿的心里也是极不好受啊 在丛林难泥中都可以安睡的周睿 今天躺在酒店套间内的豪华喜梦思上 却是第一次失眠了 第二天一早 几个人就把酒店的房间退了 开车返回四川 只是周睿的精神明显不是很好 前面这一段路也就是由庄睿先开 返程的路上在刘川的要求之下 他们特意又去到人情错谋所在的东窝子 刘川啊 这是在为以后铺路呢 带去了许多草原牧民们需要的礼物 自然是大受欢迎啊 载歌载舞了一天之后 哥三啊 全都醉倒了 在帐篷里住了一夜 第二天才告别了热情的人情错母 返回了四川 刘川此行可谓是收获巨大 藏民虽然不杀狗不吃狗肉 相互之间如果需要藏熬的话 也不会进行买卖 大多都是用物品来交换的 不过经过刘川那张三寸不烂只蛇的鼓动 再加上人情错母对外界也有些了解 并且他的父母已经不在牧区生活了 都在那区的市里面 以后呢 他们也是早晚要告别草原生活的 而现在做些事情被以后铺路 人情错母也并不反对 两个人达成了一些合作的意向 由刘川组建敖园 然后人情错母提供交配的成年藏敖 成年藏敖的所有权归人情错母 以后出生的幼崽卖出去 所得的利益 大家按照股份的多少来分成 虽然现在啊 还没有明确的谈到股份的分配 但是最起码一点 就是那头金毛敖王的后宫生活 在今后就会悲惨的结束了 因为要控制藏敖 纯正的噱头 从雾气腾腾的池子里出来 庄瑞 刘川 还有周瑞三个人 身上都被池水烫得通红 几个人赤条条的躺在澡堂子的通铺上 喝着热茶 嘴里吃着清脆的萝卜 这一路的封尘被洗刷的是干干净净 他们呢是在上午赶回到成都 中午吃了一点饭休息了一下 刘川啊就吵闹着要来泡澡 周瑞也和他的老板请示过了 晚上在成都住一夜 明天早上在开车赶往重庆 所以他也随着二人来到了澡堂子 只是陕西啊 现在还有很多这种澡堂子 他呢就没有二人那么多的感触 周哥 明个儿咱哥几个就有各本东西了 兄弟呢 我这次西藏之行能够顺利的找到藏壕 多亏了周哥帮忙啊 等会儿回酒店 我准备了一点礼物 你可千万不要拒绝啊 刘川和庄瑞这几天都没有再提起让周瑞入伙的事 他们知道周瑞是一个极有主见的人 既然答应他们会考虑 在临走之前一定会给他们一个答复 听完刘川的话 周瑞低头思考了一会儿 随即就把还剩下一大半的青萝卜塞到了嘴里 他使劲的嚼了几下 萝卜中所带的微辣让他的额头上冒出了点点细汗 像是已经下了决心 周瑞开口说道 大串 庄瑞 既然你们看得起我 那我也就跟你们干了 不过我周瑞可是一个实在人 咱丑话要说在前面 如果在你们那里赚不到钱 我可是要走人的 我和你们不一样 我家有弟弟妹妹在上学吃饭 这都是我在负担 万一要是没有了收入 你们耗得起 我可耗不起啊 周瑞的话说得很实在 这些天以来 庄瑞和刘川一直在观察他 周瑞也同样在观察他们俩 在他心里 庄瑞为人性格稳重 但是不失血腥 在关键的时刻做事果断 这些都是庄瑞身上的优点 但是让周瑞最看重的 还是庄瑞那天生的好运气 要知道在西藏这种地方 无论是纯血藏敖 还是转世活佛 都是极难遇见的 许多的藏民终其一生 也没能见过两者其一 但是庄瑞却是先得敖王 又蒙受了活佛的灌顶赠珠 在西藏生活了很多年的周瑞 虽然是一个无神论者 但也难免心里会犯嘀咕 至于刘川 虽然性格有些急躁 但是在处理大事上 却是很有条理的 对于时机的把握 那是相当的好 看似鲁莽实则心细 在黑市拍卖上 他刺激谢老头 与马胖子不和 其实那些都是故意的 周瑞也是事后 听到了马胖子的话 这才发音过来 并且在东窝子的时候 周瑞也看出刘川和人情错谋 似乎谈妥了什么事 他这些年在外面闯荡 对于藏敖的价格 也是有一定了解的 只是苦于自己 一没资金 二没人脉 根本就没办法 去做这种生意 如果刘川和庄瑞两个人 真是有心在这上面发展 那周瑞对于自己跟随刘川的前景 还是比较看好的 我说周大哥 这你就放心 兄弟我虽然身钱不多 只有个百万十万 如果有我一口吃的 就有你弟弟妹妹上学吃饭的钱 再说了 咱们有庄老板在 还怕什么呀 那车里的几个宝贝一出手 那可是几百万 立马进账 听到周瑞答应了之后 刘川大喜 将胸前那块肌肉啊 都拍得有些发红了 嘴里还在打着包票 只是他把自己的身家 说的少了一点 虽然现在他只有一百多万 不过车上那只藏鸥 卖给宋军之后 他的资产可能就要翻几番了 当初和宋军说好的是五十万 不过那说的只是一般的品种 不是很纯的 可是现在他带回的这两只 都是纯血金毛藏鸥的后代 而且配种的母犬也是藏鸥 这就使得两只幼鸥的价格 要贵上了许多 这可就不是五十万能够买到的了 前几天在宋军的电话里 宋军就说了 一只幼鸥算三百万 要不是刘川舍不得呀 他都想将两只全买下来 滚蛋吧你 那个子澹根雕给你了啊 熬元的事 我再出三百万 别打 你就不用想了 庄睿文言就笑骂着 从草原人情错母处返回 他和刘川在车上就已经合计好了 熬元的前期投资 由庄睿出资三百万 刘川出资四百万 先找一个偏僻的地方 买些价格便宜的地 把熬元的雏形建起来 因为后期配种藏鸥的引进 基本上就花不到什么钱了 按照和人情错母的协议 可以从草原上免费带过来一些成年的熬犬 当然 这免费只是不用花费现金 不过熬元成立之后 人情错母也是要占有股份的 现在刘川和庄睿大致分了一下 由刘川出资四百万 任熬元的法人兼董事长 占股份的百分之四十 庄睿出资三百万 占有股份的百分之三十 而人情错母出配种的成年藏鸥 并拥有提供藏鸥的所有权 占有股份为百分之二十五 剩下的百分之五就是留给周睿的 先前周睿没有答应辞去工作 和他们去捧场 刘川和庄睿为了如何与人情错母沟通 伤了不少的脑筋 因为春天到了 而冬窝子马上就会解散了 人情错母在大草原上是居无定所 没有电话可以联系到他 如果不是很熟悉牧民生活的人 根本就没办法找到他 不过现在周睿同意跟他们一块干 这个障碍也就不复存在了 熬元 庄睿大川 你们真的打算养藏啊 周睿并不知道他们两个人已经合计好了 先前只是自己在心中猜测 现在听到庄睿的话 这才终于确定了下来 周哥 不是我们 应该说是你们 是你 大川 还有人情错母三个人 我就只管出钱 管理一下财物 别的事我可是不过问 对了 这熬元 你也有股份 庄睿笑着纠正了周睿的话 然后把自己和刘川的设想 大致说给周睿听 不过当周睿听到自己还有5%的股份时 却连连摇头 不不不 这可不行 周睿 大川 你们的心意我领了 不过这建设熬元是要花不少钱的 我一分钱也不拿 拿这个股份我拿的不安心呢 我还是给你们打工吧 我说周哥 你就别推让了啊 具体怎么操作 咱到时候还得请个律师咨询一下 等到熬元的用地买下来 最好让人情错母大哥也来一趟 咱大家一块合计一下 至于这股份啊 可能到时候你还拿不到5%呢 现在就不用多说了 刘春摆了摆手 颇有一点未上任董事长的味道 不过他说的话不使人反感 周睿想了一下 点头就答应了 听着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更多精彩请您下载喜马拉雅手机APP 关注小说的更新 本节目24小时之内点赞数量超过100 明天加更一级 欢迎您的收听 点当行的小职员庄睿 因为一次意外 眼睛发生了异变 眼生双瞳 从此开启了他的财富人生 美轮美奂的陶瓷 鼓着大方的青铜器 惊心动魄的赌石 接踵而来 听着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郭义达为您演播的长篇都市幻想小说 黄金铜 作者打眼 由喜马拉雅出品 等到几人浑身舒坦的回到酒店房间 刘春拿出了一个黑色的手包扔给了周锐 周哥 这东西你先拿着 先回老家安顿一下 和父母住一段时间 然后就来鹏城找我 以后这熬园建成了 咱哥几个要是忙起来 说不准就什么时候再能回去了 周锐听到这话愣了一下 随手拉开了那个手包 他的身体啊 顿时就僵住了 这一万亿把的人民币 这里头整整装了十把钱 也就是十万块啊 把这手包称的是鼓鼓的 周锐不是没见过这么多钱 但那钱不是属于他 现在听到了刘春的话 再看这手包里的钱 即便是在边境和贩毒走私分子 真刀真枪拼杀的时候 也面不改色的周锐 此刻也不禁发起愣来 大川 这钱是 是给我的 周锐就连说话都有些不顺畅 他从部队出来之后 干了许多工作 这工资最高 也就是一千多块 现在突然之间看到了这么多钱 都属于自己 他难免就有些失态了 以周锐的身手 要是走歪门鞋带 想赚钱也不是很难 但是看多了那些犯罪分子的下场 周锐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原则 努力做事 踏实做人 虽然苦点累点 但是他所赚的每一分钱都是清清白白的 经过了初始的慌乱 周锐平静下来 把手包推到了刘川的手边 大川 我知道你是一片好意 但是这钱 我不能要 俗话说 无功不受禄 我还没做事 你就给我钱 这不合规矩 等以后我跟你做事了 这钱你不给 我也得跟你要 周锐难得的开了一次玩笑 同时他也在心里打定了主意 以后啊 就跟着刘川和庄瑞干了 要知道 他们可是连自己的身份证都没看过 随手就掏出十万块钱来 跟这样做事有魄力的老板 相信自己以后的日子也会红火起来 庄瑞文言 推开了正围着自己打转的小白师 和这家伙 才个把钟头没见面 就开始撕咬起庄瑞的裤脚了 不知道是报复他泡澡 没带着自己 还是亲热导致的 周哥 这个钱 你一定得拿着 你也知道 我和大川这次来购买藏 那是别人预定的 要是没有周哥你带路 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在大草原上 找到这些牧民 所以这笔钱 算是你这次的劳务费 你就是不和我们一块干 这钱也是准备给你的 你拿的是应当应分 没必要觉得不好意思 你要是不拿 我们才觉得不好意思呢 庄瑞说的可是大实话 虽然人情错母 把藏壶赠送给了刘春 但是之前杀狼扒皮这些事 可都是周瑞干的 要是没有他的提醒 刘春哪知道要和牧民相互赠送礼物啊 再说那两只小藏壶 都被刘春以人独得了 如果是按照功劳划分 周瑞就是开口要上一只 那也是理所应当的 所以给周瑞拿十万块钱 是刘春早就计划好的 这钱是从庄瑞那三十万里取出来的 算是刘春向庄瑞借的 以后会在账务里面抵消掉 行 那这钱我就接着了 明天我就回去辞职 三五天我就能赶到捧场 我周瑞不太会说漂亮话 不过以后两位兄弟的事 我一定尽量去办 周瑞没有再推辞 手里拿着那个冰凉的皮包 心里却是一片火热 他没想到这两个年轻人会如此大气 心里呢 也就打定了主意 这条命 算是卖给他们俩了 三月的鹏城 此刻已经是春意盎然 路边磕磕柳树都吐出了嫩芽 条条柳枝 随着和暖的春风是翩翩起舞 走在自家住的教师小区 庄瑞笑着和熟悉的老邻居们打招呼 庄瑞一大早就被老妈指使出去买菜了 这才刚进门 就让小白师给围上了 听到自己房间传来了电话声 却都没能空出手去接 小瑞啊 你这孩子在忙活什么呀 电话响了半天 你快点去接电话 庄母看着正在逗弄小白师的儿子 脸上满是笑意 这小家伙真是通人性啊 在庄瑞一番教导之下 对庄母和庄敏还有小男男都表现得非常亲热 看着刘春这家伙是羡慕的不行啊 一个劲骂这小白师偏心 喂 啊 是宣兵啊 你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了 庄瑞翻找了半天 这才发现不是家里的固定电话 看来啊 要设置一个特别异点的铃声了 从自己房间的衣服口袋摸出了手机 接通之后发现是秦宣兵 不过话刚说出口 就恨不得给自己一个耳刮了 买了手机卡 也没主动通知对方 这可是自己的不对啊 现在居然还问出这样的问题 是不是我不打电话 你就不打算和我联系了 果然 秦宣兵那边的语气马上就变了 他的心里也是有些纠结的 自从西藏回来之后 庄瑞这家伙 居然没主动给他打过一个电话 在返回的路上也就不说了 不过现在算算时间 他们回到鹏城 也应该有两天了 而庄瑞的电话号码 还是从雷雷那儿要来的 想到这里 秦宣兵的嘴抿了起来 牙齿微微的咬住下唇 宣兵 实在是对不起啊 我昨天才办的手机卡 想给你发短信来着 可是我这人笨 百能半天我也没学会 这家里一来人就给忘了 你千万别生气啊 我可是给你准备了一件礼物 庄瑞 平时不是这么油嘴滑舌 但是和秦宣兵通电话 他感觉特别的放松 就像是面对一个认识多年的朋友 这满嘴也就开始跑起火车来了 什么礼物啊 秦宣兵的注意力 果然被庄瑞口中的礼物给转移了 在电话中一个劲的追问着 这送礼物 当然得给你个惊喜不是吗 说出来可就不值钱了 等我回到中海上班 你有机会去中海 我到时候再给你 这庄瑞哪准备了什么礼物啊 刚才那句话 纯粹是为了让这位大小姐 别再纠缠自己 没给她打电话这事 一个谎言 自然需要更多的谎言去掩饰 庄瑞此刻 也陷入到这个怪圈里了 小瑞啊 是秦宣兵那个女孩吧 你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熟悉了 刚挂断手机 庄瑞就看到老妈 一脸玩味的看着自己 顿时啊 是头都大了 妈 我去大川家了 给干妈带着葬药 还在我这儿呢 晚上我就不回来吃了啊 庄瑞实在不知道 该怎么跟老妈解释 难道说 是自己在大桃园上英雄救美 好像是颠倒了 不是秦宣兵射杀了几条狼 恐怕自己还不能胡伦的站在这儿呢 随口和老妈胡揍了几句 庄瑞陶也似的出了家门 身后啊 跟着就窜出了一条白影 这小白狮也跟出来了 这臭小子 和老妈也打起哈哈来了 看着儿子那面红耳赤的样子 庄母不由得就在心里笑了 对于他来说呀 儿子和谁交往都没有问题 就算是秦宣兵出身豪门 庄母也不会认为自己的儿子 就配不上的 庄瑞今天是和刘川约好了 要去刘川家里吃饭 刘川他妈从小对庄瑞就不错 也是当亲儿子一般看待 在庄瑞考上大学的时候 就连谢师宴都是刘川家里人张罗的 庄瑞今天去的目的 就是想用活佛赠药的借口 把干妈身上的病根也给梳理一下 庄瑞知道干妈虽然嘴上没说 不过看到庄母这个老姐妹的身体变好 不知道有多羡慕的 不过庄瑞现在心里想的 却不是怎么给干妈治病 而是还在回想着刚才秦宣兵打来的那个电话 他现在正为秦宣兵的礼物而烦恼呢 过不了几天 自己就要回中海工作了 而秦宣兵也会来到中海 到时候自己要是空口白话拿不出东西 那人可就丢大发了 看着脚下的小白狮 灵活的在自己双脚之间穿行 庄瑞的心里还是一筹莫展 从小到大 除了五岁的时候上幼儿园 递给同桌的小女孩 一根棒棒糖被拒绝之后 庄瑞就再也没有送过女孩礼物的经验了 妈的 这出租车也欺负人 没客也不停 哥们明天就去买辆车去 在路边招了半天手 都没见一辆车停下 庄瑞郁闷的掏出手机 给刘川打了过去 那辆汉马车还在刘川的手上 宋军是今天下午的飞机 从北京直飞捧城 已经约好了二人晚上见面 过了没十分钟 硬招男刘川就开着汉马挤驰而来 摇开车窗冲着庄瑞酒满玉 我说木头啊 你不是就缺这两个打地钱吧 这车整个就是一油老虎 开出来的油钱比你打车都多 快点上车 不然回头又得被送个命了 西藏这一行 虽然是任务圆满完成 刘川啊 还摆捡了一只纯种的藏鸥 不过那辆汉马车 却被糟蹋的不轻啊 不提车身上狼爪的抓痕 单是车内那条 价值数万的波斯地毯 就被糟蹋的不成样子了 庄瑞受伤流淌上其的血迹 刘川平时没事 弹点烟灰烧出的小洞 还有小白狮魔爪子 抓出来的痕迹 综合起来 这基本上就成一条烂布了 算是一文不值 我不是没钱 我在这站了半天 愣是没有一辆车停 难道是哥们走卫院 庄瑞美好气的和刘川答话 一边抱着小白狮上了车 这会儿他脑子里 还在想送秦宣兵什么礼物呢 哎呦 我说木头 你没法烧吧 除了哥们我开这车 估计没有哪个出自车敢拉你 刘川像看珍稀动物一般 看着庄瑞 用手指了指 庄瑞身边的一个牌子 没注意 走了 好长时间没吃干嘛烧的菜了 庄瑞寻着刘川的手指 这才看到原来这是进庭的地方 不由得就脸上发烧 连忙岔开了话题 哎 这小萱萱 给你打电话了 对吧 嘿 雷雷可是告诉我 那小妞问她把你电话要去了 我说哥们 你也主动一点 别以为当初男很光荣 还死抱着不放 刘川一脸银笑的看着庄瑞 不愧是打小穿开裆裤一块长大的 居然猜了一个八九不离十 滚蛋 要不要 我把你开汗马车拉风的表现 给雷雷说一下 哎 别啊 哥们 晚上我请你吃龙虾宝鱼 刘川这次开着汗马车 只要是碰见了看的还顺眼的女孩 都要把车开慢了 用眼神调戏一下 庄瑞这话 算是抓住了她的痛处 那好 晚上我告诉宋哥你准备买单 你这钱可得带够了 从小到大 刘川在嘴上都没占到过庄瑞的便宜 此时也是一样 只能把郁闷发泄到了右脚 将油门当刹车踩了 到了刘川家 那两只小藏鸥立刻就围了上 从庄瑞用灵气给他们梳理过身体之后 很明显 刘川在其心目中的地位 马上就降到了第二 这也使得刘川 屡次还要将没有成立的熬园董事长的职务 让给庄瑞 小白狮此时已经开生了 只不过他的叫声和一般的狗不一样 是从喉咙深处发出来的 声音很低沉 倒是像吼声居多 进门之后 看到另外两只小家伙围住庄瑞 小白狮顿时就不干了 丝毫不念及铜车数天的旧情 冲上去一个口给了一爪子 将两个小东西驱赶到一边了 这三只藏鸥的年龄都差不多 都出生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不过小白狮的体型 明显要大过另外两只藏鸥 几乎都快到庄瑞的膝盖了 要知道一般藏鸥长到这么大 最少需要三四个月 现在庄瑞抱他都有些费劲了 小瑞来了 你说你们哥俩去了一次西藏 每个人都带回来一条狗 哟 你带来这小家伙还挺霸道 你说大川就是没出息 养个狗也和他人似的 没个正行 这会儿啊 那两个小家伙 正被小白狮欺负的加个尾巴 满屋子乱窜呢 看得刘母是大为不满 你说有这样说自己儿子吗 咱怎么着也比木头强吧 你问问他 他现在还是个光杆司令呢 刘川对他妈的态度是很不满 敌我关系这都分不清了 这哪行啊 连忙就出言打击且的庄瑞 你女朋友倒是不少 这几年也谈了七八个吧 每次我看中的 你都会谈得吹掉 我告诉你刘川啊 雷雷这女孩 我看着就不错 你要是再敢乱来 小心我让你爸揍你 刘母可是做了一辈子老师 这教训起儿子 那都成了习惯 更何况还有一个用拳头讲道理的老爹呢 刘川文言只能是乖乖的溜进厨房 干起了服务员的角色 干妈 等干爸回来 咱一块吃吧 我带了一点活佛赐给我的藏药 我先给你腰上上点绕吧 反正也是闲着 庄瑞啊 就想先帮干妈把病给治了 等会干爸回来 还要给他灌输一点灵气 那老头是从部队出身的 当年上过老山前线 虽然没挨过枪子吧 不过平时训练的时候 留下的老伤也是不少 都是从小看大的孩子 刘母对庄瑞也没有什么避讳 到屋里趴在床上 就把腰的衣服拉上去了 庄瑞拿出一个拇指甲大小的风油精盒子 里面放了一点黑乎乎的藏药 这个药却是货真价值的藏药 只不过这药是治什么的 内服还是外用 庄瑞就不知道了 经过这些天的琢磨 庄瑞对眼里灵气的恢复速度 也有了大致的了解 一次使用十分之一 大概是需要一天的时间来恢复 这速度足以让庄瑞毫无顾忌的消耗眼中的灵气了 只不过对于刘母的腰病 他仅仅用了当时给母亲治疗病的三分之一的灵气 这倒不是厚此薄彼啊 只是那次给老妈治病 却连带着将头疼失眠的毛病都给治好了 如果对干妈也是如此的奇笑 那恐怕庄瑞啊 也就不用回中海上班了 直接会被一帮子老头老太太揪住了 做个老年保健之友 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更多精彩请您下载喜马拉雅手机APP 关注小说的更新 本节目24小时之内点赞数量超过100 明天夹更一集 欢迎您的收听 典荡行的小职员庄瑞 因为一次意外 眼睛发生了异变 眼生双瞳 从此开启了他的财富人生 美轮美奂的陶瓷 骨着大方的青铜器 惊心动魄的赌石 接踵而来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郭以达为您演播的长篇都市幻想小说 黄金铜 作者打演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六十三集 正在播出 小瑞啊 你这药可真灵光啊 我的药是一点都不疼了 对了 你那药还有多少啊 都给我吧 干嘛我还有用呢 即便庄瑞使用的灵气很少 刘母也感到了一直都困扰她的腰 现在舒服多了 就像是压在上面的大石头被扳掉了 不由得就兴奋的拉着庄瑞 要把她的藏药再留下一点 自己啊 拿去给那些老姐妹们用 干嘛呀 这药可真很珍贵的 听说是用了什么万年雪莲 千年珍珠什么的 活佛也就给了我这么多 我呀 都给您用了一大半了 您看 就剩这么一点了 等会干爸回来 还得给他用呢 刘春把手里那个风油精的小铁盒递给了刘母 这铁盒子里面只剩下了一层黑乎乎的药膏 闻着呢 还有一股刺鼻的味道 此时的庄瑞也是暗自庆幸 要不是早有准备 没准就露馅了 听到庄瑞说起这要珍贵 刘母也就没有再继续往下说 虽然庄瑞啊 不是外人 可是也不能难为了这孩子 再说了 庄瑞还想着自己的老伴呢 刘母更是不能说什么了 刘春 你小子是胆子越来越肥了啊 你连你古伯伯的猎枪也敢接 要不是老古今天聊起来说起来 我还被你小子蒙在鼓里呢 还有小瑞 你是不是也皮子紧了 和这个小兔崽子一块蒙我 过了一会儿 刘父也回到了家里 这老头啊 还有两三年才正式退休 现在正在一个大局分局长的位置上 干的是有滋有味啊 进屋之后看到庄瑞和刘春这俩小子 马上就摆出了一副教训人的口吻 哎哟 干爹 您英明神武 这事可不怪我啊 是刘春自己屁股痒痒 不过也幸亏这把枪啊 要是没了这枪 恐怕我们这次在大草原上就回不来了 当时那可是 庄瑞见形势不妙 连忙就转移了话题 刘父是最爱听故事的 这偏偏庄瑞啊 讲故事是颇有几分天赋 每次使用这招都是屡试不爽 果然 刘父被庄瑞的故事给吸引了 听到惊险的地方 恨不得自己也前去宰杀几只草原狼 嗯 你俩小子也知道争气了 大川是准备搞个熬园吧 这样也好 以后也能给我们局里的警犬基地 输送一些好警犬 小瑞啊 你要看着那大川 不要让他给搞歪了 刘春回来之后 就把自己的想法跟家里人说了 告诉老爸的意思呢 就是想让他动用一点关系 帮自己搞一块地皮 虽说在鹏城市区是不可能的 但是跑远一点也没关系啊 毕竟买地这事儿牵扯方方面面的事情比较多 有些关系啊 不是刘春可以搞定的 刘春一听自己老爷子把主意打到藏敖身上 就连忙出言了 老爸 这藏敖可是不能做警犬的 那东西也性足 纪律性差 惹火了 连主人都咬 不适合做警犬 屁话 也性足才好呢 咱们警犬信令员什么狗搞不定啊 你这小兔崽子是不是舍不得呀 刘富的火气又上来了 刘春把头一低干脆就不说话了 心里想着要伤你们几个人 你就知道厉害了 干净啊 我们就是想做点事儿 不过建一个熬园 最少得用十几二十亩的地 我们手头上的钱可不太空啊 这事儿您可得帮帮忙啊 听到刘富提起了建熬园的事儿 庄睿连忙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一开始和刘春 把这件事情想得是忒简单了 回到鹏城之后 两人打听了一下地价 在一合计啊 自己那六七百万买了地之后 估计也剩不到几个钱了 对于这个熬园 庄睿虽然嘴上一直不说 但是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投资做生意 还是十分上心的 回家这两天也是查了不少的资料 这事儿我给你们办好了 局里在竞犬基地的旁边还有二十亩地 当时是准备扩大竞犬基地规模 不过后来这计划取消了 那块地一直闲置着 我今天去市局打听了一下 那块地可以租给你们 租期是二十年 但是不能卖给你们 而且该交的租金一分钱都不能少 还有啊 日后租期满了 那块地上所有的设施 都是要免费送给局里的 这条件你们俩要是同意 明天自个儿去签合同办手续 要是不同意 老子也不管你们的事了 今儿这事儿我都是拉出老脸说的 刘春和庄睿听到了这话 自然是喜不自禁的 连连点头 刘富提出的条件 根本就不算事 要知道 就算是修建高速公路 在使用一定年限之后 这所有权还是要归属国家的 只租不卖 这正合了二人的心思 可以将这剩余的资金 用在修建狗舍 扩建场地上面 这样一来 熬元用不了多久 就可以开门营业了 更重要的是 这警犬基地距离市区并不远 开车也就是个把小时 更何况 将熬元建在警犬基地的旁边 也能防止一些萧小前去偷盗又熬 要知道 许多熬元都发生过这样的事 这年头为钱不要命的人 多的是 困扰了庄睿和刘春好几天的事 被刘富就这么给解决了 又看到刘富 因为他们私自携带枪支的气也消了 庄睿连忙就献宝似的拿出了自己包治百病的药膏 在刘富有老伤处的关节上 全都涂抹了一番 结果自然是药道病出 不过刘富却没有那么好说话 几乎是下命令一般 让庄睿给他再搞个十斤二十斤的药来 无奈之下 庄睿也只能点头答应 拉着刘春带着三只小藏袄 这就出了刘春家 药膏的事 以后有刘母帮忙吹吹枕边风 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会儿才下午一点 而宋军呢 估计四五点钟才能回到棚坑 庄睿和刘春也没什么事 俩人一合点 干脆到花鸟市场刘春的店里 以后刘春主要的心思都会放在敖园上面 至于那个宠物店 刘春准备在现在的店员里提拔一个座店长 再给个一成的肝骨 日后有什么事 就让他们自己处理 喂 哪位呀 周哥呀 你说什么 你在捧着火车站呢 你就在出站口等我 我和木头马上就去 刚把车给停稳的 刘春的电话就响了 接起来一听 是周睿打来了 并且已经到了棚城 下了火车 刘春连忙就挂断电话 重新发动了车子 刘春前天才和周睿通过电话 知道他辞职的事情很顺利 已经回到了陕西的老家 不过刘春这边建敖园药用的地 当时还是没头绪的 就让周睿在老家多陪陪父母 过半个月再来捧撑 没想到周睿的形势倒还是保留着军人的作风啊 整个一个雷厉风行啊 古湾市场距离火车站很近 五六分钟 刘春呢就把车开到了火车站 一眼就看到了周睿 他只是背了一个很简单的背包 两手空空站在和刘春约好的地方 毕竟是一起患过难的朋友 虽然才几天没见 此番在鹏城重逢 三人都是很高兴的 刘春打了一个电话回家 让老妈将单位分给他的那套房子 打扫一下 暂时就让周睿住在那了 这样一来啊 周睿倒是和庄睿成的近邻 因为刘春家的那套房子 就在庄睿家楼上 刘春经常去那房子里面住 家具什么的都是现成的 不用添置 稍微打扫一下就可以了 周哥 你要是不来 就先去我那店里坐坐 你也认识一下门 晚上啊 咱去吃顿好的 算是给你接风了 刘春这次又在康他人之楷了 我不累 昨天在火车上睡了一夜呢 周睿说话还是那么简单 不过听得出他的语气里 也蕴含着一丝激动 毕竟刘春说了 那宠物店 他占二成的股份 刘春没有再说什么 将车子开回到花鸟市场 带着周睿就向自己的宠物店走 牛河 熊哥 猴子 这二位可是稀客 跑我这小天干嘛来了 还没进到宠物店呢 刘春就看到两张他不太喜欢的面孔 在鹏城花鸟市场 总是有那么一些个闲人 开始的时候 依仗着厚脸皮 小手段多的清皮手法 靠着敲诈一些老实的餐主 混点小钱糊口 可是市场整顿之后啊 这些人就没出路了 于是就转行 也开始练摊 不过这狗是改不了吃屎的 依然是坑蒙拐骗 只不过将这些对象 换成了顾客而已 几年前 大雄就在还没有扩建的花鸟市场这边私混 刘春刚开宠物店的时候 大雄和猴子这哥俩就上过门 几句不和 当时就敲碎了刘春的一个大门玻璃 那会儿的刘春刚出校门没多久 平时在学校横惯了 还没有适应混社会的一些规矩 刘春啊 立马从店里拎着一把工人装修旺子带走的大号班上 给大雄和猴子这俩货 这头上全开瓢了 据说当时刘春还追出了好几十米 愣是让俩人跪地求饶 撤才罢手 虽然说刘春形势鲁莽了一点 后面的事情还是老爹出面给他擦屁股 不过此事过后 刘春在古玩花鸟市场也算是一战成名 平日里那些个贤汉 关系近点的见了面亲热的喊声大春 没什么来往的也会叫一声刘老板 暗中下半子的人也少了 毕竟这世道 横的怕愣的 愣的怕不要命的 只是这不要命的人 刘春还没遇到过 加上自家老爹的关系 自然在花鸟市场混的是风生水起 不知道是不是被刘春打怕了 大熊和猴子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 后来再出现 就在古玩街上摆起了散摊 只不过平日里见了刘春都是躲着走 就算二人后来知道卖给庄瑞的那个锅锅葫芦是真的 彻都没敢上门闹事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居然找上门来了 还是正儿八经的坐在了店里 哟 大春 你可回来了 我们哥俩都等你半天了 见到刘春推门进店 大熊和猴子立马从沙发上站起来 满脸堆笑就迎了上去 哎 熊哥 猴子 我可没让你们等我啊 咱这小店装不下二位大神 你二位有什么事 直接说 我一会儿还得出去呢 刘春懒得和他们废话 就开门见山 猴子一见刘春 心里就有些发怵 他摸了摸头上的伤疤 身体向后退了几步 倒是大熊 以前也算得上是这市场内的一号人物 虽然也害怕刘春吧 不过这会儿确实顾不上了 哎 大春 是这样啊 上次你这位哥们 不是在我那儿捡漏捡了一个三合流的葫芦吗 哎 先弄的啊 熊哥 你在这市场混了可不是一年两年了吧 规矩你比我清楚啊 怎么着 这是来找后仗呢 没等大熊说完 刘春就打断了他的话 脸色也不好看了 原本他以为呀 这事早就过去了 没想到眼前这俩货 居然还有胆子来找事 真是既吃不既打 别啊 大川 你等我 等我把话说完吧 我们哥俩 不是来找后仗的 是 是这么回事 看到刘春将眼睛竖了起来 摆出一副要翻脸的模样 大熊是连连摆手 说出了这么一段话 刘春和庄瑞等人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面面相去之下 破尤德在心里啊 就觉得可乐 原来啊 从上次庄瑞在大熊手上捡个漏 并卖出了十五万的天价之后 没几天的功夫 传的整个古玩市场都知道了 大熊 那可是把肠子都毁清了 狠狠的抽了自己几个巴掌 不过他也知道 自己惹不起刘春 也就没敢上门找事 只能认了这个哑巴亏 事后啊 大熊在心里怎么思量怎么不爽 十几万呢 就这样白白从自己手里溜走了 换谁也得记眼 思来想去 大熊想起这物件是从天津逃来的 他还依稀记得 当时在天津逃到这个物件的时候 那摊子上还有许多葫芦 没准啊 自己去了 还真能碰上一个 心里起了这个主意 那就像被猫爪抓一样 大熊是一天都待不了啊 当下就找到猴子 两个人翻出了全部身境 又找了一些亲戚和胡鹏狗友 凑了三万块钱 大熊就坐火车直奔天津他大白家 要说老天津位 在民国时期的一个特殊时期里 古丸的兴盛程度啊 应该说是远远超过了北京 原因就在于 这里隐居了不少清朝的一老一少 这些八旗子弟的后裔 没有什么生存技能 只能把祖宗留下的老物件拿出去慢 这也导致当时天津文物市场发达 即便是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 天津的古丸依然盛情 大熊在天津古丸市场里 转悠了好几天 可是陶瓷青铜类的古丸 他不懂 这名人字画呢 他知道这大多数都是假的 这猫腻他比谁都清楚 几天下来 也没碰着一个中意的物件 就在大熊撑住不动 准备回鹏城的事 他在古丸市场 看到了一个穿着朴素 但是很干净的老大爷 像是一个退休工人 这摊子上摆了十多个锅锅壶 大熊看中了其中一个 和他卖给庄瑞的那个三河流 是极为相似 大熊和这老头一聊天 了解到这老头 就是前卿从北京跑到天津的八起子弟的后人 解放后自力更生 进了家工厂上班 把儿女也都拉扯大了 也安安稳稳的混到了退休 老头原以为退休后能过上几天 输他日子 可是谁知道儿女不孝啊 不但不给赡养费 还每个月把老头的退休工资给领了 气得老头啊 找派出所找居委会 可是也拿那几个不孝子没办法 老头被逼的没辙了 这才想到自家老子生前 经常把玩几个老东西 找人看一下 说是值个三五万的 老头这不就到古丸市场来摆摊了吗 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更多精彩请您下载喜马拉雅手机APP 关注小说的更新 本节目24小时之内点赞数量超过100 明天加更一击 欢迎您的收听 典当行的小职员庄瑞 因为一次意外 眼睛发生了异变 眼生双瞳 从此开启了他的财富人生 美轮美奂的陶瓷 鼓着大方的青铜器 惊心动魄的赌石 接踵而来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郭以达为您演播的 长篇都市幻想小说 黄金铜 作者打眼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六十四集 正在播出 当时啊 大雄就指出 要那个一四三合流的锅锅葫芦 这老头 开价就是五万 一分钱都不讲 说这是自家老子的遗物 要不是儿女不孝 说什么也不会拿出来卖 大雄和这老头磨叽了半天 又掏钱请老头下馆子吃了一顿好的 把价格啊 这才降到了三万块钱 这才得到了那个葫芦 当下是喜不自禁的 连夜坐着火车 就赶回了鹏城 大雄第二天就拿那个葫芦 找到吕掌柜 让他给长长眼 吕老爷子拿过去一看呢 直接就给断了袋 说是一个牢房 也有一些年头了 应该是八十年代中的物件 房的手艺还不错 能值个百八十块 大雄当时气的哟 这脸都绿了 一来恨那老王不但演戏演的真 二来恨面前这老吕头说话太损 十几年前的东西 还说有点年头 不过大雄这会儿 身上连返回天津的车票钱都没了 他也知道 那演技精湛的老骗子 是不会待在那儿等着自己去找后仗的 再说了 这事也说不清啊 自己找到那老家伙也拿人家没辙 原本指望在这个物件上能转上一笔 这时候是彻底傻眼了 不说把自己的全部家底都赔进去了 连带着还欠了亲戚朋友好几千块钱呢 他那可都是一些个穷亲戚 看他浪子回头 这才把钱借给他 现在一听说是做古玩生意赔了 个个找上了门 差点把家里的门槛给踩烂了 这让大雄连抢银行的心思都有了 最后猴子给出了一个主意 他这几天听到市场里都传开了 说是刘川跑西藏 买到几只纯种的幼翱 价值都是几百万 俩人一合计 自己在古玩市场撕混了这么多年 屁都没挣着 到现在反而是欠了一屁股战 而刘川年纪轻轻的 几年时间下来 这可就身兼百万了 大雄和猴子 这就决定来找刘川说说 看能不能指点一个赚钱的路子 或者直接就给刘川打工也行啊 他们可是知道 刘川对自己人 那可是很大方的 听完了上面这一番曲折离奇的故事 刘川也是有些哭笑不得 而一旁的庄瑞就是幸灾乐祸 谁让这次肚子连屁大点事都放不下 一条又熬数百万的传闻 恐怕也是他自己炫耀出去的 我说搁几个 我这次去西藏 也就是运气好才碰得这两只幼傲 刘川一边说 一边指的指脚下跑得正欢的两个小家伙 我这正准备做些别的买卖呢 就是这店估计以后也来的少了 让我怎么关照你们哥俩呀 大雄 从你来这市场 哥们虽然给你找过麻烦 也被你教训的不轻啊 可是我们哥俩心里都服气啊 这也有三四年了吧 我们哥俩可都没惹过事 这也算是改邪归正了吧 可是混到现在 马上就连口饭都吃不上了 都说大川兄弟你仍意 你就拉我们一把吧 大雄听出刘川话中退脱的意思 当下也顾不得脸面了 出言就哀求 然后又看向了庄瑞 这位兄弟 那三个流的葫芦被你买走 只怪我自己眼镯 咱也从来没想过找不回去 今儿你可得帮我说几句啊 庄瑞想想也是啊 一千块钱卖出去的东西 别人转手就变成了十五万 这事要是发生在自个儿身上 那心里肯定也是个硬的货 而大雄还又栽在这锅锅葫芦上 庄瑞心里也是有些不忍的 于是就对刘川说了 哎 刘芒 咱们这段时间也缺人手 你看着给安排一下吧 马上就要筹备敖元的建设 到时候施工跑营业执照什么的 三五个人肯定是忙不过来 庄瑞这话的意思 这俩人要是还行 那就先用着 不过这个主意啊 还是得让刘川自己拿 刘川的脾气 向来都是吃软不吃硬 刚才大雄提到几年前的那个梁子 这次也有些不好意思 当时把这哥们头给开瓢了 还一分钱都没赔 这几年下来 这哥俩见了自己都恭敬的不得了 当下是混成这样 又求到门上了 刘川再也无法出言拒绝了 这样吧 大雄猴子 你们哥俩 先在我这宠物店里帮忙 做一些老顾客的售后服务 开拓一下鹏城的宠物市场 这里面的门子 我不说你们哥俩也清楚 至于工资嘛 每人每月两千 如果你们的能力 可以拉动店里的业绩增长 这奖金另算 你们看 行不行啊 刘川考虑了一下 熬圆的事 不能让他们插手 而且这俩人也没那能耐 但是他们在这个 古玩花鸟市场 倒是撕混了不少时间 甚至比自己来着的时间都有长 对于猫狗鱼虫 也是很了解的 最重要的是 这哥俩都长了一副好嘴 能把死的给说成活的 还是最适合待在宠物店这边 本来啊 刘川是打算让周锐跑货源 自己来开拓市场 今儿见到这哥俩 也就改变了主意 一来自己后面这段时间 肯定会忙得不可开交 二来就凭这哥俩那张桥嘴 没准比自己干的还要好呢 长 大川 老板 我们哥俩保证好好干 把这市场里的宠物生意 都给抢到咱们店里来 听到刘川的话 二人是大喜啊 两千块钱的工资 对于彭城的消费来说 已经算是很高了 比起他们起早摸黑的去练摊 那挣的可是多得多了 更何况还有奖金呢 这哥俩心里已经揣摩着 怎么去抢别人家的生意了 别 我说二位 虽然说同行是冤家 但是彭城市场大得很 宠物生意也不是哪一家就能垄断的 你们俩多往外跑跑 找一些生客员 可别在这憋着坏 去抢人家的生意啊 刘川一听二人那话 就知道他们打的是什么主意 连忙就出言提醒 这一条街面上的宠物店 都相处了四五年了 虽然有那么一两家关系不算好 但也没有撕破脸 要是被这俩活宝一搅和 恐怕日后自己都不好意思来了 行 老板 您就放心吧 我们俩办事 绝对靠谱 到时候专门去公园找那些晨练的老头老太 他们可是对花鸟鱼虫最感兴趣的 要说还是猴子的脑袋好使 马上就想到了一个主意 听得刘川也是眼前一亮 自己平时啊 还真没注意到老年人这一块 做的呀 大多是年轻人的生意 好了 后子 你们哥俩好好干 以后买房子娶媳妇 都没问题 我大川的为人你们也知道 只要是赚到钱了 咱可不是抠门的人 刘川这会儿啊 依然是进入了老板的角色 开始给员工鼓劲了 这些人 现在可都是他的班底啊 以后有可能会把这宠物店和熬园合并在一块 对了 还有个事情要宣布一下啊 正好你们哥俩也在 李冰 你和小张把手上的活先放下 我过来宣布几件事 刘川冲着正在忙活的两个店员喊 那个李冰跟了他三年多了 是老妈一个同事的儿子 现在每月的工资已经涨到了三千块钱 行时刘川不在的时候 都是由他负责 为人很是老实 用起来也放心 只是在对于市场的开拓上 稍显力道不足 但是看店那可是最为合适的 今天大熊和猴子算是加入咱们宠物店了 有些事呢 我是要交代一下的 这位是周哥 以后我不在店里的时候呢 有什么事就由周哥来负责 周哥如果也不在 那就由李冰负责 大熊和猴子负责市场开拓 小张 你协助周哥和李冰打理好店里的事情 行了就这样吧 晚上李冰你们找个地方去聚聚 开销 由店里来报销 刘川把周锐介绍给众人 也明确了每个人的职责 大熊和李冰他们以前都认识 磨合起来也非常的容易 周锐呢 还是那副酷酷的样子 向众人点了点头 并没有说话 刘川之前和他交代了 他待在店里的时间恐怕也不会很多 最起码过几天 他就要重返西藏 去把人情错母 从草原接到蓬城 刘川接下来又询问了一下进来店里的情况 年后这段时间生意很是不错呀 他出去了半个多月 店里很多的宠物都已经断货了 刘川问清楚哪些宠物需要进货 然后就拿着电话去联系客户了 这个时候 庄瑞的手机响了 他连忙掏出电话 接听了起来 我是庄老弟啊 刘川那家伙干什么呢 我打了他半天的电话 都是正在通话中 我到蓬城机场了 不用来接我了 我打个车直接去天都酒店 你们等会也过去吧 咱们见面再聊 电话是宋军打来的 他已经下了飞机 庄瑞啊 本来说去机场接的 但是被他拒绝了 自己打车前往天都酒店 这是几人先前就约定好的 刘川那货队那的澳洲龙虾 始终是念念不忘 等了大概半个多小时 刘川处理完了宠物店里的事情 喊上周瑞三个人开车 向天都酒店拾去 等他们到达酒店 宋军已经等在那了 看到迎面跑过来的两只小藏鸥 宋军都没顾得上招呼几个人 立即就瞪圆了眼睛 仔细地看了起来 他和刘川说好了 这两只鸥犬得由他先挑 庄瑞的小白狮 根本就不屑和那两只鸥犬在一块 而是跟在庄瑞的身后 说来也怪啊 那只金毛铁包金的后代 却是一只虎头鸥和一只狮头鸥 这年龄都是一个多月 个头也相差无几 宋军看了半天 才选了那只金毛的狮头鸥 看得刘川是心疼不已啊 他也喜欢那只狗 奈何宋军是金主 他就只能忍痛割碍了 挑好了幼鸥 刘川介绍周瑞给宋军认识 知道周瑞是部队出身 宋军也很高兴 招呼几个人进到一个包尖就坐下来 看到了庄瑞那只雪鸥 宋军顿时是双眼放光 庄瑞啊 这只就是那个雪鸥吧 我说你小的运气真是好啊 我都听说了 有人出四千万你都没卖 要知道 四千万 就算是让宋军讨 也得凑上好几天呢 他的钱大多投资在各个行业 手上的流动资金 还真不够买这一条狗的 宋军 我这白狮 一般人养不了 庄瑞宠溺地摸着小白狮的头 自豪地说着 小白狮也伸出了舌头 舔着庄瑞的手心 小家伙虽然现在吃生肉了 但是自从庄瑞 没事就用灵具给他梳理身体之后啊 嘴巴里却没有一般狗嘴里那股骚味 反而带有一股子婴儿般的乳腥 很是好闻的 庄瑞平时也任由他亲热 马胖子那人 我知道 很不简单啊 这几年整顿矿产资源 他反而是越做越大 算得上是一个人物 你们和他发生了冲突 没有被他忽悠吧 宋军看来对他们在黑市帐篷里所发生的事 知道的是很清楚 不过他的话里虽然夸奖了几句马胖子 但是庄瑞几人还是听到了一丝不屑 看来马胖子和宋军还不是一个级别上的 没有 那胖子其实挺有意思的 庄瑞把后来发生的事 原原本本的告诉了宋军 当然 他把自己得到那幅画的事情轻描淡写的带过去了 反正当时那么多高人都没识破画中的玄机 自己就咬死了是运气好 谁拿自己都没办法呀 庄瑞心里打的主意 是想让宋军给他介绍一位装表大师 然后借口画轴有些破旧 想重新装表一下挂在家里 如此一来 在装表的过程之中 那幅唐伯虎的李端端图 自然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浮出水面了 别人也就不会怀疑他之前能看出端倪 只是在装表的过程之中 庄瑞必须在场 否则的话要是被人调包了 那他可就是有苦难言了 庄瑞很委婉的把这个意思告诉了宋军 正在逗弄幼傲的宋军是魂没在意 随口就说 庄表这个技艺在扬州最为盛行 不过彭城也有一位大师 明天我带你去拜访一下 至于那位愿不愿意出手 我可不敢保证 那个人算是我的长辈 我说庄瑞 一服赝品 值得吗 那位出手一次 这开价可是不低啊 那就谢谢宋哥了 那幅画的轴杆破旧的太厉害了 挂在家里不好看 我想与其修补一下轴杆 不如重新装表了 再说了 三千块钱我都花了 也不差那个装表的钱 庄瑞此时心里在美滋滋的想 是不是值得呀 等到那幅画中画问世之后 你们就知道了 没过多大一会儿 宋军点的菜就流水一般的送了上来 里面呢 还包括了刘川特意叫的澳洲龙虾 不过刘川今天似乎没什么胃口 一双眼睛老是瞄向围着摊桌嬉闹的两只小熬犬 宋军呢 一眼就看穿了刘川的心思 怎么着 舍不得了 嘿嘿 你小子就放心吧 老哥我也是爱狗的人 不会让这小家伙受委屈的 刘川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 宋哥 这只幼熬我已经打过针了 这狗证也都办好了 在车上没拿下来 要说真是有点舍不得 刘川啊 做了四五年的宠物买卖 这路子很熟 回到鹏城的当天 就给这只藏鸥拍了照片 托熟人办理的几张城市的养犬许可证 按理说 私人是不能养大型犬和猎型犬的 不过刘川把这几只狗挂靠在一家单位的名下 当作护院犬来申报 也亏得他路数熟 要是换作宋军呢 要是换成了宋军 头不见得能这么快的办下来 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更多精彩请您下载喜马拉雅手机APP 关注小说的更新 本节目24小时之内点赞数量超过100 明天加更一击 欢迎您的收听 典当行的小职员庄睿 因为一次意外 眼睛发生了异变 眼生双瞳 从此开启了他的财富人生 美轮美奂的陶瓷 古着大方的青铜器 惊心动魄的赌石 接踵而来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郭以达为您演播的 长篇都市幻想小说 黄金铜 作者打眼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六十五集 正在播出 行了 那小子别给老哥我矫情 我昨天就让人把钱打到你的帐上了 你回头自己去看看 别跟我扯那些没有用的 给我说说 这小家伙怎么认主 别到时候我喂不熟 再跑喽 宋军看到有周睿在场 就没细说这钱款的事 而是问起了又熬的胃药 这可是几百万买的呀 以后 开着汉马车带出去 在圈子里绝对是一件 倍儿有面子的事 宋哥 你带回去之后啊 把这小家伙饿个一天 这时间可千万别超过一天啊 然后准备些玉米糊糊 和狗盖片给他吃 这些东西啊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就在汉马车上 都够吃一个月的 以后几天呢 多带他在外面细耍 等他熟悉你身上的味道 就会把你当成主人了 至于怎么训练他 等再大一点 我再来帮你 哎对了 宋哥 你记住一点啊 后面两个月 千万不要给他吃肉 这小东西还消化不了 容易拉肚子 宋军听的是连连点头 他知道伺候一只幼傲 可不比伺候同样大的婴儿简单的 不过宋军一转眼看到正趴在庄锐脚下的小白狮 不由得就傻眼了 哎 我说大圈啊 庄锐这只狗 不是和这两个一边大吗 怎么他就能吃肉呢 刘春还没搭话 庄锐就把手里撕碎的牛肉 丢给了小白狮 黑黑的笑着 宋哥 要不然怎么说 我这白狮能值四千万呢 您呢 就别较真了 等我的白狮长大了 有了后代 我给您留一只 其实刘春那两只小熬犬 也是被庄锐用灵器梳理过的 虽然不如小白狮吧 但是平时把肉蟹搅碎和玉米糊拌在一块吃 那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只不过是刘春不知道 并且在西藏的时候 这两个小家伙拉了一天的西 这可是把刘春吓得不轻啊 算了吧 我这只也不错 等长大了还不知道谁厉害的 对了 大川 以后我要是不在捧城 或者不方便带他出去 我就交给你了 宋军看向金毛小藏鸥的眼里 充满了宠溺的神色 他这只金毛湿头熬的脉下 也很是不错 原本掺杂一些黑色的毛发 现在呢 已经全部变成金色了 颇有几分其父亲的风采 宋哥 一句话的是 再说 我们马上就要办一个熬园 正发愁 手头上藏毫少呢 刘春看似很随意的说着 熬园 你们可俩要干这个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玩的转的 你们可考虑好咯 宋军文言倒是吃了一惊 国内的熬园确实不少 但是其后都有很雄厚的资金支撑 稍微上点规模的 投入的资金都得数千万 这小哥俩居然也想干这一行 这倒是让宋军有些出乎意料 不是我们哥俩 是我们哥仨 还有周哥呢 不过我就是出钱 把卖您手稿那三百多万 扔进去就行了 别的事我也不管 不过宋哥 等这熬园建成 你可得带些朋友过来转转呢 钟瑞很仔细的把一块鱼肉 剔除鱼骨 扔给了小白师 然后他对着宋军说道 这话中虽然将自己撇开了 不过却是提出了要宋军这个大老板 帮忙介绍客户的要求 宋军微微一愣 他没想到庄瑞竟然把那三百多万都投入到这个还没有影的熬园之中了 看来这几个人决心不小 撒 没问题 你们哥俩只要能把熬园建起来 能搞到品种不亚于这几个小家伙的幼熬 并且能够出具血统证书 客户的事 那都不是事 宋军这话并不是在吹牛啊 他结实的朋友 肥腐极贵 只要他带着自己这只熬犬 在某个狩猎的场合稍微露一下脸 估计都不用自己说 那些朋友也会主动打听这只金毛藏熬的来历 至于宋军所说的血统证书 又称出生旨 可以说是猫和狗的户口本 它是该犬及祖宗三代的健康状况 训练成绩等记录 主人可以根据血统证书的记载 以其祖先之优劣来判定该犬的血统 以及在繁殖上做改良的依据 血统证书大体会包含以下内容 犬的姓名、品种、性别、出生日、皮毛颜色及其他特征 繁育者和繁育犬舍 繁育犬的四代直系血亲的详细资料 登录号码、刺青号码、髋关节号码和直入晶片的记录 还有转让记录 这血统证书还要有训练程度的记录 犬的血统证书就像是人的身份证 它是判定某一只犬的血统身份的重要依据 在犬业发展中 血统证书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 只是目前国内尚无此方面的健全机构 真正建立血统证书档案的还是非常少的 并且对于脏育的血统鉴定 在国内也没有一个权威的机构 而国内的每一个肖员其实都是以俱乐部的形式存在的 各个肖员都可以自行出具脏育的血统证书 不过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在国内举办的藏育会上进行斗敖 获胜的藏育不但会名声大噪 就是他所属的敖员也会在这个行业里打响名气 其血统的认定也会得到行业内人士的认可 刘春和庄瑞早就打定了主意 这次让周瑞去西藏不仅要把人青错母接来 也要将金毛敖王带来 给他的敖员称称门面 并且刘春都打听好了 在今年的六月份 山西会举办一个国际性的藏敖大会 到时候就指望那只金毛敖王来帮助敖员打出名声 所以庄瑞和刘春二人并不怕自己藏育的血统不纯 或者日后敖员的名气不响 现在有了宋军这句话 他们俩算是放下了大半的心思 这敖员的货员问题可以交由人青错母来解决 但是客员就要刘春去拉了 不过现在有了宋军这个火广告 不怕没人上门求购 一时间几个人是心情大好 连连举杯劝酒 并讲起了在西藏和草原廊的搏斗 听得宋军也是大呼痛快 看到宋军正在兴头上 刘春壮着胆 把车内那条毛毯报废的事给说了 不过他把责任全推到这几车藏傲身上 反正这几个小家伙也不会反驳 这理由自然是死无对证 宋军对这事倒是没怎么在意 对于他而言 奢侈品和古董不一样 那玩意儿就是拿来消费的 如果买了不用 那钱不白花了吧 费了就费了 这也是他和庄瑞刘春不同的底子 这事要是贪这哥俩身上 估计会心疼好几天 这种大气也是一个人的身价地位所决定的 哎 木桃 你说咱们也买辆汗马吧 这以后周哥跑西藏也会方便很多呀 吃完了饭 刘春先开车把宋军送回别墅 然后取了自己的那辆破车准备送庄瑞和周瑞回去休息 买汗马 咱们那点钱哪够啊 熬员不办了 买车庄瑞倒是不反对 现在这车里坐了三个人两只又熬 就已经很拥挤了 要是凭刘春这破车 跑长途确实不方便 但是买汗马那可就有点夸张了 那个车可不是他们能玩得起的 哎 木头 别急啊 我算了一下 那二十亩用地按照农业用地的价格来计算吧 租金一年大概是一万两千块钱 一次性交满二十年也就是二十四万 至于熬犬的建设也花不了几个钱 盖一栋职工住宿的三层楼房 还有一些狗舍 拉起围墙 再平整一下那块地 搞一些训练设施 我找了一个施工队 他们报价是二百万 哎 对了 你那个子澹根雕啊 我昨儿个拿给吕老头看了 他愿意出七十万 我也答应了 这样咱们总共就有七百八十万的资金 去掉前期这二百多万 还剩五百来万呢 买辆车还不够啊 刘车看样子是蓄谋已久 此刻他侃侃而谈 说的是头头是道 日后这敖元的财物 自然是庄睿做主 没有他的同意 刘车知道这钱是动不得的 五百万全买车啊 以后藏敖不用吃不用喝呀 咱请的这些人不用发工资吗 你要知道啊 这敖元不等第一批又敖出生 那是没有盈利的 庄睿还是连连摇头 把资金全都陷入到一辆车上 那可绝对不行 我说木头 咱又不是宋哥那样的汗马车 那种六轮的H6 最少得二百多万 这改装费更贵 哥们知道玩不起 不过我查了 这H3呢 只要七八十万 这越野性能比H6还要强呢 最起码跑西藏这条线 那绝对没问题啊 听刘春这么一说 庄睿才知道自己想差了 七八十万倒是可以考虑考虑 毕竟等敖元建设起来 这少辆车确实不方便 空派一辆车还不够呢 行 如果按你说那件 那就买 明天你先开一个私人账户 我把三百万给你拨过去 等敖元的执照办下来 再把财务正规化 不过有了这个车 以后周哥跑西藏 是能少受一点罪啊 庄睿想了一下 点头同意了 敖元的营业执照倒是不难办 不过庄睿的目标不是仅现在一个敖元的身上 他想办成一个和藏敖相关的产业公司 使其正规化 刘春听着庄睿同意了 兴奋的差点把车开到路边的防护带上 哥们我都联系好了 一个星期之后就去南京提车 到时候周哥正好可以开去西藏 提车要一个星期呢 那到时候多跑一点路 把我直接送到中海了 庄睿的假期也差不多还剩一个星期了 带着小白师不能乘坐火车 正好让刘春当车夫 中海那边他也和老大联系了 让老大帮他在典当行的附近 重新租了一个好一点的房子 租金稍贵一点没关系 老大这几天正帮他忙活呢 还有小白师的证件也都交给他去办了 不过庄睿很是怀疑刘春这次的动机 因为这时候雷雷应该也在南京 想到雷雷庄睿又开始头疼了 自己答应给秦宣兵的礼物 这还没影呢 又不能问刘春 不然这大嘴巴 明天就会把话头传到秦宣兵的耳朵里去 庄睿现在和周睿算得上是楼上楼下的邻居了 正好刘春一起把他们送过来 明天他还有事 开着车就回去了 庄睿带着周睿去到超市 买了一些洗漱等日常用品 刘春这房子电视冰箱的什么都有 将周睿送到楼上 庄睿坐了一会儿就下楼回家了 庄母这会儿没在家 想必是在广场上和一帮老太太们去跳舞了 她自从腰伤好了之后 那可是风雨无阻 看着一帮子老姐妹都是羡慕不已 只是夸她有个孝顺儿子 舅舅舅快开门 庄睿刚安静一会儿 正琢磨着给秦宣兵准备什么礼物呢 门口就传来外甥女儿稚嫩的喊声 打开房门 姐姐一家人都过来了 在庄睿去西荡这段时间 他们已经简单将隔壁装修了一下 搬过来住了 这也让小楠楠是高兴不已 有了自己的房间不说 还能每天见到自己喜欢的舅舅 这两天呢 每当自己惹祸了 他就会跑到舅舅这来避祸 姐姐夫 怎么样 搬过来住还习惯吧 庄睿回家这几天都是东奔西跑 虽然是住在一块了 还没坐下来戏聊过 不过这日子过得也挺充实的 比起以前闷在家里看书 那是要强多了 还行 我们搬过来了 你姐夫家里也就宽松一些了 就是小楠楠快上幼儿园 要就近找一家 对了 笑睿 你回家这几天整天在外面跑 我和你姐夫说 要做顿好菜 好好谢谢你呢 庄敏 看着地上和小白狮滚在一团的女儿 脸上露出了很温馨的笑容 这些年和公公婆婆还有小叔子等人挤在一块的滋味 那可是不好受的 小白狮对于庄敏夫妇从来都是爱里不离 不过对于南南 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南南向来都是抱住她的脖子就不放 白狮是很有灵性的 她能感觉出这个小女孩对她没有恶意 加上庄敏的命令她只能是无可奈何的拖着小南南满屋子转悠 庄敏要不是上次看到小白狮扑咬流川 她感觉这家伙虽然个头长得快 但却不像这一只藏鸥 因为从小白狮的身上完全感受不到藏鸥的那种暴虐的气息 长长的白色毛发更是使其增添了几分可爱 庄敏刚才带她去超市被很多人是指点评论 这小家伙被人围住也没发火 只是庄敏从白色的眼睛里看出了一丝骄傲 和对周围人群不屑的神色 姐你说什么呢 咱们之间还用说这个谢字吗 别说这些年家里都是你和姐夫操持着 就凭咱异母同胞的关系 我给你买套房子又算什么呢 得了别说这些了啊 我这从西藏带回了一些藏药 姐夫你带回给家里的老人用一用 这效果还是不错的 庄瑞被老姐的话搞得是哭笑不得 这花钱花的到生分了 这让庄瑞感觉很不舒服 姐弟俩相差只有两岁 从小到大家里有什么好吃的 姐姐都会让着的 买新衣服也是先给他买 庄瑞觉得为他们做这点事并不算什么 这可不是说庄瑞有钱之后的想法 即便是没钱 他也会将亲情和友情放在金钱前面一位 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更多精彩请您下载喜马拉雅手机APP 关注小说的更新 本节目24小时之内点赞数量超过100 明天加更一级 欢迎您的收听 典当行的小职员庄瑞 因为一次意外 眼睛发生了异变 眼生双瞳 从此开启了他的财富人生 美轮美奂的陶瓷 鼓着大方的青铜器 惊心动魄的赌石 接踵而来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郭以达为您演播的 长篇都市幻想小说 黄金铜 作者达演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六十六集 正在播出 钟瑞走进自己的房间 把从西藏带来的藏药 拿了一些出来 这几种 都是在正规药店里买的 应该是不假 庄瑞对老人 还是很有小心的 对了 老姐 我倒是想起一件事来 这 给女孩送礼物 送什么东西太好啊 把藏药递给了姐夫 庄瑞向庄敏出言问道 家里啊 都是自己人 庄瑞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直接就把困扰了 自己一天的问题 给问了出来 小瑞 你看上哪个女孩子了 姐姐认识吗 那女孩 对你有好感吗 庄敏没有回答庄瑞的问题 倒是又问出了 一连串的问题 庄瑞受不了老姐的盘问 得 就当我没问 我就问个送什么礼物 你这问题比我还多 多新鲜呐 我要是不知道 那个女孩对你有没有好感 我知道送什么吗 算是有好感吧 那女孩家庭条件挺好的 人长得也很漂亮 老弟 是上次来家里的那个高个子的吧 没看出来呀 你这根木头也开窍了 不错嘛 等妈回来 我要向妈报喜 庄瑞这个木头的外号 可不是只有刘川专用的 她从小就是内秀 外表看起来有些木讷 长大之后 才变得不是那么矮板 如果是上次来的那个女孩 就不要送什么值钱的礼物了 她所看重的 应该是你这个礼物 所代表的心意 你想想 她喜欢什么 投其所好不就行了吗 至于这么愁眉苦脸的吗 庄敏 看到老弟被自己 调侃的脸色有些变了 连忙就说出了自己的主意 可是庄瑞听到之后啊 心里却更是纠结了 秦宣兵倒是喜欢骑马 可是一匹好马的价格 比春写的藏翱还要贵 有钱都没地买 自己也送不起啊 他是做珠宝设计的 对于钻石之类的物品 应该是也喜欢 可是这东西代表的意义 就不一般了 自己倒是送得起 不过别人要是不接受 那可就是自扰难堪了 先不提这个了 老姐 我还有一个星期 我就回中海上班了 你们平时吃饭 就不要单独开火了 和妈一块吃 我回头拿点钱给你 多买一些有营养的菜 妈呀 平时舍不得花钱 你可别舍不得呀 庄睿把秦宣兵的事情搁置了下来 反正是车到山前必有路 哥们还不至于让个礼物给仇死 大不了花三块钱买瓶一拉罐 把那拉环当戒指送给秦宣兵 电视上不是经常有这种桥段吧 别 小瑞 妈这你放心 吃饭的钱老姐还不缺 肯定会照顾好她的 你在外面需要用钱的 自己带在身上吧 庄敏是连连摆手 他还不知道庄睿一部手稿 卖了好几百万的这个事呢 不过即便是知道 他也不想要弟弟的钱 庄睿没答话 转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他那三十万取出来之后 就一直没有存回银行 当下就拿出十万块 扔给了庄敏 拿着吧 以后日子别够的那么紧了 老弟现在也算是有钱人 看到没 就这白师 别人出四千万我都没卖 庄睿的话 让姐姐和姐夫是大吃一惊啊 他们知道庄睿从来不说假话 在看向和自己女儿 纠缠在一起的小家伙 这眼光啊 不由得就有些变了 自从庄睿从中海回来 变化的确是非常大 可是庄敏两口子 是怎么也没想到 在身边就出了一个千万富翁 应该说是总资产千万 不过这震撼来的 还是有点太大 直到返回了隔壁的家里 两个人还是有些晕晕乎乎的 送走了姐姐一家人 庄睿躺回到自己的床上 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有点多 也有点乱 他想静静的思考一下 也为自己将来的生活 做一个定位 小白师 却是精力旺盛的上蹿下跳 看到庄睿不理会他 就钻到床底下不知道在摆弄什么 发出一阵咕隆咕隆 石头滚动的声音 听得庄睿是有些心烦意乱的 小睿啊 你在楼上干什么呢 小兔崽子 你要造反呢 窗外 楼下王大妈的声音传了过来 他们在这一栋楼里都住了十几年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的 又都是看着庄睿长大的 所以这说话也没什么顾忌 没事没事 出来 别玩了 庄睿对着床下的小白师喊 这小白师听得了庄睿的声音 立刻兴奋的从床底钻了出来 不过呀 两个前爪 还是抓着一个圆滚滚的石头 这石头和地板相撞 自然就发出了这个声音 庄睿估计啊 王大妈听到的声音 就是这石头滚动的声音 住楼房的朋友都知道 在楼上或许是很小的声音 传到楼下的时候 那声音就很大了 别玩这个了 回头给你洗澡 庄睿抢下了石头 顺手就打开窗子 对着楼下喊 王大妈 对不住啊 小家伙逃皮 回头我好好教训她 好久没吃您包的饺子了 赶明儿我去您家混饭啊 王大妈知道庄敏一家都搬过来 还以为是小楠楠在调皮呢 别呀 小瑞啊 小孩子调皮 说说就行了 明儿我就包饺子 你下来吃吧 啊 庄睿也没解释 答应了一声就把窗户关上了 手里拿着那个黑乎乎的石头 这上面已经满是灰尘 庄睿把石头放在地上 准备去洗一下手 刚一转身啊 小白石又玩上了 庄睿连忙又把石头抢了过来 放在桌子上 他依稀记得 这几个破石头 还是从爷爷留下的箱子里翻出来的 好像有四五个 被他扔到床下面去了 为了防止这小家伙再捣蛋 庄睿扶下身子 准备把那几块石头找出来 明天呢 一块扔了 这床底下黑不隆东的 不过当庄睿眼中灵气释放 这立即变得光明起来了 哎呀 什么东西 疼死我了 庄睿在使用了灵气之后 突然发现在床下有两处地方 向外散发着幽幽的绿光 乍一看啊 就像是狼眼一般 将庄睿是吓了一跳啊 慌忙中他抬起头 却碰到了床板上 疼得庄睿刺压咧嘴 直接就从床底下爬了出来 小白狮立即扑上来 亲密的用舌头舔着庄睿的脸 应该不是这小东西搞的鬼 庄睿记得很清楚啊 发出两道绿色光芒的地方 相隔着有将近一米的距离 不可能是他的眼睛 揉了揉背撞疼的头 庄睿推开了白狮 到房间外面找出了一个手电筒 真是怪事了 除了这几块破石头 没什么东西啊 庄睿拿着手电照了半天 发现除了自己前些日子扔进去的几个石头 床下是空空如也 别无他物 小睿啊 你撅个屁股干嘛呢 床底下还有什么宝贝不成 这孩子快出来 你看你身上脏的 庄睿正准备先把几块石头取出来 庄睿就回来了 听到了他房间的动静就推开房门走了进来 正好看到庄睿啊 又要往床底下爬 妈 你回来了 我没事 这床底下有几个石头 这小东西老是推着它滚 龙下王大妈有意见了 庄睿回了老妈一句 用手电筒罩着 将床下剩余的四个石头全都拿了出来 摆在了桌子上 你这孩子 没事往床下扔什么石头啊 明天全都给我扔了 等会把衣服脱了 丢到洗衣机里 庄睿没敢回话 虽说老妈没有留母那么唠叨 但是当老师的要是训起人来 也是一套一套的 果然看到庄睿没顶嘴 庄母啊也就出去了 看到老妈出去 庄睿又趴回到地上 再次释放出灵气向床下看 这次却没有再看到那两道绿光 他站起身来 看着桌子上面并排摆着的 五个拳头大小的石头 庄睿心中有些狐疑啊 难道那光芒是这些石头发出来的吗 到底是不是 看看就知道了 庄睿也懒得去想 抬眼就向那几块石头看 没有啊 不是 哎 这是什么 接连看了两个石头 里面都是普通的实质结构 不过就在庄睿看到第三块石头的时候 一抹绿色通过灵气的传播 清晰的映入到庄睿的眼里 当下这庄睿就来了精神啊 也顾不得那石头上满是灰尘 双手就捧到眼前 他并没有动用灵气 而是先对他的外观仔细的观察起来 这块石头入手有些沉住 怕是这么一丁点啊 就得两三斤重 石头表面是黑乎乎的 在手心里啊 冰凉冰凉的 而且表面非常不平折 有许多细小的花纹 还有一些黑色的石险 猛的一看呢 就像是被蚯蚓爬过一般 显得有些勾勾取取 十分的丑陋 哎呀 莫非这里面有玉 可是这玉石都是白色的呀 在庄睿的脑中对玉石的理解 只是停留在杨脂白玉上 他此刻却没有意识到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叫做翡翠的宝石 其价值也不在美誉之下 慢慢的将灵气渗入到石头之中 石头表面大约三四厘米的地方都和刚才所看到的是一样的 但是当庄睿再往深处看 一抹动人的绿色顿时就映入眼帘 庄睿从来都没见过这么纯正的颜色 在这个石头中间 一个足有鸡蛋蛋芯大小的部位闪烁着绿色的光芒 而且分布是极其均匀 在这个光芒之中 庄睿感觉到了一股灵气的存在 只是和古丸中的灵气稍有不同 在古丸中 庄睿所感受到的灵气厚实沉重 而现在所感受到的这股灵气却是飘逸而清零 颜色也正是他所看到的绿色 尝试着吸收了一下 庄睿发现这股灵气虽然和古丸中的不同 但是也无法与自己眼中的灵气相融合 至此庄睿才算是死了心 看来以后啊 确实没有办法再从物件里吸收灵气了 这玩意儿不会是翡翠吧 后知后觉的庄睿 在将目光收回之后 脑子里才放出了这么一个词 这也不怪庄睿 他虽然是在典当行工作 只是他做的是财物 一般很少接触那些珠宝奢侈品 翡翠 他自然是听说过 也亲眼见过 不过他并不知道 翡翠居然就是从这看起来 积不起眼的石头里产生的 不只是庄睿 这世上绝大多数的人都分不清翡翠和玉石的区别 就是各位听者 估计脑中也只是有一个模糊的概念 更不要说去分辨什么是原石 兵种 祖母绿了 就是放个老坑种满松花莽袋的原石在诸位面前 恐怕也会被当做垃圾石头给扔掉 庄睿知道这好的翡翠非常的贵重 不过他印象里更多的都是地摊或者商店里卖的那些翡翠挂件 十几二块钱一个 眼下这石头里的翡翠 庄睿也有些拿不准 毕竟他从来没用过眼睛去看过翡翠 也不知道这块翡翠中所蕴含的灵气是多还是少 不过刚才那抹动人的绿色 让庄睿下意识的感觉 自己这块石头中的翡翠应该是个值钱的东西 而且这块石头也正是刚才小白狮滚着玩的那一个 庄睿有些怪异的看了一眼趴在自己身边的小家伙 难道这个小家伙 也能看到里面的东西 摇了摇脑袋 庄睿把自己这可笑的想法置之脑外 又拿起另外的两个石头观察了一番 发现在其中的一块石头里也有些许的绿色 也就是翡翠 只不过相比刚才那个鸡蛋形状的翡翠 却是相差甚多 其中只有小指甲大小 并且颜色也不纯粹 这奇怪了 爷爷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啊 庄睿有些不理解 不能说是他知识贫乏 03年的时候 网络并不算很发达 就算是资深网络的庄睿 也不知道这翡翠的产地正是他爷爷曾经做过地质考察的缅殿 妈 爷爷以前留那几个石头 你知道是从哪来的吗 百思不得其解的庄睿走出了房间 向正在看电视的母亲询问 哦 你不说我倒是忘了 我好像听你爸说过 那几个石头是你爷爷当年从缅甸带回来的 你爷爷做了一辈子的地质工作 应该是做研究用的吧 对了 既然是爷爷留下的东西 你就不要扔了 放回到箱子里 也别再让那小家伙滚来滚去的 小白师显然很了解在这个家里谁是老大 跟着庄睿走出房间呢 就亲密的用大头蹭了蹭庄睿 这神态颇是憨厚可爱 这东西要怎么取出来呢 得到了答案的庄睿 走回房间之后又开始头疼了 这整个都被石头给包上了 想单把中间那一块完好的取出来 好像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啊 妈 我去买一包烟 一会儿回来啊 庄睿想了一下 跑到放杂物的房间 找出一把锤子 放到了外套里 手里拿着那个绿色最少的石头 打开房门 走了出去 这孩子 怎么现在烟瘾是越来越大 小瑞啊 少抽点烟 身后传来了庄母的声音 向后摆了摆手 庄睿三步变坐两步就跑下了楼 三月份的天气还是有些凉的 这才九点多 小区外面基本上就没什么人了 庄睿来到平时老头老太太们 打麻将的石桌石椅的地方 他四处打量一下 把手里的石头塞到了两块石板接缝的地方 然后高高举起手中的锤子 狠狠的就砸了下去 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更多精彩 请您下载喜马拉雅手机APP 关注小说的更新 本节目24小时之内 点赞数量超过100 明天 加更一击 欢迎您的收听 典当行的小职员庄睿 因为一次意外 眼睛发生了异变 眼生双瞳 从此开启了他的财富人生 美轮美奂的陶瓷 鼓着大方的青铜器 惊心动魄的赌石 接踵而来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郭以达为您演播的 长篇都市幻想小说 黄金铜 作者打演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67集 正在播出 铁锤和石头的撞击 发出清脆的响声 在夜色之中 远远的传了出去 可是等装备 再拿起那块石头的时候 却沮丧的发现 这几锤子 只不过是在石头的表面 留下了几个 微不足道的凹点 就连一个石片 都没敲下来 这一幕啊 要是被一个稍微了解 赌石的人看到 肯定会笑掉大牙 没见过有人拿锤子 想从石头里砸出翡翠的 庄瑞 也是过了好几个月 才知道自己现在的行为 是多么的愚蠢和可笑 跟着庄瑞 跑出家门的小白师 有些莫名其妙的 看着自己的主人 显然他无法理解 庄瑞为什么会拿个锤子 敲打自己的玩具 拾起了地上的那个石头 庄瑞有些发愁了 这玩意儿 倒是应了那句老话 就是毛坑里的石头 又臭又硬 一时间 庄瑞拿它也没办法 很明显啊 用锤子将它敲开的想法 是不可能的 庄瑞这时候并不知道 这个世上 仅是针对堵石所制造出来的 切石机 有十多款之多 哎呀 算了 过去找个沙轮磨一下吧 招呼了一声小白师 庄瑞走到小区门口的超市 买了几包烟酒回家了 明天的事也不少 上午要跟着宋军去拜访那位 庄表大师 下午还要和刘川去建 熬园的那块场地看一看 恐怕暂时是顾不上这几块石头了 虽然在石头中发现了翡翠 不过在庄瑞的心里 也没把这几个石头当一回事 早在2003年 要说钻石之前 大家都明白 可是对于翡翠 也只有一些特定圈子里的人 才知道极品翡翠的真正价值 咱们一夜无话 第二天 熟睡中的庄瑞 突然感觉脸上有湿漉漉的感觉 睁开眼睛一看 这小白狮正在床头伸出舌头舔着自己 这小爪子还抓住被子往地上拖 再向窗外看 天色已经大亮 庄瑞看了一下床头的手机 已经快七点了 他连忙就爬了起来 自从养了白狮之后 庄瑞的生活又有了新的规律 每天早上必须带这小东西跑上一圈 因为这小东西很懂事 从来不在家里拉屎撒尿 都会憋到早上 到外面去解决 然后庄瑞呢 还要给他准备早饭 一般是用玉米糊糊做的狗粮 里面再加几个狗盖片 等伺候完这小祖宗 庄瑞这才有时间去洗漱吃早点 给小白狮准备好早餐 坐在桌旁的正喝着老妈煮的稀饭 庄瑞的电话就响了 小白狮的耳朵猛的就竖了起来 跑进庄瑞的房间 把电话给叼了过来 庄瑞赞许的揉了揉小家伙毛茸茸的脑袋 庄瑞从白狮的嘴里将电话拿出来 一看 这电话是宋军打来的 哎 宋哥 咱们不是说好九点钟的吧 早点去吧 老先生打电话说 十点钟他还有一个客人 让咱们早点过去 我现在就在路上了 你是住中书街那边吧 去路口等我 我马上就到 宋军的声音从电话里传了过来 庄瑞连忙咽下嘴里的馒头 回到自己的房间 把那个装着李端端图的皮套拿在手里 给庄母说了一声 带着小白狮就匆匆下楼了 刚走到路口 一辆黑色的奔驰就停在庄瑞的身前 宋军放下车窗召唤了庄瑞一句 先拉开奔驰的后门 让小白狮上去 然后庄瑞坐在了副驾驶上 回头看了一眼 后座上并排坐着两个小家伙 感情啊 宋军也把那金毛又好给带出来了 哎 管管你那只 这么不讲理啊 宋军通过后视镜发现 这小白狮一上车就把这小金毛挤到了一边 嘴里还发出呜呜的威胁的声音 宋军呢 顿时是大为不满 北狮 坐好 庄瑞冲着后门喊了一句 小家伙呢 却从座位中间铺到了庄瑞身上 庄瑞无奈啊 只能抱着他 哎 对了 老弟啊 我跟你说一下 等会儿要见的那个老爷子 姓方 是扬州表宫中的代表人物 老家是鹏城的 现在算是夜落归根 回了养老了 这老爷子 脾气有点古怪 这要是他看中的书画 他有可能会帮你免费装表 但要是他看不上眼的 你出多少钱 他都不搭理你 或许看在我的面子上 可能会应付你一下 不过呀 你做好被宰的心理准备 这老爷子的软刀子 黑着呢 一边开车 宋军一边给庄瑞交代 虽然他还没看过 庄瑞手里的这幅画 不过 从他画中的口气看得出来 他对庄瑞在草原黑市上 拍来的这幅画 也不是很看好 没事宋军 这画只要能换个轴杆就行 是否需要重新装表 我都无所谓 我带了三万块钱 应该够了吧 庄瑞装着一副 很随意的样子 随口答着 这位方老爷子 如果真是这装表行当中数得上的人物 自然能看出这画中的猫腻啊 你小子倒是挺舍的呀 买幅画才几千块钱 装表一下就准备花三万 不会是想转手找个大头卖了吧 宋军说话间 车子已经驶向城郊处龟山汉墓的方向了 这一路上有许多的建材市场 庄瑞看到有些市场的门口 正在用电锯锯着木头 发出哼响的声音 等装表好了 我卖给别人 宋哥 你可不能抢 庄瑞看到那个电锯 脑袋里好像想到了什么 随口啊 就和宋军胡砍 对呀 我可以找那种小型的手动切割机啊 庄瑞在心里暗骂自己笨蛋 在他老家老宅的附近 以前有一个采石厂 专门卖一些石雕作品 那会儿庄瑞啊 就经常看到一些石雕师傅们 用小型的手动切割机 在对石雕一些比较细腻的部位进行处理 想来那东西 切个石头应该不成问题吧 要是唐伯虎的真迹啊 我还有点兴趣 我告诉你庄瑞 那幅里端端图 可是好好的待在南京博物馆 你这玩意儿留着自己看就行了 挂出去 那可是得被人笑话的 宋军嘴里说着话 把车就停了下来 庄瑞这才知道到地方了 他推开车门 抱着小白师就下车了 庄瑞啊 把小白师留在车里 方老爷子要是答应帮你装表 是需要安静的 这俩小东西太吵了 听到宋军的话 庄瑞安慰了一番小家伙 又把他塞回车里 然后手中拿着那幅画轴 和宋军向前面十多米的一个院子走 方老爷子的这个房子 是建在蓬城的城乡结合部 移山傍水 院子前面还种了一排柳树 进到院子里 庄瑞看到 在院子中种了两块菜地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 正拿着锄套 锄地呢 方爷爷 您老的身体还这么硬朗啊 宋军看到老人之后 连忙是快走几步 上前就将老人手里的锄头 给接过去了 你是这臭小的 平时没事就不来 有事就想到我了 等我什么时候见到了宋老哥 肯定告你小子一撞 行了行了 别再弄那假把事了 老人看着宋军装模做样子在锄地 一脚就踢了过去 宋军都没敢躲 硬是用屁股瘦了这一脚 宋军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 不过却没有丝毫尴尬 脸上啊 一直都是笑嘻嘻的 庄睿这时才看清老人的面貌 雪白的头发面色红润 脸上的皮肤也很细腻 用鹤发童颜来形容他 那绝对不为过 乍一看啊 根本就不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 只是在那双眼睛里 不时的流露出一些沧桑的感觉 你爷爷身体还好吧 老人向钟睿点了一下头 对宋军问道 托您老的福 爷爷身体硬朗着呢 教训我爸的时候 这手别提多麻利了 对了 我前段时间回经理 爷爷还说 要请你去家里住一段时间呢 哦 不去了 不去了 这挺好 埋骨何须脏身地 人生何处不青山呢 我离开家乡 有好几十年了 算是学成有归 把这把老骨头啊 显如今埋回来 也算是运气不错了 老头感慨了一句 眼睛向钟睿手弄的皮套看了一眼 随口又问 是宋老哥又逃到什么宝贝了吗 走 上屋里头看看 老人的脚步很稳健 走到门口 他洗了一下手 带着二人就走进客厅 一个四十多岁 像是老人保姆的中年妇女 上来给宋军和庄瑞端了一杯茶 然后就退了出去 拿来吧 我先看看 老人并没有宋军所说的那么难缠 进屋之后擦干双手 很爽快的就从庄瑞手里接过了皮套 将拉链拉开 把里面那幅画轴取了出来 哎 小伙子 帮我把这画打开 老人可能是把庄瑞当成了 宋军的跟班 我装表 看我老头子每天都很清醒 你是来消遣我的是不是啊 等到画轴完全展开 方老爷子已经是满脸怒涩 他这一辈子经手的名家书画真迹 可能要多过这世上任何一位收藏家 这眼力自然是不翻 打眼望着就已经分辨出这话的真假了 宋军看到老爷子发火 连忙就出言说了 方爷 您别生气 千万别生气啊 你这火气怎么比我爷爷还大呢 你听我解释 解释 有什么好解释的 你爷爷是不会让你拿着这幅画来让我装表的 是你小子自己的主意吧 我说你小子也不缺这几个钱啊 没必要拿我装表出去的东西糊弄人吧 老爷子的火气是丝毫不减 要知道这装表和字画 从来都是相辅相成 通常说三分画七分表 一幅字画 要是经过当代装表大师的装表 拿出去啊 真的是可以糊弄不少刚入收藏界的人 近现代著名的画家傅鲍石先生 曾经在1957年1月3日人民日报上 发表过装表男一文 文中说 作为一件艺术品 除了画面的艺术水平取决于画家之外 装表也是最重要的一官 足见书画装表在整个书画艺术中的重要性 只是在解放之前 装表师傅们的地位比较低 这也导致了装表行业人才的匮乏 流传了一千五百多年的装表记忆 几乎就要失传了 等到了解放以后 手工艺人们的地位相对提高 这才使得那些老艺人们把手艺传了下来 而方老爷子在国内整个书画装表行业之内都属于是泰山北岛的人物 徒子徒孙是多不胜数 所以经过他亲手装表的书画都是价格不菲的真迹 即便这幅唐博虎的李端端图师赢品 如果被老爷子亲手装表一番 那拿出去 说不准就能当真迹给卖了 方爷爷 您别生气 您听我说呀 这画是我这小兄弟的 他就是想重新装表一下挂在自己家里 绝对没打算打着您老的招牌转手倒卖 您看 这画的轴杆用料很差 已经不适合挂堂了 我这不就觉得这点小事 对您老只是举手之劳吗 您不要不高兴 咱不表了还不成吗 宋军吃了锅闹 这心里也很不爽 已经在暗自后悔了 早知道了 就随便找一位装表师傅就得了 何必来招惹这老爷子 你说的都是真的 方爷爷 我哪敢骗您呢 您一个电话 我家那位老爷子 还不把我腿打折来 听到宋军的话 方老爷子这台正眼大亮起庄锐 他活了这么大岁数 阅人无数 自然看得出庄锐不是那种偷奸耍滑的人 心中的怒气也慢慢的消了下去 小伙子 我装表书画的价格可是很高的 你买这幅画 笔法粗裂 意境全无 还不如到书店去买幅印刷品挂在家里呢 要我装表 可是划不来呀 方老爷子这话中的意思 已然是在推脱了 这样假的不能再假的作品 如果经他手装表 那要是传出去 可是会让人笑话的 方爷爷 我也知道这话是假的 不过既然买了 也不能当废纸烧了吧 我就是想把这两个轴杆换了 能挂上去就行 庄锐 装着很随意的样子 指着摊在桌上的那幅画 其实他心里已经很着急了 本来按照他的猜想 这位老爷子答应给装表 自然在其过程之中 就可以发现画中的猫腻 可是庄锐没想到啊 这老爷子看了一眼画的真伪 根本就不愿意出手 甚至都没向这幅画看上第二眼 一般来说 对某个行当比较熟悉的人 首先重视的 就是自己比较专业的地方 要不是这幅画伪造的太假 方老爷子或许还能看看 这画的装表工艺 这也可见 当时伪造这幅画的人 为了不使人注意到这幅画 可谓是费尽心机 用心良苦 啊 方老爷子嘴里不置可否地回了一声 不过眼睛却是随着装锐的手指 看向了那幅画的肘杆 嘴里随之发出了评价 这天杆地杆和肘头 倒是用木头做的 不过这用料也太差了 看这画的时间 应该是民国那会儿放的 这才几十年 就快朽烂了 真是搞不明白 这样的画也会有人去装表 我看看 我看看 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更多精彩请您下载喜马拉雅手机APP 关注小说的更新 本节目24小时之内点赞数量超过100 明天加更一级 欢迎您的收听 典当行的小职员庄锐 因为一次意外 眼睛发生了异变 眼声双瞳 从此开启了他的财富人生 美轮美奂的陶瓷 鼓着大方的青铜器 惊心动魄的笃石 接踵而来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郭以达为您演播的 长篇都市幻想小说 黄金铜 作者打演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六十八集 正在播出 风老爷子说着说着 原本半眯的眼睛忽然就瞪得溜圆 嘴里发出了一声惊疑不定的呼声 他一步走到桌前 其动作之敏捷 根本就不像八十多岁的冒蝶老人 这 这是我们武装的手艺活啊 居然还是仿骨装吃 谁没事 会用这种手法来装表这个破话呢 老爷子一边说话 一边戴上了一副老花镜 开始仔细打亮起这幅画的装表 嘴里啊 还不停的喃喃自语 听得一旁的庄瑞 有些是莫名其妙的 宋军对装表是有一定了解的 给庄瑞解释了一番 庄瑞这才听明白 方老爷子话中的意思 原来啊 苏阳两帝装表这个行的 历经明清数百年 成前起后 名持全国 统称是武装 在这其中又分为几个类别 专表红白利轴对联 专攻婚丧喜庆之用的 称为红榜 专表普通书画的 称为航榜 而在解放前的苏州 上海 扬州等地 就构得上称为装潢艺术的 专为书画名家 和收藏家装表珍贵书画的 称为防骨装持 能做防骨装持的艺人 大多是手艺高超的老艺人 即便是在解放前 这样的人也是屈指可数 方老爷子呢 大多都认识 现在猛然见到这么一幅 防骨装持的假画 也难怪他失神了 因为老爷子心里已经断定 这画的装表 肯定是出自解放前某位 装表大师之手 只不过为什么用这样复杂 并且成本超高的装表手法 来装表一幅假画 这就让方老爷子是百思不得其解了 方老爷子脱下手套 找出了一个放大镜 仔仔细细将这幅画 从头到尾重新的看了一遍 又用手摸着画轴装表的制裁 过了足足十多分钟 这才拿下眼镜坐回到了椅子上 却是皱着眉头 一言不发 老爷子这会儿心里确实在纳闷啊 这幅画怎么看都是一幅赝品 但是其装表的工艺又是防骨装持 而在这其中还有一个问题 一般防骨装持所用的材料 无论是天杆地杆木杆直杆轴头 这都会挑选上了好的材料 在解放前的时候 防骨装持所用的轴头 甚至都是珍贵的谈木制造的 让老爷子心里纠缠不清的问题有两个 第一 既然是用了这么复杂的装表工艺 但是又为何用这些比较差的材料呢 方老爷子刚才没有细看的原因 也是因为这材料太差了 他根本就没想到这幅画 用的是防骨装持的手法 第二 自然就是为何花这么大的功夫 来装表这么一幅艳品呢 不管在哪个行当里 能做到顶尖的人 那肯定是一些性格极为执着的人 老爷子也不例外 虽然八十多岁了 但依然是皱眉苦思 想搞清楚当初这位装表大师 到底是什么心态之下装表的这幅作品 宋军啊 你这幅画是从哪来的 方老爷子出声了 问相正在一旁有些莫名其妙的宋军 刚才宋军呢 也走到桌前看了一下这幅画 的确是艳品无疑啊 从用纸上就能看出来 不会超过民国 方爷爷 我都说了 这画不是我的 哦 对了 是这位小伙子 小伙子 你怎么称呼啊 能说说 这画的来历吗 自从进入到这个房间 方老爷子 直到现在才想起问庄睿的名字 不过庄睿也没生气 任何一个人活到了八十岁 恐怕也不会有兴趣 去询问自己见过的每一个人的名字 庄睿自我介绍了一下 然后将黑市拍卖的事情说了出来 这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只是他刻意强调 自己是被人画感画 一时冲动才买下来的 虽然只花了三千块钱 但是也想留着做个纪念 这才找到宋军 求到方老爷子这儿 方老爷子坐回到轮椅 沉吟了一会儿 然后站起身来 宋军啊 你去给小吕打一个电话 说我今天没时间 让他改天再来 宋军答应了一声 拿出手机就拨打起来 庄睿在旁边听得是真真切切 原来这老爷子口中的小吕 居然就是和他有过交集的吕掌柜 庄睿不禁在心里觉得好笑啊 不知道也是一把年纪的吕掌柜 被人叫成小吕 会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 小伙子 你把这幅画拿好 跟我过来 宋军啊 你也一起来 看到宋军打完电话 方老爷子站起身来 向客厅旁的一个房间走 庄睿收好了桌上的画轴 和宋军跟在了后面 用一句比较流行的话说吧 这个房间应该就是老爷子的工作室了 房间很宽敞 开了三面窗户 都是透明玻璃的 透光性非常的好 显得很明亮 在房间的正中摆放了一个高约一米 木质结构的暗台 台面是光滑平整 宋军小声的给庄标介绍 用行话说 这暗台就是装表桌 另外啊 还林林总总的摆放了许多物品 这些物品虽杂不乱 给人一种井井有条的感觉 这个是蒸板 用于贴瓶 蒸杆画心表件和各种装表材料的 晾杆你也不懂啊 当然是用来晾杆经过加工的副背纸色纸 以及各种材料了 宋军一边给庄瑞讲解着房中的这些工具 一边教训着庄瑞 像是要把他之前受的气 还回到庄瑞身上去 这个是拷贝桌 排笔 棕刷 戒尺 还有切板 那个石头 那个是牙石 也叫做磨石 是用于表件背面 牙光磨瓶用的 庄瑞进到这里 也感觉到很新奇 难得宋军想为人师 他也就一件一件的问了下去 不过方老爷子可是不耐烦了 口中重重的哼了一声 对着庄瑞说 小伙子 过来 把这块摊开 放在拷贝桌上 宋军啊 你还干嘛干嘛去 别在这儿跟我添乱 宋军挠了挠头 不说话了 他也不傻 刚才老爷子的表现 让他感觉到一丝不对劲 自然想留下来看看呢 想看看这画中 到底有什么玄妙之处 烤贝桌 是玻璃桌面制成的 内置日光灯 在烤贝桌的上面 还有一盏日光灯 这是用于街表残破旧画时使用的 必须要有极强的光线 以避免稍有不慎 将这旧画损毁 庄瑞将画轴展开 平铺到了拷贝桌上 方老爷子先将桌中的日光灯打开 观察了一会儿 又打开抬头处的日光灯 在强光的照射下 他想看看会出现什么变化 只是半晌过后 方老爷子失望的摇了摇头 将两盏灯都灌掉了 去 大盆水来 老爷子眼睛不离画卷 嘴里吩咐了一句 庄瑞连忙端起房间一角的脸盆 走到门外接了一盆水 等到庄瑞进来的时候 却发现这画轴的天杆地杆和轴头 都已经被方老爷子取下来了 只剩下一幅画卷 看到庄瑞进来 老爷子向他招手 示意让他走过去 当庄瑞把脸盆端过去 老爷子用手里的一把只有指甲 刀斑大小的刷子 在水里沾了沾 然后对着画卷的左下角就刷了起来 这画纸的吸水性非常的好 刷子一接触到纸张 立刻就被吸收了 然后老爷子继续沾水去刷 三五次过后 左下角内大约有五六厘米平方一块的地方 都已经湿透了 白手让庄瑞把水盆端走 方老爷子伸出两根手指 在左边角处微微的一搓一粘 原本一体的画卷立刻就分成两张了 却没有出现庄瑞想象中的三张纸 如果这猫腻如此就被识破 那当初装表这幅画的人 就白白花费这么大功夫了 小庄是吧 这幅画我怀疑里面另有玄机啊 想在这宣纸上再接触几层来 只是这画所用的是首宣纸比较脆 我怕在阶层的时候有可能会损坏啊 你的意思是怎么样的 如果这画是宋军的物件 恐怕这老爷子就直接下手了 不过画的主人是庄瑞 他自然要先问一下 否则将画揭开使之损坏 这里面要是什么都没有 那就不好教来了 虽然他是一代装表大师 但是也要对客人负责呀 此刻庄瑞的心里早就乐开花了 但是对方老爷子的话还是有点吃惊 他满脸疑惑的问 这么薄的一层画 还能再接几层 别人不行 我自然可以 你说吧 您要是同意 我就接 不同意 就把画拿走 方老爷子干脆的回答 庄瑞 庄瑞装着思考了一会儿 行 方爷 反正这话是假的 咱就当花三千块钱 看您老的手艺了 真假 现在可真不好说了 老爷子意味深长的回了一句 倒不是他认为庄瑞能看穿其中的奥妙 而是他自己的心里已经猜出了十之八九啊 见到庄瑞点头同意 老爷子也来了精神 三月份的天还有些凉 他就脱下外套卷起了袖子 在屋里拿出了许多瓶瓶罐罐 像是在配药方一样 往这盆里倒了一些庄瑞和宋军都看不懂的液体 然后就让庄瑞拿出去搅拌 等庄瑞搅拌了大概十几分钟 这盆里原本像江湖一般的液体 居然变成了透明的颜色 并且非常的稀薄 老爷子看到之后啊 就将脸盆要了过去 放在脚下 然后将那幅里端端图反过来铺在桌子上 随后 方老爷子找出了一个崭新的排刷 将软毛的那头放进盆里 等到透明液体浸透了排刷之后 立刻就在画的背面刷了起来 他单手用力 如同写书法一般挥洒自如 并且是用力均匀 片刻之间这幅画啊 已经被刷上了这种透明的液体 这还没完呢 老爷子又从房间里找出一个手压的喷水壶 对着刷了透明液体的画就喷了起来 这个壶口是极为细密的 喷出来的水基本都成了水物 这些水接触到画面立刻就溶进去了 只是旁边瞪着眼睛仔细观察的庄瑞和宋军发现 这些水只是依附在了画的表面 根本就没有渗进去 行了 你们俩人去外面等着吧 再看到了最紧要的罐头 方老爷子却下了逐客令 使得庄瑞和宋军大为沮丧 就像是看足球比赛一般 前锋开始射空门的时候突然停电了 这让人有些心仰难耐啊 不过法不传六耳 这些老义人们极为注重师理传承 阶层这首页又非常容易被一些心术不正的人利用 宋军和庄瑞又不是他的学生 自然不能让他们看到阶层的核心技术了 要知道在当今社会啊 还有如此技艺的人绝对是屈指可数 在解放前有一些个手艺人为了谋取暴力 会做出一些阶层虎表画的事 大家都知道宣旨用墨是极易蕴染的 几乎每层都可以浸透书画家的笔墨 作为者将之阶层之后 一幅画就会变成两幅或者是三幅 但是阶层越多呀 每层画上的笔墨就会越大 作为者在使用宣纸装表数层 在笔墨清淡处再照样填补 经过处理之后 这骗人的效果就更明显了 几乎就是真假难辨 画作阶层的手法是自古就有 如果需要装表的书画水平一般 或者装表记忆平平 是不会或者不敢去作为的 若是名画遭遇到了高手 被阶层的危险就会大大增加 所以啊很多书画家都不会把名贵的书画 送到装表将的手中 而是自己动手亲自装表 方老爷子这手艺并没外传 就连他几个得意弟子之中 也只有两三人得意传授 所以庄瑞和宋军虽然是行外人 老爷子也不想让他们看见 二人在客厅里等了大约有半个多小时 期间啊 庄瑞跑回奔驰车那儿 把两个小家伙给放了一会儿风 又等到茶水三遍 老爷子这才打开了装表尖的房门 脸上露出很疲惫的神色 不过啊 两眼却是炯炯有神 显得有些兴奋 小庄啊 快过来 你呀 走大运了 老爷子出来之后的第一句话 就让宋军和庄瑞不明所以 只不过庄瑞的样子 那自然是装出来的 来 跟我进来吧 方老爷子也没解释 转身走了回去 庄瑞和宋军是紧随其后 刚一进到房间 就看到在那面平整的大墙上 挂着两幅画 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更多精彩 请您下载喜马拉雅手机APP 关注小说的更新 本节目24小时之内 点赞数量超过100 明天加更一级 欢迎您的收听 典当行的小职员庄瑞 因为一次意外 眼睛发生了异变 眼生双瞳 从此开启了他的财富人生 美轮美奂的陶瓷 古着大方的青铜器 精心动魄的赌石 接踵而来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郭乙达为您演播的 长篇都市幻想小说 黄金铜 作者打眼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六十九集 正在播出 那幅隐藏了半个世纪的 唐伯狐狸端端图 到今天 总算是露出了真容啊 庄瑞上前仔细 将两幅画做了一个对比 这两幅画的内容 自然是一样的 不过在人物表情的细微之处 一眼就可以分辨出不同了 一幅画上的人物 是矮板无神 并且画面已经出现了裂纹 而另外一幅画上的侍女 却是顾盼生辉 表情逼着 就好像是要从这画里 走出来一般 这 这怎么可能 方爷爷 这 这怎么可能呢 宋军和庄瑞不一样 庄瑞 只是站在画前 单纯的去欣赏 而宋军 却是拿着一个放大镜 几乎就把脸都贴上去了 戴德放下放大镜 已经是吃惊的 连画都说不利索了 宋军 也是久玩字画之人 自然能分辨出眼前两幅画的真伪 看着被揭出来的那幅里端端图上 数个鲜红的灵印 和每个灵印所代表的赫赫有名的人物 以宋军沉浸书画多年的专业水平 几乎就可以断定这幅画 确实是出自唐柏虎之手 有什么不可能啊 你是不是想说里端端图现在在南京啊 当年我就看那幅画有作伪的痕迹 虽然也是明朝人画的 但却不是唐柏虎的真迹 这幅画出世 我看那帮子人的老脸往哪儿放 方老爷子 似乎对当初鉴定南京那幅里端端图的人是颇为不满 此刻笑得是酣畅淋漓啊 而宋军却是把眼睛看向的庄瑞 脸上呈现出一幅不可思议的表情 宋哥 这画里还有一幅画 这两幅画好像差不多啊 庄瑞装得很无辜 向宋军问着 你 差不多 差到天上去了 我说你小子 怎么就这么好的运气啊 王氏真的手稿被你碰上 去趟黑市把别人都不要的假话买回来 里面居然藏着真迹 哎呦 我宋军在这行也玩了二三十年啊 我怎么就从来没捡过这样的漏了 宋军看着庄瑞是不住的摇头 不过他倒是没怀疑 庄瑞能事先看出这幅画的真伪 毕竟啊 这画都倒了好几次手 经过多方人士的鉴定 其专业程度远不是庄瑞可比的 就连方老爷子这样的人物 如果不是从庄表出入手 都没办法发现其中隐藏的玄机 小川啊 这幅画我表了 你过半个月之后来我这里取吧 似乎啊 刚才将画阶层 耗费了方老爷子很多的精力 这会儿疲惫之色尽显 说话的语气也没有刚才那般中气十足了 谢谢方爷爷 我这里带了三万块钱 就当是材料费吧 庄瑞是心中大喜啊 在从宋军嘴里知道这位的身份之后 庄瑞也明白 自己这幅画经方老爷子装表 那更是相得以章 身价倍增了 用不着那么多 你留一万块钱就行了 老头子 我都快行将注目了 还能见识到这幅 唐伯虎的真迹 也算是严幅不浅啊 行了 你们先回去 到时候等我装表好了 我会给宋军打电话的 老人摆了摆手 示意二人可以离开了 庄瑞恭恭敬敬的留下了一万块钱 就和宋军告辞了 回到奔驰车上 庄瑞拨给铺上来的小白狮 就向宋军问了 宋哥 方老爷子出手装表 恐怕用的材料也不会是差的 这一万块钱够吧 废话 当然不够了 估计老爷子用老子坛木做轴头 这价格肯定不菲 不过他徒子徒孙孝敬得多 这些材料也花不到什么钱 庄兄弟啊 你信不信 要是今天你把话带走了 不给他表了 这老爷子 恐怕倒贴钱都会让你留下来 宋军此时已经从见到 唐伯虎真记的震惊之中清醒过来 一边开车 一边和庄瑞开玩笑 这怎么可能 宋哥你又开玩笑了 老爷子又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 经他受装表的名画那多了去了 没必要因为一幅画 对我这小辈放下身段吧 庄瑞确实是不太相信宋军的话 活到方老爷子那么大岁数 早就已经达到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的境界了 岂会为一幅画失态呢 嘿 我说小川 你还别不信 要不然咱打个赌 现在回头就去把那幅画要回来 你看看老爷子是什么反应 不过我话说在前头 要是我猜对了 等你那画装表好了 可是要优先卖给我的 怎么样 赌不赌 宋军说到这 马脚总算是露出来了 看情啊 他早就盯上了这幅画 看着宋军一副诱导小朋友的神色 庄瑞不由得就笑了 宋军你放心吧 我这段时间资金都投到熬园去了 正周转不开呢 等老爷子装表好了 你看着就给开个价 不过我有个要求你得答应我 什么要求 你尽管说 老哥我能做到的 一定帮你办 老哥我做不到的 请出家里的老爷子也得帮你办成 听到庄瑞的话 宋军大喜 他连忙拍着胸脯打起了包票 将自家老爷子都抬出来了 可见他对这幅画的重视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你对外啊 不要说这幅画是出自我这 我这段时间都感觉自己运气也忒好点了 别惹出什么麻烦就不好了 庄瑞知道 刘春把那件紫檀根雕 卖给吕掌柜的事情 肯定也逃不出宋军的耳朵 干脆啊 就明着说自己运气好 这样别人反而不会有什么疑心 果然 宋军文言笑了 他赞许的看着庄瑞 你小子年纪不大 做事可是比大春稳得多了 知道木秀鱼林封闭摧之的道理 不错 很不错 这条件我答应了 不过你小子的运气是真不错呀 有些人在这行当里混了一辈子 也未必能捡到一个大楼 到你这可好 接二连三 还全他娘子是好东西 老哥我看的都眼馋了 不行 下次去平州 你跟我一块去 平州 平州是什么地方 那儿古丸多吗 庄瑞被宋军的话 说的有些摸不清头脑 那儿可不是什么古丸市场 那是一个赌食的市场 玩那东西可比玩古丸刺激 而且运气占很大的成分 没有多少技术含量 宋军知道庄瑞入行不久 赌食这个行的 虽然从九十年代开始 就已经兴起了 不过也就是近年 国际翡翠市场行情渐涨 这才逐渐热了起来 一般不是珠宝行业 或者是专业的吵架 根本就不知道赌食这个词 赌食 庄瑞在脑海之中 不由得就想起自己那两块中间有翡翠的石头来 对 就是赌食 小庄啊 这里面的门倒可大了 从清朝到民国 珠宝行业有个行话叫赌行 所谓赌行啊 指的就是珠宝玩家到珠宝行寻觅翡翠的一双慧眼 翡翠贸易 尤其是原石贸易 成功 全倚仗运气 就像是赌博彩票一样 这 就是赌食 宋军顿了一下 脸上有些不愤 老哥呀 我运气不行 玩古玩倒还不错 虽然也走眼交过学费 不过数额并不大 但是前段时间 堵垮了一个原石 让我损失了两千多万啊 妈的 等有机会 咱再去找回这个厂子 宋军的话 让庄睿是吃了一惊啊 虽然从宋军的解释中 庄睿明白了什么叫赌食 但是两千万就买一块石头 这翡翠到底是什么价啊 就连没开出来的石头 也会如此值钱 不说了 会去 等以后带你去了 我再详细的给你说说 你现在去哪啊 是回家还是怎么着 我送你 宋军 似乎对这件事情 有点耿耿于怀 就不愿意再提起了 把庄睿问到嘴边的话 愣给堵回去了 让庄睿是心里郁闷不已啊 不过既然知道这事 以后从别的地方 也能打听到 吃吃自己那两块 有翡翠的石头 其价值似乎要重新审定一下了 我回家吧 下午大川来接我 我们要去熬园那块看看地 对不起啊 庄睿的话音未落 手机铃就响了起来 喂 是庄兄弟吗 我是大雄啊 我们这里出了点事 到处找老板都找不到 你能沿袭到他吗 刚接通电话 昨天才加入到 刘川宠物店大雄的声音 就传了出来 好像是什么急事 这声音挺大的 就连开车的宋军都听到了 庄睿看了一下来电的号码 是刘川店里的 大雄啊 你等一下 我先连一下刘川 让他往店里去电话 说完 庄睿就把电话挂了 拨打起刘川的手机 可是接连打了好几个 听到的提示音 都是不在服务区 你说这小子跑哪去了 上午他不是去办 欧元的执照了吗 庄睿啊 也只能无奈的把电话挂了 又给大雄拨了过去 大雄啊 这会儿大川电话打不通啊 你先说说什么事吧 我看我能不能处理 啊 庄兄弟 是这么回事 早上吧 猴子从公园回来 经过旁边一家宠物店 从那店里拉过来几个客人 这事啊 是他做的不对 可是就刚才 我和猴子准备出去吃饭 来了几个警察 就把猴子给带走了 说是那家店的店主报警了 说他们店里丢了一条金龙鱼 咬死了就是猴子偷的 庄兄弟 你可得相信我们呢 我们哥俩虽然以前坑蒙拐骗的事干了不少 可是这偷和抢 我们是从来不占的 我刚才去派出所问了 他们说那条金龙只好几万呢 已经算是重大盗窃了 正准备立案 这又找不到老板 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大熊说话的时候 听着都快哭了 他和猴子虽然俩人都挺不着调 但也是十几年的兄弟啊 过命的交情 前一次去天津买 锅锅葫芦被骗的钱 这里面还有猴子一万的 事情发生了 这猴子也没说什么 只是大熊自己心里很内疚 现在出了这个事 他恨不得进到局子里的是自己 这俩小子 我知道 整天就是坑蒙拐骗 想些歪主意 不过在古玩行里 这也正常 这俩小子还算讲究 这些年也没惹出什么事 这俩小子 怎么混到大川店里去了 宋军在古玩市场 有一家门面 在市场的旁边 还有一个茶馆 虽然不经常去吧 但是对那街面上的人和事 都是很了解的 庄睿文言想了一下 这俩人才到大川的店里啊 虽然今天干的这个事情 不大靠谱 但是显然那个店主 也是污蔑了猴子 现在找不到刘川 自己要是不去帮忙问一下 也会含了这两个人的心 想到这儿 庄睿对着电话那端的大熊说 哎 兄哥 你先别着急 在店里等我 我这就过去 咱们呢 一起到派出所打听一下 不会有什么事了 咱们也没偷是不是 实在不行啊 我就给刘叔打电话 这里虽然不是他的辖区 但说话也应该好使 行行 我在店里等你啊 庄兄弟 谢谢你了 听到庄睿提起了刘富 大熊一直提着的心 总算是放下来了 他就是怕自己和猴子刚来 刘川不帮他出面 现在庄睿答应了 自然就没什么问题了 古玩花鸟市场 没几个人不知道刘川他爸的 当年大熊和猴子被刘川打了 也是刘富出面处理 那老头啊 大事不糊涂 但是在小事上 向来都是帮亲不帮理 自己的儿子 只能自己来教训 要不是刘川没吃亏 他都想上去 再踹上几脚 宋哥 大川不在 我要去看看 你啊 把我送到市场吧 庄睿挂断电话之后 对着宋军说道 以他和刘川的关系 这事他没法不管 行 我也好久没去了 我啊 先回茶馆 你一会儿处理完事情 到茶馆找我 中午 咱们一块吃饭 宋军点头答应了 不过他并不想掺啊 到这个破事里 大熊和猴子那样的决策 平时在他面前 连说话的份都没有 他也不认识 没理由出手管闲事 不过 要是庄睿开口的话 他倒是愿意管一管 怎么说庄睿啊 已经答应 把唐伯虎那幅画 优先转让给自己了 这个人情 可是不小啊 让宋军失望的是 一直到庄睿下车 他都没提这茬 没有给宋军还人情的机会 一走进刘川宠物店的玻璃门 庄睿就看到了愁眉苦脸的大熊啊 他正在不停拨打着办公桌上的电话 估计是给刘川打的 熊哥 别打了 打川不知道去干嘛了 你啊 把详细的情况再跟我说一下 是不是大川得罪了人 然后别人拿猴子出气啊 大熊看着庄睿带着那条熬犬进来 连忙就挂上了电话 只是他和猴子 平时都在古玩市场那边私混 虽然与宠物市场是紧挨着的 但他还真不知道刘川这店里的情况 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更多精彩请您下载喜马拉雅手机APP 关注小说的更新 本节目24小时之内点赞数量超过100 明天加更一击 欢迎您的收听 典当行的小职员庄睿 因为一次意外 眼睛发生了异变 眼生双铜 从此开启了他的财富人生 美轮美奂的陶瓷 鼓着大方的青铜器 惊心动魄的赌石 接踵而来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郭以达为您演播的 长篇都市幻想小说 黄金铜 作者 打眼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七十集 正在播出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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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哥 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想起来了 咱们这街头那家店 去年换了一个老板 那老板的年龄也不大 和庄哥你差不多 听说是有点什么关系 刘川委任的三老板李斌 插嘴说道 看到庄瑞示意 他继续说下去 又在一旁分析了 我记着吧 今年过完年的时候 这街上生意都不错 那老板店面的位置挺好 在街口摆了几张桌子 堵住了客人的路 大川哥那脾气 你也知道 当时过去 就把人桌子给掀了 那人追到店里吵了几句 不过没敢动手 后来大川哥 不就和你出去了吗 这十几天也没露面 会不会是那个人 以为大川哥怕他了 然后知道猴子 是咱店里的 故意找猴子 对了李斌 他们那个店里 真有金龙鱼吗 庄瑞听完李斌的话 开口问了一句 屁金龙啊 阴龙都不蠢 以前那个店也就是卖些猫狗之类的 不过这个街面上 客人都认大川哥 那个人才改卖的金龙鱼 庄哥 十有八九就是那人使坏 李斌回答的是愤愤不平 行了李斌 你和我去派出所问一下 大雄在这里面看店 顺便给大川打手机 估计这会儿中午了 他应该也在了 猴子的事你先别着急 一条价值数万的成年金龙 那还不得一米多长啊 猴子偷了也没地放 很容易说清楚 庄睿想了一下 自己先去派出所看一下吧 不行就给刘叔打个电话 把人放出来得了 就算是李斌说的那样 庄睿也没怎么放在心上 以刘川的能耐 从这市场挤走个把人 那太容易了 轮不到自己去找那个人的麻烦 由于谷玩市场在刚成立的时候 治安一直不是很好 所以就在旁边设了一个派出所 几年下来管辖的范围 从一个谷玩花鸟市场 就向周边辐射了 里面有二十五六个治安联防队员 至于有编制的警察 倒不是很多 也就十个人 今天也巧了 所长副所长都去局里开会 还有几个人出外勤 除了不管事的户籍警察之外 基本上就是一帮子联防队的人 待在那了 庄睿 他们就这样 估计领导又不在 一帮子人躲在那偷懒呢 走进了派出所 庄睿不由得有些纳闷了 这连看大门的人都没有 要是进来俩歹徒抢枪 还不易抢一个准啊 旁边的小李倒是清楚 给庄睿再解释着 诶 诶 诶 说你呢 听不懂人话呀 还往里面走 正当庄睿准备进警务室 就被一个人给喊住了 庄睿微微的皱了一下眉头 转过身来 呦 是小李啊 你们平时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 亲儿怎么有空呢 那个人看到李冰之后 脸上虽然带着笑 不过说话却是夹枪带棒的 嘲讽的味道十足啊 庄睿看向李冰 既然都认识 怎么说话还是这种口气呢 庄睿 你别 别大惊小怪的 大川哥关系硬 平时根本不搭理这些人 逢年过节也不给他们打点 所以对咱们呢是很不买仗 不过大川哥要是过来 他们可不敢这态度 李冰小声的在庄睿耳边解释着 他和这些人只是脸熟 根本没怎么打过交道 你是什么人 这派出所你负责 庄睿看着面前这个人就很不爽 这人的个头倒是不矮 足有一米八了 头上歪戴着一个大眼帽 身穿一身鞋颈的制服 腰间松松垮垮的挂着一根腰带 屁股后面还有一个橡皮棍 嘴里叼着烟 长着一双三角眼 在说话的时候 都是斜着眼睛看人 庄睿自然是不会和他客气 你是什么人 有什么资格问我 派出所是乱进的吗 信不信把你们都抓下来 靠 还给养狗 兄弟们 出来打狗了 庄睿被这三角眼的话给气乐了 真新鲜呐 派出所不让人进 那报案的人去找谁啊 随着那个人的喊声 旁边一个房间呼呼啦啦的 涌出了五六个人 有两个脸上还贴着条呢 想必是正在打牌 打狗 我的狗掉了一根毛你都赔不起 少跟我废话 早上被你们带来那个 对了 李冰 猴子大名叫什么 庄睿懒得和这些货子废话 不过他还真不知道猴子的大名 侧过脸向李冰问着 他叫侯勇 庄睿小心 李冰的话说到一半 猛然看到刚才那个人趁着庄睿扭脸的功夫 一拳就打了过来 妈的 把这狗给我打死 那人的拳头还没打到庄睿呢 突然就感到小腿肚子 穿来一阵钻心的疼啊 低头一看 原本以为是宠物狗的那个小家伙 正死死的咬着自己呢 白狮 回来 看到四五个人拿着电颈棍 向小白狮围了过去 庄睿就出声了 这小家伙也很机灵 大头一扭 居然没松口 硬生生从那人的小腿上撕下了一块肉 然后就跑回了庄睿的身边 嘴巴上雪白的毛发 已经被鲜血给染红了 打死他 打死那条疯狗 骂他 疼死我了 你们是死人的 上啊 那个人跳着脚在叫嚣着 自己却不敢上前了 看着向自己围过来的几个人 庄睿不由得心生怒火 不过要是不还手的话 肯定会吃眼前亏啊 想到这 庄睿一步窜到那个人的身前 一伸手 把那人的电颈棍给抢下来了 根本就没停顿 高高的举起了橡胶棍 狠狠的就向那人的脑门砸了过去 砰的一声闷响 那人是应声而倒 世界顿时就清静了 另外几个联防队的队员 发现庄睿在派出所居然还敢动手 一时间就愣了 呆呆的看着小腿还在流血的同事 你们谁还敢上来 妈的 信不信老子马上就能扒下你们这身皮 庄睿一手拿着橡胶棍指着众人 一手掏出电话就拨打出去 庄睿下手很有分寸 看着刚才那一棍子是很凶猛 其实打在额头上根本就没什么事 最多就是一个轻微脑震荡 他从小和刘川没少打架 这心里是有数了很 庄睿发起火来 原本普通的那张脸也变得有些猙獰了 加上前不久在草原上杀过狼 身上自然带有一种无形的凶悍之气 使得原本蠢蠢欲动的几个人都停住了脚步 有些不知所措了 几个联防队员看到事情好像要闹大 有的机灵的就赶紧跑到派出所二楼的民警值班室 另外几个人却是将庄睿和李冰围住了 却也不敢再动手了 妈的 这关键时刻掉链子 这爷俩怎么一个得行 庄睿没想到 打给刘春他老爹的电话 居然也是无人接听 无奈之下 他又拨给了宋军 把这事一说 宋军在电话那头居然就笑了 我说庄睿啊 你什么时候变得和刘春一样了 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的 杀草原狼也就罢了 现在连人也干起来了 不过没事 你咬死了 说那人是先动的手 你在那等着 我来处理 调侃了庄睿几句 宋军挂上了电话 他也不想想 庄睿骨子里要是没那股野性 能和刘春这样的人混在一块吗 无名警官 就是那个人 身边有条狗的那个人 他西井 你们干什么呀 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把他扶起来 你还有你 跟我进来 庄睿刚放下电话 从楼里就出了一个身穿警服的人 身后跟着刚才跑进楼的那个联防队员 那个人的年龄看起来大概三十多岁 离着好眼就喊了过来 围着庄睿的几个人听到之后就散开了 把被庄睿击倒在地的那个人扶在了椅子上 这些人也是三天两头就要和人干上一家 知道他只是一时昏过去了 缓过气就好了 所以也没人去打120 为什么要跟你走 有什么事就在这说清楚 我又不是犯人 你没有权利审问我 庄睿看那人手指的房门挂着一个审问室的牌子 不由就皱起了眉头 十分的不愉快 那个警察听到了庄睿的话 倒是愣住了 一般的老百姓见了警察 心里都是先窃了三分 而面前这个人在派出所里打了人 还是一副理直气壮若无其事的样子 看着不像是一个普通人 我不是要审问你 你刚才动手袭警 我现在要做个笔录 既然摸不清底细 这位武警官的语气也就缓和了一点 最主要的是 他观察了一眼庄睿脚边趴着的那条狗 虽然他没认出这是一只藏鸥 但是白师身上那股子高贵的气质 也让武警官感到这狗 不是一般人能玩得起的 袭警 谁是警察呀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打警察了 他是吗 那你把他的警官证给我看一下 等等 我先接个电话 庄睿看到这警察有偏邦的意思 说话也就不客气了 气得武警官呢 刚要让人把庄睿抓起来 这庄睿的手机就响了 喂 刘叔啊 你怎么才打电话 大川那小子跟你说的 那小子冒炮了 我在市场派出所 刚才他们几个联防队的要打我 现在出了个警官要审讯不 刘叔啊 你们警察也有点太那什么了吧 庄睿本来以为是宋军打的电话 接起来之后啊 原来是刘川他老爸 不由得就抱怨了几句 其实啊 也不怪那个警官 换了哪个警察 看到自己的人被打倒在地 也不会和庄税客气 小兔崽子 你皮痒痒了是吧 敢鞭陪警察了是不是 你等着啊 我刚开完会 离你那没多远 马上就到 刘川爸爸的声音很大 就连旁边的武警官都听到了 不由得是脸色一变 拉过了一个联防队的人 问起了缘由 从小到大 庄睿和刘川可是和人打过不少架 每次都是刘川的父亲出头 所以这次虽然是在派出所动了手 庄睿也没怎么担心 就是心里有些后悔啊 早知道就不给宋军打电话了 白欠一个人情 正琢磨着是不是在给宋军打电话说明一下 这个时候看到大门口处冲进来一辆警车 那个警车下来三个男人 为首的就是刘川他老爸 刘川的父亲身材很高的 一身警服穿在他身上是紧绷绷的 虽然也是快六十的人了 不过走路是狐狐生风 在警察系统里 他有一个外号 人称啊 刘大炮 小兔崽子 长本事了啊 打架打到派出所来了 当着这两位的面说说 怎么回事 刘大炮三步并坐两步就走了过来 上来就对着庄睿的后脑勺拍了一下 这才问起事情的缘由 而跟在他后面的两个警察 刚一走过来 旁边几个人立即叫起了王所长 庄睿这才知道 刘富啊 是和这派出所的人一起过来的 今天这事 庄睿站着礼 他也不怕 当下呀 把猴子被派出所带走 然后自己来询问案情 却被几个无良的联防队员先骂后打 迫不得已 自己才还手的事实 全部都讲了一遍 听着这旁边的几个人呢 插口想反驳 却找不出话头来 因为这事实 确实如此 妈的 给你们穿这身衣服 是让你们欺负老百姓的吗 打得好 刘富一听原来是这回事 顿时是怒不可遏呀 看到半躺在椅子上 那个人已经醒了过来 还躺在那喝水呢 上前一脚就踹过去 正好蹬在那个人小腿被咬伤的地方 疼得那人啊 双眼一翻 又昏过去了 刘富的动作让庄瑞看得很解气 不过旁边的所长 有些看不过眼了 大家都是一个系统的 虽然你是局长 但咱不是一个片啊 我这派出所不归你管啊 在我所里打人 未免有些过了吗 他也听出了事情的经过 是自己人不对 但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未免这脸上有些难看了 我说刘局啊 问清书了再说 要是我的人不对 一定会严肃处理 不过您打人 这可就不合适了吧 这王所长还有些担当 不过这里面也有着刘富 管不到他的原因在内 另外他在局里也有些关系 对刘富这种快要退休的老头 并不怎么敬畏 不合适 怎样才叫合适啊 你招来的联防队 都是这种素质 纯粹是给我们警察系统丢人 我看你平时的工作 也很有问题 刘富不爱听这话 马上就瞪起眼了 连着所长一块就叫去了 刘局长 这里不是您的分局 现在我要审问这个嫌疑人 您要不要先去喝口茶呢 王所长这话 摆明了就是不给他面子 气得刘富正要说话 王所长的手机却响了 喂 啊 是我 是是是 啊 对 我一定严肃处理 请领导放心 庄瑞看着呀 这电话里还没说几句 王所长的脸色就难看了 这三月春寒的天气 他那额头上已经渗出了汗 刘局 您看 我这不是也是想在下属面前留点面子吗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和这位先生先去喝杯茶 等我问清楚情况 一定给这位先生一个满意的答访 您看好不好 放下电话 那所长大人立刻就软了 向刘富就是连声哀求 刘川爷俩都是一个柄性 吃软不吃硬 再说还是一个系统的 也不想让对方太难看 刘富招呼了装着一声 几个人就走进派出所的会科室 过了没到二十分钟 王所长就出来了 事情也调查清楚了 其实这事挺简单的 而且还真让李冰给猜准了 刘川在鹏城的花鸟市场的名声 可以说是打出来的 当初拎着扳手 追着大熊和猴子整整一条街 这个事 让这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在市场里站稳了脚跟 虽然市场里的这些人背景都很复杂 年龄也比刘川大 但是却没人去招惹这个愣头青 不过刘川做生意啊 却一向都是和气生财 他购买的门面不是很好 有点靠后 刚开业的时候呢 人流比较少 但是刘川为人大气 往来的客人买只宠物 他都会附送许多的宠物食品 而这些个食品本来就是需要花钱购买的 这样一来二去 客人们口碑相传 他这生意啊 也就慢慢好了 市场份额就这么大 你的生意好了 自然有人的生意就会差点 不过刘川平时为人四海 朋友也多 和古玩市场一帮老爷子们关系也不错 这几年下来啊 和周围的同行倒是也没翻过脸 不过呀 有一些个人心眼小 难免会指桑骂怀 刘川啊 也没和那些人一般见识 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更多精彩请您下载喜马拉雅手机APP 关注小说的更新 本节目24小时之内点赞数量超过100 明天加更一级 欢迎您的收听 典当行的小职员庄睿 因为一次意外 眼睛发生了异变 眼声双瞳 从此开启了他的财富人生 美轮美奂的陶瓷 骨着大方的青铜器 惊心动魄的赌石 接踵而来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郭以达为您演播的 长篇都市幻想小说 黄金铜 作者打眼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七十一集 正在播出 李冰所说的新来的这位宠物店的老板 幸好 今年刚满三十 不过呢 一直没什么正经工作 在街面上 瞎混 他姐姐呢 嫁给了一个警察 在去年的时候 调到古丸市场这片的辖区派出所 担任副所长 看到自己这小舅子 整天不务正业 就帮忙给他在市场里盘下了一个门面 让他也干点正事 可是这位好老板 做生意实在不怎么样 心眼太小 就连客人要求送包鱼石什么的 都要和客人是斤斤计较老半天 开业也有小半年了 一分钱没赚着不说 反而赔进去七八千的房租 这赚钱的买卖 干成了赔钱 好老板就开始找原因了 自己的服务态度 那自然是没问题 问题在哪呢 分析来分析去 好老板就盯着刘春那店了 理由很简单 客人都去你那了 我这生意能好吗 于是在过年的时候 好老板在自家店门口 摆了几张桌子 说是做促销 但是却挡住了后面几家店的路 可是他却没想到 刘春这么圣猛 直接把他摆的那些桌子给掀了 有心想教训一下刘春吧 可是看着自己细胳膊细腿 再看看刘春那一米八多的个头 还是直接就打了退堂鼓 不过好老板本来就是心眼比真眼还小的人 这事一直就是他的心病 也不敢跟姐夫说 好老板虽然生意做的不怎么样 不过吃喝玩乐倒是有一声 这开店半年 他和这辖区派出所那些治安联防队的人 关系处的都不错 前几天喝酒的时候 把这事一说 就有人给出主意了 这些治安联防队的都不是正式警察 平时就靠收点治安管理费过货 对于副所长的小舅子 那自然很是巴结 不过他们在这待久了 也知道刘春的背景 没有人敢去招惹 但是出点馊主意 恶心恶心人 这些人却是很在行的 这花鸟市场就这么大 猴子帮刘春打工的事 基本上不超过俩小时 这一条街上的人都知道了 猴子也是当托当习惯了 早晨跑去公园 和一帮老头老太太们套完进户 路过好老板门面的时候 很自然就拉走了几个客人 这让好老板是怒火直冒啊 他也同时找到了恶心刘春的办法 等猴子走了没多大一会 好老板就打电话到派出所报了警 接警的人就是吴警官 这好老板也认识 当时没提刘春的名字 直接说是市场有个小痞子 偷了他一条鱼 价值好几万 吴警官虽然对好老板 所说的好几万不怎么相信 但是也没当回事 再说也得卖副所长几分面子吧 当时就让几个联防队的人 去把猴子给带回来了 大雄去派出所询问 也是被那几个联防队员给打发走的 好老板就是存心让刘春亲自上派出所去保人 让花鸟市场的人都知道 他刘春用的人手脚不干净 这可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己啊 王所长搞明白这事情的经过 这把肠子都毁清了 原本和他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过由于自己强出头 招惹来顶投上司的训斥不说 还白白得罪了刘局长 要知道 虽然刘局每两年就要退下去了 但是他在公安系统的关系众多 要说提拔自己不大可能 但是歪歪嘴说点闲话 让自己进步泡汤 那是完全能做到的 王所长在这所里也干了好几年 论起他和刘春的关系 虽然来往不是很多 但还算是不错 所以所里这些治安联防队的人 也没有去找过刘春的麻烦 没想到这一招惹 就是一个天大的麻烦 刚才王所接到的电话 是他们辖区分局的局长亲自打来的 二话没说 上来就把他训斥一顿 等到将刘局和庄瑞等人请进房间 王所长在外面 连忙打电话询问了一下市局的熟人 又听到了一个让他目瞪口呆的消息 这个事居然是市局局长打电话交代 并且指示分局长要严惩责任人 这下可将王所给震动了 他也知道 这事肯定不是刘春老爸干的 因为他们一直都在一块 根本就没看到他打电话 那么就只有一个可能了 那就是这个相貌普通的年轻人找的关系 能让市局老大亲自发话的关系 就是撸掉自己这所长的位置 恐怕也是小事一桩啊 什么事啊 就怕认真 赶到后怕的王所长一认真起来 这事立马就真相大白了 牵扯到事情里的治安员一共有六个 也就是刚才围着庄瑞那几个 王所长一股脑 把他们都关进了进闭室 撤台向庄瑞和刘局来解释 就在王所长调查这事的时候 在派出所的会客室里 又是另外的一番光景 刘春他老爸见到王所刚才这态度 在接了一个电话之后 突然之间发生那么大的变化 心里也是有些纳闷 他就是不买自己的账 自己也拿他没什么办法 毕竟不是在自己的辖区嘛 想来想去 应该就是那个电话的缘故了 刘局长在公安系统的关系 可是要比王所长广泛多了 几个电话拨打出去 反馈来的消息 却是和王所长得到的不大一样 庄瑞这事 居然是市委常委里某位大老交代的 就连市局老大呀 都差点吃了牌头 小偷呆子 这事你找谁了 怎么搞出这么大动静来 刘局自然不会和庄瑞客气 两眼瞪着庄瑞 一副你不说 我就教训你的架势 刘叔叔 我哪知道啊 刚才您打电话 死活打不通 那几个联防队的 围着就要动手 对了 我给宋哥打了一个电话 庄瑞苦笑着回答 他也猜到了 这事估计是宋军办的 不过为了这种小事 直接将在整个鹏城都数字上的大佬折腾出来 未免是有些小题大做了 宋哥 哪个宋哥 说明白点 刘局长是习惯使人 说话都有点带审问的口吻 看着一旁的李军是眼嘴偷笑 庄瑞把宋军的情况怎么结实的经过 大致说了一下 他知道的也不多 问他还不如问他自个儿子 宋军 原来是他呀 刘局长显然是听过这名字 沉吟了一会儿 就缓缓的说道 小瑞啊 不错 你和大川都不错 现在知道结交社会关系了 以后做事情我也就放心了 两个人正说话间 庄瑞的手机响了 接起来之后 宋军的声音传了过来 庄瑞啊 事都办好了 你还待那地方干嘛呀 过来喝茶 下午啊 我没事 咱们呢 一起去你那熬园看看去 行 宋哥 我一会儿就过去 大川店里那人还没放出来呢 今天这事可真是谢谢你啊 等一会儿 咱得让大川请客 庄瑞想等猴子放出来之后再走 再说了 这王所长也得给自己一个交代啊 要不是干爸及时赶到 庄瑞今天肯定会吃亏 尤其是那个三脚眼 口口声声说要宰了小白师 这是最让庄瑞记恨的 哼 要请客就你请 没刘川那小子什么事 就这点破事 他要是找我 我根本就不搭理他 哎 对了 我是庄兄弟啊 老哥帮了你这忙 你那幅唐伯虎的话 可不能再给别人看了啊 宋君和庄瑞虽然相处的时间不长 但是也知道其为人很大气 先前说是忧心把那幅画卖给自己 现在啊 干脆就连庄瑞给别人见上的权利都剥夺了 挂掉了宋君的电话 庄瑞这才想起来 这都半天了 刘川这小子怎么也没来个电话呀 正想着呢 手里的电话又响了 庄瑞一看 正是刘川打来的 莫头 我家老头到了吧 妈的 事情都清楚了 是那幸好的报假案 小恶心我 我这就过去 你把猴子领出来 庄瑞听到刘川的话 是大为惊奇啊 那王所长还没搞明白怎么回事 感情他已经查的门清了 听到了庄瑞的疑问 刘川气呼呼的在那头说 我查个屁啊 刚才回到店里 听大雄一说这事 我就估摸着是那好小子使得坏 上门就收拾他一顿 那小子太他妈闹了 什么都说了 行了 回头见面再说 我先挂了 刘川的声音很大 坐在庄瑞旁边的刘傅 听的是一清二楚 气得呀 刚把庄瑞手里的电话接过去 刘川那边就给挂了 庄瑞心中是暗笑啊 这下好了 等会刘川来了 肯定会挨这老头收拾 这爷俩一对不讲理 这边搞清楚了情况 那边王所长也推门进来了 跟在他后面的 还有这个派出所的副所长 也就是郝老板的姐夫 一进门啊 就向庄瑞道歉 表示要好好教育一下他的小舅子 你啊 不用跟我道歉 这事跟我没关系 那是刘川的事 我就是想问问 派出所 还让不让老百姓进门啊 我今天走进来什么话都没说 那个治安员就动手打我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王所长是不是给我解释一下 另外 我这条狗是办理了养犬证的 脖子上有狗牌 那人凭什么要打杀我这条藏壕 刘川一会儿自己就过来了 庄瑞啊 不想再管那好老板的事 只是今天让他生气的 是那个治安员 口口声声说要宰掉小白师 这是让庄瑞最为愤怒的 这是我们平时思想教育不够 对于警队警风的工作抓得不严 刚才我们碰了一下头 对于这几个害群之马 全部开出处理 卫副所长 你先出去一下 等会儿市主来了 你去向市主解释 王所长先将自己 对于此事的处理结果 跟庄瑞说了一下 专脸看到卫副所长 还想开口为自己小舅子求情 顿时就气不大一处来啊 要不是你看到花鸟市场 买卖宠物赚钱 把自己小舅子折腾过去开店 能出这档子事吗 所以啊 对卫所长说话也没客气 卫副所长此时还不知道 这事已经被捅大了 文言有些不高兴的 看了一眼王所 转身走出了房间 刚巧看到派出所门口 进来俩人 还在拉拉扯扯的 其中一个正是自己的小舅子 一副鼻青脸肿的 嘿 卫副所长 正好我来报案了 这人报假案 还污蔑我员工盗窃 您来处理一下吧 刘春眼间呢 搁着老远就看到卫副所长 大声就喊得起来 这姐夫 这事不怪我啊 是大军那几人给我出的主意 真不关我的事啊 好老板看到自己的姐夫 就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 杀猪似的嚎了起来 就连房间里的庄瑞等人也听到了 纷纷走了出来 妈的 就你小子一肚子坏水 不怪你 不怪你 刘春紧紧抓住好老板的衣尖 一巴掌一巴掌向他头上扇 嘴里还骂巴咧咧的 丝毫没把卫副所长放在眼里 虽然他不喜欢自己这小舅子 可是卫副所长也不能看着他在自己眼前被蹂躏呢 立生就对刘春说 刘春 住手 当这是什么地方 他犯法 自然有法律惩治 你有什么权力打人呢 刘春根本就没搭理他 这货从来都是无理脚三分 这次被人算计到头上 一股邪火就发泄到好老板的身上了 刘春 住手 给我过来 同样的一句话 确实让刘春打了一个寒着 回头一看 自己的老子正站在不远的地方 看着自己的表演 他连忙把好老板推到一边 屁颠屁颠就跑了过去 我说你小子长能来了 跑到这儿打人 你给我长脸 还是帮我丢人呢 老刘同志教育儿子 从来都不分场合 不分地点 这大耳瓜子 照着刘春就拍了过来 看着一旁的众人是心中了然的 原来这小刘同志打人的动作 都是老刘同志教导的 猴子这会儿也被人带过来了 脸上很清晰的 有一个巴掌印子 刘春一看顿时就火冒三丈 要不是自家老爹就在面前 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行了 在这瞪着眼睛干什么呢 都滚大吧 王组长 这事希望你们能认真处理 警戎警风 也得整顿一下了 刘局长看了一眼 那几个歪瓜裂枣的联防队员 冷哼了一声 上了他的三菱车 就扬长而去 此事啊 就算是告一段落 此时的庄瑞 正在家里 怀中抱着白师 拿着手中这个 黑不溜秋的石头 神态是颇有些无奈 这破玩意儿还真是麻烦 白师 你别捣了 自己玩去 此时 距离派出所事件 已经过去三天了 那天刘春老爸走了之后 庄瑞和刘春带着猴子李冰 也都离开了 不过事情 并没有如此轻易的了结 按照刘春后来的说法 那几个联防队员 全部被开除清理了 而好老板的姐夫 因为利用职权 帮助亲属牟利 被撤销了副所长的职务 发配到一个 城乡结合部的派出所 当了一个普通民警 至于王所长 也受到了一些牵连 由于对队伍管理不善 导致警风败坏 也被撤销了所长的职务 调任至另外一个派出所 任副所长 没有一炉到底 这王所长 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最倒霉的 就属那位好老板了 被治安拘留了一天 放出来之后 这次也不敢在花鸟市场 待下去了 刘春啊 干脆让周瑞出面 把他那个门面 给转租过来 用作以后 熬园在花鸟市场的一个办事处 至此 这件事情才算是圆满结束 这几天 庄瑞和刘春 包括周瑞 也都没闲着 刘春要办理土地用地合同 和熬园的营业执照 就把庄瑞拉了撞钉 让他去找人设计 熬园的平面图 周瑞呢 自然是待在了花鸟市场 先熟悉一下 宠物买卖的运作流程 2003年 网络虽然不是很发达 但是查找一些熬园的资料 还是可以的 庄瑞在网上查了几个规模 比较大的熬园 心里也就有了底 庄瑞以前上的那所大学 都是以建筑系文明国内 虽然所学的专业不同 庄瑞呢 倒也结识了几个关系不错的 建筑系的校友 当然 现在也都进入到了社会上 当下庄瑞和在南京工作的一位校友 电话联系了一下 把自己的要求提了出来 又在网上将相关的资料传了过去 就等着对方出图纸了 这事庄瑞办理的很顺手 也没牵扯他多少精力 只是还有三四天就要启程去南京了 而自己准备的礼物却还没拿出手 庄瑞啊 已经决定把那个石中翡翠作为礼物送给秦宣兵了 只是他绞尽脑汁 也没能把这石头给破裂 反而把那个里头还有指甲大小的翡翠石头 给砸报废了 这几天 庄瑞跑遍了整个鹏城的五金店 就是没有一家能出售小型的沙轮打磨机 他也没打听出来到底在哪才能买到 眼见着没几天就要去南京了 庄瑞情急之下 就想了一个昏招 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更多精彩请您下载喜马拉雅手机APP 关注小说的更新 本节目24小时之内点赞数量超过100 明天加更一集 欢迎您的收听